第451章 游戏灰色势力浮现 幻境石层 圣域入口处 江系雷老虎和一类青长城等人 看着眼前的NPC完全猛逼了 这商人竟然卖半月弯道 他们300万金币一本吃尽了不少 200到100万金币又吃尽了不少 平均价格也在200万金币一本 现在这里才卖1万金币一本 那特么得亏多少啊 看吧 我就说我的预感不怎么好了 你们偏偏不信 冯西瓜在旁边说着风凉话 众人都有种秒了他的冲动 别激动 又不是我干的 冤有头债有主 肯定是天涯浪子和端木黯然他们 冯西瓜急忙转移火力 操 现在要怎么办 攻不出去谴责天涯浪子他们吗 泰班下话线胡椒饼问道 狂拽公主 好 攻不出去 让他们成为全民公敌 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 出门就被人杀 让他们出不了安全区 结果 公主这个爆炸性的提议 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复 而是一脸诡异地看着他 干嘛 我提议有问题吗 他们不应该受到制裁吗 狂拽公主一脸骄傲地反问 得了 我终于知道 兄大无脑这个词语 什么意思啊 江系雷老虎答非所问地回报 扑呲 众人闻言 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但马上又变成苦瓜脸 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目前的困境 干嘛 兄大有错吗 上次聚会 瞧你们眼珠子都往内瞟 口是心非的浑蛋 狂拽公主伸手直接开队 众人只能憋着笑 有人还死猪不怕开水烫地 往他身上乱瞅 可惜 在这个游戏里 虽然虚拟 但女道士的外貌身材都一样 若去神州还好点 除了脸 其他都是真实还原了 可嗨嗨 狂拽太子看不下去了 出来打圆场 小妹 他们已经很变态了 出门不砍人就好了 谁能砍他们啊 就算你攻不出去 没有用啊 哼 那也要他们身败名恋 不好受 特么的 本小姐可是吞了五十亿的货啊 狂拽公主 咬牙切齿地嘟囔着 不能攻不出去 一类青长城连忙阻止 眯着眼睛道 攻不出去 这半月弯刀就真的完蛋了 我们都会血本无归 不攻不出去的话 这里是幻境失从 能来这里的 除了我们和天涯浪子他们 就没有别的什么人了 人海一夜 你的意思是 我们联合启名困难户和天涯浪子 他们一起卖半月弯刀 嗯 只能如此了 虽然价格卖低点 但还能持续卖一段时间 至少我们不能亏太多 可是 幻境失从 有些拥有赤月装备的其他行会 也能进入吧 这要怎么办 泰班 下华县胡椒饼反问 江系雷老虎 这个好说 我们派人在幻境失从入口处 躺视监测天涯浪子他们时 也可以监视其他玩家的动向 或者派人 守着幻境八层 其他势力的玩家进来 直接灭掉 众人又商议一阵后 立马私聊启名困难户和天涯浪子 将重要人物都拉进了一个区 这也是这么久以来 众人头一次 为了共同利益聚集在了一起 当然 祖群的是天涯浪子 而江系雷老虎 他们家群也留了个心眼 纷纷把允许天涯合一功能关掉 这自然是怕天涯浪子他们赢他们 而其实 他们想多了 秦衡真贪心他们的装备的话 估计天天能追杀的他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别说他们关掉天涯合一 就是秦衡和启名困难户等人 同样关掉 这种事情 谁都害怕 秦衡有自动拾取功能 本质上不惧怕 可是别人一顿暗电神兵报了你 你连个装备都不报的话 根本没法解释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这种事情发生 众人一家进群 江系雷老虎 立刻鲜声夺人 天涯浪子 你们干的好事啊 发现幻境时层 有商贩出售半月弯刀 竟然买来卖给我们 可把我们坑惨了 天涯浪子 什么 幻境时层 有半月弯刀卖 在哪里 端木岸然 卧槽 那呢 位置在哪 承认自己卖半月弯刀 秦恒才没那么笨 鬼知道 这里有没有人录音吗 到时候捅到网上去 倒霉的不就是自己吗 虽然别人拿他没办法 可是别人抵制网上小不点 发的他的各种打宝链击帖子 那也是一大失策 再说 他也不想被人一天到晚地问候 有持续精神病患者 和花间小蝴蝶 这两个大变态 每天问候 就够烦人了 若整得全服问候他 那真的要郁闷死了 特别是其中 还有行会里 联盟里不少兄弟 秦恒已经准备 让小不点支付一笔钱 去补偿这些兄弟了 少赚一点点 自己问心无愧一点 就没那么多薪结 两人一阵杂杂呼呼 更加隐得患魔终极等人不满 狂拽公主 无耻 敢做不敢当 还天下第一道事呢 我呸 太班 下话线胡椒饼 草 坑了我们那么多 承认都不敢 有必要这么怂吗 永恒临风 还能要点脸部 天涯明月 呵呵 凡事都要讲究证据 新夜的伤感 我可以作证 浪子哥他们一直在幻境 嘿嘿 无畏孤独狼 泽泽 一群贪心的货 自己被坑了 就来赖人是吧 不服气就开战啊 两边一顿嘴炮 反正秦恒打死都不承认 一类清长城 好了好了 我们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们打算稳定 目前的半月弯刀价格 跟你们一起卖 别再压价了 见天涯浪子不承认 拿不住对方的把柄 一类清长城等人 也没再纠缠下去 痛快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可以 有钱不赚王八蛋 你们说了算 但说好价格 别乱压价 否则我们随意啊 大不了不慢 秦恒同意了这个提议 他也不想对江系雷 老虎等人赶尽杀绝 这些都是他的韭菜 时不时可以收割一把 这里放他们一马 在神州还能再坑回来 最近几天的神州之旅 都是一些其他土豪来 这帮人估计忙着打宝 一直没来 秦恒还打算让他们买技能书呢 再说 以后召唤 也是他的得力干将 而启明困难户 他们就更加没意见了 慕容兴兰 好 我赞同 刀蒙刀剑孝 赞同加一 风之五二百二十 赞同加一 战十五 赞同加一 红粉女帝 可以 深海龙鱼 专业破坏队形三十年 赞成 哈哈 众人又是一阵商议 最终决定 双方参与的势力 都有卖这个半月弯刀的权利 价格吗 众人决定暂时别甩 让市场回暖一下 到时候价格回升了 再卖三百万金币左右 说是这么说 但具体如何做 就不清楚了 只不定表面卖三百万金币 有人背后卖一百万金币 但不管如何 都定下了一条规矩 不允许世界喊话 大量甩卖了 其他的 基本就各凭本事了 协商完毕后 市场大量抛压的半月弯刀 再次没有了 各种小号轮番喊话 一个小时 硬生生地将半月弯刀喊价 收购到了三百万金币 当然 这只是喊话 具体怎么操作 买卖 就不得而知 半月弯刀的真实价格 也从最低一百万金币 涨价到了一百五十万金币以上 表面上 已经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了 暗地里有没有 就不好说了 我们这次赚了多少 秦恒边刷怪 边兴奋地问小布点 小布点兴奋地笑道 嗯 这次卖了 有价值两百亿华币左右 其中现今有一百五十亿华币 其他有三十六万亿金币左右 加上前阵子卖的 总共差不多有两百亿华币 五十万亿金币 具体 还得统计 不错 干得漂亮 秦恒毫不掩饰地大力表扬 这次等于搞到了二百七十五亿华币 相当于搞到一百八十多万亿金币 短短十多天 赚到这么多 已经不错了 都是天涯哥的功劳 面对秦恒的表扬 小布点谦虚地笑道 那收购金币吧 市场有卖金币的 就收 收到一比二就停下来 秦恒下达了新的命令 以前他想让市场维持在一比一点五的比例 但现在小布点手中的华币太多了 加加起来 估计差不多有一千亿华币了 这么多钱在手上 还只能慢慢收金币 要收到什么时候 现在有钱 还是赶紧收金币 提升自己再说吧 否则放着也是浪费 收到一比二 到时候 停一段时间 回落下去再收了 外界风云变化 先转化成实力再说 此时 在十八线的幻境五层中 Q避落黄泉 Q正带着几个人 在这里清理骷髅垂冰等怪物 他自己五十二级大道士 手拿逍遥扇 身穿天尊道袍 加精炼赤月天尊首饰 另外 还有两个法神套和圣战套的手下 其他人等级也全在五十二级 五人没有行会 在这里练击打宝 轻松自在 但此时 另外四人都有点战战兢兢的打怪 因为Q避落黄泉Q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据最新内线传来的消息 之前市场上大量出售的半月弯刀 是从换进十层的商贩手中买来的 这个消息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Q避落黄泉Q的这笔钱 并不是他的 他是在帮人漂白 说白了 他们是个叫地狱的强大国际组织 从事各种灰色交易 将钱漂白 就是其中一门生意 买技能书 装备 再卖掉 转化回来的钱 那就是有据可依的 或者买顶级装备 故意报给指定的人 就能形成一种特殊的交易 随着传奇游戏的火爆 顶级装备越来越贵 国际顶级灰色组织 早已盯上了这块肥肉了 但组织 要漂白的钱 竟然被坑了 这就很令人恼火了 Q避落黄泉Q 作为地狱组织的顶级负责人之一 又是这事的经办者 可想而知 他此刻的心情有多糟糕 大意了呀 本来他只做高端装备的生意 比如各种重装衣服 赤月装备 蜂魔装备等 前面半月弯刀掉价下来 他还很小心 没下手 后来半月弯刀暴涨 短短几天 涨幅超了百分之五十多 他顿时后悔了 因此 再次见到半月弯刀掉价到四百万金币时 他毫不犹豫地杀了进去 结果 竟然真的被人坑了 从来都是他们坑别人 几时被人坑过 可想而知 Q避落黄泉Q此时的心情有多差了 其他几人不敢吭声 只是小心翼翼地蒙头杀怪 过了好一会 Q避落黄泉Q这才问到 找到他们是谁了吗 还没 才刚查找 估计很快能找到 一个名叫胡须硬气歌的战士回到 具体 Q避落黄泉Q声音淡然 却听得周围的人都是一阵机灵 寒气直往外貌 法师们拼命释放技能 哗啦啦的声音响起 掩饰着心中的不安 三天 小不点他们的信息 一定能搞齐 胡须硬气歌咬牙 一天 告诉他们 只有一天 否则 他们不用再吃饭了 Q避落黄泉Q漫不经心地说着 手中却不停 一道道灵符火符 如炸弹般狠狠砸在骷髅垂冰身上 是 胡须硬气歌恭敬回到 下一刻 他身体一阵模糊 消失了 下线传话去了 小斜斜123这时问道 老大 那些半月弯刀怎么办 还用问吗 当然是跟着低价甩了 现在还能卖点钱 等普通玩家能进入幻境石层时 这就不值钱了 注意 我们别名面上压价 反正喊话就说便宜卖 有人要 就可以比市场价低卖 与此同时 江西雷老虎和人海一夜 也在私聊着 人海一夜 老大 鱼儿快要浮出水面了 江西雷老虎 哦 监测到了 人海一夜 嗯 这次他们动用了百亿资金 但他们很狡猾 负责人应该不在国内 江西雷老虎 没想到天涯浪子 竟然把他们坑到了 接下来 应该会有好戏上场 人海一夜 那我们要去保护小不点他们吗 当然 凭着他们的安保 估计有点玄乎 通知一下起名困难户 我们派人混进孤儿大院 可我们也被小不点他们坑了呀 没事 我们的可以报销 对了 怎么报销 不用我交吧 嗯 老大放心 还有 盯着点太班下话现胡椒饼 别让他先整出什么乱子 是 此时 当事人小不点并不清楚 自己要面对什么 他还在勤勤恳恳地为秦衡整理金钱 同时出售秦衡打出来的各种装备技能书 偶尔去进货一次半月弯刀 还有就是收购金币了 而秦衡呢 继续刷怪 一切似乎都很平常 但一些事 已经无法逆转了 首先就是半月弯刀 虽然江西雷老虎和秦衡他们商定好了 继续买 但其实 市场目前已经接近饱和状态了 要知道 此前小不点 他们可是压价到了一百万金币一本了 想买的 应该都买了 不想买的 现在涨价到了一百五十万金币以上 就更不会买 因此 市面上 半月弯刀的价格出得很慢 这另一类清长城等人都急死了 但也没办法 其实半月弯刀早就有点饱和了 但后面前面接盘的大多数都是大势力 大伤人 这才让秦衡捞了一笔 江西雷老虎他们跟秦衡他们商议完了后 就进入了圣狱 可惜 圣狱中遇到的怪物都是小怪 爆出的勋章 都垃圾得要死 而令他们无语的是 他们那么多人进入 却没有一个人遇到圣狱暴死 最后乱打一通后 撤了 花了点时间 重新又进了另外一个幻境石层后 草 一类清长城 一个灵魂火符 狠狠砸死一个牛魔将军 叮铃一声 爆了一把祈祷之刃出来 咦 这玩意也不错 一类清长城冲上去 一脚踩了起来 正想攻击下一个怪 突然 地面轰隆隆的一阵震动 一个庞大的家伙冲了出来 暗之触龙神 众人一愣 随后就是狂醒 他们还以为没有 暴死可打了 没想到还能遇到暗之触龙神 但不等众人多想 下一瞬 暗之触龙神 已经发动了凶猛的攻势 天空下起冰雨 同时她巨大的嘴巴 黄喷 红毒 绿毒 巨大的身体 几乎毫不停歇地砸了下来 横扫八方 啊啊 的几声惨叫 一类清长城 和狂拽公主几人 同时倒了下去 叮铃当当的 爆了一地东西 草啊 这么猛 我的逍遥扇 帮我把逍遥扇捡起来 帮我捡一下天尊项链 谢谢 狂拽公主 同样郁闷大喊帮忙 我来捡 任海一夜带着传送戒指 咻的一声传送过来 下一刻 她就被拍死了 自己的逍遥扇也掉了 好在传送戒指没掉 她羞羞羞的一阵传送 将装备都捡了起来 我日 她的攻击好高 还会麻痹 大家准备拨命吧 任海一夜提醒 接下来 众人用命换对方血粮 死了就复活 再被传送过来 足足花了十多分钟 这才把这暗之处龙神搞死 可惜最好只爆了一件光环天魔神甲 但这个好开头 足以刺激众人的精神了 我明白了 天涯浪子他们肯定嫌麻烦 所以没去寻找这暗之处龙神 冯西瓜恍然大悟道 哈哈 那我们可以寻找暗之处龙神来打呀 可以暴行武器啊 大漠土匪兴奋地提议 却没想到 根本没有人附和他 干嘛 我说错了吗 大漠土匪一脸无语 狂拽公主 哼哼 这幻境失曾多大 全找需要多久 再打死又要多久 有这时间 我们可以刷一波王者禁地了 江系雷老虎 没错 但最主要的是 新武器暴率应该很低 你们看 这都特么开放了十多天了 目前出了天涯浪子 他们拿了三把新武器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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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有一把试魂法杖 你们还见有别人拿吗 众人都摇摇头 这一对比起来 性价比确实很低 不值得找暗之处龙神啊 众人又去了一趟圣域 结果还是报不出那种 顶级43号以上的勋章 这令幻魔忠级等人抓狂了 直接气地返回王者禁地去了 另外 一边的启明困难户 和辛业的伤感他们 同样经历着这种事 最终 都是选择返回刷王者禁地 第452章65集 超变态麻痹戒指 江系雷老虎 和启明困难户等人 虽然返回了王者禁地 但两边都很聪明地派人 在幻境时层入口处躺尸 查看秦衡三个号的动向 面对这种情况 秦衡当然清楚 这帮人想干嘛 这对于他会非常不利 因为他只有三个人 而不管是启明困难户他们 还是江系雷老虎他们 目前 他们都能各自抽出 几百人的赤月玩家 在第十层 等BOSS刷新 三方找起来 他人少 肯定最吃亏 因此 他毫不客气地 将双方的重要人物 再次拉到了一个队伍里 直接表明 自己要一到十线的BOSS 其他线路 随便众人杀 谁先杀是谁的 面对强势的端木黯然三人组 江系雷老虎他们 也只能接受 至于启明困难户 和战士无等人 自然没啥意见 至少表面是没意见的 有意见也得憋着 因为即便 他们联合江系雷老虎他们 也拿端木黯然三人没办法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都是空谈 其实 端木黯然三人 肯让出二十条线路的BOSS来 公众人自由抢夺 已经很不错了 否则 他们强势要霸展 谁也没辙 因此 这个条款启明困难户等人 都答应得很痛快 至少有机会爆新武器了 而秦横肯 让出二十条线路来 也不是说他多大方 二是 他得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练节 外界神舟 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 若是因为打BOSS 耽误了修炼 导致他在外界应付不过来 那这玩笑 就有点大了 新武器 三个号都有了 金币的话 若是小不点全换完华币 应该足够 他剩下的两个号 升级大领主了 再说 他承包十条线路 也还在一直赚钱啊 虽然 他规定剩下的二十条线路 自由发挥抢夺 但他没打算去抢 只打自己的十条 打完就练击 不过 圣域教主他再次捡了起来 竟然放弃了 那二十条线路的BOSS 那这个三十条线路全部打完 要不了半个小时的圣域教主 就得捡起来了 不是说他打其他的BOSS 比圣域教主慢 而是打暗支牛魔王等 需要花时间去找 打圣域教主就不用费劲 不停换线打就是了 快得很 加上这玩意 因为需要特殊进入方法 估计短时间内 起名困难户和江系雷老虎 他们都找不到门路 那自己就能承包一段时间了 一个43号勋章500万华币 加一张200万的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还有升星神石等 打死一个圣域教主 也能获得700多万华币的东西 非常不错了 至此 秦衡三个号 在一线到十线幻境 练及打宝 而起名困难户和江系雷老虎 他们则平分了剩下的20条线路 起名困难户 他们11到20线 剩下的江系雷老虎 他们的 个打个的 谁也不爱谁 就连王者禁地 幻境八层到九层 因为秦衡他们不要 所以这两方也是一人一半 反正其他势力的进来就杀 秦衡自然不会去管这破事 专心练及 这一专心练及起来 经验值刷得飞快 晋升64级需要18亿经验 若没有双倍经验 以秦衡目前的攻击力和速度 估计需要四天左右能升上去 而现在 就不用那么多了 最多两天就能升上去 前面 他已经升级了不少了 因此 当时间过了将近一天时 一道白光升起 天涯浪子终于升级了 天涯浪子 64级 经验值 7758至21亿 晋升65级的经验 已经提升到了21亿了 照目前的形式看来 是每升一级 增积3亿经验 还行 不算太多 再说 秦衡需要的并不是等级 而是经验 等级跟他外界没有关系 只要经验足够 照样晋升 因此 等级需要的经验多少 秦衡不是很在意 反正目前的游戏里 他三个号攻击最强 攻速最快 练级又是霸占最顶级的 10张地图 这就确保了 进入每一条线的环境 10层都是满满的怪物 又是两个小时后 端木暗然 和天涯明月 几乎同时 也晋升到了64级 秦衡继续刷怪 而此时 幻境五层中 Q避落黄泉Q 终于等来了他要的信息 I am隔壁老王 老大 小不点 住在启明集团的孤儿大院中 很好 得罪我们的 知道怎么做吧 Q避落黄泉Q 一到灵魂火夫 狠狠拍死一个骷髅弓箭手 I am隔壁老王 老大放心 我们会安排好 一天后 熬的一声惨叫 庞大的身躯倒下 秦衡再次打爆了一头 暗之触龙神 自从他静下心来 认真刷怪练集后 这暗之触龙神 遇见的就多了 叮铃一声脆响 地上爆出了一大堆的东西 一道金色的光芒 冲天而起 盖压群发 将其他十多道光芒 全压了下去 原本感觉有点精神疲惫的秦衡 瞬间眼睛大亮 麻痹戒指 他竟然爆出了一个麻痹戒指来 除了麻痹戒指 还有圣战头盔 红魔项链 道 血影 裁绝之杖 绿色项链 泰坦戒指 三眼手镯 无极棍 红宝石戒指 祈祷项链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四级召唤神兽 四级兵咆哮 麻痹戒指会是极品的吗 秦衡一脸激动地打开了包裹 查看起来 当他看清楚麻痹戒指的属性后 他瞬间脸露狂喜之色 麻痹戒指 攻击0-8 魔法0-7 倒数0-7 防御0-7 魔防0-7 攻速加1 独物躲避 加60% 这个戒指 牛逼了呀 全基础属性加7 还多了一点攻速 和60%的独物躲避 除了攻速没跟上 其他都已经超越不少 他的其他特殊戒指了 不过这个也已经够变态了 毕竟麻痹戒指 本身就很难出 上次江西雷老虎他们爆的 还只是个普通的 这次 秦衡终于爆出了极品的 看了看其他东西 攻速加2的超极品 竟然有两个 一个攻速加2的圣战头盔 还有一个攻速加2的斩马刀 其他东西 就是一些小极品 或者普通装备了 乐呵呵地从仓库里拿出来了一堆 早就准备好的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转眼给这枚超级品麻痹戒指 祝福满了 端木黯然立马 换了上去 属性顿时大大增加 要知道 原先的麻痹戒指 还是他在年会 花了20万亿金币抽奖来的 只是个普通货 现在这么多属性加上 游戏中强了一截 外界就更加不用说了 每多一点属性 就是增强10%啊 这等于瞬间增强了 七成以上的基础实力了 而攻速的提升 在现实世界 同样重要无比 他四重天 攻速比六重天快 就是因为攻速快的原因 一切搞定 秦衡继续刷怪 但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多出来的一个麻痹戒指 要卖给启明困难户他们呢 还是自己留着 只是稍微想了想 秦衡就决定 自己留着了 他们都五六百个赤约玩家了 不用麻痹戒指 也能把boss堆死 他就不一样了 麻痹戒指有大用啊 那么 原先的麻痹戒指 要净化掉吗 净化后 会有什么变化 还是留着先 再三考虑后 秦衡还是决定 先留一手 上次传送戒指 没有留一手 搞得他有点被动 后面的隐身戒指 他都有留 现在每人一个隐身 一个传送 记忆套 都快用不上了 这就是神奇的好处 而麻痹戒指 作为顶尖戒指 太难抱了 直接净化掉 有点可惜了 先留一手 看看后面 有没有用得着的时候先 而他换上这枚 极品麻痹戒指后 也不用担心 心液的伤感等人看破 因为他开启的屏蔽时 别人能看到装备外观 但是无法查看属性 这样一来 就不用担心 启明困男虎等人 跟他要求购买麻痹戒指了 只要他不说 谁也不知道他 多抱了一枚麻痹戒指 继续刷罐 半个小时后 秦衡再次打抱了一头 暗支赤月恶魔后 爆出了一个 令他十分满意的装备 记忆项链 攻击2-12 魔法0-8 倒数0-8 幸运加3 准确加2 攻速加2 魔法躲避加70% 这个项链也牛逼 攻魔道加了8点 还加了3点幸运 2点准确 2点攻速 魔法躲避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0% 可惜 项链虽然好 秦衡还是不会替换掉 原有的超级品圣战项链 因为这记忆项链 没有隐藏属性 最重要的伤害减免没有 也不加攻击伤害加成 更没有传承功能 送给无畏孤独狼他们 也不会拿来用 但这个记忆项链 对于秦衡 秦衡的特殊装备栏里 换上啊 就这项链的属性 那不得吊打它 原先佩戴的2-9的记忆项链 加上其他属性的加成 可以令秦衡的外界实力 再次增强一截 转眼又过去一天多 刷的一下 一道白光再次升起 天涯浪子又升级了 天涯浪子 65级 经验值 7758-24亿 晋升66级的经验 已经提升到了24亿了 两天半的时间 晋升一截 这个速度 真的是恐怖 以后每晋升一级 一个号就有20多亿经验 三个号就是60多亿经验 实在是太快了 算了算经验 秦衡赫然发现 他晋升五重天的200亿经验 已经差不多了 只等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晋升到65级 就足够了 原先晋升完四重天的时候 他就还剩下了40多亿经验 现在又从62级 晋升到了65级 经验值已经差不多了 就在秦衡欣喜时 小不典也送来了另外一个喜讯 他们全力收购金币 加上卖装备等所得 又帮助秦衡 搞得到了300多万亿经币了 直接将金币价格 从原先的1比1.5 拉到了1比2 300多万亿经币加秦衡 原先积累的400多万亿 加起来 刚好800万亿经币了 土城的安全区中 铃的一声 天涯浪子从小不点 那接收到了300多万亿经币 哈哈 干得漂亮 继续加油 秦衡毫不吝啬地大大表扬 嗯 穿着霓裳雨衣 手拿龙牙的小不点回答完后 围着秦衡 就是一顿咔咔咔地乱砍 引得周围的人 都一脸羡慕地看着这两人 特别是天涯浪子的倚天剑 散发着深红色的光芒 霸气侧露 那真是整个游戏独一份 刀蒙刀剑笑 哈哈 家人们 看到没 那就是我们浪子老大的倚天剑 整个传奇 目前唯一一把倚天剑 04年的书迷 卧槽啊 这倚天剑真牛逼 可惜看不到属性 傻子呆呆 哈哈 属性可以去网上看啊 上面有 这武器 还是外形好看 又长又犀利 机智酱油 全服唯一一把 能不好看吗 小成小人 可惜 看不到倚天剑地 是什么状态的攻击方式 华文龙 哈 网上那个小不点发的视频 不是有吗 蛮牛奴隶 哈哈 确实有 而且 那个小不点 还卖天涯浪子 他们打出的装备 东西卖的都比较便宜 我昨天买了它一本半月 才花了七十万金币 天涯若比铃 卧槽 这么便宜 真的假的 潇洒小成 真的 我早上买的 才花了五十万金币 疯狂蝴蝶 喂 你们说这两人啥关系 看起来蛮般配的 此夜永恒 别开玩笑了 据说天涯明月 才是天涯浪子的女人 八度忧伤 说不定是她情人 周围无数玩家 围住天涯浪子和小不点 录像的 直播的 讨论二人关系八卦的 说啥的都有 两人没在意别人的目光 交易完后 秦恒游的小不点 围着她转了几圈 就回到了幻境失层 时间耽误不起啊 继续练机才行 这几天能练机这么快 也跟她的线下时间减少有关 静下新来冲击后 她每天的下线时间 控制在了晚上七点到七点半这段时间 半个小时 吃喝拉撒 洗刷洗头一体化 以她的速度 也足以应付得过来 众女见她如此拼命 又是心痛 又是欣慰 努力的男人 谁不喜欢呢 又是几个小时后 天涯明月和端木暗然 也双双晋升到了六十五级 晋升到了六十五级了 经验值也足够晋升 仙人进五重天了 那自己要不要马上晋升呢 还是再等等 多抱点东西再说 晋升的话 她上次花了二十天 这次指不定也会花二十天左右 甚至更长 那到时候 别人说不定都已经搞到了 极品攻速 加二屠龙刀什么的了 可不晋升吧 外界又赶得紧 正当秦恒举气不定 有点弹痛时 她收到了起名困男户 私聊过来的信息 兄弟 太班下话线胡椒饼 他们在组织人手搞 五百万血量的暗只牛魔王等 我们也想搞 你们来不来 秦恒沉默了一下后 没有先答应 而是在考虑 屠龙刀等那么难出 就算打五百万血量的 暴率也不一定会提高很多 而对方能不能搞死这种超级 boss呢 毕竟普通暗只牛魔王等 可是双重攻击啊 天涯浪子都顶不住 而五百万血量的暗只牛魔王会多吗 用脚趾投降 那也是极度可怕的存在 其他人能顶住吗 但估计顶不住 也能慢慢耗死吧 地上躺尸不断传送过来 打一轮 死亡继续来 肯定没问题 自己到底参加不参加呢 参加吧 怕外界有变 不参加吧 又怕别人搞到顶级装备超越自己 子曦想了想后 秦恒决定跟着打几天 看看暴率如何 暴率高 就打几天 如果暴率还是很低 就撤 他等不起 况且真出了超级品他拿到了 不得继续陪众人打呀 也不可能马上不完了呀 除非他买下来 心中想好 秦恒立马决定参加 这领启明困难户等人大喜 幻境十层 十多万人并不好闯 有天涯浪子和端木暗然 他们三个变态在 就容易多了 刚好一线的万年术腰刷新了 众人纷纷往一线幻境八层聚拢 原本各大行会的精英 就聚集在了幻境八九十 现在是要全部聚拢过来 在一条线 这倒是省了众人 再从一层网里带了 天涯浪子 端木暗然 和天涯明月的到来 引起了众人的轰动 都围着他们说话 偶尔沙沙刷新出来的 魔化祖马卫士等等 秦恒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 嘟嘟噜嘟噠噠噠噠他们的聊天 同时 他准备再晋升一个角色的大领主官职 晋升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 晋升天涯明月的官职 叮咚 是否花费五百万亿金币 晋升天涯明月的官职 是 零的一声 秦恒被系统扣掉了五百万亿金币 而天涯明月也晋升成了大领主 毫无意外的 天涯明月的攻速 也终于达到了每秒十四发的程度 是了 晋升大领主后 那后面需要多少钱才能晋升呢 不会真的是五千五亿吧 秦恒忐忑地打开官职系统 查看起来 顿时眼睛一亮 狂喜起来 晋升下一阶段的国王 金币终于变化了 一千万亿金币 比五百万亿金币多了一倍 若换个不知情的人 肯定会吐槽 这翻得太多了 可是秦恒却欣喜若狂啊 之前都是十倍十倍的翻了 现在突然只翻一倍 他能不高兴吗 这样一来 他晋升官职 就不会那么艰难了 咦 浪子哥 你们是不是有啥喜事 看你们三个 笑得嘴巴 都快合不拢了 眼见的墓水瓶 疑惑地问道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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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这还用问吗 今天是情人节啊 估计待会浪子哥 要带明月嫂子 去吃个六块钱的麻辣烫 木屋谷中 六块钱的麻辣烫 你太小看浪子哥了吧 估计起码得吃十二块的麻辣烫 天涯小浪人 嘿嘿 你们这是想让浪子哥 浴血奋战吗 太黑了吧 二十七不货 呵呵 有强效太阳水 怕个毛 顶不住就喝强效太阳水呗 分雪儿 什么六块麻辣烫 你们男生说的话 好奇怪啊 关海 呵呵 你们女孩子家家的 不用懂 嘎嘎嘎 启明困难户 好像不对啊 今晚浪子兄弟 要请明月妹子 吃麻辣烫可以理解 可端木黯然兄弟笑啥呢 深海龙鱼 卧槽 启明老大 你的想法很危险啊 天涯浪子 靠 扯什么呢 今天情人节 你们还玩游些 真爱呢 不怕妹子跑了 无敌醉俊朗888 呵呵 带着妹子一起打游戏就是了呀 你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秦衡 很快 在众人的骑哄声中 众人没等多久 所有人就聚集齐了 开始杀进了幻境九层 到了幻境九层后 端木暗然和天涯明月等赤月玩家 直接传送到了幻境十层入口处 哗啦啦 刷刷刷的一顿清理后 将入口周围的怪物清理干净 又进去幻境十层 将门口怪物清理完 其他人在羞羞羞的让道士隐身 随机飞过来 否则 地图那么大 要跑到十层入口 那这时间嗨了去了 羞羞羞 只用了几分钟 这十多万人 就已经冲进了幻境十层 当然 其中有几千倒霉弹 飞进了月魔蜘蛛堆了 被秒了 装备嘛 也掉了不少 启明困难户等人 专门派了一小队赤月玩家 负责传送减装备 反正死了的暴坐标 传送过去 一顿秒怪 捡装备就是了 众人进入十层后 同样事先派出一部分人 隐身随随机寻找万年树妖 待找到位置 先不打 众人朝那个位置 再随机过去就是了 人多就是好 只花了一分多钟 就找到了 老办法 秦恒他们先传送到万年树妖不远处 清理开了一块巨大的走廊位置 供其他人随机飞过来 这一段飞行 又死了几千人 但绝大部分的人到位就行 众人缓缓上前靠近 直到端木黯然冲上去 一刀 砍在万年树妖身上 确定变成了五百万血量的万年树妖 其他人这才退出十层 回到九层 只留下了五百多个赤月玩家 这个超级树妖 攻击果然凶残得多 所有倒是根本扛不住 能扛住的的战士和法师 也不太多 但在众人不怕死的精神下 还是扛了下来 随着超级万年树妖血量越来越少 所有人都激动起来 这第一个超级boss会爆什么呢 第453章 逆天攻速装备 传奇一线 幻境十层中 端木黯然急速地用四级刺杀 咔咔咔地 砍着五百万血量的超级万年树妖 但麻痹对方的几率不高 原本普通万年树妖就变态地要死 攻速达到每秒十二发 双重攻击 端木黯然搞他 得搞一会 才能麻痹上 现在成了超级树妖 端木黯然就得拼命搞了 但效果甚微 这就让超级万年树妖 发挥出了他的恐怖威力 而变成超级万年树妖后 他的攻速也从每秒十二发 变成了每秒十三发 其他赤月玩家 攻速加两套 神灵祝福能配顶级的 这才达到每秒十发 但这种玩家 没多少个 一般也就每秒九发的多 还有一部分 每秒八发的赤月玩家 毕竟 到了赤月桩之后 想提升 只能加攻速 而一般攻速加两套 就是每秒九发 还得是全套 有全套攻速加二的 启明困难户 他们一起 加加起来 也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甚至可能没有 其他大部分 就是攻速一套 那就是每秒八发了 而达到每秒十发的 目前有十多个人 无畏孤独狼 和二十七不获几个 至于每秒十一发的 就只有几个人而已 启明困难户 占十五 红粉女帝 星夜的伤感 四个人 这些人不但都有一两件 攻速加三的小件 还有就是神灵祝福的提升 神灵祝福想提升攻速 只能是等级九以上的 神灵祝福卷轴 九级神灵祝福 可以加零点五攻速 十级可以加一的攻速 众人虽然都明白 装备和一起 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的道理 可实际上 BOSS死亡时 这些大佬 谁抢到十的神灵 祝福卷轴 基本都是自己用 而用了一段时间后 众人明白了 等级九以上的重要性 一般都留着等装备满祝福了 再来用九以上的 提升攻速 可人实在太多了 众人哄抢之下 这九级以上的 就分散得很散了 江西雷老虎他们那边 也是一样的情形 表面一条心 可有好东西 拿到手后 又有几个人愿意贡献出来 成就一个人 都是大佬 不缺钱的主 又有几个人愿意卖 除非是特要好的朋友 才会把抢到的 贡献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启明困难户和新夜的 伤感四人可以多出一些攻速的原因 那么 现在攻速十三发的超级数妖 打这些攻速八到十一的 真的是吊打呀 不说攻速什么 每秒九发的 就是攻速十一发的吧 超级万年数妖 每秒十三发 第次加银色果实 双重攻击 相当于先被攻击两次双重攻击 才能反应过来 普通万年数妖打端木黯然 双重攻击之下 能打掉它四百四十左右的血量 超级万年数妖打端木 黯然就达到了六百左右 那超级数妖打这些装备 更刺一点的 能达到多少 整整七百以上 两次双重攻击 就轰掉一千四百滴血以上 因此 除了端木黯然 和天涯明月 其他人都是上来攻击一轮 不等打出第二轮 就被捶死了 这也是为什么 众人死伤惨烈的重要原因 即便是端木黯然 和天涯明月 那也是上去最多攻击四轮 没麻痹住的话 就得传送到安全区域 加满血再上了 其他人都是躺在地上的心液的伤感 不断用记忆套拉过来 打一轮 躺下 复活 再来 在这种情形下 试魂法杖的强大召唤技能 众人都用不上 因为一过去 砍一轮 就死 邪恶卫士 只有每秒七发呀 往往他们一次攻击都没跟上 就跟随主人死了 而试魂法杖换来换去 召唤宠物也麻烦 所以 无畏孤独狼等人 都没用上试魂法杖的这个能力 能持续用邪恶卫士输出的 也只有天涯明月和端木岸然 天涯浪子都不行 因为他防御低 同样扛不住 一踏入超级万年树妖的领域范围 不等攻击 就得挂 但他有以天剑啊 以天剑的附加技能 以天辟地 攻击范围很远 可以站在外围不断攻击 而万年树妖 还打不到他 所以 若没有秦衡 这帮人想打死超级万年树妖 估计得磨上不少时间 即便如此 在万年树妖剩下百万血量时 意外也发生了 狂暴 狂暴后的超级万年树妖 异常凶惨 每秒攻速达到了14发的程度 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了一发 就这一发 战局却彻底扭转了 二十七不惑 无敌最郡朗888 关海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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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一传送过去 来不及攻击 就躺下了 深海龙鱼 卧槽 好猛 星焰 帮我捡肚斩 老虎鸡吐起点臂 帮我捡一下天魔神甲 特么的 他疯了 攻击太高了 这还怎么搞 天涯小浪人 我日啊 他的攻击 起码每秒14发 又是双重攻击 几下就搞死我们了 根本反应不过来 海阔平鱼 月八十九 我晕 他也太特么猛了 这怎么搞得过猛 沐水瓶 我日 端木老大和嫂子都飞了 这怎么搞 是的 扛了两下后 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都飞了 传送到了安全的地带 咕噜咕噜地加血 旁边的天涯浪子 给他们和一群邪恶 卫视宝宝 零零零的群体治疗 而躺在地上的心液的伤感 羞羞羞地 在万年树腰周围 来回减装备 羞 加满血的天涯明月 和端木黯然 再次传送过去 结果还是攻击两轮 就扛不住了 再次飞走 而启明困难户等人 调整心态后 再次试了试 结果 还是一落地 就被秒成合 根本插不上手了 不行不行 没法打 只能等端木老大 麻痹住他了在上 帮我捡一下圣战戒指 随风小狂 躺在地上 一脸郁闷 其他人也是一阵咒骂 只能看着端木黯然 和天涯明月一次刺上 外加一个天涯浪子 在外围攻击 同时 他召唤的两头狗子 也冲上去喷 虽然喷不了几下就死 但好歹是一份战力 而死了 再召唤就是了 这点其他道士的狗 根本无法做到 因为其他道士 攻击不到万年数妖 狗子就不会冲上去攻击 而那些道士 要攻击万年数妖的话 自己率先就躺下了 因此 别的道士 根本没法复制天涯浪子的 这种攻击模式 看着以天涯的 以天辟地功能 所有人都羡慕 这技能 他们以前还以为 就是一个群体技能 不会有什么特殊效果 可现在一看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可以说 有以天剑的道士 跟别的道士 就是两个阶级了 瞧瞧别人打boss 直接在外围打 其他道士就不行 而这还不单单 只针对万年数妖 打其他boss也可以啊 放疯着 只要一直处在boss外围 boss就打不到他 可以说 有了以天剑的道士 能单挑目前的任何boss了 当然 没有以天剑 天涯浪子也能单挑 但就只能毒了 毒就难受死了 而其他功素不够的道士 连上毒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 众人看到以天剑的功能后 简直羡慕得要死 特别是星夜的伤感 和劫砸手术师等道士 更是眼睛都绿了 秦衡没理会众人羡慕的眼神 三个号围殴着万年数腰 可对方还有一百万血量啊 防御又高 这要打到什么时候 不过 众人还能等 有绿毒压制 最多一二十分钟 也能慢慢打死 于是 一群人重新复活过来 在外围 成了拉拉队 泡沫将 端木老大 加油 痛苦先生 嫂子牛逼 嫂子加油 劫砸手术师 嫂子加油 众人的想法很好 万年数腰血量不多了 总能磨死 可理想很好 现实却很骨感 万年数腰的红绿毒 竟然没了 卧槽 这才过了多久 毒药竟然没了 不科学 深海龙于惊呼 众人看着万年数腰的血量 开始蹭蹭地往回涨 全都一脸猛逼 按道理 以目前众人的倒数 随便在场的任意一位道士 给万年数腰尸毒后 最少也得毒半个小时以上 可现在竟然没了 包工头123 草 不会是狂暴后 连毒药都能解除吧 月光下低风 应该是这个原因 否则解释不通 遇见下地狱 我日 道士快上 给他试毒 哒哒哒 劫砸手术师等 倒是冲上去 啊啊的 直接躺了下去 根本读不到 不行啊 我日 读不到 劫砸手术师声音郁闷 刷 所有人看向了天涯浪子 其他人不行 若说还有人行 肯定只能是天涯浪子 我也会被秒啊 天涯浪子 耸耸肩 众人顿时露出失望的脸色 天涯浪子都读不了的话 那这boss没法打了 看看端木黯然 和天涯明月的攻击 打得还没别人回血快 那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蹭蹭的 已经涨到了120万了 不过 我有办法 看看 天涯浪子乐呵呵的跟船 送回来的端木黯然 还有天涯明月 换了换装备 换了好几个攻速加三的 这攻速 立马秒变 每秒16发 咻的一声 直接落到万年树腰跟前 给他尸毒完毕 还给他来了个灵魂火符 再传送走 轻松自在 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随后就是爆发出一阵阵欢呼 龙文身 浪子老大威武 好吧 唐一 浪子老大牛逼 尸毒完毕 换回各自装备 秦横三个号 接着开打 而这时候 端木黯然 终于又麻痹住了万年树腰一次 其他人立马冲上 远远的一顿半月弯刀 可惜 只攻击了两秒钟 万年树腰又解除了麻痹效果 瞬间啊啊的 又死了一大片 搞得星夜的伤感 还得重新在那捡装备 更令众人无语的是 这万年树腰的毒性抵抗力 果然提高了很多 才过了一分钟 天涯浪子湿的毒就没了 还得重新去试毒 就这么 打打 停停 硬是磨了十多分钟 这才把万年树腰的血量磨到了底 而这个时候 所有赤月玩家都在外围等候 随时准备冲上去抢装备 这可是 第一个五百万血量的超级BOSS啊 肯定能出好货 五四三二一 众人心中莫术 结果 还没数到零 随着端木岸然最后一个烈火 附加了一个切钉钉 直接提前将万年树腰搞死了 八搭一声巨响 随着万年树腰巨大的树干倒下 叮铃一声脆响 地上爆出了上百道五颜六色的光芒 一道深红色光芒和一道紫色光芒 盖压群方 分外耀眼 试魂法杖 防御戒指 木斩 天尊项链 圣战戒指 霓裳羽衣 血影 魔血项链 罚 红魔项链 战 裁决之杖 古玉权杖 力量戒指 灵魂项链 紫碧罗 恶魔灵荡 狂风手镯 狂风项链 无极棍 锦中月 记忆手镯 龙之戒指 幽灵手套 幽灵项链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九级神灵祝福卷轴 生心神识 祝福游 四级烈火剑法 四级召唤神兽 四级兵咆哮 战神盔甲 男 恶魔长袍 女 骷髅头盔 刷刷刷 众人一愣之后 立刻冲了上去开墙 几乎所有人都冲上了试魂法杖 但只是眨眼间 试魂法杖 防御戒指 怒斩 霓裳羽衣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天尊项链就没了 其他东西 还在不断减少 是秦衡的三个号 原本 天涯浪子还在外围 但它有传送戒指 反应又比其他人快 又有自动减装备功能 那家伙 众人只看到三道身影不断移动 转眼七八样东西就没了 好在秦衡也没继续减 其他人早已习惯他们这种变态网速了 愣了一下后 这才一拥而上 零零零地各自抢了起来 秦衡这才激动地打开包裹 查看起装备来 结果 第一个 就给了他大惊喜了 试魂法杖 攻击6-18 魔法2-13 倒数0-5 攻速加2 准确加3 强度加1 幸运加2 重量26 持久9-10 攻魔道 全都加了5点 还3点准确 1点强度 2点幸运 最强的是 加了2点攻速 这把法杖 秦衡要定了 再往下看 下一样东西 秦衡同样惊喜无比 防御戒指 攻击0-9 魔法0-9 倒数0-9 防御0-10 魔防0-9 攻速加2 毒物躲避 加50% 这个防御戒指 同样牛逼无比 攻魔道防御等属性 都加了9点了 还加了2点攻速 和毒物躲避 实在太强了 正是他需要的东西 外界那个防御戒指 可以退休了 再看了看其他的 怒斩攻速加2 天尊项链 都是攻速加1的 其他似乎就没什么好东西了 不过 当秦衡看到最后一样东西时 有点惊讶 狂风手镯 自动识取 竟然操控着端木 黯然捡了一个狂风手镯 这玩意能比血影和天尊值钱 竟然让系统放弃了 那种值钱的装备 那这手镯 有何特殊之处 还有 前世传奇 好像没有狂风手镯吧 秦衡脑海里 记忆翻腾了一下 很确定的没有 前世传奇 只有狂风项链 和狂风戒指 很显然 这狂风手镯 是这个传奇自己搞出来的 对此 秦衡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为前面就出现过神秘手镯 他在前世传奇 同样是不存在的 好奇地查看了一下 这狂风手镯的属性 秦衡瞬间瞪大眼睛 又揉了揉 他都快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 狂风手镯 攻击0-10 魔法0-10 倒数0-10 防御0-12 魔防0-11 攻速加4 重量2 持久8-8 需要等级二十几 我日 攻魔道等就不说了 这特么竟然是个 攻速加4的手镯 攻速加4是什么概念 攻速加一点 就能力压同装备的 多两点就起飞了 平时攻速加2的装备都很少 攻速加3的 就更少 一件攻速加2的大手镯 绝对能卖出上千万华币的价格 攻速额外加3 不管什么装备 估计都能过亿 而攻速加4的装备 除了武器能达到 其他装备都没有 秦衡没听说过 不出意外 这狂风手镯 绝对是唯一一个 除武器外 全服攻速最强装备 端木黯然 目前戴的圣战手镯 才加攻速加2 加上9级的神灵祝福 就是2.5而已 可这个多了1.5 这直接多了半发的攻速了 而搞上一张十级神灵祝福的话 又能多一点攻速 那就快多一发了 用来打加练级 绝对牛逼啊 打顶级Boss的话 就得看打什么了 毕竟这狂风手镯 没有伤害减免 打500万这种 肯定不行 失去一些伤害减免 估计就快没法扛了 打普通的万年术腰 攻速加成下 应该能更容易麻痹对方 具体如何 还得秦衡自己去实验 是了 这狂风系列的装备 算套装吗 能放到现实装备特殊栏里吗 秦衡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顿时再次兴奋起来 如果可以 那就特么太爽了 这攻速的更加爆表啊 正当秦衡欣喜时 众人也捡完了东西 围拢了过来 深海龙鱼笑道 浪子老大 都出啥好货了 快给我们看看 对啊 快发视频出来 快快快 新叶的伤感等人也纷纷催促 所有人脸上都有着期待的光芒 这三人 网速最快 最好的东西 被他们捡了好几个呢 秦衡也没磨迹 除了狂风手镯没发出去 其他都发了 狂风手镯 只是个比普通装备好点的装备 是不在分红范围内的 别说狂风装备了 就是握马装备 众人都是谁捡都算谁的了 都是小钱 已经不在乎了 还能分红的 就是足马以上装备 捡到后 得将东西属性发出来 供大家参考 所以 普通装备和握马装备 愿意分享就分享 不愿意分享 也没人问 这次 秦衡都没开启额外的贪污功能 所以 黑掉一个狂风手镯 也是问心无愧的 他要真的黑心 完全可以连试魂法杖都黑掉 设定空中检取 别人都不知道报了 只是 也是兄弟 太黑了 良心也有点过不去 心魔这东西 影响修炼 虽然秦衡目前修炼 似乎跟心魔没有关系 但以后谁知道呢 少点心魔 对修炼之人肯定要好的 试魂法杖等装备的属性发出去 毫无意外地 引起众人一阵阵的惊呼声 瞬间炸锅 深海龙鱼 卧槽 这试魂法杖 真牛逼 嫂子又能换新武器了 先说好了 这攻速加二的 怒斩我要了 都别抢 我还没有呢 谁抢就拍卖 其他人见他这么说了 没攻速加二怒斩的 也只好暂时憋着 这深海龙鱼 据说家里 在海外搞投资 是个家族跨国企业 挺有钱的 一般人 也不愿意去跟他抬这个杠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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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却舔着脸笑道 嫂子 这攻速加二的你拿了 那手里的试魂法杖 可以转让给我吧 你手里不是有一把吗 天涯明月无语 呵呵 没你的好啊 你的弄的神灵祝福卷轴 都是加酒的 我这个差点意思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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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黑笑道 滚一边去 该轮到我了 飓风中云彩豪不客气的笑骂道 红粉女帝 我要 我要 我也要 其他法师们也纷纷加入争夺 但秦衡却有点弹痛了 因为天涯明月手里的试魂法杖 可是被他强化到了加八呀 真要拿出去吗 可不拿出去 也不好交代啊 好在别人看不到 其他家乘的攻击 和倒数额外属性 否则他得更加弹痛 想了想 秦衡还是决定拿出去 毕竟 这也只是一把普通的 无非强化了八次而已 而强化卷轴 他现在两三天就能签到出来一张 因此 他不是很稀罕 但当秦衡将 这把强化加八次的试魂法杖截图 发出来后 所有人还是被震惊到了 全部目瞪口呆 谁也没想到 天涯明月手里的试魂法杖 竟然强化了八次 这第八次岁的几率 据说无限高啊 这都敢强化 就连号称全服第一升级武器的高手 冯西瓜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成功过 一把强化加八次的武器 只有那次 嘟嘟嘟嘟哒哒哒走了狗屎运 强化出了一把牛逼的赤血魔剑 现在 一把如此珍贵的武器 竟然强化到了加八 这也太猛了 太牛逼了 简直不把这稀有武器当宝啊 这胆子 真的没谁了 太肥了 肥得众人瞠目结舌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第454章 变态领主领域 传奇一线 幻境十层中 众人看了天涯明月原有的 试魂法杖属性 全都被震得不要不要的 在传奇这个游戏里 高强武器 一直都是众人追求的目标 但去武器店升级强化一次 都有可能碎掉 能强化三次不碎 那都是属于牛逼人物 强化五次不碎 那就是神刃 一把普通武器 都能卖出天价来 想当年 秦恒前世在幻境八层 走了狗屎运 捡到的 那把强化了五次的攻击 0-35裁决之杖 当时可是换了一套 法神加血影 加2-9的古域权杖 而当时 一把普通裁决之杖 连一样法神 或者血影都换不来 甚至要好几把裁决之杖 才能换一件法神 可仅仅只是强化了五次 这把裁决之杖 立马变成神兵戾气 这就是高强武器的价值 因为太容易碎了 谁也无法保证 能次次成功 这是前世的传奇高强 那在这里 也是一样 只不过 因为现在顶级 BOSS比较容易出超级品 比如出一把0-33攻击的 只需要强化两次 就能达到35了 而导致江系雷老虎和星夜的伤感 他们人人都拿强化 加7顶级武器的 还是因为冯西瓜 这或因为有第六感 这让他强化武器 可以避免顶级武器的破碎 所以 什么高强0-37的裁决之杖 龙文剑 怒斩等就多了起来 当然 这是冯西瓜自己的秘密 别人只知道他是强化大师 是敢奔别人说 你的攻速二怒斩 我帮你强化到7 碎了包培 这就是冯西瓜的实力 现在几乎所有顶级玩家的高强武器 都出自冯西瓜之手 令他赚得盆满钵满 可如此牛逼的冯西瓜 最大的遗憾 就是强化不出一把顶级加8的武器出来 这不包括电刀 电刀 如翔魔等 冯西瓜还真强化出了一些 但没多大用 值不了多少钱 而且数量极少 因为太容易碎了 强化加7后 冯西瓜的第六感就不灵了 跟普通的玩家 没什么两样 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去摸索 强化 但强化加8的几率 明显低了很多 在碎了一大堆强化加7的顶级武器后 冯西瓜只能含泪退出了这场实验 伤不起 这也是为什么 冯西瓜直接强化到7的武器 如今 这个传奇中 还没听说 谁的顶级武器 能强化到加8 市面上出现的加8武器 都是商店庄 可现在 五位孤独狼等人 竟然看到了一把强化加8的顶级武器 还是此前唯一一把试魂法杖 这特么 需要什么样的胆识 才敢下手 换做是他们 强化一次 也不敢啊 有两把 还能尝试一下 碎了还能有一把 一把就赶上 这真的是太牛逼了 莫非这试魂法杖暴率 其实很高 前段时间 天涯明月积累了大量的 才敢去强化 众人只能往这方面猜测 可问题又来了 他们自己也刷了好几天了 连一把顶级武器都没看到 所以 这暴率 肯定是不高的 最后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这强化试魂法杖的人 是个变态疯子 众人愣了好一会 这才炸锅了 起名困难户 我日 你们真牛逼 这都敢下手 你们到底谁强化的 太掉了吧 话落 所有人都紧紧盯着眼前的三个变态 都想知道 是谁强化的 端木黯然一脸傲然 嘿嘿 我 木屋谷中 草 我以为在强化界 冯西瓜已经无敌天下 没想到端木老大才是大神啊 木水瓶 没错 这冯西瓜 跟端木老大一比 啥也不是了 二十七不惑 没想到高手就在我身边 我特么还去求西瓜那个 鸟人给我强化 实在是有眼无珠啊 帮我把怒斩强化到加八吧 端木老大 嘟嘟嘟嘟嘟大大大 端木老大 也帮我强化一下我的试魂法杖吧 要求不高 到八就行 一群人嚷嚷着 要端木黯然 帮忙强化武器 停停停 秦横一阵头大 指挥着端木黯然挥挥手 压下了众人的热情 我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失败率可能会很高 而且碎了 不包培 你们还强化吗 这话落下 顿时喧闹的声音 瞬间哑了下去 不包培 他们可不敢赌 一把强化加气的怒斩 都价值很高了 若还加攻速 更是高得离谱 他们哪里舍得 碎了 估计连备用的都没有 呵呵 天涯浪子轻笑一声 转移了话题 那这把极品的试魂法杖 我们要了 还有这个防御戒指 我也要 其他的不要 将极品试魂法杖 和防御戒指留下 秦横交出了一把 他原先的试魂法杖 还有刚才捡到的那些装备 当然 不包括那个狂蜂手镯 和十级 九级神灵 祝福卷轴 果然 狂蜂手镯没人问 狂蜂系列的装备 众人现在打boss 时不时的都会掉 狂蜂手镯的基础属性 只是攻击0-1 攻速加1 因此 没人会去在乎这个 没人问 秦横更不会提 不过秦横那把强化加巴的试魂法杖 最终被嘟嘟噜嘟噠噠噠拿到了手 而他自己原先普通的 则落到了红粉女帝手里 这娘们确实有一套 套得众人既开心 又紧紧的 而秦横因为拿出了一把 加巴的试魂法杖出来 他也不用继续补给品试魂法杖的差价了 一把加巴的试魂法杖 已经很猛了 加上他们三人本身又占据了三分之一 还是大功臣 谁还能有意见 至于众人如何分 他也管不着 倒是红粉女帝乐呵呵的 对天涯浪子和端木黯然抛媚眼 浪子哥 端木小哥哥 以后随时爱红粉家人娃啊 姐姐必定扫她一带 这一幕 看得周围的男生口们纷纷吹口哨 我去 女帝 你这是当着明月嫂子面挖墙脚啊 无畏孤独狼阴阳怪气的几眉弄眼 哪有 姐姐我都三十了 还能老牛吃嫩草不成 红粉女帝呵呵笑着 众人继续起哄 同时打量天涯明月 看她有啥反应 结果没有任何反应 秦横自己怎么可能吃自己醋 那不是要笑死自己啊 众人恶喝一阵 继续找怪刷 可接下来 他们带着几十万炮灰队伍 打爆了超级暗支牛魔王 超级暗支触龙神 超级暗支赤约恶魔等 结果都没爆出新武器来 爆得最好的 就是攻速加二装 正因为爆攻速加二装还可以 众人这才能继续打下去 否则 估计都不想搞了 秦横他们这边 有秦横的三个号顶着 打得很顺利 但另外 一边的江系雷老虎等人 却郁闷了 首先郁闷的是冯西瓜 端木黯然强化出 加八试魂法杖的消息 已经传了过来 这令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直以来 他凭借着第六感 自认在这个游戏里 强化天下第二 绝对没人感人第一 就连麻法秦一蒙那个强化狂人 从心开始 跟他也相距甚远 可现在 那个鬼端木黯然 竟然搞了一把强化了八次的试魂法杖出来 这就令他很不爽了 就这一把武器 无论胆识还是技术 对方肯定不会比他差 甚至要强很多 因为他自家人清楚 他凭借的只是第六感 没有第六感 他也就一个普通玩家而已 什么强化大神 那都跟他不沾边了 可以说 没有第六感 他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强化出一把加五的武器出来 可现在呢 别人直接顶级武器强化到了加八 莫非他也有第六感 否则这运气 也太特么好了 冯西瓜暗暗琢磨 可惜 打死他也不知道 自己面对的是个挂逼 老公 别想太多了 那个端木暗然肯定走得狗屎运 你想想 他要那么牛逼 为何不强化武器卖钱呢 所以 他肯定走得狗屎运 冯香瓜在后面抱着他安慰 一类青长城 是啊 上次那个嘟嘟什么的 不也搞了一把强化十几的武器出来吗 你肯定比他强 幻魔终极 就是他那么牛逼的话 就不用到处霸占地图抢暴死了 众人一顿安慰 令冯西瓜舒服不少 可不久后 众人都郁闷了 他们遇到了暗只牛魔王 把他搞成了五百万血量的超级暗只牛魔王 结果呢 拼死拼活的将对方打得剩下一百万血量了 对方一狂暴 所有人都废了 没法打了 虽然之前 内线传来消息 起名困难户 他们没法打 可这帮人仗着自己有麻痹戒指等 觉得应该能慢慢耗死 可狂暴之后 BOSS毒性抗性大大增加 失毒术的时间缩短了 这导致BOSS的回血量根本就压不住 他们想让道士上去失毒 但一冲上去 就被秒杀 江系雷老虎等人冲上去 同样被秒 法师的施法距离远 但超级BOSS的攻击范围也大大加大 比他们还远 同样废了 后来 众人又用了天涯浪子他们的方法 集合众人的装备 这才搞了一个攻速 加到了接近十四的道士 又喝了一瓶疾风神水 勉强到了攻速十四发 但还是没用啊 因为狂暴后的BOSS也在每秒十四发 道士刚落地 一轮攻击就挂了 顺秒 根本来不及失毒 众人尝试了任何办法 都不行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BOSS的血量 在急速地提升 最后恢复满了 操 超级BOSS搞不成了呀 你骂 泰班 下话现胡椒饼 一脸愤愤 人海一夜 那岂不是只能他们搞 我们没法搞 江系雷老虎 算了 别搞五百万血量的 搞个百万血量的试试吧 转眼一天过去了 秦衡跟五位孤独狼他们 打了整整一天 后面一把屠龙级别的武器 都没爆出来 这令众人一阵无语 这也太难出了吧 好在时不时出的攻速加二装 弥补了众人失望的心情 不过 这次 秦衡将捡到的极品攻速加二的圣战装备和怒斩都留着了 魔法和倒数的就拿了出去 他想给众女搞齐一套攻速加二圣战套 等合体后 这能大大加强他的实力 对此 众人也没啥意见 毕竟也不能让天涯浪子他们白出力吧 终于 又过了半天后 秦衡他们打爆了一头 暗支赤月恶魔 再次爆了一把以天剑出来 可这把以天剑 却并不是加攻速的 而是只加了两点倒数 就没了 即便如此 众人也是很高兴了 以天剑啊 附加的以天辟地技能 那施法距离超远 可以说是个神技 有了这把武器倒是 都能虐死其他任何人了 边跑边打 放疯涨 追都追不上 因此 这把武器 众人陷入剧烈的争夺之中 最终 还是被财大气粗的星夜的伤感 花了二十亿华币拿到了手 这个价格 还是内部价 毕竟这把武器 攻击距离太远了 又难出得很 比试魂法杖和屠龙刀 都稀里多了 当然 并不是说 拿了这把武器 就能打赢任何人 星夜的伤感 想秒杀同级别的圣战玩家 也做不到 伤害减免在那摆着呢 哈哈 爽 一个以天辟地 远远砸在一群怪物身上 星夜的伤感 越的手舞足蹈 看得其他人一阵羡慕 就在这时 天涯浪子哈哈笑道 各位 我们就不继续了 我们有事得 离开一阵子 以后吧 外界危险重重 秦恒哪里 还敢跟众人打宝下去 原本他以为 其他人搞五百万血量的boss 到时候 装备会超越他 可五百万血量的 没有他 其他人根本打不了 江系雷老虎那边 已经传来了消息 打不了 那自己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以屠龙刀的暴率 最多下次自己再上来时 估计也不会超过十把 无所谓了 我去 你们又要玩消失啊 二十七不获无语道 沐水瓶 这次准备消失多久 还是一个月 听说天涯浪子等人 又要离开一段时间 众人纷纷询问 关系好的 都有点不舍 而有些人眼里 却闪过兴奋的光芒 这三个变态 又要离开一阵子了 他们就能打到更多的 boss了 太好了 总之 别看平时关系都不错 但每个人心里的真实想法 真的不能去指示 端木黯然 呵呵 难说 长则一个月 短则十来天吧 秦衡离开了队伍 但没有马上下线 去晋升五重天 因为小不点 正在帮他全力收购金币 上次晋升完了 天涯明月的大领主后 还剩下三百多万亿金币 而他现在 又累积到了 三百三十多万亿金币了 离给天涯浪子晋升 还差了一百多万金币 而晋升五重天 需要二十万亿金币 秦衡琢磨着 自己一段时间不上 可以疯狂收一把 然后让市场 慢慢回落一阵子 就是了 于是 这才安排小不点 全力收购金币 一天后 熬得一声惨叫 暗之赤约恶魔 再次被秦衡打爆 这次 竟然又爆出了一个传送戒指 这真是意外之喜了 可惜是个普通的 不过 秦衡没准备卖掉 而是拿来自己进化用 这种特殊戒指 他是不会卖的 而这个时候 通过一天多的疯狂收购 小不点也终于为他收购到了 两百万亿金币 加上他原先的 有五百三十万亿金币 足够用了 代价就是 金币的价格 直接被小不点拉到了一比三 干得漂亮 对了 这段时间别收了 等金币回落到一比一点五 再跟以前一样 慢慢收 秦衡交代小不点 好的 你们保重 小不点眼里有着不舍 他也搞不明白 浪子大哥 为何总要消失一段时间 但他不会去问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帮浪子哥收到足够的金币 等下次浪子哥上来 就能用上了 你也保重 秦衡随口祝福 我才不要保重 讨厌 小不点撅着嘴巴 一脸不满 哈哈 秦衡笑着 又将这几天搞到的装备交易 给了小不点 拿货 杭惠兄弟要 秦衡自然卖给对方 反正卖谁不是卖啊 小不点 哦 好的 嗯 他是我的代理商 买东西你找他就行 好 小不点跟深海龙鱼交易去了 秦衡则开始提升天涯浪子的官职 灵的一声扣出了五百万亿金币后 天涯浪子的官职 也终于提升到了大领主阶段 叮咚 恭喜宿主三职业提升到了大领主阶段 开启领主领域 领主领域 攻击加百分之五 魔法加百分之五 道数加百分之五 防御加百分之五 生命值加百分之五 魔法防御加百分之五 幸运加一 攻速加一 晋升到国王后 可提升领域 我日 三职业提升到大领主后 竟然还能产生领域威呢 这就牛逼了 弓魔道等都加成了百分之五 攻速和幸运也各加了一点 这也非常不错了 这么一来 天涯明月和端木黯然的攻速得到提升 而天涯浪子大领主加了两点 领主领域又加了一点 直接攻速提升到了每秒十三发了 搞完这个 秦衡终于打算下线了 但启明困难户又找上了他 兄弟 你的五千亿金币分红 还有这里有五个最近搞到的小玩意 你拿去玩 秦衡看着启明困难户放上来的 神力戒指 火焰戒指 防御戒指等 眼睛都快红了 及时雨啊 谢了 这是三张十级神灵 祝福卷轴和十张九级的 你拿去玩 秦衡也没白要对方的 这 不用这么客气吧 这些戒指不值钱 不过 你给的 我就收了 谢了 启明困难户 搓着手 收了这些卷轴 他知道这个兄弟 平时自己刷boss多 神灵祝福不会缺 也就没客气 收下几个特殊戒指后 秦衡也想起来了 自己还有些事没做 装备升星 这段时间没做 还有给那把试魂法杖强化 拿出两张强化加六的卷轴 给变态试魂法杖强化后 属性立刻大增 试魂法杖 攻击6-30 魔法2-25 倒数0-17 攻速加2 准确加3 强度加1 幸运加7 技能伤害 加50% 魔法直接干到25点的了 而幸运值 他原先就加了两点 被秦衡之前一口气 给他增加到了7点 加上项链和官职的幸运值 早已超过9点幸运了 但没关系 幸运值每多一点 他在外界就更强一成 因此 幸运值越高越好 而技能伤害 也增加到了50% 这足以爆表了 幸好 系统有屏蔽功能 否则被其他玩家看到 这也太变态了 来到沙巴克武器店 在众人的欢呼拥戴中 秦衡又将三个号的 升星功能搞了一遍 端木黯然 原本搞到了三星 这次 秦衡把天涯浪子 和天涯明月的 也搞到了三星 那升星神势就没了 不过也可以了 至少天涯明月 和天涯浪子 强了不少 一切搞定 刷 秦衡睁开了眼睛 回到了现实 他没有立马起来 而是开始进化 得到的那些特殊戒指 防御戒指 直接把以前的进化 到现在的极品上面 其他的也是如此 每进化一个特殊戒指 他的实力 都在翻倍增长 普通特殊戒指 全部进化完后 他又开始进化 那个传送戒指 进化传送戒指就牛了 移动速度 防御力等 都增加200% 这可是翻两倍的提升 不像防御戒指等 每次 只是增加100%而已 当秦衡把传送戒指 进化完成后 他查看地图 果然 多了一个新的地图 蓬莱仙岛 这令他瞬间惊喜起来 多一个地方 他就能传送过去 去那边的城镇 转悠一圈 这样一来 他若死亡 就能随意在任何一个 停留过的城镇复活了 生存几率大大增加 第455章 仙人静五重天 新地图开放 风月城 日月阁中 特殊戒指 全部进化完成后 秦衡起身 走出了房间 外面的客厅里 只有春菊一人 在织着毛衣 看毛衣的大小程度 应该是婴儿穿的无疑了 春菊织得很用心 秦衡出来了 他都没发觉 那专注的脸上 还有着淡淡的笑容 似乎想到了什么 开心的事情 给小孩做衣服 秦衡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 春菊在织毛衣了 莫非谁有了吗 秦衡暗暗猜测 这不是没可能 而是非常有可能啊 那么现在 到底是谁中招了呢 秦衡脑海中 闪过最近众女的表现 又看了看 春菊穿得宽松的裙子 顿时有点了然 最近 每次跟春菊比武时 这妞都要求 他以凡人的攻速进行 且招式不能高难度 秦衡精神力扫过 顿时看见了对方 微微隆起的白皙肚皮 石锤了 春菊应该有了 几个月了 秦衡向前 将还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春菊 轻轻拥入怀中 啊 顾爷你醒了 春菊这才惊醒过来 正要起身伺候 却被秦衡按住 别动 我听听 秦衡趴在春菊跟前 铁子他身上 侧身静静听起来 顾爷 才刚三个月 怎么会有什么动静 春菊羞涩地笑了起来 很好 很好 没想到 我竟然也要当爸爸了 秦衡兴奋地将春菊抱起 轻轻转圈 他真的太高兴了 前世他可没享受过 做父亲的感觉 没想到来到这里后 不但拥有一群美丽的妻子 马上又要做父亲了 这种感觉真的无法言表 这令他整个人 都有点亢奋起来 跟重女比武那么久 他还疑惑 为什么还没人怀孕 现在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 慢点 慢点 快放我下来 春菊急忙喊话 哈哈 秦衡轻轻将他放下 又在他脸上 连续轻点了几下 这才笑呵呵道 还有其他人有吗 暂时就我一个 春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能替眼前的这个男人生个小孩 这也能令他的地位大大巩固 好好好 一连说了几个好字后 秦衡拥着他 大笑着走了出去 秦衡 没有马上选择晋升 有些事 还得安排好 首先 整个风月城的防御体系的提升 为此 他带着明月 烟无霜 还有今天来神州玩的一批土豪玩家 进行阵法的升级布置 这批土豪玩家 此前没有来过 打头的正是Q 碧落黄泉Q 虽然没来过这里 但Q 碧落黄泉Q 等人在网上也看到过大量的神州攻略帖子 因此也明白 进来这里后 得乖乖听话 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众人都是来这里散心玩乐的 自然不会乱来 秦衡一召唤他们布阵 立马规规矩矩地干活 升级的材料 上次秦衡做神州任务 从打死的六重天人行怪身上 获得了大量的 现在正好用上 他三重天就能布置六重天的防御法阵 现在四重天了 自然能提升到八重天防御了 而这次的布置 更强 因为他的装备提升 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实力 估计能扛住八重天 攻击好一会了 秦衡花了一天时间 将阵法升级到了八重天防御 整个封月城便仙气环绕 远远看去 辖光万道 若是凡夫俗子从外面看到 定会以为是神仙圣地 顶礼膜拜 而实际上 秦衡的这个阵法一升级完成 还在封月城嗨的一些舞者和仙人们 全都惊动了 最近整个神州都不太平 唯独封月城一枝独秀 因此 不少上了战场过久的 想要散心的 都来封月城快活 没办法 整个神州 歌舞最火的地方 现在就是封月城 说白了 它就是神州娱乐行会的天花板 因此 即便外界动荡 还是有许多人会过来的 而这些人在外界 不管如何勇猛 来到这里后 大部分人也是乖乖听话 不开眼的 不等惊动秦衡 就已经被烟无双 和明月他们处理掉了 而秀为身后的老怪 明知这里 有个灭杀六重天的存在 更有深不可测的红军老祖 就更不会随意动手了 这种老怪物 都活了上千年了 自然不会鲁莽行事 此时 刷刷刷 当整个封月城的阵法大成时 一大群宗师 还有不少仙人 都冲天而起 看着头顶散发着霞光的法阵 震惊不已 过了好一会 一个仙人敬二重天的书生 叹道 子子 霞光万丈 气运通天 这仙阵 比起大秦的索仙大阵 一点都不含糊 哈哈 南兄 你这也太甚严吧 这明明比索仙大阵强好不好 又一二重天的儒生摇着扇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阵 被讽得仙人没有生气 而是孝道 燕兄所言即是 这人是燕国的长老 燕楚 而因为燕无双的关系 也使得燕国之人 在这里的地位极高 他自然不会去得罪 燕楚闻言 脸上得意之色更盛 孝道 哈哈 这阵法绝对冠绝整个神州 谁若不服 可以来变 燕仙遵说得好 这阵法确实很强 我这二重天的 估计给我一万年 也破不开啊 太厉害了 一堆人马屁如潮 燕楚听的也是舒心无比 别人说这阵法好 就是在夸马法先尊 马法先尊跟他们又是联姻关系 自然就是在夸他们了 秦衡自然不会去理会这群人 什么燕楚 他也不会去见 升级完毕后 他打开游戏地图 笼罩全城 查看了一下 果然没有红点 利用游戏地图查看敌友 明月他们也能做到 每天他们都会全城查看许多遍 防止外敌入侵 而所有仙人以上者 想进城来都需要他 或者燕无双验证过后 才能通行 在这种高压之下 不少别有用心 怀着敌意的探子 都会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击杀 保证了整个封月城的安全 秦衡每次下线陪众女时 也会查看一下 就怕有漏网之鱼 反正小心使得万年传 一切搞定后 秦衡陪老婆们吃了一顿饭 又尽情地跟他们黑黑黑了一次 就连春菊也来凑热闹 虽有春菊有了 但到了秦衡这个阶段 自然可以轻松避免 直接用能量将宝宝护住 就能随意黑黑黑了 所以这根本不影响 不过 秦衡面对春菊 自然不会搞什么上万公诉 烦人体验就行 谨慎小心一点为妙 将家里的这几亩地 来来回回离了十几遍后 秦衡终于开始晋升了 叮咚 是否花费两百亿金燕 和二十万亿金币提升修为 是 零的一声 秦衡被扣掉了两百亿金燕 和二十万亿金币 脑海中的传奇大门 再次咚咚腔腔 一一压压地打开了 无数强横的能量 如潮水般涌出 流转他的全身上下 不断淬炼着他的血肉 骨骼等等 但这一切都是舒服的 并没有剧烈的疼痛 非要形容一下的话 就有点像按摩针桑拿一样 秦衡很快就沉迷在了 这种舒适的环境中 睡了过去 说来 他每次进游戏打怪升级 基本都不睡觉 现在熟睡过去 正好能让他好好休息 虽说到了仙人这个阶段 睡觉不睡觉 已经无所谓了 可睡一觉 总比不睡强 转眼二十天过去了 沉睡的秦衡 一直没有被打搅 在某一刻 似乎咔嚓一声 他眼前一亮 清醒了过来 突破了 秦衡一正 连忙查看外界人物面板 秦衡 宿主 仙人近五重 十二亿至四百亿 剩余经验值 十二亿 金币 十一万亿 四零万亿 果然突破了 经验值再次翻倍了 到达了四百亿经验 金币的提升 还好 只有四十万亿 这二十天过去 小不点应该提他换到了不少金币了 游戏中 他有个分身在 大部分的信息还是能了解到的 唯一有点不好的 就是不能上网 这令他无法实时了解官方的动态 不过 从目前玩家的聊天来看 新地图应该没有开放 而神舟方面 他没被打搅 这就证明众人是安全的 否则像前几次那样 有危险的话 系统会把他激活 起身 活动了一下躺得有点僵硬的手脚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感受着身体里一股股爆炸爆的力量 秦衡满意地笑了 姑爷 听到声响的春菊推门进来 惊喜地看着秦衡 而他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隆起了一点了 哈哈 春菊老婆 想我了没 秦衡哈哈一笑 向前抱了抱春菊 又低下头侧耳贴在对方的肚子上 倾听起来 别听了 起码还得一月多才有动静 春菊微笑回应 但还是放任秦衡在那听啊听 同时 他的精神力散开 眨眼间 覆盖全城 此时 正是上午十点多 顿时看到了夏菊和秋菊 他们正在院子里比武修炼 而明月和烟雾霜则在旁边指点 就连秋月和圆圆也来了观战 整个院子响起剧烈的噼里啪啦的比武声 时不时地传来一阵阵笑声 在原点 秦衡无语地发现 牛二又在约会圆圆的手下 这大白天的 两人正比武修炼 这两人不用干活吗 没去打搅这两位 再往外 风月楼中 深海龙鱼带着一群人 正在哪里听有龙坛曲子 说来 这深海龙鱼 最近也经常带人前来这边玩 扫过全城 秦衡虽然发现一些陌生的仙人 但没有红点 也放心了下来 拥着春菊 瞬间出现在了院子中 众女立刻围了上来 嘘寒问暖 得知秦衡成功突破到了仙人静五重天后 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 哇 夫君 你太棒了 明月一把抱住秦衡 使劲地蹭啊蹭 烟无霜等人也是拥挤了上去 夫君越厉害 他们就越安全 能不高兴吗 秋月看见这一幕 脸上闪过一丝落寞 自己之前不够主动吗 她怎么就不上心呢 想到妹妹暗地里跟她说的方法 秋月心底又激动起来 应该可以的 而现场唯一保持异样神色的 估计只有圆圆了 别人眼里是兴奋 她眼里则是狂热 则则 多么强烈又强壮的气息 若是我能研究研究她的血液 应该能有很大收获 只不过 她现在整个人散发着强烈的男人气息 阳气太活跃 不适合研究 果然 下一刻 现场就留下了她和秋月 其他人都不见了 不容二人多想 从后院传来了异样的声音 没多久 黑黑黑的鼻舞声音响了起来 令二人脸色一红 转眼逃离了这个院子 两个小时后 秦衡神清气爽地坐在了饭桌上 一边和众女吃饭 边了解最近神舟的局势 很快 她便了解到 从她进行突破以来 仙人之间没怎么出手 一直都是仙人之下的战斗 但战斗越发激烈了 每天都有大量的舞者死亡 又有大量的舞者在战斗中突破 风月城一直没插手战斗 主要是人员太少了 这点人丢进剧烈的大战中 很快就会被淹没 而神舟三天前 也终于迎来了北极圣地的人 至于来了多少 修为几何 明月他们也不清楚 只知道 这次规格似乎很高 好像是由北极圣地的圣女和圣子带队 但对方没来风月城 具体明月他们就不是很清楚了 只是由在秦朝的风月楼传回来的消息中 知道一些基础的信息 目前北极圣女和圣子都住在秦朝那边 其他的一概不知了 秦衡也没多管 也管不了 反正别人不来 惹他就行 管他谁谁谁 除了神舟的局势 众女的修为也达到了各自瓶颈的巅峰 想让秦衡安排个时间 好突破一下 没问题 不过我还得巩固一下修为 找了个理由 秦衡吃完饭后 匆匆上了游戏 二十来天不说话 他还真有点想念小不点了 其实另外一个分身在一线土城 也时不时能看到小不点喊话买卖东西 但这感觉又不一样 除了想念小不点 最主要的还是看看游戏发生了那些变化 即便有个分身在 可不能随意跟人交流 好多东西也是不了解的 哇 天涯哥 嫂子 端木大哥 你们终于上来了 秦衡刚上线 小不点的兴奋的声音便第一个响了起来 天涯浪子 哈哈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想我了没有 天天打灰机 嘿嘿 怎么会想你 要想也是想嫂子 天涯明月 哼哼 我看你不想出安全区了 天天打灰机 啊 嫂子 我只是想念你 没别的意思 白衣飞 别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劫杂手术师 小伙子 实在混不下去了 可以来找我 滚 众人一阵哄笑 笑声中 新叶的伤感好奇的声音响起 浪子哥 你们是不是看见游戏要更新了 这才上来的 游戏更新 更新了什么呢 秦衡一喜 但他还是顺着对方的花卉道 是啊 不出新地图 玩得都没劲 众人一阵聊天 秦衡也终于知道了 要出什么地图了 一小时前 游戏官方发布了公告 准备开放新地图 沙巴克藏宝阁 这个地方开放 秦衡一点都不意外了 因为在幻境后面 大概率出的就是这个了 不可能不出这个 直接跳魔龙了 除了游戏更新 秦衡也很在意众人的等级和装备 一一询问后 起名困男户 无畏孤独狼和江系雷老虎 他们这批顶尖玩家 等级都到了63级了 这还得感谢幻境时层 老是不出货 众人打烦了 也会去练击 而幻境可是双倍惊艳啊 联手练击之下 刷的是很快的 装备方面 因为500万血量的 BOSS打不死 百万的同样打不死 众人也懒得搞极品BOSS 就是杀杀普通的 因此 收获也一般 起名困男户 江系雷老虎 和泰班下化线胡椒饼 获得了一把屠龙刀 一类青长城 和狂拽公主 获得了一把以天剑 幻魔中极和飓风中云彩 获得了一把试魂法杖 其他就是出了几件三公宿的 超级装备 就没了 这领秦衡放心不少 只要这些人 没搞到太变态的装备就行 而剩余 众人还是没有研究透 依然打不到最顶级的勋章 秦衡也没说 其他人也不好问 毕竟这种赚钱的买卖 问不就是断人财路吗 谁也不想去自讨没趣 一切了解完后 秦衡正想去找小不点交易 但起名困男户先私聊了进来 兄弟 小不点他们在现实中 被人袭击了 啊 那小不点有没有事啊 秦衡急迫问道 同时 他眼里闪过一道寒光 小不点帮他打理生意 赚取金币 帮了他太多太多 若没有小不点 华币和金币之间如何转换 他都会头痛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得住 那上千亿华币诱惑的 因此 若是小不点出了什么事 他一定要对方生不如死 虽然 目前他还不能前往华国 但系统给出的信息 他将来是可以去的 只要他能去 无论对方是谁 那都是蚂蚁 没事 有人想炸掉孤儿大院 好在江西雷老虎他们派来的人拦住了 炸孤儿大院 抓到了吗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秦衡的眼睛眯得更紧了 自杀了 没问到什么 可惜 不过死得好 咦 江西雷老虎 他们怎么派人过去了 他们管带方面的 哦 明白了 那小不点 他们现在住哪 转移到了我们庄园里了 放心吧 这边的安保设施很好 谢谢了 在一线土城 秦衡见到了安全期的小不点 听说你们被袭击了 没事吧 秦衡向前 关切地问道 没事 启明大哥把我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放心吧 小不点笑音音地回答 脸上看不出任何慌张的情绪 那就好 别随意出门 哈 他们也不一定是针对我们的 来 这里是三百万亿金币 这段时间换来的 还有那些帖子赚的 零的一声 小不点交易过来了三百万亿金币 谢谢 以后一定要小心 嗯 放心吧 又跟小不点聊了会后 秦衡这才上网 查看最新的更新情况 沙巴克藏宝阁 还更新了别的吗 第456章 转升加国战开放 沙巴克藏宝阁 在前世传奇中 这是一张打宝地图 里面包括了1.76版本 除圣域之外的 各大boss 卧马护卫 邪恶前虫 卧马教主 祖马教主 邪恶无功 邪恶毒蛇 白野猪 红魔猪卫 红魔蝎卫 红魔教主 变态祖马怪物 暗知红魔教主 暗知卧马教主 暗知黄泉教主 暗知骷髅精灵 暗知双头金刚 暗知双头血魔 赤约恶魔 双头金刚 双头血魔 牛魔王 黄泉教主 暗知牛魔王 暗知赤约恶魔 暗知触龙神 千年束妖 万年束妖 重装使者 最后 还有一个最大的王 地藏王 可以说 在这里 可以爆出 所有1.76版本的 任何装备 哦 神秘装备除外 在前世传奇中 这里没有暗电机 因此 沙巴克藏宝阁 从开放以来 都是各大型 会争夺的最重要地盘 掌握了沙巴克藏宝阁 就是掌握了 无尽财富迷茫 而这种地图 在前世传奇中 相比赤月峡谷 其实要简单得多 当然 在这个游戏里会如何 那就难说了 毕竟从风魔谷开始 这个游戏的难度 就一直在提升 特别是到了后面的苍越岛 那难度 竟然比赤月峡谷还要高 那么 作为一张 没有几个地图的 纯达宝地图 它的难度会降低吗 秦衡感觉不可能 应该只会更高 因为这里有个新魔王 地藏王 他会抱一把新武器 心中闪过种种念头 秦衡登陆上了网站 官网头条 毫无疑问 就是一个小时之前 发出的官方更新公告了 最新版本更新公告 一 开放新地图 沙巴克藏宝阁 沙巴克藏宝阁 新增怪物 地藏魔王 新增神兵 具体请自行摸索 二 开放转生功能 更新后 马法大陆任意怪物 都有几率掉落转生证明 和转生材料 转生证明 可以去土城 NPC处合成转生道具 七世纪以上玩家可在土城NPC处进行转生 三 开放国战地图 第二大陆 转生成功后 可进入国战地图 开启新地图装备 具体请自行摸索 四 新增国战令牌 击杀国战地图BOSS有几率掉落国战令牌 拥有国战令牌者 可进行跨服 跨服击杀其他服务器玩家 不会鸿鸣 可以获得荣誉值 后续将开放荣誉装备 五 全服跨服战即将开启 敬请期待 六 其他优化请自行摸索 本次维护 从明天的4月1号凌晨5点开始 维护到4月2号凌晨 请玩家们自行安排好时间 这次更新 竟然还开通了国战地图 难怪行会里新业的伤感他们那么兴奋 说信息量太多 让自己上来看 秦恒着急小步点 也没仔细注意 行会里众人聊天 没想到 竟然更新了这么多东西 沙巴克藏宝阁就不说了 转身功能开通了 但需要70级转身 70级很难吗 对于秦恒来说 不算太难 他现在65级 升一级 目前在幻境的话 需要两天半多 再升一级 经验增长了 估计就得三天了 这个时候 就是67级 还有三级的话 最多撑死了半个月 也就是说 他最多20天 就能冲击到70级 当然 这指的是静下心来冲击 沙巴克藏宝阁开放了 他怎么也要先打几天 看看能爆什么好东西 若那把新武器暴力不高 秦恒就得琢磨全方位冲击了 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冲击快了 到时候经验值够了 外界是先晋升修为呢 还是一口气干到70级 直接转身到国战地图看看 新地图 意味着新装备 他若是因为在外界晋升 落后别人太多 又有点不好 可不晋升吧 外界又越来越危险无比 目前 他先人进五重天 四重天 他可以碾压六重天 五重天 秦恒感觉自己 最多能碾压七重天 并且还不一定 四重天是一道砍 七重天同样是一道砍 实力都是几何系数的翻倍 而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他只要能晋升到七重天 在这神州 差不多就能自保了 无论什么时候 命才是最重要的 外界立足稳了 游戏中慢一点 以他的官职系统 加领域之力 应该影响不大 如果因为贪图游戏中的进度 而导致在外界无法立足 那就本末倒置了 想通后 秦恒也明白了 自己接下来的目标 那就是先探索一下 沙巴克藏宝阁 再全力冲击 升到仙人进七重天再说 而更新的第三条 国战地图 会是什么样的地图 秦恒也不清楚 毕竟 在前世 可没有国战地图这玩意 国战地图 全球顶级玩家 汇聚一堂 不用想 也会厮杀剧烈 而且 人数估计不会太多 毕竟 想进入国战地图 首先得练及到七十级 还得转升 七十级 就已经掐死了 绝大部分的普通玩家了 虽然幻境地图是双倍经验 但也得看打什么怪物 秦恒击杀最高级别的小怪 获得的经验值自然高 而普通玩家 击杀那些普通的怪物 就算经验最高的足马怪物吧 那升级效率 也是大大降低的 能快速练及到七十级的 只有最顶尖的那部分人 比如江系雷老虎 启名困难户 新业的伤感 小虾米 无畏孤独狼等人 到了七十级 还得转升 转升需要转升证明和材料 虽然说任意怪物都能报 但实际上 肯定不是随便能报出 总不可能杀到草人 定爬猫和半兽人 就能哗啦哗啦地报吧 那不是扯淡吗 估计杀一万个稻草人 也不知道会不会掉个转升证明 当然 这一切都是秦恒的猜测 说不定游戏系统 真的哗啦哗啦地报呢 还有 国战地图会报新装备 这新装备会是什么 赤月装备在网上的话 是魔龙装备吗 可是魔龙城都没开放啊 莫非国战地图就是魔龙城 有可能 具体还得进入才知道 接下来的国战令牌 就有意思了 击杀国战地图的boss 能获得国战令牌 持有国战令牌 能进入国外的服务器 击杀国外服务器玩家 不鸿鸣 还能获得荣誉值 将来还能用来换取装备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随时会有偷渡客进来 乱杀遗弃 这就有点意思了呀 而同样的 秦衡若想获得荣誉值 也得跨服去别的服务站 而最后一个 全服跨服站即将开启 这个也很好理解 无非就是有国战令牌 随时能去别的服 没有国战令牌 应该就得等这个跨服站开启了 至于跨服站如何打 这个就不清楚了 要等后续 而现在最关键的 自然是要了解对手的情况 秦衡对此 没有办法 但启明困难户等人 说不定会知道 毕竟 都是富家公子哥 翻墙去外网了解情况 应该不难 说不定 以启明困难户的尿性 早已派奸细在国外卧底 也说不定 心中思绪着 秦衡又看了看公告下面的评论 抬在第一位 被人点赞五十多万的 他还很熟悉 深海龙鱼 哈哈 国战啊 兄弟们赶紧练集 到时候杀他个失衡遍眼 养我华威 这条评论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 就秦衡瞄的这两眼 又多了好几百个点赞 下方的评论 还有十多万条 星夜的伤感 哈哈 有的完了 抓紧练集 别让国外的鸟人们 结族仙灯了 海洋深蓝 嘿嘿 练集练集 都市漫游人 我日 七十级有点太高了 不好升级啊 这要什么时候 才能转升去第二大陆 阿飞哥哥大 哈哈 幻境双倍啊 搞套赤月 升级速度贼猛 星辰落子 楼上的土豪 比不了 比不了啊 我还是慢慢升吧 总有一天 能去第二大陆看看 好像看看 外国的鸟人玩家长啥样 魂梦与现实之间 不是还有全幅跨幅站吗 估计这个 不是等全体七十级吧 否则根本不可能实现 离不开的却离开 估计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会开 又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开 很期待跨幅国站早点到来 枪团楼梳 嘿嘿 没错 国站啊 想想就激动 我的裁决 早已饥渴难难 安夜姐 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了 说不定以后会有人来偷袭 游民游民游民 怕个毛 国站令牌 哪有那么容易爆出来 真爆 估计也爆表几个 来几个屌人 还弄不死他 I am 隔壁老王 难说呀 来几个如天涯浪子 他们那种变态 有几个人能扛住 普通人基本都是菜 八度忧伤 怕个毛 我们不是还有天涯浪子他们吗 相信他们 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列阁人 哈哈 没错 我们还有天涯浪子 和端木黯然他们 我已经可以想象 他们去别的服务器 大杀四方了 西月残云 哈哈 除了他们 还有江西雷老虎 和启明困难户他们 同样牛逼得很 看着这些评论 秦衡沉默了一下 若真出现跟他一样的变态 别说还真难搞 有传送随机什么的 想追杀人 都不好追 具体 到时候再说了 退出了官网 秦衡正想找启明困难户他们 询问一下国外的情况 没想到 对方直接把他拉进了一个队伍 刚一进入 江西雷老虎的声音 先想了起来 浪子兄弟 好久不见 就等你们了 秦衡一阵 看了看队伍 全是熟悉的名字 有联盟的 也有敌对的 但 全都是大佬 狂拽公主 狂拽太子 太班 下话线胡椒饼 幻魔终极 一类青长城 冯西瓜 人海一夜 大漠土匪 铁血霸王 皇朝公子 布拉各国王 深海龙鱼 木水瓶 二十七不惑 战十五 红粉女帝 神话帝王 五味孤独狼 星夜的伤感 木屋谷中 嘟嘟噜嘟噠噠噠 好几百人 可以说 整个服务器 三十个沙巴克的大佬 和元老们 都到齐了 天涯浪子 呵呵 大家好 你们这是 这帮人 应该是想结盟吧 秦衡猜测 一类青长城 日 当然是有事商量吧 嘿嘿 启名困男户 哈哈 就是大家商量一下 关于国战的问题 端木暗然 哦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泰班 下化现 胡椒饼 草 这不是等你们吗 天涯浪子 咋低 火气这么大 想干架 来单挑 我倒是挑你 挑你妹 谁要跟你这变态单挑 泰班 下化现 胡椒饼 直接拒绝 幻魔终极 浪子兄弟 别介意 泰班兄 就是这说话语气 习惯就好 狂拽公主 我说 别扯了吧 时间紧 任务急呀 赶紧说完练技去吧 浪子 为了国战 我们决定霸战 专心冲击 赶紧转胜 你们什么意思 给个话吧 冯西瓜 没错 国战开启 全球联网 服务器多达上百个 我们不联合起来 还内斗的话 将来肯定吃亏 江系雷老虎 所以 我们联手 你们适合还是继续战 天涯浪子 问我干嘛 启明兄弟 你们呢 启明困难户 我们当然是给你们三走 你们怎么决定 我们怎么做 战十五 没错 我们跟着浪子老大 你们走 关海 嘿嘿 反正浪子老大的朋友 就是我朋友 浪子老大的敌人 就是我敌人 天涯小浪人 我们马法清一盟 应该都跟着浪子老大走 无敌最俊朗888 哈哈 对头 联盟这边的人 全都说要跟着天涯浪子 他们走 这令江系雷老虎 他们感觉还是很震撼的 但想来 这也是情理之中 毕竟 没有天涯浪子他们 光靠启明困难户等人 还真压不住自己等人 而自己等人 一直处于劣势 也是因为天涯浪子他们 最主要的 应该还是这三人太变态了 假如天涯浪子三人 不愿意和解 继续开战 那么启明困难户等人 即便联手江系雷老虎他们 同样会受到天涯浪子 他们的无情碾压 这段时间 他们趁着天涯浪子三人不在 拼命打boss练击 可是 到头来 他们发现 自己真的很难达到 每秒14发的变态攻速 别说每秒14发 即便是每秒12发 他们也上不去 除非把所有顶级装备 凑在一个人身上 但这个人跟天涯浪子三人 还是没法打 毕竟他们是三个变态 可以说 达到天涯浪子三人的程度 已经不是用人数能压制的了 所以 启明困难户等人 很聪明的 把问题抛给了天涯浪子三人 反正他们就是无论如何 都要紧跟天涯浪子他们 不能作对 作对就是死路一条 说不定把对方搞火了 出门都难 秦恒稍微一想 也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但他也没有去揭穿 都是一路走过来的兄弟 不用把人想得那么坏 而且 现在别人也一直在支持他 沉默了一下 就在众人等的心急时 天涯浪子终于发话了 哼哼 国战开启 我们此前的恩怨 一笔勾销 对了 装备我是不会还的 草 我就知道 装备要不回来 泰班下化线胡椒丙玉闷道 冯西瓜 你妹 我还以为能把我的传送戒指要回来 劫砸手术师 草 你要脸部 那是球月他们先报出来的 冯西瓜 那我还有好多顶级装备呢 江系雷老虎 拉倒吧 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谁没被报过啊 你现在还缺那点钱吗 以后大家好好练集 迎接国战 永恒临风 是啊 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 一致对外才是王道 众人纷纷附和 畅想未来 这时 端木黯然开口问道 国外的实力如何 你们谁清楚 花音落下 众人顿时没了声音 过了好一会 起名困难户 这才开口道 这个问题 你们进来之前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以前因为游戏 将来会国战 所以 很早以前 我就安排了在国外的员工 进入了许多顶级大国的服务器 有好几个顶级大国 整体实力要比我们强 怎么可能 华国比他们还先上市的游戏吧 秦衡惊讶问道 秦衡记得当时 华国是提前了一段时间上市的 还不是因为某些人阻碍了我们的发育 一类清长城阴阳怪气的孝道 大漠土匪 就是 某些人把顶级地图都霸占了 我们怎么发育得起来 女邪 嘿嘿 某些人太牛逼了 没办法 天涯浪子 我日 直接说我们三步就得了 我还能吃了 你们不成 众人顿时哄堂大笑 不过 说来 华国的顶级玩家 确实惨 一路走过来 因为天涯浪子三人的关系 被坑了无数次 卧马寺庙引怪 祖马寺庙引怪 风魔谷引怪 最主要的是 众人被爆掉很多顶级装备等等 起名困难户 哈哈 你们也别埋怨浪子兄弟了 国外晚了一段时间 但系统送了一次双倍经验给他们 好像是几天双倍经验吧 把等级都拉到跟我们差不多了 而他们并没有出现 碾压式的变态玩家 大家装备等级差不多 所以 练级打宝都很均匀 等级反而比我们高 那他们到底多少级了 多什么装备 我不信他们装备能比你们强 秦衡无语问道 若说等级 别人有双倍经验追上来 甚至反超都说得过去 但若说装备比众人好 秦衡是不信的 因为他不相信 国外也有人打宝 跟他一样快 虽然 他是独吞了很多宝贝 可是 这些打出来的装备 最终不也流落到了玩家手中吗 起名困难户 他们已经是攻速加二满级套了 这种装备 国外还有更强的 起名困难户 装备是差不多 可是他们顶级玩家的神灵祝福 和升星神石比我都好 等级在64级吧 比我高了一级 呼 听到这里 秦衡松了一口气 还好 自己65级 还是压了对方一头 不过 起名困难户所说的 神灵祝福卷轴等比别人差 确实跟他有关 当初自己霸占那么多苍越岛的boss 其他人收集顶级神灵祝福卷轴自然少 到了幻境 自己又霸占了一段时间 幻境失层 因此 众人的装备软实力上不去 跟他确实也有关 不过 自己也得抓紧时间练级了 对方64级 若是有练级狂人不打宝的话 随时都会被追上来 甚至超越 毕竟拥有一身攻速加两套 又有顶级神灵祝福卷轴等 练级将会太轻松了 而从打了这么多的boss来看 首杀的boss一般都会出好东西 比如 第一个暗之触龙神 就爆了屠龙 国战地图里 首杀boss的暴率肯定很高 这个自己必须得去抢 接下来 众人商议 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国战 最后 众人决定 派出一部分玩家打宝 而最顶级的那部分人 则全力在幻境冲击 力求最先转身 进入国战地图 这个想法 估计国外的势力也差不多 因此 要抓紧时间练级了 一切商议完毕 众人散去 顶级玩家组队练级的练级 其他人去打宝的打宝 而秦恒 自然不会跟别人组队练级 他自己练级速度就是最快的 不用组队 虽然 众人和好 并结盟 但秦恒他还是说了一下 自己要了一线到五线的幻境实层 因为他刷怪太快 加上他也很需要钱 不可能全分出去了 若不是遇上国战这档子时 要提高众人的等级和战力 他还是会要一到十线的 进入国战地图 什么情况他还不清楚 能多一些人也好 否则 他孤家寡人 只不定干不过别人成群结队的 面对秦恒降低了的要求 其他人自然没意见 这已经是给面子了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于是互不干扰 各自练级 秦恒边练级 也在未将来的是烦恼 因为他不能像江系雷老虎他们一样 全身心的练级 不用管打装备的事 他还得抽时间刷boss赚钱 没有钱 他后面怎么提升 除了这点 估计不到国战 他还得在外界抽时间晋升 这都需要大量时间 特别在外界 一下消耗二十天 确实有点单痛 而沙巴克藏宝阁刚开放 他还得抽时间去刷 还有明月等人到时候晋升 还需要他来加持 护法 时间实在太紧迫了 因此 一整天 秦恒都没下线 一直在幻境时层练击打宝 叮咚 是否签到 是 恭喜你获得鞋影一把 圣战戒指一枚 天增项链一条 金币一千万 万年雪莲九百九十九桌 还不错的签到 转眼 终于到了凌晨五点 游戏维护了 沙巴克藏宝阁会出点好东西吗 秦恒充满期待 第457章 恐怖沙巴克藏宝阁 地藏王 下线 仅有半个小时 秦恒匆匆地跟众女日常玩了 又交代了不少事情后 终于到了早上五点半 进入了游戏中 一进入 秦恒出现在了一线土城安全区 城里空无一人 他还真有点不习惯 四处看了看 咻的一声 他传送到了安全区的杂货铺旁边 没记错的话 这个流浪汉商贩 会卖前往沙巴克藏宝阁的凭证 一对话 打开商品栏目 果然 上面除了随机传送卷轴 地牢逃脱卷轴等 已经多了一样新东西 幻境凭证 售价 十万金币 上面什么也没介绍 但秦恒清楚 这是前往沙巴克藏宝阁所需要的东西 买下它 前往幻境二层 那里有个神秘老人 给它幻境凭证 它会把你传送到沙巴克藏宝阁的第一层 影之道 在前世 这个好像是四十六级以下 需要买这玩意前往 四十六级 就不用了 秦恒也只是听说 毕竟后面他练及到四十六级时 这沙巴克藏宝阁 已经随着幻境 一起被游戏公司关闭了 十万金币传送一次 一比二的话 相当于二十块华币了 这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秦恒平时练及 可没少听到不少兄弟喊着 没钱买药 去卖药水 去挖矿的 估计那些普通玩家 最多进去看得新鲜 很快就不再前往这种昂贵又危险的地方 危险不止来源于怪物 主要是各大顶级势力 想都不用想 这种地图 刚开放 肯定会被包场的 谁还会花那个冤枉钱进入呢 当然 现在 秦恒是不用花钱买这个的 因为他是沙巴克成员 沙巴克藏宝阁 顾名思义 就是沙巴克城的藏宝阁 因此 所有沙巴克成员 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秀 秦恒三个号一个传送 到了沙巴克皇宫门口 走进了皇宫 跟皇宫总管一对话 果然多了一个 前往沙巴克藏宝阁的传送 砰砰砰 天涯浪子 给三人加上魔防 物理防御 天涯明月开盾 若还是前世的沙巴克藏宝阁 秦恒这个等级 不用那么紧张 但在这里 第一次进入 鬼知道会魔改成什么样 小心一点为好 一切准备就绪 同意之后 三个豪羞的一声 传送到了一张熟悉又陌生的地图中 这是一张矿区地图 跟比齐城矿区中的一层 差不多 但在这里 却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沙巴克影之道 一进入 入目所及 全是僵尸 是的 沙巴克影之道第一层 就是僵尸的天下 但在这里 怪物一样 名字却变了 宝阁僵尸 宝阁闪电僵尸 宝阁爬行僵尸 出现名字的变化 秦恒已经见怪不怪了 风魔谷的僵尸 还是魔化僵尸呢 没什么稀奇的 传说前世传奇中 这第一层影之道 有骷髅精灵 还有触龙神 可惜秦恒在前世 从来没有遇见过 因为这些僵尸 他一般都不刷 直接就随机走了 怎么可能遇见 那么 眼前的宝阁僵尸厉害吗 端木黯然半月弯刀开启 刷刷刷 周围一群宝阁僵尸 顿时惨叫着倒了下去 眨眼间 被清空了一片地方 血量跟苍越岛的苍越僵尸一样 估计实力也差不多 对于普通玩家 或许有威胁 但对于秦恒来说 并没有任何压力 秒杀的是 不过 经验值 令秦恒惊喜起来 这里 肯定也是双倍经验 因为比起苍越僵尸 经验值足足高了一倍 秦恒可不相信 怪物没增强 经验值会翻倍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 这里连接着幻境二层 所以经验值也翻倍了 这就爽了 若是里面的藏宝阁中 拥有所有boss 他倒也不用 再去幻境失层了 唯一打不到的 可能就是圣域教主了 但那也没办法 叮铃当浪 地上掉落了一大堆 普通装备 战神盔甲 男 死神手套 骷髅头盔 降妖除魔戒指 强效精创药 灵的一声 将金币和极品自动收起 秦恒直接传送走人 垃圾太多 他已经不去自动捡取了 捡取完了 丢仓库都累 特别是他静下心来练及时 打的都是顶级小怪 那垃圾装备 跟药水抱得哗哗的 若是全都捡取来 光是存仓库就得不停 否则三个号包裹 都装不下 幸好 他平时不带小布点练及 否则他该心痛死了 羞 羞羞 根据记忆中的方向 秦恒连续传送几次 出现在了这一层的入口处 同样 端木黯然率先走了进去 刷 眼前一亮 端木黯然出现在了一张熟悉的地图中 这是一条巨大的熟悉走廊 正是祖马七层一 目前的名字叫 尹之道二层 昂昂昂 噗愣噗愣 眠眠眠 眼前的怪物同样熟悉无比 就是祖马七层怪物的样子 但名字变了 宝格祖马卫士 宝格祖马雕像 宝格祖马弓箭手 宝格蝎鹅 扑哧扑哧 戴着隐身戒指的端木 黯然一进入 就立马被盘旋在入口的宝格蝎鹅发现了 对着他 就是一顿口水 连抓带脑 血量减实 系统提示 你免疫了此次麻痹攻击 你免疫了此次中毒攻击 随着宝格蝎鹅破掉了端木黯然的隐身 周围密密麻麻的宝格卫士等 也从石化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宝格祖马卫士 轮起巨大的铁锤子 背着端木 黯然就是一顿光光光的抽风式的乱锤 宝格祖马雕像 则拿着方天画戟 狠狠砸下 宝格祖马弓箭手 在远处蒸蒸蒸地放冷箭 血量减25 血量减22 血量减20 好高的攻击力 要知道 现在的牛魔将军 也就打端木黯然15滴血左右 这的宝格蝎鹅都能打掉端木黯然10滴血 宝格祖马怪物们 更是能打掉20滴血以上 显然 这里的怪物等级更高 更恐怖的是 看这些怪物的攻击速度 显然全是变态怪物 就没有一个正常的 不过 这当然无法对端木黯然形成威胁 他如今血量高达2000了 损失这点血量 就是小儿客 一圈怪 打他一轮 也就掉几百滴血 刷刷刷 端木黯然半月弯刀走起 只是第一刀 损失的血量就加满了 吸血可不是开玩笑的 怪物们的血量也出来了 宝格祖马卫士 4万血量 雕像 36000 弓箭手 32000 蝎鹅 25000 血量都要比牛魔将军等高 而端木黯然第二刀 就将绝大部分的怪物麻痹住了 这时 天涯明月和天涯浪子也进来了 哗啦啦 噼里啪啦 呼呼 冰咆哮 以天辟地 放狗子 邪恶未逝 一秒钟 眼前的怪物们就被清理一空 叮铃当郎 地上再次爆出了大量的装备物品 两道橙色光柱和三道红色光柱冲天而起 财爵之杖 古玉全杖 红宝石戒指 幽灵项链 链狱 召唤神兽 半月弯刀 困魔咒 还有一大堆垃圾商店桩 暴率还可以啊 秦恒林的一生将极品和名牌 强效太阳水金币捡了起来 打开包裹看看有啥极品 结果 他赫然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东西 这是一张金色的半卷起来的书卷 从打开的半截书卷上 还能看到一些草书黑色字体 转生证明 可叠加999个转生材料 可在土城NPC处进行合成 这就是转生证明吗 秦恒愣了一下后露出喜色 只不过 他还以为要打BOSS才能报这玩意 看来官方说的任何怪汇报 应该是真的 只是 他这一卷怪下来 也有二三十个怪物 出一个 这几率是高呢 还是低呢 还有一点 他能叠加999个 秦恒看到这个 顿时感觉 这不是个好消息 虽然他没有在土城寻找那个新的NPC 查看转生需要的材料 但从这叠加数目来看 估计想转生 有点难度 具体 还得等下去查看后才清楚 秦恒也没有继续在这里清理怪物 他的目标是 里头的各种大BOSS 三个号直接一路往前传送过去 很快到了下一层的入口处 进入 影之道三层 这张地图 同样是一张祖马地图 祖马七层三的图 怪物没有变化 依然是前面的宝格祖马卫士等等 沿着弯曲的走廊 一路往前传送过去 秦恒很快来到了中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这里有个NPC老头 看见老头 秦恒有点激动起来 哗啦啦 嘖啦啦 噼里啪啦 一顿清理 将周围的怪物清理干净后 秦恒这才紧张地走到老头跟前 这个老头是这里的商贩 而只要在新地图看到商贩 秦恒现在都会激动起来 因为这极有可能会出售一些高品质的装备 或者高级技能书 如果再有高级技能书卖 那就爽了 比如上次的半月弯刀 秦恒就狠狠赚了一笔 就算是过了快一个月 因为启名困男户和江系雷老虎他们 牢牢把控住了幻境失层 目前的半月弯刀 价格都还维持在了100万金币一本的价格 表面价格不贵 至于每天能卖多少 卖多少金币又是另外一回事 而这个NPC若也有高级技能书卖 因为地图太容易找的原因 就算只能卖半天 秦恒应该也能赚上一笔的 打开一看 确实是卖东西的 往下集拉商品栏目 战神盔甲 男 战神盔甲 女 恶魔长袍 男 一路拉到底 秦恒顿时有点郁闷 这里并没有卖高级技能书 就连28级的半月弯刀都没得卖 看来35级的技能书还不会普及化 失望的秦恒继续往前传送 突然 他眼睛一亮 停了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走廊上方 蹲着一个足马教主 哗啦啦 刷刷几下 将周围的怪物清理干净 端木黯然冲了上去 刚来到足马教主脚下 熬的一声 庞大的足马教主 从石化中一跃而出 古铜色的巨大身板 直朝端木黯然扑来 宝阁足马教主 名字果然也变化了 巨大的两个爪子带着火花 对着端木 黯然就是一顿脑 血量减35 血量减37 还行 这攻击虽强 但对于端木黯然 也就是小意思 烈火 刺杀 刺杀 一秒不到 端木黯然就将对方麻痹住了 而他的血量 也显示了出来 整整六万血量 尸毒 极光电影 灵魂火服 狗子 邪恶未事 可怜的宝阁足马教主 十秒都没撑到 就被麻痹盗死了 叮铃一声脆响 地上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一道紫色光芒冲天而起 压下了其他五六道光芒 火焰戒指 琴横眼睛一亮 不错呀 除了这玩意 还有一把龙文剑 力量戒指 菜刀 薄金戒指 和记忆项链 转身证明也有一张 灵的一声 将装备收拾起来 打开一看 火焰戒指是普通的 其他也就一把菜刀 和几个普通装备 是极品的 咻咻咻 琴横继续往里传送过去 每次都能激活大量的 石化宝阁足马卫士等 但不等他们攻击 琴横已经传送走了 很快 来到了走廊的尽头 这是右上角的一个位置 这里有一扇门 其实就是祖马七层三下祖马教主之家的地方 只不过 从这里进入后 会进入的地方就是 沙巴克藏宝阁了 到了这里 因为不知道一进入 会遇到什么样的大怪 所以琴横先把周围的怪物清理干净 再次抱了一把无鸡棍 和一张转身证明 天涯浪子 给三人加防加魔防后 端木黯然带着一群邪恶卫士一蒙头 走了进去 刷 端木黯然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大厅中 从小地图上面可以看到 落脚点是在大厅的中心 前后左右有四条巨大的通道 通往深处 沙巴克藏宝阁 说白了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田字形地图 端木黯然就是出现在了田字的中央 而这四条巨大的走廊尽头 还会多出来一间房子 沙巴克藏宝阁的整体地图就是如此 现在 满眼全是怪物 宝阁邪鹅 宝阁祖马卫士 宝阁黄泉教主 宝阁卧马护卫 宝阁卧马教主 宝阁白野猪 而端木黯然直接被一群宝阁邪鹅和宝阁祖马怪物围住了 最恐怖的是 攻击他的还有宝阁黄泉教主 这大家伙攻击凶猛啊 原本苍越岛的黄泉教主就很厉害了 现在成了宝阁黄泉教主后 攻击更加凶残 双重攻击 每次都能带走端木 黯然五百滴血左右 加上周围一圈怪物的攻击 端木黯然瞬间狂掉掉六百五十多血量 幸好五个邪恶卫士 帮他顶了不少周围怪物的攻击 否则 估计一圈攻击下来都去掉八九百多了 毕竟远处一大群宝阁弓箭手 正无情地射他 端木黯然不敢怠慢 半月弯刀刷起来 再咕噜咕噜地喝着万年雪莲 顿时拉住了血量 天涯明月和天涯浪子紧随而至 群体治疗术 火墙 兵咆哮 以天涯的炸起 眨眼之间 周围的小怪全都躺了下去 只剩下宝阁黄泉教主 宝阁卧马教主 其他宝阁白野猪 宝阁卧马护卫 同样被清理干净了 毕竟宝阁卧马卫士都是变态的 血量比宝阁白野猪还高 打这种白野猪还不是小意思 而随着怪物们的倒下 地上也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古玉权杖 龙枝戒指 等等都有 这暴率比幻境还高 其中还有几张转身证明 看着这种暴率 秦横感觉 这卧马名牌 足马等的价格 估计还会进一步下跌 但这也是绝大部分游戏的趋势 前期的神器装备 后面烂大街 一点都不稀奇 否则一直都那么贵 普通玩家怎么办 现在这些曾经的顶级装备暴率提高 装备价格压下去 相信很快就会有大量的普通玩家 能装备上卧马套 足马套 扫荡风魔谷等 不过 因为传承装备的关系 估计是很难降价下来了 除非哪天更新 出现大量赤月装备 赤月装备价格下去了 风魔装备才能跌下去 秦横心中思绪着 三个号手下不停 带着一大群宝宝 围殴宝阁皇权教主 和宝阁卧马教主 两大教主被搞得嗷嗷直叫唤 浑身抖动 头不断后仰 血量哗啦啦的狂掉 他们惨教卓想还手 可惜被麻痹住了 不过 宝阁皇权教主还是牛逼啊 很快就挣脱麻痹控制 反击 双重攻击 还是很凶残的 而他的血量 也达到了15万血量 想打死 旁边又有个宝阁卧马教主 一时之间也不好搞 秦横一来气 趁着端木黯然 再次麻痹住对方时 天涯浪子 换上了麻痹戒指 直接上前 砍宝阁皇权教主 这下好了 两个麻痹戒指 疯狂砍砍砍 那麻痹几率 瞬间提高了很多 一直到打爆这个皇权教主时 他都没有再恢复过来 麻痹到死 叮铃一声 这家伙爆出了一大堆的装备药水 逍遥善 天尊道袍 红魔项链 罚 转身证明 灵的一声 将东西都收了起来 秦横固步地查看 转身疯狂攻击 宝阁卧马教主 宝阁卧马教主的血量 也就是五万五血量 哪里经得起 他们这么集体乱搞 十秒不到 就被干翻在地 熬的一声 同样爆满了 一地装备药水 令秦横惊讶的是 这货竟然很慷慨地 爆了一把古玉拳杖 和红魔戒指 战 出来 还有几件卧马装备 宝阁卧马教主 竟然能爆出三神兵 和风魔装备 可以啊 只是 这么一来 装备还得下跌 幸好秦横现在 也不是靠卖这些 足马卧马装备 赚钱了 否则得赚到什么时候 查看了一下包裹里的装备 秦横瞬间眼睛一亮 逍遥扇 竟然是把攻速加二的超级品 不错 虽说了以天剑 可以天剑 目前全服 也不超过十把 加上以天剑的远程攻击特殊性 这导致了他的价格 被人喊到了25亿华币一把 比屠龙的价格还高 所以 逍遥扇的价格 并没有跌多少下来 现在还只两亿多华币呢 而这种加攻速二超级品的 价值起码 也在五亿以上 这也是为何 秦横看不上足马装备 等的原因 一个足马装备 目前才几千华币 多少个足马名牌 才能值一把逍遥扇啊 当然 握马和足马名牌 甚至普通级品 秦横也会剪的 蚊子腿也是肉啊 再看了看其他的 就是一般般的装备了 其实 也有普通装备的超级品 如 这个死神手套 攻击一杠时 防御零杠五 魔防零杠五 攻速加二 这种装备 虽然也是超级品 可最多 价值千万华币 所以 秦横一般不在意 都是丢给小布点去卖 小布点之前 跟他交易时透露 他那些重装 还有赤月装备 怒斩等 都被深海龙鱼买走了 小布点很怀疑 这货想另立山头 否则要这么多 顶级好装备来干嘛 秦横让他别想那么多 管他谁买走 给钱就行 心中思绪着 秦横继续刷怪 在沙巴克藏宝阁 最难的就是站住脚 只要站住脚了 打开了局面 后面就好刷了 往前刷了一波小怪 他很快遇到了宝格牛魔王 这货同样变成了 十五万血量 双重攻击 但在端木黯然麻痹住他后 天涯浪子 也立刻上去狂砍 双麻痹 尝到了田头的秦横 感觉这招超爽啊 两人猛砍之下 这麻痹的几率大大提升 中间这个宝格牛魔王 只是恢复了一次 就被转眼间 再次麻痹住了 双麻痹 实在太变态了 两人 他不麻痹 他麻痹 这谁顶得住 很快 宝格牛魔王 就被打爆了 这次掉了一个霓裳羽衣 天尊戒指 可惜没有什么极品的 继续往右边走廊杀去 他记得 前世的地藏王 一般出现在右边走廊镜头的那个房子里 只不过 这个藏宝格 比起前世传奇的藏宝格要大得多啊 大了五六倍都不止 因此 一路清理过去 也要花点时间 特别是 这里还是BOSS集中营 走不了多远 就会遇见大BOSS 这不 又遇见了宝格案之红魔教主 结果这怪物 也变成了十五万血量 双重攻击 好在秦横县的双麻痹下 打得贼快 半分多钟就能锤爆 这次 也不错 掉了件光环的霓裳羽衣 继续往前 秦横相继地遇到了什么 宝格案之黄泉教主 宝格案之骷髅精灵等 统统打爆 打得多了 秦横也发现 并不是每个BOSS都会爆顶集好东西 连续两个案之BOSS只爆了足马名牌等 但这也正常 怎么可能所有BOSS都爆 继续往前 这次 秦横赫然遇见了宝格万年数妖 这家伙 攻击力提升了一些 血量也变成十六万 但在秦横的双重麻痹攻势下 还是很快被打爆了 当然 这种顶级BOSS对于天涯浪子 还是有着威胁性 中途就有刺眉麻痹柱 宝格万年数妖 只是一次攻击 就打掉了天涯浪子一大半血量 吓得他赶紧传送到了安全地带 加满血 等端木黯然麻痹柱后 再上去看 好在收获还不错 这个宝格万年数妖 直接给了一把普通试魂法杖 非常犀利了 估计是第一次打的原因 所以暴率较高 一路清理过去 秦横又遇见了宝格红魔珠位 宝格红魔蝎位等 但转眼就被打爆 而这里的红魔珠位也不错 开始掉落风魔套装了 很快 秦横清理到了走廊的尽头 这里 可以沿着田子的两边走廊杀去 也可以进入最里头的小房间刷 秦横自然是往房间里头了 可惜这个房间有点大 他也看不到 最里面究竟有没有地藏王 直接杀了进去 结果里面并没有地藏王 只有一个宝格重装使者 打爆后 爆了一个天魔神甲 清理完房间 秦横往上方走廊清理过去 这次没走多远 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大家伙 地藏王 第458章 逆天霸者之刃 宝帝 传奇一线沙巴克藏宝格 又入回廊中 秦横远远的 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大家伙 外表跟牛魔王长得一模一样 除了名字 没有任何区别 其实在前世传奇中 游戏公司因为是代理的 后来跟原创公司闹翻了 导致后面许多地图 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传说幻境 沙巴克藏宝格 就是这么来的 而当时没有技术条件下 只能扣扣别的地图 或者BOSS 因此 这也导致了牛魔王 跟地藏王样子 直接混在一起了 而现在这个传奇 也延续了这个 当然 秦横其实不太关注 这祸长啥样 关键是 他有多强 能爆什么 作为目前最强的BOSS 攻击力肯定会比其他BOSS高 小心一点总是好的 天涯浪子 用以天辟地 缓缓将靠近地藏王的小怪 都引了过来 清理掉 这才让端木黯然 先上去试试水 刷 远远的 手持屠龙刀的端木黯然 一个半月滑了过去 还顺带着打出了一个切钉钉 血量减五十 血量减六十 血量 十七万九千八百九十 杠十八万 好家伙 这玩意 有整整十八万的血量 哦 受到攻击的地藏王幕吼一声 刷的一下转头 咻 下一刻 不等秦横反应过来 他已经出现在了端木黯然身后 伦奇手中冒着火焰的大关刀 一阵咔咔咔的狂砍 同时 从他身上不断冒出半月光芒 地上的地刺也不断凸起 不断地扎着端木黯然 睡衣 烈火 半月 切钉钉 三重攻击 血量减二百六十 血量减二百二十 血量减二百三十 同时能砍掉端木黯然七百一十的血量了 草 这么猛 端木黯然不敢怠慢 轮起屠龙刀就还以颜色 两人直接拼刺刀 咔咔咔咔咕 咕噜咕噜 吸血加万年血霜 硬是顶住了 但也只扛了四轮攻击 没有麻痹住地藏王后 端木黯然羞的一声 传送回到了天涯浪子他们身边 远处 失去了目标的地藏王踏着小碎步 怒吼着原地疯狂地转着圈圈 零零零 天涯浪子给端木黯然加血加防 心中同时急速转动着 这地藏王有点难搞啊 若是前世传奇 他估计只能用赌门的方法猎杀 将对方引诱过来 倒是和战士隐身赌门 法师在里头垫就是了 现在 隐身戒指和隐身术 对于这种顶级BOSS都失去作用了 15万血量的BOSS就能反隐身了 因此 赌门这条路 在这里显然行不通 况且 这货还会顺移 赌门也没用 现在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硬扛 天涯浪子不能先上 否则两下就被秒了 只有等端木黯然 先麻痹住对方了 这才能过去失毒 不过 他回血速度太快了 秦衡三个号 把装备一集中 给天涯浪子换了上去 再加上那个变态狂风手镯 这令天涯浪子的攻速 达到了恐怖的17发每秒 而这地藏王 秦衡目测了一下 也就是每秒13发多的而已 秀 换了一身装备的天涯浪子 眨眼间出现在了地藏王身后 失毒 灵魂火服 灵魂火服 不但失毒 还砸了三个灵魂火服 这才承受了一次对方攻击 眨眼回到了端木黯然他们身边 失去了目标的地藏王 继续原地怒吼打转 而这时候 端木黯然将所有高攻速装备换上 带着五个邪恶卫士 传送了过去开砍 有五个邪恶卫士 地藏王的攻击 终于不是全落在端木黯然身上了 这令他能多扛几轮 而每秒17发的攻速 同样非同小可 这次 八轮攻击后 端木黯然终于麻痹住了地藏王 秀秀 已经换了其他备用装备的天涯浪子 和天涯明月带着一堆宝宝 瞬间传送了过去 这次 天涯明月趁着刚才的功夫 还诱惑到了六头宝格蝎鹅 21个宝宝围住群殴 天涯明月放火 极光电影 两个拿麻痹的狂砍 加上六头会麻痹的宝格蝎鹅 这下 相当于有八个会麻痹的 他不麻痹 他麻痹 终于将地藏王牢牢麻痹住了 而为了增加攻击力 天涯浪子还换上了 攻速加二的圣战套上去 打了那么多boss 秦衡早已给自己三个号 备用了一套攻速加二的装备 虽说 他有自动拾取功能 可莫于筹谋 备用一套装备 是必须的 或许这是他前世玩传奇的习惯吧 装备都得留一套备用 就是怕被爆了 自己没得用 现在 换上一套圣战平坎 天涯浪子也能打得动 只是每次的攻击 只能打十多滴血 但已经够了 因为他主要就是想麻痹 驻地藏王 只要地藏王动弹不得 天涯明月 端木黯然和宝宝们 就能尽情发挥 一只攻击 因此 少了他的一些攻击 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这个时候 因为带了三个号的最好攻速装备 端木黯然的攻击力 同样大打折扣 但也可以了 少输出一点 保证持久输出 这才是王道 而每秒17发攻击下 他其实伤害并没有降低太多 毕竟少了的多打几下 就回来了 加上在这种变态攻速下 屠龙刀的附加技能切钉钉 那家伙出现的频率也贼高 时不时就能打出双重攻击出来 中途 地藏王只有在血量不多狂暴时 解除了一次麻痹 但他恰好主攻的是一头邪恶卫士 因此 没攻击几下 又被重新麻痹住了 看着对方血量急速到底 秦横也激动起来 这第一个地藏王会爆出什么呢 五四三二一 心中倒数默念 熬得一声惨叫 巨大的地藏王终于血量清空 郁闷地倒了下去 叮铃一声脆响 秦横瞪大眼睛看去 一道深红色光芒冲天而起 压住了其他所有光芒 霸者之刃 怒斩 圣战戒指 天尊道袍 魔血项链 法 血液 裁绝之杖 绿色项链 黑铁头盔 无极棍 幽灵战衣 女 想要除魔戒指 兼顾手套 转身证明三丈 十级神灵祝福 生兴神士 祝福由 疗伤药 万年雪霜 我去 果然 手杀出好货呀 竟然直接出霸者之刃了 秦横瞬间惊喜无比 灵的一声 将所有东西收拾了起来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 查看起来 包裹里第一个的位置 静静地躺着一把 散发着深红色光芒的熟悉武器 从外表看去 这武器跟命运之刃 没什么两样 还是前世传奇的锅 技术人员太烂了 也太烂了 灵的一声 端木黯然装备上了这把武器 整个霸者之刃的属性 顿时显现了出来 霸者之刃 攻击6-32 魔法2-7 倒数3-8 准确加2 持久38-38 重量35 隐藏属性 1 攻速加7 2 准确加7 3 攻击加10 魔法加10 倒数加10 4 伤害加30% 5 无视防御 加15% 6 攻击时 有5%几率 增加攻速一点 持续3秒 需要等级五十几 这武器 是三职业通用武器 看起来就是命运之刃的加强版 整体看起来 似乎没有单属性的屠龙系列武器好啊 屠龙是5-35的攻击 上限要高 还附加了几率技能 能有几率爆发出双重攻击出来 但这个武器 虽然没有附加技能 可它有几率增加一点攻速 持续3秒的话 对于端木 黯然来说 它都能砍三轮42刀了 加上增加的一点攻速 起码能多砍好几刀 所以 这就有个选择性的问题了 到底带哪个好 若是以前 秦衡一定会选择 这把三职业都强的武器 因为它外界可以通用 可自从跟冰山邪尊一战之后 这种观念就被打破了 只有一种属性堆积到极致 才能发挥出 它在外界的极限实力来 如拳攻击 或者拳魔法 这把霸者之刃虽然强 但真要堆极限单一的属性 并不适合 毕竟在外界 差一点攻击 就是差一层的实力 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虽然霸者之刃 有个几率加攻击速度 但只要有把 加攻速的极品屠龙 多个技能 肯定就要比它强了 现在端木黯然手里拿的 就是攻速加一的屠龙 除非 秦衡能打出 攻速加二的霸者之刃 或许他才会考虑 换掉手里这把武器 这是对于战士来说 而对于法师 这霸者之刃 魔法没有试魂法杖高 也不能召唤邪恶卫神 所以真要选择 同等攻速下 天涯明月 还是会选择试魂法杖 当然 若是搞到一把 超级品加攻速的霸者之刃 倒是可以试魂法杖 和霸者之刃换着用了 而天涯浪子这个道士 无论秦衡还是其他道士 估计都会选择以天剑吧 实在是以天辟地的攻击 距离太远了 倒是这个血量 少防御低的 可以用上 不像霸者之刃 攻速再高 可打boss 还没摸到就死了 有什么用 PK的话 距离远肯定相啊 加上以天剑的道数 可是5-15啊 比起霸者之刃 强了一大截 所以 顶级道士 估计都会选择以天剑 而从霸者之刃的等级来看 跟以天剑他们一样 同是50级 从这里也能看出 霸者之刃 是跟屠龙他们一个级别的武器 具体玩家要选择他 还是屠龙系列 还得看每把武器的极品情况吧 都是普通的话 战士估计会选择屠龙刀 倒是以天剑 法师有可能试魂法杖 跟他混合用 反正秦衡现在是不会换掉 手里的极品屠龙刀 查看完这把霸者之刃 秦衡看了看其他东西 眼睛顿时一亮 怒窄也是一把攻速加二的超级品 这就牛逼了 可以留给明月他们用 秦衡决定给所有老婆们 配置三套三职业顶级装备 这么一来 不管他到时候需要那种的攻击力 都能有的用 再看了看其他装备 就是一般般的了 要说好也就一箭攻速加二恶魔长袍 女 秦衡也用不上 继续刷怪 往前一路清理 拐个弯 咯咯咯 突然 秦衡听到了一阵激叫声 不会吧 这里还有暗电街 秦衡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仔细一听 在怪物堆里 确实传来一阵阵激叫的声音 呵呵 这就有意思了 秦衡往前清理过去 将宝格邪恶前虫 宝格卧马护卫 宝格足马卫士等纷纷击杀 终于 他看到了一只大公鸡 宝格暗电街 竟然真有机 也好 看看能不能给自己出点攻速较高的神秘腰带 端木黯然直接冲了上去 远远一个刺杀 砍了上去 血量减150 血量 十一万九千八百五十 杠十二万 这鸡的血量 足足有十二万 是个狠机啊 受到攻击的暗电机 眨眼间冲了过来 那速度 直接化成了一道残影 这种高速下 若是普通玩家 估计都还没看清楚 就倒了下去 但端木黯然是谁 他攻速可是有每秒十四发啊 反应力自然惊人无比 因此 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野蛮冲撞 就对了上去 刺杀 刺杀 宝格暗电机不甘示弱 不断攻击 暗电机原本就以攻速见长 变成宝格暗电机后 顿时这速度更是逆天 达到了每秒十三发的程度 若是普通玩家 那真的是跑都跑不掉 但端木暗然 直接顶住 宝格暗电机的攻击 同样是双重攻击 羽毛如剑语般不断射出 配合着它 不断用嘴去刀端木暗然 每次攻击 都能带走端木暗然 二百三十滴血左右 双重攻击 就是四百六十来滴血 对端木暗然自然 形成不了威胁 反而被端木暗然的屠龙刀 砍得鸡飞狗跳 带天涯浪子和天涯明月 带着宠物冲上来后 直接就把宝格暗电机压住了 一端狂搞 天涯浪子 此时也换上了麻痹戒指 两人同时麻痹 直接将这宝格暗电机 麻痹到死了 这宝格暗电机会爆什么 随着宝格暗电机 高昂的惨叫一声 它爆了 叮铃一声 地上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金币 落魄身兵 血影 裁绝之杖 无极棍 炼狱 凝霜 神秘腰带 神秘头盔 神秘戒指 神水 疾风神水 战神盔甲 蓝 战神盔甲 女 零的一声 将装备减取后 琴横打开包裹查看 落魄神兵 攻击40-0 强度加1 准确加5 攻速加3 这竟然 是把超级品的落魄神兵 攻击多加了10点 还加了强度和准确 更牛逼的是攻速加3 要知道 原有的落魄神兵 可不会加攻速 这把直接攻速加3 真的是变态的 不要不要的 平时它没多大用 可是用来爆人 就不错呀 若没有这攻速加3 端木黯然拿把普通的 攻速就得从每秒14发 下降到每秒12发多 因为那把屠龙 加了8点攻速 相当于一下少8点攻速 这攻速 自然少了很多 因此 这把落魄神兵还是不错的 只要整上一个十级神灵 祝福卷轴在攻速上 就能变成攻速加4 那又强了不少 除了这把落魄神兵 还有一样东西 令秦衡有点震撼 神秘头盔 攻击0-18 攻速加1 没错 属性就是这么简单 这头盔神了 可惜呀 没有隐藏附加属性等 秦衡肯定不会去带的 不过 拿来卖钱 应该能卖点小钱 继续往前清理怪物 秦衡一路绕着 这个田字形的藏宝阁 一路清理过去 陆陆续续的 又打包了暗之赤月恶魔 暗之触龙神等boss 获得了大量的好装备 攻速加2的赤月 再次搞到了一个圣战戒指 不过 也不是所有顶级boss都包好东西 宝阁双头金刚兄弟 宝阁赤月恶魔 邪恶蜈蜈蜈什么的 都没出好东西 就给了点封魔套 足马和卧马装备 对此 秦衡也觉得很正常 哪有每个boss都大包的 又拐过一个弯后 秦衡赫然看见了宝阁圣玉教主 这下好了 所有boss都集中在了这里 这里他想起了 前世玩私服时 出过的boss之家地图 里面也是全boss 前世传奇中 圣玉教主是不在沙巴克藏宝阁的 这里有的话 也好 省得他去幻境石层那边 打圣玉教主了 但有一点不好的是 43号勋章等 估计也要掉价了 因为江系雷老虎等人 不知道怎么走圣玉 这导致顶级的勋章 一直都被秦横垄断 卖500万华币一个 现在这里出现圣玉教主 这种垄断 自然会被打破 但估计也不会掉价太多 毕竟只有圣玉教主报 对比庞大的玩家群体 怎么低也还能值个300万华币以上啊 不对 如果他不公布出去 估计那边圣玉 别人还得摸索一段时间 那43号勋章的价格 应该不会大幅度掉 他要是不去那边打 这等于顶级勋章的供应量 还是没有变化 当然 价格如何变化 还得到时候看看了 打这个圣玉教主 秦横花费了点时间 因为他的血量 也增长到了18万了 好在打爆后 竟然有意外之血 这祸除了爆了个45号勋章之外 竟然还爆了个红魔戒指 道 还有裁绝之杖等 再也不是只爆勋章 和一堆垃圾了 查看了一下 只有一些小极品 秦横也没在意 继续刷灌 当他打完整个一线藏宝阁的BOSS后 总共花费了半个多小时 接近40分钟 这还是有许多小怪不杀 只是传送着BOSS杀的结果 打了那么多BOSS 这令他获得了很多装备了 而这个沙巴克藏宝阁 整整有30个 秦横已经预感到了 一波装备要下跌了 而新出的材料 转身证明的爆率吧 反正打12万血量的BOSS 目前都是爆的几率很高 有的血量15万的 还爆两张 血量12万以下的 几率就要低一些了 至于小怪 清理一圈变态宝阁足马卫士 宝阁白野猪等 大概率还爆一两张 清理完这个沙巴克藏宝阁 秦横已经搞到了 30多张转身证明了 看来这玩意也不是太难累积 就是不知道转身需要多少张 对了 公告更新上面 不是说还有其他转身材料吗 怎么没见到呢 难道其他材料不在这里爆 秦横有点疑惑 稍微思考了一下 秦横就不再想他了 转身需要70级 早得很呢 在他70级前 肯定能凑齐 从沙巴克藏宝阁 是没法回到 影之道三层的 因此 秦横休的一生 回到了沙巴克复活点 下线 进入二线 重新从皇宫 进入影之道 这次再进 沙巴克藏宝阁就快了 从影之道一层 休的一生 到了下一层的入口处 一秒清理完怪物 进入第二层 继续传送 一秒清怪 进入三层 这一层有个宝阁 祖马教主 秦横直接传送到一线 见到他的位置上 果然 他还在那上面蹲着 引火 打爆 也才花了十秒不到 传送到藏宝阁门口 秒清 进入 也就是说 他从皇宫进来后 花费半分钟不到 继续刷怪 而为了加快速度 秦横后面 都是直接找大怪打 这令他的 清怪速度大大提升 清理完一个 这沙巴克藏宝阁 只需要半个小时了 除了装备 就是经验增长也很快 他虽然 只找大怪刷 但大怪周围也有小怪 况且 大怪的经验值也高啊 十八万血量的boss 击杀后就是三十六万经验 三人平分 那也是刚刚的 其他boss也一样 十万血量boss 二十万经验 双倍经验之下 这升级是很猛的 有这种升级速度 秦横根本不用去换进石层 刻意刷小怪了 打完一轮 直接换线打 切换一下 半分钟都要不了 也不耽误他练击 而等启明困难户 他们上线后 众人虽然会分掉 他不少boss 但他可以多刷刷小怪 弥补一下 也是可以的 因此 再发现自己可以 一直在这里刷下去 而不用再去 单独练击时 秦横简直高兴坏了 不断地刷刷刷 转眼五个小时过去了 叮铃一声 秦横再次打爆了一头地藏王 而这次 地藏王竟然爆了一把屠龙刀出来 屠龙刀 攻击五杠三十九 准确加二 幸运加一 攻速加一 又是一把加攻速一的 还不错 留着给明月他们用 继续刷 又是六个小时后 秦横终于爆出了一样 自己能换的装备 随着宝阁圣玉教主倒下 他捡起了一个勋章 43号勋章 攻击一杠七 防御零杠四 魔防零杠四 攻速加二 秦横乐呵呵地 直接就将原先的勋章换了 这个勋章一换 端木黯然的攻速 再次加快不守 但离每秒十八发 还有点远 他目前戴的 都是三个号 凑合起来的变态攻速装 所以每秒十七发多 多加一点攻速 也不错 至少砍boss什么的 麻痹的几率会更高 转眼间 到了晚上十二点了 叮咚 是否签到 是 恭喜你获得圣战头盔一个 加五强化卷轴一张 万年雪莲999个 四级烈火剑法一本 金币一千万 还不错 随着他等级越来越高 获得的千道福利 也越来越好 而这段时间的打宝 秦恒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 攻速加二的装备暴率 提高了不少 他都打了六个了 这还只是普通血量的 若是五百万血量的 是不是会出 攻速加三的超级装备 而当秦恒刷到凌晨四点 再次打爆一头 宝格重装使者时 他再次搞到了一件 自己能换的装备 天尊盗袍 倒数二杠十六 防御四杠十九 魔防四杠十六 攻速加三 这装备牛逼了 竟然没加乱七八糟的属性 而只是单一地加了倒数 防御和魔防 更牛逼的是 攻速加了三点 比他原先的加两点强多了 掏出一堆九级神灵 祝福卷轴给他搞上 最后用十级替换掉 那个加攻速的九级 于是 这件装备 攻速再次加了一点 琢磨了一下 端木黯然没再换上 因为他只加倒数 在穿上的话 端木黯然攻击力 又得下去一截 反正现在双麻痹之下 基本够用了 最强的地藏王 有时候都会被麻痹到死 因此 天涯浪子换了上去 这么一来 他攻速提升 麻痹效果也同样加大了 终于 还有半个小时维护好时 琴恒下线了 沙巴克藏宝阁 老怪都打完了 去打别的 他也懒得去了 搞了一天 实属有点累了 下线 明月等人早已准备好了 早餐再等着他了 吃饭 跟众女一番日常后 琴恒拿出了一堆 新爆出的顶级装备 分给了众女 攻速加二怒斩啊 攻速加二的圣战宝甲 攻速加二的霓裳羽衣等啊 这些装备 都被琴恒搞上了 七级到九级的神灵祝福 属性被大大提升 反正众女都有装备兰和随身包裹 给她们备用上就好 不过 令琴恒无语的是 明月等人一般还是爱穿霓裳羽衣 或者天师长袍 没有人喜欢穿圣战宝甲 一问原因 没别的 就是圣战宝甲太丑了 穿得不性感 最主要也不方便 不像霓裳羽衣 那从后面一撩 马上就能进入比武状态 而他们也早已发现 这个男人最喜欢的 还是他们穿霓裳羽衣 毕竟好多次 他都是要求穿的 我最近闭关 少则十天 多则二十天 没有要紧事 不用找我 琴恒交代一番后 掐着点上线了 现在时间紧迫 他决定这段时间 努力冲击一下再说 至于儿女情长 只要人在 仙人寿命长着呢 不差这么会 第459章 疯狂变态的法师 传奇一线土城 琴恒上线 刚一上来 耳朵里就传来了 行会众人的一轮声 起名困难户 兄弟们 快找沙巴克藏宝哥 看看在哪 找到路径的 有奖励 墓水瓶 我靠 土城没有传送的 老兵这里 不能传送去 沙巴克藏宝哥 就多了一个 合成转身证名的 NPC 观海 卖杂货的流浪汉那里 多了一个幻境凭证 这是干嘛用的 花了五万金币 买了一个 不能直接使用啊 坑店 无畏孤独狼 嘿嘿 你不会以为 他是进入 沙巴克藏宝哥的东西吧 看名字 就跟藏宝哥没关系啊 新夜的伤感 都快找 找到后 可以先发布在网上 赚一波流量 尽量在沙巴克城内找找 都市漫游人 没错 沙巴克藏宝哥 说不定会在 沙巴克城下面 找找 NPC 或者去香食墓穴看看 夜猫子 都别抢 肯定是我先找到 慕容新来 那得看运气了 深海龙鱼 浪子哥 你这次上来晚了 天涯浪子 嘿嘿 有点睡过头了 二十七不惑 嘿嘿 估计跟嫂子 嘿嘿过头了吧 天涯明月 你想死就知一生 无敌醉俊朗888 嫂子牛逼 敢死他 听着众人大呼小叫的 寻找沙巴克藏宝哥 秦恒随口跟他们淡逼 再顺手 给小不点发了一份 怎么前往 沙巴克藏宝哥的方法 记住 先发皇宫 那个管理者 直接传送的方法 换进二层的进入 等十分钟后再发 这个发的话 要以怀疑的态度 就说 有可能是沙巴克藏宝哥 秦恒郑重交代 换进二层 有点远 一上来就发 别人估计都会产生怀疑 沙巴克皇宫传送就不一样了 那里随时会有沙巴克城主 去领取收益 只要跟他对话 他都会主动跟你介绍 沙巴克藏宝哥 所以 那个入口是瞒不住的 而换进二层的神秘老人 秦恒在维护期间刷怪时 抽空去看了一下 确实有 跟他对话 就是跟你要换进凭证 会传送你去神秘的地方 好的 我知道了 小不点欣喜地点头 同时 他对天涯哥更加好奇了 这才刚开服啊 天涯哥就知道了 以前也是 好像许多路径 天涯哥早就知道的 难道他们是游戏内部的工作人员 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但小不点 马上就把他压了下去 他才不管天涯哥是谁 反正天涯哥对他好就够了 做好自己的 其他的不用去管他 秦恒交代完后 自己再次进入了沙巴克藏宝阁 继续刷怪去了 很快 一篇帖子在官方论坛横空而出 进入沙巴克藏宝阁的方法 帖子标题简单粗暴 立刻吸引了大量的人进入 而里面的内容也简单 就是一句话 从皇宫管理员处 沙巴克行会成员可以进入 这帖子立马被官方认证 推上了置顶 无数人观看后 点赞的很多 打赏的也多 但随之而来的 就是铺天盖地的不满声音 我很 草啊 为毛指允许沙巴克成员进入 太特么不公平了 神威如玉八十八 就是啊 太尼玛不公平了 这不等于沙巴克成员 白白多了一张 炼机打宝的地图吗 董大教授 我日 这沙巴克藏宝阁 可是有新神兵了 我们都进不去 这尼玛叫什么事 鬼狼仓越 抗议 抗议 我们也要去沙巴克藏宝阁 歌耀眼 抗议 抗议 不公平 操 Q 必落黄泉Q 不公平 抗议抗议 深海龙鱼 抗议个屁 加入沙巴克来 不就完了吗 来马法请一蒙 哦 满了 去封月城 一类清长城 哈哈 随心所欲 大量招人 五十二级以上的来 哼唱小情歌 我去 这不是逼着我们所有人 加入沙巴克吗 有没有沙巴克收的 我五十级战士 贼能打 阳光有人 我四十八级握码套法师 求一个沙巴克带走 总之 小不点这个帖子发出来后 各大沙巴克成员们都兴奋了 可以进入沙巴克藏宝阁呀 爽啊 而不是沙巴克的 就郁闷了 纷纷骂街 随后 就是无数人投诉 客服电话直接被打爆 凭什么不让我们 飞沙巴克成员进啊 老子没交点卡钱 还是怎么电 面对铺天盖地的投诉 这次 游戏公司很快回应了 飞沙巴克成员 可以从别的地方进入 但需要自己探索方法 消息一出 全网轰动 无数人顿时冲上了 各大沙巴克城 里里外外地寻找 特别是香石墓穴这种地方 更是每一道疑似暗门的地方 每一块石头 都有人去蹭啊蹭 就是想蹭蹭 看看能不能运气好 滋溜一声 蹭进去 就连许多沙巴克成员都在找 以目前游戏的火爆程度 这种新地图攻略 只要找到那扇门 发上帖子 这辈子 基本就衣食无忧了 流量哇哇的 还有打赏 广告 每月收入几百万 肯定不成问题 因此 每次大更新 无数人普通玩家 最先寻找的 就是新地图 只不过 这么多次来 绝大部分被小不点抢到了 许多人都知道 肯定是天涯浪子 他们告诉他的 但也没辙 谁让别人先知道呢 而现在为了保证 玩家开荒新地图的热情 官方那都是谁先发帖子 后面同类型的 就会被删除 比如 小不点上次发换近地图 后面别人 再发换近地图怎么走啊 就会被删除掉 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许多玩家为了博取流量 就会发诸如 幻境每层怪物攻略 幻境一到十层怪物暴力详解 等等帖子 这些帖子 还是很受欢迎的 总之 文学的魅力 就是这么多样化 众人疯狂寻找 而在沙巴克藏宝阁 打宝阁万年数妖的琴恒 也终于让小不点再次出手了 玩家们都探索到了 相识木学了 那么发现 幻境二层的神秘老人 也很正常了 再不发布 被别人抢了 可不太好 很快 小不点安排的属下 沧海明珠发了新帖子 非沙巴克成员 进入沙巴克藏宝阁的方法 再次火出圈了 这次 帖子里讲述了 如何在土城购买幻境凭证 再到幻境二层 通过神秘老人 传送到沙巴克藏宝阁的第一层 也知道 帖子很短 就是聊聊几句话 和二层神秘老人的大概位置 还有坐标点 但这已经够了 无数非沙巴克成员涌入观看 就连沙巴克成员 也有许多人好奇地查看 这导致这帖子 一分钟的点击量 达到了恐怖的上百万 无数人观看后 冲入了沙巴克藏宝阁 可是等待他们的 基本上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进入影之道一层还好 宝阁僵尸 只是相当于苍蝶僵尸 而因为各大沙巴克成员 已经先进入了 将这里清理了一遍 所以 怪物并不密集 许多普通玩家小心一点 都没事 挨个慢慢打 这里的僵尸抱得也还行 还会掉落一到三级的神灵祝福卷轴 这里许多普通人都充满干劲 可当不少人找到门户 进入下一层 影之道二层后 顿时都被怪物们打蒙蔽了 虽说前面的沙巴克成员们清理过 可刷新快啊 加上这里的怪物 就没有不变态的 随便拎出来一个 普通玩家就只能干看着 根本打不死 如四万血量的宝阁足马卫士 这家伙是个变态 血量又高 五十级的大战士 一身足马套都挑不过 只能跑路 一套足马套的道士 如果单挑 用毒估计能慢慢耗死 前提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他攻击太猛了 一不小心 就得看黑白电视 三职业中 唯独高级法师最爽了 五十五级的法师 就能圣延宝阁足马卫士了 宝阁足马雕像五十四级可以圣延 宝阁足马弓箭手 则是五十三级 但五十五级的法师 全服也不会有太多 而且大部分在各大沙巴克型汇集 还有 这里刷新太高啊 就算有五十五级的法师 用圣延术搞这些变态 可是一旦陷入怪物刷新群中 必死无疑 所以 这沙巴克影之道 对于赤月以下的玩家来说 就是地狱级别的难度 这些玩家 连闯风魔谷都难 又怎么搞最强的沙巴克影之道 况且 这里并不是只有怪物 还有各大沙巴克成员 沙巴克藏宝阁才刚刚开 爆率超高 又是双倍惊艳 这种宝地 各大沙巴克 又怎么会放弃 近来的其他人 只要不是联盟的 那都是傻 装备 就意味着金钱 没得商量 能商量的 也就是个大沙巴克了 就像现在 每个沙巴克势力 累积的赤月套都有不少了 所以 他们都是派几个人 带一群人刷一层或者二层 其他人则进入沙巴克藏宝阁刷 当然 如赤月峡谷 苍月岛 幻境这些地方的老怪 他们也是不会放弃的 都会留有人手盯着 在组成专门打宝的 各个赤月玩家小分队 当BOSS快刷新时 就过去 打完继续下一个 而为了让众人的等级能平均上去 这都是轮换制的 赤月套多了 就能轮换了 今天你打宝 明天你就练几去 当然 因为打宝的地图越来越多 他们会适当放弃一些地图 可这种新开的地图 是绝对不会让的 因此 近来不是自己人 就干 这么一来 许多其他势力的玩家 不是被宝格怪物们打死 就是被各大沙巴克成员灭掉 一时之间 网上怨声再道 可这种事情 玩家再怎么闹 游戏公司才不会管 本来这种游戏 就是有对抗的 霸占地图 霸占BOSS 包场 清场 击杀玩家 都属于正常操作 只要你别搞得 绝大部分的人 无法正常游戏什么的 估计游戏公司都不会管你 因此 无数普通势力和散人玩家们 进入沙巴克藏宝阁 一轮游之后 都不愿意再次前往了 也就是去逛逛 好歹去过新地图嘛 逛完 该干嘛干嘛去 这边是了 另外一边 启明困男户 和江系雷老虎等人 原本还打算派人专门练击去 但沙巴克藏宝阁刚刚开 都想进去体验一下 因此 这个计划也暂时泡汤了 大佬们都冲上了 各大沙巴克藏宝阁 以他们的实力 引之到一到三层 根本拦不住他们 只是他们不知道 下一层的入口在哪 不得不清理过去 当进入沙巴克藏宝阁后 众人顿时被眼前大量的 boss怪物们惊呆了 秦衡虽然在刷 可他半个小时 才能刷完一个沙巴克藏宝阁 这里有三十个 哪里刷得完 再说 在小不点他发出帖子后 得到消息的启明困男户等人 就询问过秦衡了 问他打哪里 别撞线了 秦衡依然是刷前五线 其他的 就有其他人分了 其他人也没啥意见 里面大怪很多 他们也不能一下全刷完 而秦衡确定 自己刷一道五线后 自然不会只条大怪打了 连着小怪 从影之道二层 一路清理过去 这么一来 他打完一条线的 沙巴克藏宝阁 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 但不耽误他升级啊 还不错 在秦衡刷着怪时 启明困男户等人 却遇到了难题 那就是 地藏王太变态了 太难打了 他们打不死 浪子哥 快来帮我们打地藏王 新业的伤感 直接求援 五位孤独狼 对啊 快来 我们没有麻痹戒指 打不了 深海龙鱼 这东西 也太变态了吧 连毒都试不上 草啊 嫂子快来 我们顶不住了 一堆人求援 令秦衡一阵无语 天涯浪子 先打别的 我打完这个万年树妖就来 边打怪 秦衡边琢磨 自己要早点将之前 刷了一天的东西出手了 否则要降价啊 对了 深海龙鱼不知道还要不要 兄弟 要装备吗 秦衡私聊过去 深海龙鱼 要啊 有多少要多少 不过 只要封魔套以上的装备 和九级以上神灵祝福卷轴 升星神石也要 还有四级半月弯刀 四级三职业三十五级技能书 足马和卧马 三神兵就不要了 行 你待会找小不点 这笔生意谈好 秦衡心情大好 能找到一个一口吃下 还不讲价的下架 这自然不错 而据他所知 启明困男户等人最近打出来 用来卖的赤约套啊 新衣服重装啊 除了留下一点扩充队伍 绝大部分都被这家伙吃了 莫非这小子想单干 否则要这么多顶级装备干嘛 秦衡思绪到此 但马上摇摇头 管别人要干嘛 有钱拿就行 反正不管对方如何厉害 也影响不到他 至于装备交易的事 他刚才已经先把装备交易 给了小不点了 自然不用他去打理 说来 刚才天涯浪子 去跟小不点深入交易时 可把对方弄得兴奋连连 就插尖叫了 天涯哥打装备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他也只是维护前半天 没跟天涯哥交易 结果只是大半天 这又搞到了一大堆的装备等 但仔细想想 又是情理之中 据说 天涯哥打牛魔将军等怪 都是秒杀的 打暗之牛魔王等 半分钟都要不了 这赚钱的速度能不快吗 秦衡跟他交易完毕 只是让他尽快甩货 就是怕装备贬值 现在深海龙鱼愿意接盘 自然挺好 另外一边 深海龙鱼听到有大量好东西 怪都不打了 直接回程跟小不点交易去了 秦衡打完手里的万年数妖 立马来到六线 被启明困难户 用记忆套传送了过去 浪子哥 你们要小心 这家伙三重攻击 好猛 沐水瓶大声提醒 结果 下一刻 众人震惊地看见 端木黯然直接带着五个邪恶卫士冲了上去 整个人抽风似的 发出一阵阵烈火加刺杀 跟地藏王狠狠刚在一起 卧槽 这速度 起码每秒17发吧 这也太特么猛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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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嘴巴 木屋鼓中 这么一天不见 端木老大的攻速就上天了 我记得原先才1秒14发的 什么装备啊 众人惊呼着 要查看端木黯然的装备 却看不到 因为屏蔽信息了 只能看到表面样子 端木黯然 我们三个的顶级加三攻速装备等 都集中在了我这里 我还吃了个疾风神水 27不货 我靠 原来是这样 我说 怎么提升这么快 难怪你的攻击力 好像也不高了 这么玩 攻击力不够啊 观海 他要的不是攻击力 而是攻速 否则原先的攻速 估计很难骂毕 驻地藏王 你们看 他都跑回来了 说话间 残血的端木 黯然传送 回到了众人身边 星夜的伤感 劫砸手术师和冠云等到时 顿时 一堆群体治疗术 砸在了他头上 整得他白茫茫一片 都快看不见人了 冠云原先没加入 这个顶级打保小队 但观海处理了那么多 众人又打出了 有多余的装备 于是拿了一套 出来给冠云 毕竟老是让别人两口子 分开完也不好 反正装备 都是借给他们两口子用的 咕噜咕噜一阵加血后 端木黯然恢复了过来 没办法了 他又先把装备 给了天涯浪子 天涯浪子 凭借着每秒17发的速度 失毒 放了三个火符 跑了回来 端木黯然换上装备在上 见到这一幕 众人也终于清楚了 确实 别人三个后 把顶级装备 堆积在了一个人身上 若是在场的众人 肯把加三攻速以上的装备 全给端木黯然 只不定他攻速能达到 每秒18发 甚至更高 思绪间 端木黯然 终于将地藏王麻毙住了 下一刻 众人再次惊呆了 他们赫然看见 天涯明月开着盾 换了一身圣战宝甲 拿着一把屠龙刀冲了上去 直接加入了 砍地藏王的行列 没错 就是天涯明月砍 这还是法师吗 这也太TM疯狂变态了 原先 秦衡让天涯浪子砍 可是昨天打了一天时 中间有时候 麻痹不住地藏王的时候 天涯浪子 直接被狂暴的地藏王 咔咔几下搞死了 令秦衡非常无语 因为这么一来 他打完还得下线上线 麻烦得很 后来他干脆 换天涯明月上去 天涯明月上去 带着麻痹戒指砍 就不一样了 他魔法盾强啊 比天涯浪子能扛多了 就算地藏王发飙 也能扛住 于是 现在众人就看到了 一个疯狂的法师 众人瞬间就炸锅了 痛苦先生 卧槽 嫂子怎么换了一身 装备上去砍了 老虎鸡吐起点臂 我日 你们快看 嫂子的装备 他换了一身 圣战和麻痹戒指 众人打开一看 全都震惊了 虽然看不到装备属性 但装备 还是能看到外貌的 两个麻痹戒指 天涯浪子三人 竟然有两个麻痹 而看天涯明月的攻速 同样不慢 攻速也达到了 快每秒13发了 这还是把好装备 给了端木黯然的原因 愣着大麻 快过来砍啊 端木黯然喊道 众人这才冲了上去 每个人都带了邪恶卫士 这一上去 地藏王十秒不到 就被打残了 众人都紧张地走位 寻找自认为的最佳位置 准备开枪 叮铃一声 地上爆出了一大堆的装备药水 陆斩 天尊项链 霓裳羽衣 红魔手镯 道 龙文剑 力量戒指 秦恒三个号 依然在地藏王岛下的一瞬间 自动抢到了最佳位置 捡起来了一把怒斩 天尊项链 霓裳羽衣等等 当然 捡了五六个装备后 他就没捡了 乐呵呵地打开装备一看 秦恒瞬间眼睛大亮 他终于给法师 也爆出了一件不错的衣服 霓裳羽衣 魔法2-14 防御4-17 魔防4-14 攻速加3 又是单一的魔法加防御 加魔防的 以前他爆出不少家 三属性的装备的时候就在想 若是能把这三属性 集中在一个属性 那就牛逼了 现在 终于再次爆出这种装备来 秦恒当然高兴了 这衣服 他要定了 再看了看 怒斩攻速加2 也不错 其他几件装备就一般般了 但一个地藏王出两件好东西 已经很不错了 他昨天打一天 有的时候 地藏王连的赤月以上东西都不给 第460章 猛逼的游戏公司 再次发大财 沙巴克藏宝阁中 击杀地藏王后 秦恒要了那件超级品的霓裳羽衣 其他东西 就是要了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升星神石没抢到 秦恒虽然自己装备 搞齐了九级以上的神灵祝福卷轴 但这玩意的缺口 还是贼大 明月和烟无双等七个老不需要 只要将他们的装备 都整上顶级神灵祝福 秦恒的实力 也会跟着提升 还有三个号 备用一套顶级的 准备用来换统一的也需要 还要留着将来国战地图 获得的新装备 这些都得要 最后 偶尔打出个更加好的装备 又得重新安排神灵祝福卷轴 因此 顶级的神灵祝福 谁都不会嫌多 弄完这个后 秦恒将霸者之刃的属性 发给了小不点 让他去网上上传 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出一把霸者之刃 也很正常了 不说小不点 将霸者之刃 发到网上引起的轰动 就是现在 秦恒询问众人 有人要新武器霸者之刃吗 此时 小不点才刚将霸者之刃的属性 发到网上 起名困难户等人 并没有看到 因此 听到秦恒要出售霸者之刃 全都惊讶了 新夜的伤感 浪子老大 霸者之刃啥属性的 新神兵吗 发出来看看属性 木水瓶 我日 新神兵就爆出来了 快 发来看看什么样子的 一堆人吵着 要看新装备 当秦恒将霸者之刃的属性 出出来后 所有人都呆了一呆 随后嗡的一声就炸锅了 起名困难户 靠 这就是新神兵 这样子不看属性 还以为是命运之刃呢 无畏孤独狼 好丑 没有屠龙好看 二十七不惑 也没有屠龙霸气 关海 三属性啊 每种属性都没有单一的 试魂法杖系列好啊 要来有啥用 木屋谷中 话不能这么说 他攻击还有几率增加攻速呢 嘟嘟嘟嘟哒哒哒 是啊 再说屠龙系列的武器 很难爆啊 你们看 这么久了 试魂法杖 总共也没事吧 众人纷纷发表自己看法 最后总结 首先无非就是 这霸者之刃不好看 跟命运之刃同款 这样拿出去 根本不会有经验的感觉 说白了 就是没法装逼 土豪最喜欢的是干什么 当然是装逼了 你看看屠龙刀 以天剑 试魂法杖 哪个不是一眼看上去 就是不一样 一看就是土城最亮的仔 可这霸者之刃呢 跟命运之刃一样 土豪拿着站在安全区里 跟一堆拿着命运之刃的混在一起 完全没有那种鹤鲤鸡群的感觉 虽说这货外表会散发深红色光芒 但表面看去 还是一把命运之刃 因此 装逼方面大打折扣 其次就是 属性不专一 若是普通的道士 还说一边砍 还能一边放毒等 可以节约药水 可这里都是土豪啊 谁喜欢一边砍 道数越高 各种技能越强 真有选择 他们当然愿意选择以天剑 而主要的是 这屠龙刀等 也不是那么特难报 慢慢等 总能轮到自己 现在花十来一去买霸者之刃 就不值了 剑没人想要 秦横也有点意外 看来只能拿到市场去卖了 相信很多人会抢着要 就在这时 深海龙鱼的话 从队伍里传了过来 嘿嘿 你们不要 不要我要了 这玩意 怎么也比公苏家二的怒斩强吧 遇见下地狱 我去 你要那么多好装备干嘛 深海龙鱼 哼 这武器比怒斩强 你们嫌弃不好看 我要还不行啊 十二亿华币我要了 这个价格 要比屠龙刀系列的武器低 但又比极品怒斩等高 秦横欣喜地同意了 而因为这货进来买了他许多东西 又是一个行会的 秦横还给他打了一个折 十一亿华币卖给了他 处理完这个 秦横自己再次单独刷怪去了 剑天涯浪子三人走了 战十五跟启明困男户等人提议到 不考虑一下 买他们一个麻痹戒指吗 话落 众人都无语地看着他 那眼神有点像看白痴 我说错什么了 战十五挠挠头 劫砸手术师兄弟 你没看见他们自己有用吗 双麻痹之下 要么他麻痹 要么他麻痹 这么好用的麻痹 你觉得他们会出售 战十五 我日 还真是 这麻痹得太狠了 另外一边 江系雷老虎等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好打地藏王 不过 江系雷老虎有个麻痹戒指在 又有传送戒指 再用了秦横的方法 让众人把好装备集中给他 这领他攻速也达到了每秒十三发的程度 跟地藏王硬钢 快没血了 就传送走人 来回几次后 他终于麻痹住了对方 而这个时候 早已躺在旁边地上的一类青长城 立马将其他人传送进场 一顿尸毒狂殴 每个人都带着邪恶卫士等宠物 这狂殴起来 还是很猛的 等地藏王恢复过来后 其他人直接随机跑路 就这么来来回回打了几趟后 就把地藏王打爆了 叮铃一声 地上爆出了一把以天剑 瞬间令众人惊喜不已 杀怪的热情继续高涨 这就是有麻痹戒指 传送 记忆套的好处了 一堆神器戒指结合起来 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功效 没有麻痹戒指 起名困难户等人 给地藏王狮毒都做不到 这家伙会烦隐身 隐身戒指等于彻底失去了功效 作为神界 失去功效的隐身戒指 确实挺尴尬 就是不知道国战地图中的 BOSS隐身戒指有没有效果了 对于这个问题 秦恒其实不太关注了 毕竟 只要他攻速跟BOSS差不多 总能有机会麻痹住对方 就能给道士 创造狮毒的机会 所以 隐身戒指 目前对于他来说 作用已经不大了 即便如此 他也不会卖 这玩意 游戏中快没用了 可现实中还有用啊 进化 隐身 隐藏自己修为 那都是杠杠的 绝对是个好东西 就是不知道 这玩意 对于大佬级别的 还能管用吗 秦恒不清楚 他也不敢去世 这也是他为毛 一直归缩在风月城 不敢去北极圣地 蓬莱仙岛等乱逛的原因 就是怕大佬太多 到时候有个什么事 难搞 转眼过了两天 一道白光升起 天涯浪子再次升级了 天涯浪子 66级 经验值 6666-27亿 晋升67级的经验 已经提升到了27亿了 几个小时后 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相继升级到了67级 在这两天里 秦恒一直在刷怪 也没下线 能换的装备 没打出来 但抱了一个防御戒指 和一个神力戒指 两个都是普通的 也可以了 拿去升级不错 还有就是 他再次抱了一把普通的霸者之刃 令他惊讶的是 再次被深海龙鱼买走了 不但是这把霸者之刃 就是他打出来的其他好东西 去普通制约装备等 同样被对方一股脑地打包走了 这令秦恒很怀疑 这会后面是不是有个什么团队 但他也没多想 都是一个行会的 就算将来他另立山头 只要对方不针对自己 自己就不去动他 而这两天中 秦恒始终没有下线 这令众人都开始担心他 各种劝说的声音不断烦他 让他赶紧带着嫂子下线 别熬了 秦恒硬撑了到了现在 结果小不点再次私聊了过来 天涯哥 你看下线休息啊 别为了充70级熬坏了身体 你 你再不下线休息 我 我也不下线了 声音带着哭腔 显然他是真怕天涯浪子 一不小心猝死了 秦恒顿石头大如牛 他总不能对小不点说 自己是仙人 不用下线吧 想了想 他只能虚心道 你放心 我这边用的是顶级虚拟舱 可以将人的精神调节好 连续玩个七天 三天三夜都没事 秦恒原本想说七天 但感觉有点不妥 临时又改口了 真的 小不点表示怀疑 不信 你可以去游戏公司问 秦恒直接将锅甩给了游戏公司 这点小问题 应该难不倒他们 反正有人擦屁股 秦恒表示不慌 接下来 启明困难户和新业的伤感等人劝他时 他都如此回答 操 顶级虚拟游戏舱 我特么怎么不知道 听到消息的启明困难户 瞬间就发飙了 立马心冲冲地下线 去网上咨询客服去了 同时去咨询的 还有无畏孤独狼等人 大家都是土豪 有这种牛逼的虚拟舱 当然要搞一个了 在线时间就比别人强了几倍啊 时间长 就更有时间打装备 升级了 谁不想要 很快 传奇客服中心 就收到了一群大老爷们 询问顶级虚拟舱的事 这直接给客服们问猛逼了 他们哪里知道 有这种好东西 但又不好直接说没有 只是说帮忙反馈问问 事情很快就传到了 游戏公司老板陈总耳中 陈总都听猛逼了 还有这东西 我特么怎么不知道 他们从哪厅来的消息 查查 看看是哪个王八蛋 在造谣声势 我要给他封号 叼着烟的陈总 气急败坏地问旁边的程序员主管 呃 是 是天涯浪子 程序员主管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天涯浪子 愤怒的陈总瞬间僵住 嘴巴张大 嘴里的烟直接掉了下来 落到了地上 我日 陈总一脚将地上的烟采灭 重新点了一根 猛吸一口 他在考虑天涯浪子 哦 不 神舟这么说的用意 过了好一会 他才问道 天 天涯浪子 为何说这种话 因为他 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练及时间过长 所以引起了别人的怀疑 所以 他就说 自己用的顶级虚拟舱 这点 程序员主管倒是查清楚了 这样啊 陈总瞬间弹痛起来了 显然 天涯浪子 不 是神舟把擦屁股的事情丢给他了 莫非神舟真有那种顶级技术 猛吸两口 陈总走进了小黑屋里 很快 他就黑着脸出来了 神舟并没有那种技术 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事 这就有点操弹了 关键他还没法反抗 只能召集程序员主管等人商量办法 不久之后 启明困难户等人在去询问时 终于得到了回应 确实有这种顶级虚拟舱 但还在实验阶段 而且有很大后遗症 长时间熬着上网的话 给休息一段时间 否则就会受不了 后遗症 休息一段时间 启明困难户和心业的伤感等人 听得都有点猛逼 瞬间想到了天涯浪子三人 时不时诡异地消失一段时间 莫非这段时间就是在休养身体 这极有可能啊 因为平时天涯浪子三人的上线时间 确实很长的 有人专门统计过他们的上网时间 一般都是 每天最多休息一两个小时 很多时候 甚至只休息半个多小时 这等于整天都在啊 是不是就是长期的熬 所以过一段时间 就要好好休养一阵 所有人都肯定了这个回答 我日 我们也搞这种游戏仓吗 新夜的伤感询问 无畏孤独狼 搞毛 别搞出毛病来 别看浪子哥他们 似乎整天都在 还不是要好好休息 痛苦先生 是啊 他们是提前使用时间 那还不如正常玩 要我隔二十天一个月 不上网玩传奇 不得疯啊 海阔平于月八十九 别说二十天不上网 一天不上 都行痒痒 这种游戏仓 不用也罢 疯狂默 嘿嘿 没错 一天不上都受不了 还二十天 拉倒吧 众人一阵议论纷纷厚 没有人想再去买 那个顶级虚拟仓了 休养一段时间 实在太坑了 就连小不点听到后 都无语 只能叮嘱秦恒 天涯哥 你们这么提前消费时间 对身体不好吧 还不如正常的晚安啊 啥提前消费时间 秦恒听得也有点猛逼 你不用骗我了 我都问过了 客服说 你们用的顶级虚拟仓 可以令在线时间延长点 但长期使用 会令身体受不了 所以你们隔一段时间 就休养一阵 秦恒 好吧 这游戏公司确实牛逼 这都能想出来 那 既然你知道了 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身体 安抚完了小不点 秦恒终于安心打怪了 既然游戏公司 给他找了个这么好的理由 不好好利用 都对不起他们 不知道真有人 想要这种顶级虚拟仓的话 游戏公司会如何应对 秦恒闪过这个念头 但马上就不去想了 这不是他头痛的事 一天后 正当秦恒 努力刷怪炼击时 一则爆炸性的新闻 在官方论坛刷屏了 这是一个叫 Q必落黄泉Q的玩家发的帖子 牛逼 神水洗炼精灵头盔 可以洗出超属性 帖子里讲述了 他昨天买公宿神秘腰带 结果被人骗了 是个垃圾神秘腰带 无奈的他 只好从仓库里 翻出以前的神水来洗 不过 找神水时 他看到仓库里的精灵头盔 感觉这玩意太占地方了 就准备把它给丢了 只不过 这精灵头盔实在太漂亮了 这令他再次戴上 准备做个最后的流影 就扔了 戴上 流影完 他忙着用神水解除 神秘腰带的诅咒 也暂时没丢掉 结果 当他使用神水时 系统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询问他是对神秘腰带使用 还是对精灵头盔使用 好奇的他 选择了对精灵头盔使用 结果 他得到了一个 攻击0-5 防御0-3的精灵头盔 整个帖子 除了文字解说 还有视频 毕竟现在所有玩家 基本都是开着视频玩游戏的 就是想记录一些特殊的瞬间 比如打个普通怪 掉落了个什么超级品啊 这种帖子 加视频的话 点击率会非常高的 无数普通玩家 都会想着参考对比一下的 Q 避落黄泉Q的帖子一发出来 整个游戏界都震动了 精灵头盔竟然能用神水 洗出超级属性 这绝对是个大新闻啊 现如今 许多普通玩家戴的头盔 还只是普通的 倒是头盔和骷髅头盔 有钱的 可以戴极品的 或者记忆头盔 再有钱的 就上黑铁头盔了 可这黑铁头盔 现在都还贵得要死啊 普通的足马套手势 一般在几千块华币一个了 可这黑铁头盔 它却在天价上面 二十万华币一个 比现在的三神兵 都特妙贵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不是他太洗手 而是他是传承圣战头盔的 主要材料啊 传承分两次 初次传承 还有精炼传承 像精炼传承成功 起码也要消耗 最少十多个黑铁头盔 所以 黑铁头盔的价格 一直都很高 其实 刚出传承装备时 黑铁头盔的价格 一度涨价到了一百万华币 后来还是出了苍越岛后 价格才一路慢慢降价下来 等幻境 还有现在的沙巴克藏宝阁一开 黑铁头盔的暴率 再次增加 即便如此 他的价格也在三十万华币左右 综合起来 就算是小康玩家 都用不起黑铁头盔了 最多戴个极品记忆头盔 可是记忆头盔 没有隐藏属性啊 这令不少人戴极品的 什么青铜头盔 魔法头盔 或者祈祷头盔 总之 什么头盔极品戴什么 因此 一个攻击0-5 还加防御3的精灵头盔 绝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装备 加上精灵头盔 40级就能戴 因此 市场反应瞬间剧烈动荡起来 商人们闻风而动 神水和精灵头盔 瞬间疯狂暴涨 此前的神水并不贵 原因嘛 因为神秘装备 没有隐藏属性 又老特么的时不时诅咒 再加上现在的握马名牌 装备便宜了 几百块一个 一套下来 也就一两千块搞定 好歹握马装备 还加点隐藏属性呢 就算次一点的各种极品 如什么攻二大手镯之类 都要比攻二神秘手镯值钱多了 出现这种原因就是神秘装备 还看不到属性 想买个超级品的 还得找客服人员担保 那就需要手续费 而一般的小级品 找客服人员担保 也太划不来了 最终 种种原因之下 令神秘装备的价格 比起同属性的普通装备 都要差了一大截 比如攻二大手镯 能卖二十万金币的话 攻二的神秘手镯 就只能卖十五万金币 甚至更少 这都是害怕上当受骗 因此 神秘装备早已烂打街了 除了好的腰带 或者确实超级品神秘装备 其他一般的小级品 很难卖得动 牵扯之下 神水的价格 自然一落千丈 从当初的百万金币一瓶 直接掉落到了十万金币一瓶 都不太好卖 幸好市场也经常有人喊话收购 才将这玩意的价格 维持在了十万金币 否则估计价格更低 而精灵头盔呢 价格一直维持在五万金币以内 本来是个没用的东西 但是一直有人收购 许多人以为会是个好货 仔细研究精灵头盔 也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 自然就不会去买 能买的只有商人 但商人跟风买 也不会太多 能买个几千个 上万个的都是牛逼的 所以呢 无论神水还是精灵头盔 目前都是白菜价格 现在 突然爆出神水能洗出超级精灵头盔 这价格瞬间就涨疯了 一个公五 防三的头盔 怎么低也价值五千块以上啊 因此 神水和精灵头盔 瞬间被商人们 喊话到了百万金币一件 价格还在猛涨 当秦衡得知这个消息时 神水和精灵头盔的价格 已经突破了三百万金币了 天涯各 发了 发财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手 小不点兴奋的声音传来 什么时候出手 秦衡沉思起来 从精灵头盔一出现 他就开始让小不点他们收集 收购了大半年 到目前为止 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个了 特别是 当他确定精灵头盔 可以用神水洗炼后 他更是让小不点提高了价格 收购这两样东西 刚好小不点 他们的小号仓库 已经将金矿啊 爱情戒指 黑铁矿等卖光了 就是全力吃进精灵头盔和神水 因此收了很多很多 估计最少也得几百万个 还是千万个 这个量是真不少了 而想甩货 当然不能在最高点卖 否则量能这么大 谁接盘啊 价格太高 谁也不傻 不会接太多 只能价格不是太高时接盘 还能转手一下 最后坑了谁 真不好说 而这两样东西 最后的价格会到多少呢 以那个公武的精灵头盔来算 五千块的话 那么神水和普通精灵头盔 涨到各自一千块华币 就是两千华币 这还有赚 可实际上 明白怎么洗练的情衡清楚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洗练出 公武的精灵头盔来 有可能出现 公二 公三这种 那么 价格就会大打折扣 这么一来 神水和精灵头盔的价格 就值不了那个价格 再说 什么东西突然多起来 这价格都会暴跌 原先公武头盔能值五千块 等一多起来 估计它就值几百块了 压价很啊 现在涨价到了三百万金币一个了 而目前的金币价格 再次跌回到了一比一点五的阶段 相当于四百五十块华币 两个加起来 材料费都要九百块了 出手 秦衡当机立断 不再等待 让小不点他们赶紧去卖了 结果 市场太疯狂了 就这么一会 价格都被商人们 喊到了四百万金币了 让小浩继续往上喊话收购 抬价 谁不会啊 秦衡继续下令 很快 文武圈菜全服喊话 大量收购神水和精灵头盔 每个六百万金币 有多少要多少 星辰落子全服喊话 六百五十万金币一个 大量收购神水和精灵头盔 多多云全服喊话 七百万金币 无限收神水和精灵头盔 别怕哥没钱 就怕你没货 风向右吹全服喊话 一堆小浩疯狂喊话 直接将神水和精灵头盔 喊到一千万金币一瓶了 反正喊话又不一定要买 就是造势 加上一大堆真正享受的商人 闹哄哄的疯狂喊话收购 整个服务器所有人都被惊到了 商人们发现三百四百五百万金币的货源 那都是大量吃吃吃 就连不少大势力也参与了其中 比如江系雷老虎 一类青长城 泰班下化线胡椒饼 换魔中吉等人 只不过 他们这次很谨慎 只吃三百金币左右的货源 高了的就不吃 兄弟们 又赚就跑 这东西都是虚高 冯西瓜适时提醒 其实不用他说 这些富二代背后 都有家族实力参与其中 其中精明的商人多的是 他们自然会计算其中的利与弊 买到高价的 只有那些跟风的小商人 或者有钱的爆发富 还有许多散人跟风 享老一比 毕竟 市场有人高价收 也有人全服喊化卖 这些人一比较 感觉买回来 转手就能赚啊 于是 许多人在市场狂热的气氛中 纷纷出手 这就是跟风了 买涨不买跌 从来都是大部分散人的心理 最后能赚到大钱的 只有提前埋伏进入的 才能吃到大肉 或者庄家 而秦衡无疑 就是最大的庄家了 这一波 将再次赚疯了 第461章 变幻莫测的市场 秦衡的危机感 神水和精灵头盔 涨疯了 顺带着做任务的金矿 也涨了一波 因为只有做那个任务 才能出精灵头盔 秦衡没有金矿了 也不会再提前去吃了 太累了 再说 这次金矿涨价 也没有大范围的波动 只是抢拉了50%左右 估计也是昙花一现 很快压下去了 再说 秦衡也不是什么经济专家 这些东西没考虑进去 也正常 正如幽灵手套似的 当初 跌到40万金币一个的时候 秦衡也没想过 他将来还会翻盘 还会暴涨到 5000万金币一个 这东西 真的考虑不过来 他只能做好 眼前自己能把握的 由于市场太狂热了 小不点他们甩货 非常顺利 500万金币以下 真的是大量的随便甩 但几个小时后 市场再次出现了波动 原因很简单 有人买回去洗精灵头盔 结果 竟然洗出只有 公衣的精灵头盔来 这真的是赔大了 一个公积衣的精灵头盔 最多卖二三十块华币 可材料就花了一千多啊 这简直就是血盔 吃亏了的人 立马跑到网上去发帖子 说 神水洗精灵头盔有风险 很坑 但这个帖子发出来后 却有更多的帖子发出来 说自己洗练出了 公六 磨六等的头盔 或者公八 到八的头盔 已经卖了七千 赚了一大笔 一时之间 网上各种说啥的都有 说好的 说不好的 而游戏市场 各种喊话高价收购的人一大堆 这也迷惑着市场 加上小不点 他们甩货的价格不高 三百万金币 到五百万金币之内都会卖 甚至有人特大量收购 压到两百五十多万金币 一样甩 反正成本一万金币 到五万金币之内买的 平均也就是三万金币左右一个 这成本 简直低得可怕 别说两百多万金币 一百万甩也是大赚特赚啊 疯狂地甩货了一个小时候 市场极品精灵头盔的价格 更加剧烈波动 因为许多人洗炼出来后 急于出手 就会压低点价格卖 当然 也有自己买来 洗炼给自己用的 但更多的是拿来卖的 这价格互相挤压之下 材料价格很快扛不住了 再往下垫 而导致价格下降的主要因素 还是随机性太高了 许多人买了 洗炼完 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这导致材料价格急速下跌 小不点 他们都压到了两百万金币甩了 许多进场接盘了的商人 大势力等 纷纷傻眼 以为这波又亏死了 特别是一类清长城 泰班下化线胡椒饼 换魔中级等人 简直就要骂娘 他们三百万金币吃尽的 竟然还能亏 眼见不行了 只好含泪往下压火 别人卖二百万金币 他们就卖一百九十万金币 总之 看谁跑得快 就在秦横以为 这波行情就这样了 会一路下跌时 剧情又有了极大的反转 官方论坛上 突然出现了一些帖子 说自己一发入魂 洗炼出超级东西的 蔡姑娘的小魔过 哈哈 洗炼出工时 防时 魔防时 攻速一的头盔来 有图有真相 卖了一百万块滑便 这货还出具了交易记录 风霄摇探 草草草 一发入魂 出兽工十一 防九 魔防九 攻速一的精灵头盔 日落Q 哈哈 一次搞了个魔法十二 防御九 魔防九 攻速一的精灵头盔 爽爽爽 不磨剑 直接上图 要的联系 克服担保 而最牛逼的 是一个叫都市漫游人的玩家 一发洗炼功魔道十五 防 魔防十二 攻速二的精灵头盔 嘎嘎嘎 看图 要的代价 穷逼滚蛋 除了这几个超级品 还有更多什么公武 攻速一的精灵头盔等 精灵头盔竟然能洗炼出加攻速的超级品头盔来 这个消息再次震动全幅 就连秦恒听到这个消息 都有点猛逼 这玩意还能洗炼出这么好的精灵头盔来 这也太变态了吧 天涯哥 我们还卖吗 酒精沙场的小不点 都有点看不懂市场了 先等等 别急 这次 秦恒没再让小不点抛售 前面 他以为精灵头盔 最多只能洗炼出 价值几千块的东西来 被压价一下 最多卖个一两千 那材料就很难继续涨价起来 可现在特么的 能洗炼出十多万的东西来啊 特别是那个攻速加二的攻膜到十五的头盔 这价值都得千万华币起步了 无论何种装备 只要涉及到攻速 价格都会暴涨 普通的黑铁头盔 价值三十万华币 加一点攻速 立马就能飙升到上百万都不止 这就起攻速装备的逆天性 而现在 玩家买材料洗炼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千万华币的东西 即便几率很低 可它是有机率的 彩票这东西 中奖率更低 一样大把人买 更何况这玩意 所以 现在这东西 已经成了一种博弈的材料 这会产生很多的赌徒 谁不想一发入魂 直接报复 拥有这种心理的人 绝对数不胜数 这些赌徒的口号一般都是 要么直上天台 要么会所嫩魔 这个世界 从来都不缺疯狂的赌徒 在这个游戏里 他也是一样 瞬间想明白后 秦恒立刻下令 吃尽 350万金币以下的 有多少吃多少 前面小不点他们的平均价格 应该在400万金币左右卖的 现在350金币吃回来 也是有赚的 小不点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疯狂地扫荡市场 350万金币以下的货源 而反应过来的不止他们 还有其他人 全都在默默吃尽 反正有人两三百万卖 就有人吃 一类清长城等人同样在吃尽 毕竟家族里养的商人 可不是吃干饭的 只不过 他们想起此前赔本卖 简直就要郁闷地吐血 但没办法 市场变化实在太快了 仅仅几个小时后 这材料的价格 已经暴涨到了 真2000万金币一个 许多人没有游戏币 直接都上华币购买 出手 到了这个时候 秦恒终于下令开卖 2000万金币一个的材料 两个就是4000万金币 相当于华币6000块了 6000块洗练一次 赌徒再狂热 可如果洗练的没钱了 他也赌不下去 所以 这材料价格 到了这个份上 可以甩了 虽说他可能还会冲到 更高的价格什么的 但价格见顶后 想甩卖就难了 特别是对于秦恒这种庄家 总不能自己到时候 也高价卖散的 零零散散地卖吧 那要卖到什么时候 而当一些赌徒 一直不出好货时 估计耐心和信心都会崩溃 到那时候 少了这些疯狂的玩家 根本就不可能支撑起 这些材料的价格来了 小不点 他们再次行动了起来 疯狂地甩甩甩 反正市场还处在狂热之中 材料价格还在继续涨 2000多万金币左右一个甩卖 还是非常快的 两天后 神水和精灵头盔的价格 暂时稳定在了3000万金币 最高冲到了3500万 随后又回落到了3000万的价格 这个就是顶部价格了 商人们卖 都是卖这个价格 而想大量地在这个价格甩卖 根本没什么人会去接盘了 谁也不傻 击鼓传花的把戏 总有一天会往下跌的 小不点 他们经过两天的紧张甩卖 神水已经卖完了 那玩意可以叠加9999平 甩起来非常的快 精灵头盔 甩了几天了 还是没甩完 但也剩下不多了 原本小不点还想着留着 慢慢地在这个最高价格出售 可是在秦恒的建议下 最终花了半天时间 将剩下的全部甩完 又是一个小时候 一道白光升起 天涯浪子再次升级了 天涯浪子 67级 经验值 8888至30亿 晋升68级的经验 已经提升到了30亿了 好在现在沙巴克藏宝阁双倍经验 升级贼快 还差三级就能转升了 国战地图 到底是什么呢 这时 小不点兴奋的声音传了过来 天涯哥 这次的收获统计出来了 你回来一趟 哦 搞了多少 秦恒回到土城安全区 激动地问着眼前的小不点 华币450亿左右 游戏币100万亿金币 相当于600亿华币左右 这么多 秦恒都听呆了 这是他囤货以来 收获最大的一次了 以前的黑铁矿 金矿等 都没有这个效果 最多的一次 也就一两百亿华币 可这次竟然有600亿华币 小不点 他们吃了有这么多货吗 哈哈 天涯哥 你别忘了 我们这是赚了两波的钱 我们之前四五百万卖了一波 两三百万又接回来 这价格炒得又高 况且 精灵头盔和神水 绝大部分都是在我们手上 你想想有多少吧 说的也是啊 秦恒点点头 神水一开始 只有暗电路 暗电机 暗电到草人 和真卧马叫主这种怪物爆 可改版几次后 打小怪都有几率爆 又几乎没有人用 那还不是全集中在了小不点手上 精灵头盔 则从做任务以来 小不点 他们就一直在收 任务可是能反反复复做的 这其中的产出 每天都很多 加上价格两千多万金币一个 做了两波 这确实猛了 好 全力收购金币 收到一笔三就停下 对了 大家都辛苦了 除了正常的用金 每人再额外发放一千万华币的奖励 你自己拿上五一华币吧 秦恒立刻下列 有了钱 自然要把这些钱 化为实力了 马上就要国战了 增强点实力 才是正事 再说 外界也需要它不断提升 而给众人发奖金 秦恒也大方得很 这几天 众人一直熬夜甩货 也是蛮辛苦的 这波奖励发放下去 也就是二十多亿华币 但却可以牢牢拉拢住人心啊 秦恒自己目前又不能清零华国 小不点这个团队 是需要好好培养感情的 啊 天涯哥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 听说秦恒要奖励他五亿华币 小不点立马拒绝 让你拿就拿着 我现在赚钱快着呢 来 这些装备都拿去卖了吧 天涯浪子 开始跟小不点交易 放上了不少赤月装备 新衣服 怒斩等 好吧 谢谢天涯哥 小不点则放上了两百多万亿金币 这里有刚刚卖神水精灵头盔赚来的 也有这几天帮天涯哥卖装备 和收金币换来的 两人一番交易后 秦恒继续刷怪去了 而小不点则在原地计算着 要发多少奖金下去 要不要扣出一些奖金为天涯哥省点钱呢 这个念头一起 小不点心中砰砰乱跳 一千万华币每人 确实太多了 他最近有学习过管理书 对于如何管理团队等都有着全新的认知 给下面的人吃得太饱 并不是好事 这很容易导致他们膨胀 继而离开团队 自己单干 不过 天涯哥的生意 别人能模仿吗 好像模仿不来 这些人最多就是不干了 去做别的 但要说做游戏装备生意 真不如替天涯哥打工 算了 既然天涯哥给了 就发了吧 毕竟 这份买卖装备的业务不难 真有人不干了 随时都能招到人 孤儿院里 还有许多人想进来 自己没要呢 只是 上次竟然有人要来袭击自己 若不是被人提前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要不 跟天涯哥提一下 让他以后生意 别做那些坑人的事 只是 有钱不赚 这也不好吧 算了算了 做好自己的吧 天涯哥要分我五亿 这五亿自己不拿就是了 反正以前分的还多着呢 帮他都换上游戏币 他也不知道 心中百感交集 小不点沉默了会 私聊深海龙鱼 交易装备去了 其实他一直好奇 为何天涯哥自己不搞个银行账号 非要自己全权管理 以前提过一次 天涯哥说 相信他 这就够了 掌管上千亿华币 在他这个年龄 确实有点压力 这也是他努力学习金融管理的一个原因 还有 他有个想法 那就是 这游戏估计不可能一辈子 自己现在多学点东西 将来游戏倒闭了 或许自己可以为天涯哥开家公司什么的 秦衡哪里想到 小不点还有这种想法 反正他目前的动力 就是不断刷刷刷冠 争取早点进入国战地图 熬得一声惨叫 暗知赤约恶魔 再次被秦衡打爆 一道深红色的装备冲天而起 压下了其他所有光芒 出货了 秦衡激动的定睛一看 以天剑 法神手镯 天师长袍 红魔项链 战 裁决之杖 不错 终于又出了一把以天剑了 这屠龙刀系列的武器 太难爆了 即便现在加上了沙巴克藏宝阁 这爆率也没增加多少 估计各职业的每月最多 也就增加个两三把的样子 这种爆率也导致了每个手握屠龙刀 试魂法杖的玩家 都成了所有玩家围观的对象 有的人在一线土城安全区蹲一天 也不一定能看到一个手拿屠龙的 主要是大佬们都在沙巴克藏宝阁打怪呢 买药水 行会商店里 目前万年雪霜 已经改版成了无限购买的 大佬们都是直接吃万年雪霜 谁还会买强效精创药 灵的一声 将东西都收了起来 他激动地打开包裹查看起来 瞬间眼睛一亮 以天剑 攻击10-30 倒数5-23 魔法0-5 重量30 持久30-30 准确加5 幸运加2 强度加2 攻速加1 超级平以天剑 可以啊 攻击和魔法都增加了5点 而倒数则加了8点 还加了2点幸运 2点强度 和1点攻速 从幻境时层开放以来 秦横这是打的第5把以天剑 卖了3把 天涯浪子用一把 还有一把他留着了 这种夹到树高的顶级武器 先留一手再说 甚至他想给明月他们都留一把 备用 秦横拿出了一堆 一级的神灵祝福卷轴 给以天剑搞了上去 很快攻击 魔法 倒数等全部搞完 就剩下攻速的搞不上去了 因为 攻速要最少加9的神灵祝福卷轴 到了这个地步 秦横直接拿出了一张 10级的神灵祝福卷轴出来 祝福 果然 出来的就是攻速了 随后 他再拿出了一堆9级的来 将1级的全部替换掉 这么做 自然是为了省一张9级的神灵祝福卷轴了 以前他 直接拿出9级的就往上对 对完了 又用10级的换9级的攻速选项 这就浪费一张9级的了 现在他想给自己三个号 累积三套最顶级装备 还得给七个老婆 累积同样三套 装备有了 还得加上顶级神灵祝福卷轴 那么这个攻程量是十分巨大的 神灵祝福卷轴就会很紧张 不够用 因此 他才想到这个办法 能省就省 其他装备也是如此 只要先用一级的覆盖完了 剩下的就好随便更换了 做完这一切 秦衡又拿出了两张强化加6的卷轴出来 给这把以天剑强化上 一切搞定 再看这把以天剑 就成了一个大变态了 以天剑 攻击10-42 倒数5-35 魔法0-17 重量30 持久30-30 准确加5 幸运加2 强度加2 攻速加1 隐藏属性 攻速加7 倒数技能增加50% 真牛逼 看着这个属性 秦衡心满意足的点点头 太变态了 换上这把极品以天剑后 天涯浪子的实力 自然大大提高了不少 继续刷罐 同时 他还得时不时地 帮起名困难户他们 打地藏王 没办法 他们没有麻痹戒指啊 又过了小半天后 突然 行会里传来了起名困难户兴奋的怒吼声 哈哈 草草草 麻痹戒指 麻痹戒指 终于爆出来了 嘎嘎嘎 新夜的伤感 我丢 终于出来了 真不容易 无畏孤独狼 嘿嘿 可不是吗 特么的 行会里传来大佬们欢天喜地的欢呼声 秦衡也露出了笑容 打出来也好 省得他两头跑 这几天帮起名困难户他们打 他除了捡了几个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升星神石和转身证明 其他都没有 因为他用不上 就不好意思要装备了 还耽误时间 不帮忙又不好 所以现在听到对方爆出来了 他也是高兴的 天涯浪子 哈哈 恭喜恭喜 什么怪报的 万年树腰报的 可么的 我都死了七八次 才耗死这玩意 话说 我热哦 你们速度怎么这么快 我刚看见麻痹戒指名字 就被狼哥捡了 草 深海龙鱼骂骂咧咧 嘿嘿 我这手速女的都怕 又何况捡个麻痹戒指 无畏孤独狼得意地笑了起来 发现沙巴克藏宝阁中 无畏孤独狼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草 还是个超级品麻痹戒指啊 攻击0-7 魔法0-6 倒数0-6 防御0-5 魔防0-5 攻速加1 独物躲避 加60% 嘎嘎嘎 狂笑声中 他把装备属性发了出去 众人看完 全都是一片恭喜声 随后 这个戒指的归属 又成了问题 目前 最昂贵的神剑 就是传送和麻痹戒指 传送戒指 无论是用来赶路 还是用来PK 或者打宝 都十分给力 而麻痹戒指 用来打BOSS 更是犀利 随着传奇游戏的不断更新版本 后面的老怪 自然越来越厉害 这麻痹戒指的价值 更加无法估量 目前 市面上 这两个神剑 别人开出来的价格 都在百亿华币 但华国全服 也没几个麻痹戒指 和传送戒指 谁又会卖呢 那现在这个麻痹戒指给谁 百亿价格 在座的虽然有钱 但也太贵了 商议一阵后 众人决定 这就是联盟共同的神剑 反正打宝主力都在一起 那么这个戒指就不用分了 属于联盟共有物品 当然 持有人 可以是联盟中的大佬们 轮流持有 比如 每人拿着装逼一天 换着来 但无论在谁手上丢失了的话 必须赔偿出相应的价钱来 商量好后 无畏孤独狼暂时戴上了 有了麻痹戒指 众人刷BOSS的速度 果然大大提升 而为了提升麻痹效率 众人也干脆将最好的攻速装备 集中在了无畏孤独狼身上 这么一来 这获得攻速 也达到了每秒13发的程度 麻痹BOSS的几率大大提高 这就是集合了众人最好的装备结果了 而秦衡目前三个号的装备 集中一起的话 也就是每秒17发多 听到行会里 无畏孤独狼兴奋地说着自己每秒13发后 秦衡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他目前三个号都正常穿戴的话 天涯明月和端木黯然 都是每秒已经达到了15发 天涯浪子 换上新一天剑后 也达到了14发 而别人装备集合在一起 也能达到每秒13发 江系雷老虎和启明困男虎 他们都能堆积出一个 这种顶级攻速玩家出来 那么就相当于 有两个跟他的豪差不多的顶级豪了 按道理来说 他自己额外官职加了很多 又有麻法守护称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还是别人打的 BOSS多 他是能前期打得多 可是当他在外界晋升时 别人就一直刷了 加上这帮人都经常搞超级BOSS 这三攻速三的装备就多了 这几天 或许是沙巴克藏宝阁的 攻速装备出的多 他们各自打BOSS 还搞到了几件攻速四的装备 比如 启明困男虎身上 就有一个攻速加四的圣战头盔 集中在一起的话 差别就不是很大了 毕竟 秦衡三个号 攻速三的装备都没几件 每个号也就两三件的样子 攻速四的 只有一个狂风手拙 这种人品运气的问题 秦衡也没办法 毕竟他是一个人的运气 别人是一大帮人打 除了沙巴克藏宝阁 赤月峡谷 苍月岛 幻境 别人都在刷啊 这出极品的概率 比他高多了 毕竟打得多 就爆得多 秦衡倒不是担心 启明困男虎和江系雷老虎他们 而是担心国外 国内的两大势力 被他压了这么久 都能堆出两个攻速十三发的来 那么 国外没有变态压制 就能尽情刷怪了 这又会堆出几个十三发 甚至十四发的变态来呢 这个真不好说了 不要太多 有个五六个 就够他头痛 想到这里 秦衡再次私聊小不点 金币无限吃尽 速度再快点 可以吃到一比三点五再停下来 华币 对于他来说 就是换取金币的 目前一个国王官职 需要一千万亿金币来提升 他目前有六百多万亿金币了 还差整整四百万亿金币 就能提升一个人的官职 而只要提升一次 他的攻速 就能最少增加两点 这对于他的诱惑力不小 天涯阁既然下令 小不点自然全力扫荡 排除小号 联系所有市面上的商人 收购金币 官方交易网上 只要是比例在一比三点五范围内的 统统扫光 这种大规模的扫货 自然引起了金币大涨 很快 金币就到了一比三了 而小不点还在吃尽 金币高歌猛进 影响是很大的 许多在前面感觉挖矿没前途的矿工们 又重新拿起了贺嘴锄 纷纷冲进了矿洞 拼命挖起矿来 而最郁闷的 估计还是一类秦长城了 当初金币暴跌 他亏本一比一点五 就给卖光了 现在金币回到一比三 还在涨 他人都快麻了 第462章68集 晋升国王 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小不点替秦衡疯狂扫获了几百万亿金币 将金币的价格 都提升到一比三点五去了 金币这么高涨 自然吸引了无数人冲进去挖矿 刚好高品质金矿也涨了 黑铁矿又能卖钱 这一天下来 运气一般般的 赚个一百多华币都没问题 运气好点的呢 能赚好几百 这种高回报收益 能不令人疯狂 要知道 不挖矿的情况下 许多人连收支平衡都很难维持的 别看秦衡打个BOSS爆出 一大堆值钱的好东西 极品超极品一堆堆的 可这是建立在顶级BOSS身上 而绝大部分的普通玩家 根本摸不着这些老怪 有的连剑都没见过 平时能在炼击地图 遇见个狮王 邪恶前虫 握马护卫 变态足马怪物 白野猪都足够令他们心潮澎湃了 加上目前这些低等地方的暴率 水的一笔 打半天 都不见得能报个握马名牌 在这种环境下 他们又怎么能靠打装备赚钱 当然 其中有运气好的 打小怪出家公诉的超级品 可这种概率 一万个人中 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 网上很多 别人打小怪报了超级品的帖子 可轮到自己就难报了 十天半月不出一件级品 都正常啊 所以 眼见金币高涨 许多修理装备都没钱了的家伙 立刻扛着锄头 直奔矿区去了 可惜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不点狂收一气之后 就暂停了 不少趁火打劫的奸商 直接交易网站挂金币 到了一比四 一比五 小不点又不傻 自然不会去买那种了 再说 天涯各要的金币 已经够了 零的一声 小不点交易了几百万金币过去 秦恒的包裹里 金币瞬间变成了 一千零五十万亿多金币 总算凑齐了一个 一千万亿金币 给小不点交易过去 一堆装备后 秦恒继续回去 刷沙巴克藏宝格 叮咚 是否花费一千万亿金币 将官职提升到国王 是 这次 秦恒依然先选择了端木 黯然提升到国王 零的一声 包裹里被扣出了一千万亿金币 端木黯然也提升到了国王阶段 晋升完毕 秦恒欣喜地查看 眼睛猛然一亮 不错 这次国王的晋升 同样十分给力 全属性增加了三点 自然包括了攻速 幸运值 准确等 都是加了三点 这领他的官职全属性 达到了十二点了 更加令他惊喜的是 系统紧随而来的消息 叮咚 单职业晋升国王 增加五十名玩家进入神州 晋升国王 竟然增加了五十名玩家 进入神州的名额 这就牛逼了呀 这段时间 系统都没给他发布神州的任务 导致那边的人数 一直维持在二十五名 现在增加五十名 那么他相当于可以同时雇佣 呃 召唤七十五名玩家 进入神州 帮他作战 玩家五十五级 就是仙人进二重天了 六十级的话 就是仙人进三重天 这七十五名玩家 每天一召唤 风月城的战力 将极大提升 更牛逼的是 还能跟玩家进行合击呀 集合七十五名玩家的力量 会将他的实力 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今后会更加有安全保障了 不过 以后那边的消费 得降下来一些 否则太贵了 别人不一定愿意去 比如门票 原先他订的一百亿金币起拍价 现在就可以降低一些了 这才能让刺一些的土豪进场 否则太贵了 除了顶级土豪 其他人估计不舍的 而且 人数一多 顶级土豪 也不可能天天去神州啊 这就需要别人来补充 而以后 玩家会越来越多 总之 降低门票是必须的 查看完了官职系统后 刷刷刷 端木黯然对着眼前的宝格足马怪物们 一顿狂刷半月弯刀 每秒十九发 他原先集合了三人的极品公宿装 就有每秒十八发了 现在再加三点公宿 直接干到了每秒十九发 若是不加其他人的极品公宿装 他自己 则是每秒十六发了 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数字 要知道足马套玩家 也不过才每秒三发而已 估计端木黯然跑过去 把人打死了 再跑了 别人都没看清楚是谁 只能根据系统提示来判断了 端木黯然的提升 终于令秦恒松了一口气 一身战士装的端木 黯然能在每秒十六发 加上天涯明月十五发 天涯浪子十四发 打每秒十三发的玩家 优势就大了 不过 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因为离转生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内 别人又会爆出多少好东西来呢 最好还是要给天涯明月和天涯浪子 都搞到国王级别 只是 这次晋升后 他金币就只剩下五十多万亿了 还差整整九百多万亿金币 就算平均一比二的比例 去收购金币 也要差不多两千亿华币 小不点身上还有这么多华币吗 显然没有 他身上最多剩下几百亿 穷啊 穷得想娶个老婆都没钱了 更别说提升官职了 努力赚钱 修炼 娶老婆 心底古尽 秦恒继续刷冠 一天后 一道白光升起 端木黯然升级了 另外两个号 已经比他先一步 晋升到了六十八级 端木黯然 六十八级 经验值 九千九百九十九 至三十三亿 晋升六十九级的经验 已经提升到了三十三亿了 只要再过一星期多点 估计就够了 到时候 七十级 转升 进入国战地图 说到转升 这玩意 他抽空去看过 土城多了个转升 NPC 转升需要的材料 其实只要两样 转升材料和金币 一千张转升证明 可以合成一级转升证明 想进行一转 需要两张一级转升证明 加一千万金币 如此便宜的转升费用 秦恒刚看到 都有点不敢相信 仔细看了好几遍 终于确认 就是需要一千万金币 一千万金币 以目前的金价来算 也就是价值两三千块吧 不算特别贵 普通玩家一天怎么低 也能平均挖五十万金币的矿 只需要挖二十天左右就够了 问题是 那两张一级证明 一张一级转升 证明需要一千张转升证明 两张一转 需要两千张普通的 转升证明好弄吗 反正秦恒自己清理完一个 沙巴克藏宝阁 能获得五十张左右的转升证明 大boss十六小时一刷 一天能打四趟 就是两百张左右 他自己霸占五条线 也就是说 他一天能打出一千张转升证明出来 过了这么多天了 他包裹里 已经累积了一万多张转升证明了 这玩意是不缺的 当然 这也只是他不缺 普通玩家 想积累够两千张转升证明 还是很有难度的 因为秦恒自己刷的 就是最顶级的boss和最顶级的小怪 小怪都是宝格白野猪 宝格邪恶前虫 宝格卧马护卫这种 这暴力肯定杠杠的 反观其他普通玩家 给他个宝格祖马卫士 估计全夫最少有一半玩家 只能干看着 打不死 那么他们杀普通的小怪 如普通的祖马卫士 祖马弓箭手之类 这暴转升证明的几率 就很低了 虽然官方说了 任何怪物都有几率掉落 可这么多天来 从行会里玩家们反馈的情况来看 击杀那些普通小怪 如红野猪啊 普通祖马怪物啊 武功啊 僵尸啊之类 这掉落率并不高 有的人一天打不到一个 运气好的 一天也就出几个 而一番反馈过后 所有人都明白 只有越强的怪物 掉落转升证明的几率就越高 比如风魔谷的魔化怪物 就要比普通祖马怪物掉落高 赤月又更高点 再往后就是仓月 幻境和藏宝格 这种掉落率也是正常 属于玩家们能接受的范围 如今 转升证明有人喊话卖 但价格不高 只有五万金币左右一张 可惜 根本没人收购 因为七十级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实在太遥远了 且这个价格 其实很贵 因为要两千张转升证明 真的五万金币一张去收购 那得花一亿金币了 普通玩家 根本承受不了 他们最终可能就是 自己慢慢冲击到七十级 估计到那个时候 转升证明差的也不太多了 而对于土豪玩家们来说 他们一身高级装备 杀的又是高级怪 转升证明掉落的比较多 就不是那么迫切地想要了 或许只有等土豪玩家们 接近七十级的时候 他们才会根据自己 还差多少去收购吧 总之 目前的转升证明 没有市场 或许等将来大部队 到了快七十级时 会拉升价格 但秦衡已经不准备 去做这个生意了 太漫长了 而且将来的事 谁说得清楚 指不定国战地图的怪物 狂暴转升证明吗 官方设置这个数额的转升材料 估计也是考虑大多数人的感受吧 但无论如何 他已经确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国战地图 最初进入的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人数都不会太多 说白了 那就是一个精英地图 各国精英聚集的地方 当然 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普通玩家最终也会踏入国战地图 但到那个时候 精英们跟普通玩家的差距 会更加大 除此之外 以后还会有跨复战 跨复战如何打 这个官方也没说明 估计起码 也要等有人进入国战地图后吧 国战地图 第二大陆 那会是什么地图呢 秦衡猜测 最有可能是魔龙地图 可具体还得等以后进入才能知晓 终于68级了 还差两级到70级 秦衡也松了一口气 看了看 晋升六重天所需要的经验 目前250多亿 还差150亿 才能到400亿 也就是说 只要再升一级 他铁定就错过 晋升六重天的经验了 到时候 自己是先晋升六重天呢 还是先搞到70级 去国战地图看看 去国战地图的话 他又担心外面 对了 自己已经是五重天了 可以再次提升法阵啊 操 四重天就能布置防御八重天的法阵 这五重天不得防御九重天 甚至更高 那只要阵法布置好 自己就能高枕无忧了呀 之前 因为沙巴克藏宝阁的开启 把他的精力都吸引了过去 都忘记升级阵法了 其实 即便再次升级阵法 也不是说能挡住九星的攻击 他二重天布置的阵法 只是能挡住四重天攻击一会就会破碎 三重天布置的 能挡住六重天攻击一会 那么晋升到五重天 应该是挡住十重天的攻击一会 可是有十重天吗 晋衡不知道 但最少也能挡住九重天一会了 这足够他应战或者逃跑了 想到这里 晋衡激动地下线了 刚好他好几天没下线了 也该下线瞅瞅了 下线后 刚一睁开眼 晋衡就看到了在旁边打毛衣的春菊 晋衡现在每次下线都能看到 他在给小孩做衣服 似乎他已经在准备好了 做一个宝妈了 而现在 春菊的肚子也隆起了一些 比较明显了 到了这个阶段 若是普通人都不敢随意比武了 也只有晋衡他们这种 可以用能量守护宝宝的 才敢肆无忌惮的比武 瞅着春菊日渐隆起的肚子 晋衡的压力又多了一份 老婆 孩子 自己的努力啊 否则靠什么来守护他们呢 姑爷 见晋衡醒来 春菊急忙要站起来 却被晋衡扶住了 别动 姑爷 奴婢不是那些凡夫俗子 不用紧张 春菊笑迎迎道 老婆 别叫我姑爷 叫我老公 晋衡纠正 礼不能废 春菊摇头 晋衡轻轻捏了捏他的脸蛋 扶着他出去了 他纠正过春菊和夏菊他们好多次了 可是这些丫头 都不愿意喊他老公 或者夫君 他也没辙 喜刷 跟众女一番日常后 晋衡再次坐在了饭桌上 席间 晋衡提了提要升级法阵的事 傅君 材料可能不够 上次升级 已经将这边的材料消耗了很多 这段时间 虽然我们在大力购买 可是 深渊怪兽肆虐神舟 那些有材料的势力 都不太愿意出售了 我们只买到了一些 还不够上次晋升的 明月娓娓道来 听得秦衡直皱眉头 是啊 升级法阵需要材料 特别是升级这种 能抵御九重天攻击的阵法 需要的材料更是逆天 卖了风月城也凑不出来 你们可有什么办法吗 秦衡看着众女 明月和春菊几人都摇头 只有燕无双沉默 众人也都看着她 她怎么低野活了那么多年 见多识广吗 过了好一会 燕无双这缓缓开口 夫君 你要的材料都很高级 燕国皇室那边 我也不可能要到太多 毕竟现在战争阶段 况且 那边也不见得 能凑齐你所需要的材料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导到 秦衡皱眉 有 什么办法 去万年雪山或者大漠 或者东海等危险区域 估计能搞到 猎杀其他仙人 秦衡瞬间想到了这个 上次打死一个冰山邪尊 他收获了一大堆材料 晋升了一次法阵 后来打死一个六重天的人形生物 这才再次晋升了一次法阵 神州虽然存在了很久 但说白了 就是一个新手村 各种物质 自然没法跟万年雪山 那边比的 即使是冰山邪尊这样的 拥有的财富在神州 也是富可敌国呀 烟无双点头 是的 万年雪山那种地方 有许多邪恶修士 击杀他们 能获得大量材料 不行 那边太危险了 我不赞成 话落 明月立刻反对 其他人也是一脸忧色 万年雪山里 可是还有比 冰山邪尊 更加强大的角色呀 这过去击杀那些人 真的太危险了 呵呵 没事 我有复活术 秦衡黑黑笑道 对于这群不会背叛的老婆们 秦衡自然不会隐瞒太多 这种设计机密的事 他们都会烂在肚里 不会跟别人提的 复活术 众女惊讶 嗯 你们不要跟别人说 是 一顿饭匆匆吃完 秦衡决定前往万年雪山 有复活戒指 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而复活戒指的功效 系统也表明了 即便他跟众女合体被杀 他复活时 也是跟众女同时复活的 不存在只复活他一个人的情况 所以 他这次出发 是带上众女一起上路的 连有身孕的春菊都合体了 反正在秦衡脑海里 他们都四人一桌麻将 三人一桌斗地主 又不用干嘛 秦衡自然会借用到他们的力量 临走前 秦衡交代了一下 今天在神州玩的狂拽公主 让他有事就私聊自己 并且跟今天到来的玩家 都组成了队伍 这就是后背力量了 只要他打不过的 差距不是很大的 就可以拉这些玩家上了 而就在这时候 秦衡竟然意外地 接到了神州的任务 前往万年雪山西边的 玄天峰收集天地零石碎片 这 系统这是知道自己要去那边 顺便发个任务吗 无语的秦衡将任务下 发给了狂拽公主 和冯香瓜等人 这次 来的是 他们这一批娘子军 听说有任务 众女都兴奋地跳了起来 落落大方的红粉女帝 更是朝秦衡大抛媚眼 留下了一个玩家 在家里看家 其他人秦衡都准备带过去 秦衡 秦衡跟众女合体 一个传送到了万年雪山境内 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 冷冽的寒风吹来 但秦衡毫无反应 秦衡到了他这个境界 自然不惧这点寒冷 做任务要解 在烟无霜的指点下 秦衡开启了隐身魔法盾等 往西边传送了过去 秦秦秦 一顿传送后 秦衡终于看到了一座通天彻地的巨大山峰 《玄天峰?秀》 下一刻秦衡出现在了玄天峰脚下 这山峰一眼望不到顶 两边也是一望无际 又大又高 就像连接着天和地 这么大的地方 要寻找天地零石碎片 一般的修士确实难找 还好秦衡不一般 散开精神力 急速搜查起来 谁? 谁知道 精神力刚散开上百里 就惊动了一个修士 一位面目如玉的男子 冲天而起 玄乎在半空 神念之力横扫八方 寻找着暗中的仙人 秦衡一看 好家伙 红点 仙人敬物重天 红色的点 那就是敌人了 其实这么久了 秦衡也明白了系统红色点的含义 要么对他有敌意的 要么就是大奸大恶之流 小恶人之类 不招惹他的 也不会成为红点 比如 做了什么坏事 不针对他的 自然不是红点 能成为红点的 要么针对他 要么就是太邪恶了 眼前这个 显然就是邪恶之徒 何人敢来我冰魔疯撒眼 眼瞅着找不到人 那邪修大声询问 冰魔疯 这里竟然是冰魔疯 夫君 传说这里有个厉害的家伙在 正搓着麻将的烟无霜 赶紧提醒道 哦 明白了 修 下一刻 秦恒出现在了 那位邪修身后 一把掐住他脖子 不等那位邪修挣扎 修的一声 秦恒带着他消失了 修 秦恒出现在了 万年雪山的入口处 这里是无尽大山 既然冰魔疯 有厉害的存在 秦恒自然不敢 在那边动手 直接将这人 抓到了万年雪山外面 这里离魔冰封 几百万里之遥 那位再厉害 估计也感应不到这边的 啊啊啊 被掐住脖子的邪修 努力的呜呜的挣扎 同时 他惊恐地发现 这里竟然不是在 万年雪山了 而是在外界 天哪 主上也没这么厉害吧 自己身后这个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不容他多想 他已经被人捏爆了 是的 秦恒直接要把他给打死 啊啊 邪修惨叫着恢复过来 可是 瞬间 他就挨了十多万次攻击 三秒不到 直接被打爆 嘿嘿 看看收益如何 秦恒挥手 将掉落的储物戒指 和几件法器收了过来 打开戒指一看 眼睛顿时一亮 果然 里面有着不少 他所需要的材料 而与此同时 在玄天锋的顶上 一道人影眨眼 冲天而起 下一瞬 出现在了 玄天锋山脚 雪儿的魂灯灭了 究竟是谁杀了他 轰隆 无尽气息 从他身上冲天而起 仙人静八重天 第463章 超变态 逆天护身 戒指出世 万年雪山 玄天风 是最高的一座山峰 但许多年前 邪修明道子 再次驻扎 创立明教后 这里就被改名成了 兵魔风 明教教主 明道子 八重天修为 旗下拥有七重天 高手一名 六重天高手两名 五重天高手五名 其他下属 仙人静强者二十多个 还有几千武者教徒 这个实力 可以说是非常恐怖了 绝对能碾压 神州表面上的任何势力 但明教一直没有前往神州 只在万年雪山 和北极圣地中来回活动 不是说 神州有名道子害怕的东西 而是那就是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 资源比起万年雪山 来差了很多 别看万年雪山 常年积雪 可是矿产丰富啊 绝世零妖万年雪莲 也在这里产出 他们哪里 还会去神州那边转悠 浪费时间而已 况且 神州虽然是个新手村 可是从神州走出去的 牛逼人物也不少 他们也犯不着去招惹 他们一般招惹的 都是那些 路过万年雪山的修士 或者进入万年雪山 寻宝的人 从来都是别人怕他们 但现在 别人来招惹他们了 秦衡击杀了那位 五重天的明教仙人后 明道子立刻察觉到了 愤怒冲了出来 四处寻找敌人 但周围什么也没感应到 轰隆 这时 又有十多道气息 冲天而起 飞了出来 正是明教仲弟子 可惜 他们一样 没找到敌人 神念之力挨个扫过之后 明道子也没发现敌人 只好信心而归 莫非那名弟子 被路过的大能随手拍死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寻找敌人时 秦衡已经隐身回来了 有着复活戒指撑腰 秦衡的胆子大了很多 击杀完那名邪修后 直接就传送回来了 而当他看到明道子时 虽然对方是八重天 他也没跑 他就是想看看 对方能看破隐身术吗 游戏里目前的地藏王等 可以看破隐身术 那么游戏外呢 这是他很在意的一件事 当然 这一切的底气 都是来自复活戒指 如果别人能看破 他又打不过 死了就死了吧 大不了复活后 不再过来就是了 可若对方看不破隐身术 那就有意思了 结果证明 目前的隐身戒指 还没有令他失望 至少八重天的仙人看不破 秦衡的胆子就更大了 待明道子郁闷打到回府后 他盯上还在巡逻的一个名叫六星的长老 这是一个胖子 手拿大铜锤 一身盔甲 一脸横肉 看起来极为凶残 那些五重天的 秦衡暂时没动 先搞大的再说 别晓得死的太多 大的都跑了 毕竟万年雪山这么大 这帮人真的刷刷刷一顿瞬移 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找 挨到对方身边 秦衡顾忌重施 一手掐住对方脖子 一刹那便消失了 刷 那位满脸横肉的长老刚消失 明道子就出现在了 他刚才所在的地方 他刚才只是假装回府 神念一直在留意着外面 秦衡出手 瞬间产生了波动 他立马瞬移了过来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消失了 明道子脸色难看 其他弟子长老也飞了过来 四处张望 但都一无所获 正当众人寻找时 下一刻 一个弟子慌慌张张地冲了出来 教主不好了 红长老的灵魂排碎了 红长老灵魂排碎了 红长老正是刚才那位满脸横肉的长老 这就死了 若说那位五重天长老死了 明道子还能接受一下的话 那这六重天的红长老死了 这就非常恐怖了 就是他想 如此短时间内击杀红长老 也得全力以赴 莫非是北极圣地来了高手 讨伐他们来了 可是北极圣地会如此鬼鬼祟祟吗 并且 对方实力强的话 根本不需要这么阴险吧 而其他人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转眼沙板 六重天的长老转眼就死 他们岂不也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在各 不少人眼神转动 心中都在大鼓 警铃大作 全都围绕在了明道子身边 不敢乱动 似乎周围有着极度可怕的怪物 唯有在明道子身边 他们才觉得安全 何方高人 为何如此作作 可否出来 与明某一战 明道子高声喊话 声浪滚滚 传出上万里 将万里方圆的雪山怪物 全部直接震死 可惜 无人回答他 反而 刷 就在他旁边的一个六重天长老 和一个五重天长老 突然再次消失了 虽然他感应到了能量波动 但对方出手的速度太快了 一刹那 抓着两人就不见了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面面相去 脸上血色都没了 叫 教主 一个五重天长老 牙齿有点发颤 说话都不理所了 从来都是他们砍人 现在轮到自己 享受这种大恐怖的滋味 确实难受 别慌 稳住 有我在 明道子话音刚落 一个弟子又惊恐地飞了出来 教主 四长老和五长老的灵魂排碎了 又死了 周围剩下的长老们 再也忍不住了 互相看了一眼 刷刷刷 分散四方 直接顺移跑路 教主已经护不住他们了 留下 只能等死 你们 明道子张了张嘴 正想说什么时 却赫然看见 一个顺移到了千里之外的长老 被一股能量包裹 眨眼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长老身边 随后那个长老也消失了 这 愤怒地嘀吼一声 他没再管其他手下的跑路 现在的他 确实无力庇护那些人了 其实他也有点想跑路 但对方一直鬼鬼祟祟 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也没有他强 所以 他没跑 他倒要看看 对方究竟是什么东西 随后 不出意外的 又有人来报 刚才那两位长老也死了 出来吧 不出来 老夫可要走了 明道子对着空气喊话 他知道 对方就隐藏在周围 一定能听到的 秦衡确实又杀回来了 连续击杀几个长老级别的人后 他的材料 已经凑齐了不少了 只要再杀几个 他就能凑齐 于是跑回来了的他 直接无视了明道子的喊话 羞羞羞地传送 寻找刚才逃跑的那些人 那些人中 还有五重天的长老 还有四重天 三重天的 只要将这些人搞死 材料就差不多了 而除了材料 还有一件令众女惊喜万分的事 随着秦衡击杀了这么多顶级仙人 他们也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 是的 他们也算是拥有半个系统的人 击杀外界生物 是会获得经验值的 这令他们本来就已经接近巅峰的修为 瞬间满直 只等晋升即可了 秦衡仅仅用了一分钟不到 就将所有逃跑的长老们统统抓拿住了 以他的实力 对付这些五重天以下的 那真是完全掌控 一股脑袋带到万年雪山外面 集体击杀 而击杀这些邪恶仙人 秦衡也能获得经验值 但没有明月和春菊他们那么夸张 毕竟他都五重天了 击杀同等境界的 也才一千万经验而已 低级的还得大打折扣 全部杀完 清理战利品后 秦衡也终于凑齐了升级阵法的材料了 不过 他还得回去玄天锋 因为任务还没做完 只是 想做任务 就得散开精神之力来寻找 到时候 那位本就抓狂了的八重天 估计会暴怒吧 不管如何 肯定还得去的 秀 秦衡重新回到了玄天锋山脚下 却赫然看见 两个人形生物 正在玄天锋顶 跟那位八重天的仙人 打得天昏地暗 他们果然也来了 对于每次任务 都会有人形生物出现 秦衡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过 令他震惊的是 这次来了两个七重天的人形生物 两人打八重天 竟然扛住了 看样子还势均力敌 而更令秦衡欣喜的是 其中一位七重天的人形生物手里 还拿着一块天地零石碎片 这下好了 不用自己找了 但也不能让他们跑了 秦衡悄悄摸过去 趁着对方接那位八重天一掌时 羞的一声出现在了对方身后 下一瞬 那位七重天跟他都消失了 又来 这一幕将名道子都整猛逼了 刚才弟子们跑路后 他在那久久等待 最后等来了两个深渊七品磨疆 偷了他的宝贝神石 他还以为 这两七品就是刚才 屠入他弟子的罪魁祸首 于是暴怒地跟对方大站在了一起 结果 现在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刚才那位七品磨疆消失时 出现的能量波动 他记得 正是此前那可恶的神秘人 而从另外一位七品魔将的震惊的表情来看 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莫非那人也是为了那块神石 神石 是他在万年雪山中偶然所得 内涵庞大的能量 以他的修为 既然无法吸收 也无法收进储物戒指 但他的能量波动又不小 因此 他躲在了这玄天风中 将神石封印了起来 别说 坐在神石旁边修炼 就是快了不少 他只求有朝一日 自己能解开神石的秘密 可现在 没了 随着神秘人 将那位七品魔将带走 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跑哪里去了 这能去哪里找 他只能将一枪怒火拳 都发泄在了眼前这个七品魔将身上 另外一边 秦衡将那位七品魔将 带到了万年雪山的入口处 一出来 瞬间跟对方大站在了一起 秦衡四重天 都能秒杀六重天 如今晋升到了五重天 装备又更新了那么多 打七重天自然不是问题 但这七重天的修为 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异常的强大 他短时间内并不能将对方击杀 麻痹 打爆 一直重复 为什么这么难杀 稍微一想 秦衡就明白了 四重天是一道砍 七重天也是一道砍 实力会强大很多 得抓紧时间解决战斗 否则引来高手就不好了 一念之词 秀 秦衡将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狂拽公主等人传送了过来 合击 秦衡用出了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合击技能 瞬间 从狂拽公主他们身上 射出了一道能量 融入了秦衡的身体之中 轰隆 秦衡的气息更加暴涨 屠龙刀冒出强烈光芒 只是一击就轰掉了对方一大截生命本源 不 这对方惊恐的目光中 秦衡将他生生打爆 留下一个储物戒指 还有一堆仙器之类和那块天地零石碎片 获得经验五百万 这次 一位狂拽公主 他们也来了 人多 经验反而少了 刷 秦衡一把抓住天地零石碎片 系统声音立刻响了起来 叮咚 完成任务 获得随机极品赤月装备 宝箱一个 增加招募玩家 上线二十五人 增加上线二十五人 不错呀 终于凑齐一百人了 不等狂拽公主等人欢呼 获得好东西 秦衡修的一声 已经带着他们 跑回封月城了 至于玄天风那边 秦衡已经不打算去了 临时都到手了 还去找虐啊 他又不傻 回到封月城 狂拽公主等人 查看任务宝箱后 都发出了一阵阵欢呼 狂拽公主 哈哈 我的是幸运加二的圣战项链 飓风中云彩 我的是幸运加二的法神项链 布拉格皇后 我晕 我的卫毛是个攻击 零杠八的圣战戒指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有人欢喜 有人郁闷 好了好了 奖励也拿到了 干活了 帮我升级主城 秦衡拍拍手 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时间紧迫 他可不想耽搁 秦衡召集了狂拽公主等上百名玩家 协助晋升阵法 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终于将封月城的太仪仙镇 再次晋升了一次 这次过后 整个封月城都处在雾蒙蒙之中 从外边看去 有点近在咫尺 又远在天边的感觉 似乎上一秒还在眼前 下一秒又远在天边 时空交错重点 这种惊人的景象 自然是因为阵法的品级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具体怎么形容 就连宝读师叔的明月和烟无霜 也形容不出来 轰隆 秦衡拿起屠龙刀 全力一击轰了下去 结果 整个阵法只是泛起一层涟漪 就没反应了 这种坚固的防御 令秦衡大为满意 一切搞定 秦衡没在单个时间 交代了明月他们一番后 就再次进入了游戏之中 哇 天涯哥 你们终于上来了 我还以为 你们又要休息二十多天呢 一上线 小不点的声音 立刻在行会频道里响了起来 新夜的伤感 我去 这顶级虚拟仓副作用就是大啊 看看你们 玩不了几天 就得休息几天 何必呢 无畏孤独狼 是啊 太伤身了 木水瓶 还不如正常地玩呢 众人 也是一轮纷纷 没听懂的人 立刻询问怎么回事 当听到木水瓶他们解释后 也是发出一阵阵惊呼 纷纷劝说 面对这种情况 秦衡只能安慰众人 说自己没事 随后 他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升级打宝当中 转眼一天过去了 熬的一声 巨大的地藏王再次倒下 叮铃一声脆响 地上爆出了大量装备药水 一道金色光芒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压下了其他所有的光柱 秦衡定睛一看 脸上瞬间露出狂喜之色 护身戒指 天尊项链 天魔神甲 魔血戒指 法 血淫 龙温剑 力量戒指 黑铁头盔 无极棍 锦中月 红宝石戒指 记忆头盔 战神盔甲 死神手套 这次竟然爆出了一个护身戒指出来 这真是天大的运气啊 灵的一声将所有东西收拾起来 秦衡激动地打开包裹 包裹第一格中 静静地躺着一枚熟悉的戒指 通体成薄金色 分为两圈 穿过中间的一颗巨大的蓝宝石 看起来妖艺美丽 灵的一声 天涯明月将护身戒指带了上去 顿时整个戒指的属性也露了出来 护身戒指 攻击0-7 魔法0-7 倒数0-7 防御0-8 魔防0-7 攻速加1 独物躲避加60% 持久5-5 重量1 隐藏属性 把魔法值转化为体力值 需要等级16级 注释 上古诸神留下的西式宝物 拥有神奇的力量 是马法大陆无数法师梦寐以求的最强宝物 我日 这竟然还是一枚超级品的护身戒指 秦衡看得全身都激动了 原本的护身戒指 只是防御加0-1 可是这里呢 竟然所有技术属性加了7点 还多增加了一点攻速 和60%的魔法躲避 最牛逼的是 她的隐藏属性 可以把魔法值转化为体力值 可以说 拥有了这枚护身戒指 天涯明月想死都难了 以后 别人想杀她 就得先打掉她的魔法值 才能见到她的生命值 天涯明月 如今的魔法值多高 都2000多了 加上自身带了传承了 风魔套生命属性装备的600多生命值 这血量都快3000了 比他们端木黯然 还多了接近1000血量 以后谁能杀死她 况且 她自身的装备又是最顶尖 又有官职系统 领主领域等加成 还有不断瞬间回血惠兰的万年雪莲 这就是一个逆天大变态了 除此之外 拥有护身戒指后 秦衡在外界的实力也能大大增加 效果估计也差不多 刷 她直接下线了 如今外界危险 秦衡当然要先下线 装备上护身戒指再说 退出游戏 秦衡打开现实人物装备栏 将护身戒指放进了特殊装备栏中 叮咚 佩戴特殊戒指 激活现实功能 现实功能 1.防御力增加200% 2.所有伤害增加200% 3.将先元值转化为生命值 4.被动技能 神之庇护 受到致命攻击时 免疫任何伤害 持信号信号信号中 冷却时间 5分钟 真牛逼 看完护身戒指在现实中的介绍 秦衡震惊的眼睛都快直了 随后 一道信息流过她的脑海 她顿时明白了 这个戒指的逆天之处 增加防御伤害等就不说了 主要是先元转化为生命值 这意味着她的先元没完 她就不会受到伤害 而喝强效太阳水和强效魔法药等 就能随意补充先元 她就是血牛啊 而最牛逼的 就是最后一个被动技能了 神之庇护 受到致命攻击时 免疫任何伤害 从系统给出的信息解释来看 这就是说 今后别人不可能对她一击必杀 只要她承受不住 有可能会被一击必杀的话 就会触动这个神之庇护功能 抵挡住这一次的伤害 还额外有个一秒钟的无敌时间 一秒钟 足够她回程跑路 或者传送跑路 恩多次了 再加上护身戒指 复活戒指 则则 以后这天下之大 想杀死她 确实很有难度 不过 并不是说她 就是不死之身了 假如来个绝世强者 挥手间就毁灭 北极圣地跟神州 那她估计也得完蛋 当然 这只是假设 现实中这种概率估计很小 但不排除 还有一种可能 假如别人只是抓她 不杀呢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得 将她封禁 那真是生不如死了 所以 能出去浪吗 不能 能躲就躲 能狗就狗 传奇满集在说 在自己不是无敌时 任何情况可能都会发生 所以 她去厕所来了一炮 继续练集 冲刺七十集 两天后 叮铃一声 秦衡再次爆出了一把屠龙刀 不过 却是一把一般的极品 只加了六点攻击 也可以了 至此 她三个号都必备了一把屠龙刀了 在外界使用的话 会更加凶残 又过了一天后 一道白光升起 天涯浪子终于升级了 天涯浪子 六十九级 经验值 六六六六至三十六亿 晋升七十级的经验 已经提升到了三十六亿了 又是小半天后 端木黯然和天涯明月 相继晋升到了六十九级 而她的三号总经验 也凑齐了四百亿经验了 还多了一些 那么自己是先外界晋升呢 还是游戏里先冲击到七十级 先去国战地图看看 稍微一琢磨 秦衡就决定 先游戏里去国战地图看看再说 外界 风月城已经晋升了阵法了 九重天都能挡住一阵 她还怕什么 而假如她先晋升外界境界的话 至少需要二十天 到时候 别人都把国战地图里面的 boss倒了不知多少遍了 她还混个屁啊 因此 先进国战地图再说 第464章 进入国战第二大陆 新的世界 元宝登场 秦衡继续练急 一天后 启明困难户私聊她 兄弟 要不要一起搞超级boss 超级boss 秦衡文言 有点心动 这家伙 如果搞死五百万血量的地藏王 估计能爆出好东西来吧 你们不升级吗 秦衡疑惑问道 要打超级boss 肯定很费时间 原本启明困难户 他们半个多小时 能清理完一个沙巴克藏宝阁 若搞超级boss 估计起码也要好几个小时 才能清理掉一个 估计都不止 因为五百万血量的超级boss 不是那么好杀的 启明困难户 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邀请天涯浪子他们 毕竟天涯浪子 有两个麻痹戒指 这打起来 只要能麻痹住超级地藏王 这杀起来就容易多了 我们当然升级啊 我和十来个顶级的都在升 其他人可以分批升 再搞搞装备 免得装备不好 到时候去了国战 被人虐猜 那我也得升级啊 秦衡一阵无语 他还真不想去打超级boss 攻速三以上的装备 并不是那么好处的 浪费时间打这玩意 而导致自己升级速度慢下来 无法提前一步 进入国战地图的话 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毕竟 他前面为了升级封月城的阵法 已经耽误了三天多的时间了 再单的一下 肯定要玩 说不定 现在国外已经有人超越他了 再说 国战地图的装备 肯定要比现在的装备强 自己又何必纠结这些旧装备 秦衡将这些跟启明困难互说了说 对方也是沉默 显然在考虑这个问题 过了好一会才到 这个道理 我们都懂 我们这不是让最顶级的这部分人冲击吗 其他人不打超级boss 也怕装备跟不上 还有 养这么多人 我们也得赚钱 好吧 你们看着办 反正我是不打算参与 对了 国外有那些厉害的人物 你知道吗 秦衡好奇地问道 我在国外安插的人手并不是很多 因为有些国家 我也没人 目前所知道的就是 监国的与逍遥 桑国的大古神域 这两人很厉害 什么等级 职业 装备 秦衡好奇地追问 这两人 目前都是69级 原本你65级的时候 他们64级 前几天你们没上线 他们也追了上来 与逍遥是法师 公宿二的超级品试魂法杖 除了公宿二的传送戒指 公宿二的护身戒指 公宿一的复活戒指 其他全身公宿加三以上装备 大古神域是个道士 公宿加二超级品以天剑 公宿二的传送 公宿二的护身 公宿一的复活 其他公宿加三以上的装备 这两人 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 都有着绝对的权威 所以 好装备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 目前两人的装备 已经接近每秒14发了 不过 这是混搭的 与逍遥 大古神域 秦衡微微皱眉 对方的装备 确实很强 莫非国外的暴率高 摇摇头 秦衡暂时不想这个 冲击上去再说 三天后 秦衡下线了一次 跟众女简单来了一番日常 吃了点东西 席间 明月跟她汇报了一下 神州最新的情况 继北极圣帝的圣女和圣子到来后 东海蓬莱先进 南海紫竹先进 西域大漠先进 先后派遣高手来到了神州驻镇 哦 他们都什么修为 秦衡皱眉 无论圣帝还是深渊之门 他都不熟 如果来人修为太高 这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好事 因为风月城在神州 目前太耀眼了 木秀于临风必摧之 这点他还是懂的 但即便重来一次 他也会选择将风月城的法阵升级起来 至少能挡住绝大部分的攻击 若真有九重天的跟他过不去 非得杀他 有阵法挡住一下 他也能从容地带着明月和老丈人等人跑路 记一套可是能大范围拉人传送的 最高修为的好像是八重天 他们到来后 这两天 先人们都参战了 目前在大局反攻深渊之门 他们来风月城没 没 他们的目标是深渊之门 没事跑我们这边来干嘛 没要求我们出兵吗 也没有 他们自己就带了不少人过来 其中还有很多从神州走出去的先人们 他们都回来了 那 你们老祖还没回来吗 秦衡想到了宋枪 自从烟无双入住日月阁后 宋枪的那道意识就回到了宋渊那边 跟着了他 而宋枪的本体 据说去了蓬莱仙岛 还是哪里 来宋枪那道意识都不清楚 明月摇摇头 老祖没说 不知道有没有回来 并且 他不一定知道我们在这边 他走的时候 宋朝还在的 烟无双 就怕他回来了 都得东躲XZ 因为宋朝没了 秦朝若知道他回来 一定会斩草出根的 话说到这里 明月脸色都有点不好看了 毕竟 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很高 可是神州那么大 老祖真回来 谁知道他躲哪里去了 秦衡安慰 不用担心 吉人自有天象 你们在各地的风月楼 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如果老祖真回来了 我去接他一趟 只要进入风月城 暂时都是安全的 秦朝再厉害 他还有九重天的不成 再说 他偷偷摸摸地解回来 问题应该不大 除了这些 明月和烟无双也大到苦水 每天新增的一百名玩家 令明月等人有点头痛 这些人最低修为 都在一重天 在风月城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人少了还好说 人一多 老呆在这风月城 就是个不定时的炸弹 即便有着秦衡的严厉嘱托 每天还是能整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来 昨天那个Q 碧落黄泉Q 带着同伴 就在城里 把一个长相甜美的姑娘 要抓到野外去 幸好出城被阵法阻挡了 被及时赶来的烟无双拦下了 这伙人打的什么主意 不用多说 被烟无双教训一顿后 后来其中一个人死性不改 竟然偷偷闯入另外一户人家 强行将一女子气玷污 简直丧心病狂 有这种事 秦衡皱眉 嗯 他们这些玩家实力太强了 我们又不能一天到晚的盯着 昨天还有人随手轰碎了一栋房子 幸好没出人命 明月扶扶着额头 显然有点心累 秦衡拿起酒杯喝了一杯酒 他也在头大 看来要杀一斤百了 这些人不是牛吗 看来在线时也不是什么好人 否则也干不出这事来 还有 得给这些人找点事做了 否则 他们在风月城就是个巨大的隐患 一群至高者 一直在这里无所事事 不出事才怪 对了 给他们发布 每天清除深渊怪兽的任务 省得他们在这里没事干 一念至此 系统声音瞬间响了起来 开放每日清剿深渊怪兽任务 完成后 根据击杀数量的多少 和怪物品质随机发放奖励 咦 系统是随我的思想改变吗 秦衡瞬间惊喜起来 那就好办了 随后 秦衡行动了起来 将所有目前在风月城的玩家召集起来 给他们下发了 清剿深渊之门怪兽的任务 同时 在土城安全区的传送员秦衡 再次召唤人进入神州时 也可以直接下达 清剿深渊怪兽的任务了 当然 秦衡弄了个小手段 那就是想接清剿怪兽的任务 必须得拿金币买 接怪兽进阶越低的任务 就越便宜 反之 则需要的金钱越高 因为任务 都是由秦衡发布的 他干脆搞了个好听的名字 每日触摸任务 一 击杀一星到六星深渊怪兽一百头 随机奖励装备宝箱一个 需要金币一千万 二 击杀一星到六星深渊怪兽一千头 随机奖励装备宝箱一个 需要金币两千万 三 击杀一星到六星深渊怪兽一万头 随机奖励装备宝箱一个 需要金币三千万 四 击杀一星到六星深渊怪兽十万头 需要金币四千万 五 击杀七星怪兽一百头 随机奖励装备宝箱一个 需要金币五千万 六 击杀七星怪兽一千头 需要金币六千万 七 击杀仙人静一重天深渊怪兽十头 随机奖励装备宝箱一个 需要金币十亿 击杀五重天深渊怪兽一头 随机奖励装备宝箱一个 需要金币五十亿 总之 秦衡思路清晰后 一念之间 生成了一长串的每日除魔任务 这个任务 直接交给了土城的传送员秦衡去发布 而且 所有任务是可以叠加做的 当然 秦衡还生成了另外一个任务 那就是保护风月城的任务 这个任务 可以由二十个玩家来接 也有系统奖励 同时 还是双倍奖励 最爽的是 这个任务 只需要一亿金币 这下就好办了 总之 接受了保护风月城任务的 就会受到系统制约 不能离开风月城 而其他玩家 接受了除魔任务后 系统会得出深渊之门的坐标 自己随机过去开杀就是了 不过 有一条硬性规定 除了深渊之门 和一些野外凶兽 不得主动出手攻击人类 除非对方先攻击 否则会自动扣除一定的金钱 造成人员伤亡的 严重的任务将会取消 还会被列入黑名单 禁止一段时间进入神州 总之 当秦衡把这系列的人物生成后 所有在神州的玩家得到了系统提示 立刻纷纷返回土城安全区 去找传送员秦衡姐任务去了 吃香的任务 不用说 肯定是保护风月城 双倍奖励 价格自然也便宜 许多没抢到保护风月城任务的 直接接了其他除魔任务 每日除魔任务 有十次 除此之外 秦衡研究一番后 还发布了一个新任务 自由在神州境内 或者深渊之门内探索 风月城收集各种天才地宝 同样不得随意攻击人类 天才地宝可以获得积分 积分可以用在风月城里消费 吃饭 听取 洗澡 洗头 都可以 当这些任务下发完了后 果然那些无所事事的玩家们 瞬间干净十足 守护风月城的 前往深渊之门的 探索这个世界的 都有 秦衡也终于去掉了这块心病 而当风月城有危机时 还能瞬间让他们回城 共同守护 这些拳做完之后 秦衡还惩罚了那些 之前行动出格的玩家 比如 Q 碧落皇权Q等人 每人罚了一百亿金币 而那个将女子玷污了的 则是罚一万亿金币 同时永久被列入了黑名单 无法再进入神州 那人身上当然没那么多钱 直接扣光光了 并且以后 他身上有金币的话 会自动扣除 直到扣过一万亿金币为止 其他将房屋损坏了什么的 也相继受到了惩罚 惩罚完了后 在风月楼的传送广场上 还树立一块惩罚公告牌 告诫其他的玩家 这一切都做完 秦衡只花了大半个来小时 上线 继续游戏 转眼一天过去 当秦衡再次打爆一个宝格重装使者时 他终于给端木 黯然爆出了一件超级品的天魔神甲 天魔神甲 光环 攻击1-13 防御5-22 魔防4-19 攻速加3 这牛逼了 攻击 防御和魔防都增加了10点 还加了3点攻速 将神灵祝福卷轴整上 端木黯然立马换了上去 这令端木黯然的攻速又提高了一些 一天后 一道白光升起 天涯浪子终于升级了 天涯浪子 七十级 经验值 零 秦转升 晋升到七十级后 经验值直接变成了零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后面没经验了吗 随手击杀了一大片怪 果然 天涯浪子没获得任何经验 都被天涯明月和端木黯然平分了 这么说来 结合说明 很清楚 天涯浪子不转升 估计都无法获得经验值了 秦衡当然不会急着去转升 因为还有两个号 没晋升到七十级 只有一个号去了那边 有大怪也没法打呀 继续冲击 小半天后 端木黯然和天涯明月 相继也晋升到了七十级 终于都七十级了 该转升了 兄弟们 我们准备转升了 端木黯然在行会里吆喝了一嗓子 啊 恭喜端木大哥 天涯哥和嫂子 小不点率先恭喜 木水瓶 好快啊 恭喜恭喜 新叶的伤感 恭喜 快 转升去国战地图看看 叶猫子 端木大哥 赶紧的 去看看 记得录像 启明困难户 对 赶紧转升 录像完了 发网上也是一大笔收入 别让国外的抢了 他们要先转升了 可能有人会发到这边来 到时候 这笔流量就没了 深海龙鱼 不急吧 那边估计还差得远 二十七不获 扯淡 前几天 启明老大不是说 那个雨逍遥都六十九了吗 再不抓紧 别人可能就抢先了 关海 对啊 快去转升 不用众人催促 秦恒三个号 已经来到了 一线土城转升 NPC处 咻咻咻 闻风而来的玩家们 瞬间挤满了安全区 令安全区不自然地变大了 这可是第一个转升的 谁都想看看 转升后有什么变化 许多人直接开启了直播 游戏迷 家人们 看看 浪子哥三人已经到了 马上进行转升了 不要眨眼 不要眨眼 白衣飞 老铁们 别眨眼 否则就错过了 需要邪狼 老铁们 都别走 马上就转升 转升了 天天打回击 马上转升了 在无数人的瞩目下 秦恒三个号终于开始了转升 首先合成转升证明 一千张转升证明 合成一级转升证明 一转需要两张一级转升证明 合成一转 不贵 只需要一百万金币 秦恒现在都好几万张转升证明了 这自然不是事 零零几下 就合成出了六张一转证明 每人两张 直接转升 你好 尊敬的马法勇士 请问是否花费两张一级转升证明 和一千万金币 进行一级转升 是 随着秦恒的回答 三个号同时零的一声 扣除掉了两张一转证明 和一千万金币 下一刻 天涯浪子 天涯明月和端木黯然身上 同时冒出了璀璨的七彩光芒 这一幕 看得众人心持神有 全都屏住了呼吸 而被笼罩在光芒中的秦恒 并没有任何感觉 花里胡哨 这是秦恒给游戏系统的评价 七彩光芒 足足笼罩了三人五秒钟 这才消失 光芒消失的那刻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过去 下一瞬 所有人都迷茫了 因为从外表上 他们看不出来 有任何变化 查看对方属性吧 没用 因为对方屏蔽了自身的信息 他们看不到 不等于秦恒看不到 不过秦恒同样一脸猛逼 他的人物面板属性变了 天涯浪子 一转 一级 经验值 零杠一百 这 他竟然回到了一级 操 那不是谁都能杀自己了 不对 自己还穿着装备 对了 属性变化了没有 秦恒赶紧查看 还好 血量攻击等都还很高 好像没什么变化 又好像有点不一样 琢磨了一下 他打开系统文字提示 果然 上面有 系统提示 转升成功 增加属性 攻击一杠一 魔法一杠一 倒数一杠一 防御一杠一 魔防一杠一 准确加一 敏捷加一 幸运加一 攻速加一 魔法躲避加10% 毒物躲避加10% 这 这不就是跟一级 观植系统加的一样属性吗 不过也可以了 毕竟后面还有二转 三转的 刚才他合成转升证明 就看到了 后面还能合成二转三转的选项 这个是没问题了 可是 自己等级和经验值 怎么回事呢 直接回到一级了 还好的就是 人物属性没掉 莫非这就是转升 从头练起 就在秦恒思索时 周围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 纷纷询问秦恒 无敌醉俊朗888 浪子哥 转升后 有什么效果呀 江系雷老虎 对呀 都有什么变化 说来听听 木屋谷中 老大 赶紧的发出来看看 天涯浪子 哈哈 确实有很大变化 别急 我们先去实验一下 等一下会发网站上去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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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切 一类青长城 我日 天涯小浪人 我倒 过分了呀 唐伯虎爽花爽月爽秋香 无耻啊 秀 在众人的一片虚声中 秦恒三个号来到了沙巴克藏宝阁的影之道 哗啦啦 刷刷刷 噼里啪啦 三个号对着宝阁僵尸一顿秒杀 经验之嘉零 经验之嘉零 秦恒 操 竟然没法获得经验之了 他修的一声进入二层 又击杀了一群宝阁足马卫士 还是没有经验之 在进入沙巴克藏宝阁里头 击杀了一头宝阁重装使者和一群小怪物 还是没有经验之增加 尼玛 不会出现bug了吧 还是转生后 在这里无法获得经验之了 好歹秦恒前世也玩过不少私服 略一思索 他感觉可能跟转生有关 或许 想升级只能去国战地图 修 秦恒回到了土城 找到了老兵 老兵正是负责传送去国战地图的 这个早被玩家们爆出来了 只不过 在老兵这里不叫国战地图 而是叫第二大陆 只是玩家们要求传送去第二大陆 得到的答案就是条件不足 秦恒看了看 前往第二大陆的传送费用是十万金币 说贵也不贵 说便宜也不便宜 反正他是无所谓了 前往第二大陆 零的一声三个号被扣出金币后 修的一声不见了 幻魔终极 他们去第二大陆国战地图了 太班下化现胡椒饼 应该是吧 深海龙鱼 不知道第二大陆是什么样子 人海一夜 别急 马上就知道了 等消息吧 无数人意润纷纷 修 修修 天涯浪子和端木黯然三人 几乎不分先后 被传送到了一个地方 定睛一看 秦恒再次猛逼了 这 这特么的是银杏村庄 是的 映入眼帘的一切 正是熟悉的新手村 银杏村庄 唯一不一样的是 这里很安静 没有一个新手 除了他的三个角色 难道第二大陆 就是另外一块马法大陆吗 秦恒皱眉 看了看当前地图 果然 有了新的变化 天之笔弃声 天之银杏村庄 咯咯咯 一阵阵鸡叫声 引起来秦恒的注意力 天之大公鸡 天之老母鸡 好吧 果然 这里是转生地图 这么说来 这里就是所有国外服务器玩家 都能进入的第二大陆了 只要转生后 就能来到 哗啦啦 天涯明月 随手一个冰袍笑 往一群鸡身上砸了过去 血量减三十 血量减三十 血量 七十杠一千 我日 秦恒看得目瞪口呆 脸色巨变 这群鸡 自己才打三十滴血 这特么比地藏王还要猛得多啊 这特么哪里的鸡 不等秦恒多想 一群鸡 已经咯咯咯的高速冲了过来 那速度 都赶上宝阁足马卫士了 端木黯然赶紧冲了上去 顶住 半月 刷 天涯明月开盾 放火 继续冰咆哮 同时 把邪恶卫士召唤了出来 而天涯浪子 两头狗子 开始尸毒 以天辟地 血量减三十 血量减三十 五六只鸡 对着端木黯然一顿猛抓 猛尿 每次能带走端木黯然三十滴血左右 还好 这鸡的攻击力 比起地藏王差远了 不过 若是普通玩家来到这里 估计一样会被秒杀吧 陈思坚 秦恒三个号 打死了这群鸡 经验值加二 经验值加二 秦恒一阵无语 这么猛的怪 才加两点经验吗 咦 不对 能获得经验了 秦恒欣喜地查看 果然 天涯浪子 一转 一击 经验值十杠一百 打死了五只鸡 组队之下 每人分到了十点经验值 只是 这特么什么也不报啊 秦恒有点淡痛地望着地上的尸体 莫非要挖 想起在鸡身上挖肉 秦恒三个号 开始挖了起来 恭喜获得 天之鸡肉一块 恭喜获得 天之鸡肉一块 一顿挖掘 只挖到五块天之鸡肉 秦恒打开包裹查看 这次 有了新的发现 天之鸡肉 品质二 可出售给屠夫 获得少量元宝 可获得元宝 新货币 再仔细一看 秦恒顿时发现了 秦恒在这里 竟然是灰色状态 后面还加了两个字 封印 看来 秦恒无法在这里使用了 屠夫在哪 应该还在老地方吧 秦恒朝屠夫所在的位置走去 同时把路上遇到的天之老母鸡等 统统搞死 再将肉挖了出来 很快 他果然在老地方 看见了屠夫 这屠夫没多大变化 唯一不一样的 估计就是手里的屠刀了 他特么竟然拿了一把屠龙 在那剁肉 看得秦恒一阵牙痛 更令秦恒心痛的是 这天之鸡肉 看品质来获得元宝 品质一的 获得一元宝 品质二的 获得两元宝 将二十多块鸡肉卖了 也才卖了不到五十个元宝 这赚钱的速度 也太慢了 秦恒东看西看后 突然看到了书店 不知道这里的书店 会卖什么新技能书呢 秦恒激动地走了过去 第465章 不一样的事件 打爆黄金稻草人 天之彼齐省 天之银杏村庄中 秦恒刚杀了十多只鸡 行会频道里 各种询问的声音 就不停地响起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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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浪子老大 那边什么情况 遇见下地狱 端木老大 快说说 包公头一百二十三 嫂子 呼叫嫂子 对面什么情况 老虎鸡吐七点鼻 浪子老大 快说说呀 急死人了 劫砸手术师 嘿嘿 都别催了 说不定浪子老大他们 正无暇说话 天涯浪子 哈哈 大家别急 这里出了点小意外 容我看看先 这一句话落下 更是尹德行会众人一阵不满 但秦恒不理他们 现在还不能说 他都录下来 到时候让小不点发誓评去 来到了书店老板跟前 激动地打开书店栏目 基础剑术 小火桥 治愈术 半月弯道 困魔咒 火墙 魔法盾 野蛮冲撞 圣岩术 群体治愈术 召唤神兽 烈火剑法 兵咆哮 这里 果然开始出售35级的技能书了 秦恒瞬间惊喜起来 目前 随着各大地图的开放 召唤神兽 这个曾经卖好几万 华币一本的技能书 已经掉到了1000华币左右了 烈火剑法和兵咆哮 则在200万金币左右 魔法盾还指点钱 在300万金币 而半月弯刀 因为在幻境时层 一直被各大势力把持 也还能卖点钱 价格在50到100万金币之间 现在值钱的 还是四级技能书 如 四级半月弯刀 目前价格都还在5000华币 四级召唤神兽 也在8000左右 而现在这里 出售这些技能书 看来官方是要彻底放开普通技能书了 自己又能大赚一笔了 秦恒兴奋起来 但下一刻 他就傻眼了 因为这里的技能书 全都是卖元宝的 一本基础剑术 出售价格是500元宝 一本召唤神兽 出售价格是1万元宝 他搞了十多只鸡 才赚到50元宝 拉倒吧 看来想发财的梦破碎了 秦恒左看右看之后 又来到了这里的武器店 和首饰店查看 结果里面卖的东西 都是商店装 还全是以元宝形式的价格出售的 这他妈谁会买啊 是了 这边爆出的装备 若是卖到商店里后 能获得元宝吧 话说 元宝究竟有什么用 在这里能干什么 怀着种种疑惑 秦恒朝村子外头走去 鸡 他已经不想杀了 经验值低 又不爆东西 而这些鸡 秦恒不搞他们 他们也不会去攻击秦恒 整个村子里 鸡很多 但没有看见稻草人 正往前走着 秦恒终于看到了另外一种怪物 天之路 哗啦啦 刷刷刷 三个号 带着17个宝宝围了上去 一顿群殴 这天之路 确实要比天之老母鸡 等强了不少 攻击到了35 血量达到了2000 但也架不住秦恒人多势众 被搞得阴阴阴的一阵惨叫后 死了 还是没爆出东西 秦恒直接上前挖肉 这次还不错 挖出了一块品质时的肉 但也就是卖十个元宝而已 前面还有十多头鹿 秦恒也没兴趣了 继续朝前走去 这个新手村里 目前就他一个人 因此 不是很大 怪物也没多少 稀稀啦啦的 估计也就是够他杀的 只是搞这些不掉落装备的怪物 秦恒实在兴趣区区 很快 秦恒看到了新手村门口 站着一个人 一个漂亮的女人 小琪 好久以前 传奇天下比武大会的主持人 她竟然在这里 穿着一身宫廷服饰的小琪 正笑盈盈地看着她 脆声道 欢迎进入第二大陆 我是这里的NPC传送员小琪 还可以在我这里接任务 有什么问题 我也可以替你解惑 哦 元宝有什么用 秦恒首先问出了这个问题 元宝是天之马法大陆的通用货币 传送 合成转生 继续转生 进入副本 升级天之武器等等 都需要用到 那可以接什么任务 小琪挥手 秦恒前面顿时出现了一长六的任务 每日除魔任务 1. 击杀二十只天之鸡 奖励元宝100 2. 击杀二十头天之鹿 奖励元宝200 3. 击杀二十个天之稻草人 奖励元宝300 4. 击杀二十只天之多沟猫 或者天之钉耙猫 奖励元宝400 5. 击杀二十只天之半兽人 6. 击杀二十只天之之猪 7. 击杀二十只天之森林雪人 8. 击杀二十只天之石人花 9. 击杀黄金稻草人一只 奖励元宝一千 10. 击杀黄金多沟猫 或者黄金钉耙猫一头 奖励元宝一千一百 11. 击杀天之骷髅二十只 奖励元宝一千 击杀黄金骷髅精灵一只 奖励元宝两千 这 这跟他给去神州玩耍的玩家们 下发的任务何其相似 只不过 这里变成击杀游戏里的怪物而已 元宝的奖励看起来不多 但总比没有强吧 任务可以重复接吗 不行 每天所有任务只能接一遍 元宝除了挖肉卖钱获得 还可以怎么获得 这个问题很重要 秦衡当然得问问 除了挖肉 这里的怪物掉落的天之装备 可以卖商店里 能够获得元宝 还有就是去挖矿 挖矿 秦衡有点猛逼 嗯 天之矿洞里 可以去挖矿 卖给武器店获得元宝 小齐耐心解释 完了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 不过 想挖矿 必须得去武器店购买天之鹤嘴除 否则挖不了 这里的地图 跟马法大陆一样吗 秦衡再问 当然 但不是随便能进入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秦衡点点头 羞的一声 天涯浪子 传送返回到了武器店门口 走了进去 打开商品栏 天之鹤嘴除 攻击0-18 持久20-20 重量20 售价 5000元宝 卧槽 这么贵 秦衡看了看包裹里的50多个元宝 一阵无语 他并不是想现在去挖矿 但关注一下价格没有坏处 说不定将来真要去挖矿呢 再看了看武器店里 就没有别的天之武器了 只是以前的商店庄 出了武器店 回到小七旁边 秦衡三个号 顺手一路把任务给接了 不过 当他要接机杀天之骷髅任务时 却接不了 请到达二转再接 小七笑音音的回答 令秦衡一阵无语 我日 是不是静天之骷髅洞要二转 小七点头 不再说话 二转在哪转 天之比齐成 秦衡不再询问 开始杀鸡杀鹿 他接了杀鸡 鹿的任务 当然得先做了 刚好也能升级一下 一只鸡 三人平均分 能分到两点经验值 一只鹿 则能平分到五点经验值 这个经验值 看起来应该跟马法大鹿那边差不多 为了印证一下 天涯明月 单独杀了一只鸡和鹿 果然 鸡的经验值加五 鹿的经验值加十五 击杀鸡和鹿之后 秦衡将那些肉也全挖了出来 元宝已经成了这里的新货币 他也没有系统送的元宝 一切相当于从头开始 那么 肉该挖就得挖 而令秦衡高兴的是 组队是可以同时做任务的 比如 三个号都接了击杀二十只天之鸡的任务 那么组队状态下 只需要击杀二十只天之鸡 三个号的任务就同时完成了 这也挺好 不用杀那么多鸡了 将二十只天之鸡和二十只鸡的杀完后 秦衡三个号已经升级到了二级了 天涯浪子 一转 二级 经验值 五十杠二百 经验值的提升 果然还是跟马法大陆那边一样 就是这些鸡啊 鹿啊 血量更高点 攻击力更强一些 查看了一下血量的增长 还行 不是照着马法大陆那边一级的长 战士在这边升一级 增加了四十七的血量 倒是涨了二十六 法师十一点 魔法值的提升 则反过来了 法师长得多 战士长得少 继续往上升 会如何 秦衡也不清楚 其实 血量现在都不好算了 因为装备的各种叠加之下 很难算出来 反正长了就行 秦衡也懒得去计算 他之所以知道 端木黯然涨了四十七点血量 还是因为人物面板上面 现在变成了基础血量 加绿色血量 最后是总血量 基础血量 这个不用说 绿色血量 就是各种叠加起来的 比如端木黯然 目前它晋升到二转 二级后 基础血量就是1846 天涯明月是478 天涯浪子是1032 这个血量感觉 更前是传奇71级的血量 差不多 具体多少 他也记不清楚了 在叠加各种加成 端木黯然的血量 变成了2801 天涯明月是818 天涯浪子是1621 怎么加上来 秦衡看得都有点迷糊 他也懒得去算 太费劲了 直到多少就成 在小齐 那把任务完成了 他获得了900个元宝 在把这些肉给卖掉后 秦衡拥有了1150个元宝 这还是有任务可接 能获得奖励 否则 没有这900元宝 秦衡现在 就只有250个元宝 太难了 交完任务 秦衡往前走去 看到了大刀侍卫 外表还是那个样子 唯一不同的就是 手中的刀和铠甲 换成了金色的 不知道这里的大刀侍卫 会不会击杀外面的怪物呢 带着疑惑 秦衡来到了门口 终于看到了其他怪物 一群天之盗草人 接合路都这么厉害 秦衡也不敢乱来 天涯浪子 给三人和宝宝们加房加魔房 随后 天涯明月开盾 靠近点 一个雷电术 轰在了最外面的一个 天之盗草人身上 血量-35 血量2465-2500 雷电术的威力还不错 比兵咆哮要强 啊 那个天之盗草人低吼一声 周围的天之盗草人 瞬间都反应了过来 刷的一下 朝天衙明月望了过来 卧槽 这还能连锁反应 下一瞬 更加令他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这群稻草人怒吼着冲了过来 是的 冲 两只脚跑得贼快 甚至后面的都着急地跳了起来 会跳得稻草人 秦衡看得都有点猛逼了 呼呼 刷刷 愣了一下后 秦衡不敢怠慢 天涯明月放火 冰咆哮 端木黯然 一群邪恶卫士和狗子顶在前面 天涯浪子后面 直接以天辟地 尸毒 此时的端木黯然穿的还是三人混搭装 每秒十九发的攻速 刷刷刷 一顿半月下去 麻痹了十多个稻草人 但还是有五六个稻草人冲到了跟前 对着他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是的 拳打脚踢 这里的天之稻草人 已经脱离了麻法稻草人的限制 再也不是用两个手刺啊字 而是极其灵活 还会躲避端木黯然的正面攻击 从侧方或者绕开邪恶卫士 到后方攻击他 显然 智能极品的高 懂得先攻击玩家 每次攻击 天之稻草人 都能带走端木黯然四十滴血左右 而他们的攻速 都在每秒六发左右 这种攻速和攻击 穿着足马套的玩家来这里 都是受虐的份啊 也不知道 将来那么多普通玩家到来后 要怎么打 不过 到那个时候 谁知道 游戏又会如何变化呢 反正端木黯然扛住 五六头天之稻草人 没有任务问题 天涯明月 往他身边丢了火墙后 就先冰袍孝杂那些麻痹住了的 天涯浪子 同样以天辟的不断攻击 每次这种军攻 能打二十七滴血左右 攻速又快 三人加一群邪恶卫士 狗子 打两千五百血的稻草人 还是很快的 三秒不到就将那些被麻痹住了的天之稻草人打爆 叮铃叮铃 一阵脆响 地上掉了一些金元宝模样的东西 同时还掉了一样装备 看起来像一条金像链 草 这种怪物就掉金像链 秦恒瞬间有点弹痛 不再关注 专心攻击那些围殴端木黯然的天之稻草人 转眼打爆 铃的一声 将地上掉的几对小元宝和那个金像链捡了起来 恭喜你获得五元宝 恭喜你获得十元宝 恭喜你获得十五元宝 恭喜你获得天之金像链一条 天之金像链 什么鬼 秦恒一愣 瞬间露出喜色 好像是新装备来着 他激动地打开包裹查看起来 天之金像链 攻击0-1 敏捷加1 重量1 持久5-5 需要等级 一转 这 就这 这也太扯淡了吧 这不跟金像链一样吗 还天之金像链 这种垃圾装备 谁要 谁又会戴 莫非有隐藏属性 秦恒只能往这方面想了 要不 也太扯淡了 0的一声 秦恒将天之金像链装备了上去 查看装备 心中默念 刷 令秦恒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端木黯然出现了两个装备栏 一个是手拿屠龙刀 身穿天魔神甲 一身赤月套 另外一个则是 只有一个天之金像链 竟然多了一个装备栏 这就有点意思了 而这个装备栏 还有个名字 转身装备栏 秦恒仔细一看 金像链果然不一样了 天之金像链 攻击0-1 敏捷加1 隐藏属性 攻击加1% 不错 多了个攻击加1% 其实这件装备 对比秦恒之前的一身豪华装备 那真是垃圾的要死 可是 这是单独的装备栏 这就不一样了 无论这个天之金像链 增加任何属性 都可以叠加在原本的人物属性里面的 不说别的 就是那个隐藏的 增加1%攻击 就不错了 看来 这里就是另外一个起步的游戏了 只是多了个装备栏 装备能够叠加属性 这么说来 想弄到攻速加2以上的超级品屠龙刀 还得在马法大陆那边搞啊 不过 也不一定吧 这边的boss不知道会不会爆呢 还有 这里只爆元宝啊 若是不爆以前的那些装备 他金币怎么来 他要是一直在这里打 那么今后的官职系统升级 有点难搞啊 最后 外界怎么升级 那需要的 可是庞大的经验 除非外界的晋升和官职系统 也随之改变 否则今后他有的弹痛了 光是外界晋升 需要的几百亿经验 就得疯了 想到这里 秦恒快速退出了游戏 查看了一下现实人物面板 还好 他三个号转升之前练集的那些经验值都还在 足够他晋升到仙人精六重天了 而晋升七重天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秦恒目前也不清楚 只能到时候再看看了 重新回到游戏 秦恒继续往前探索 村子周围基本都是稻草人 每个稻草人能给他的三个号平均四点经验值 秦恒杀得又快 所以经验值是蹭蹭蹭地涨 但令秦恒有点郁闷的是 这天之稻草人的暴率不高啊 他击杀了一堆稻草人 差不多有三十多个都升级到三级了 却再也没有爆出任何装备 只爆了一些元宝 转升装备竟然如此难爆 秀 一个传送回到小齐身边 把天之稻草人的任务交了 秦恒再传送了回去 再看这些稻草人时 秦恒就不想打了 不爆什么东西啊 那有金 习惯了击杀宝阁足马卫士 随处爆装备的他 还真不习惯打一会都不爆装备的感觉了 看来的去骷髅洞看看 以他的实力 打天之骷髅应该可以打 只不过 想去天之骷髅洞 需要转才能进入 那还得先去天之比骑城 转二转 不过 这里还有几个小任务 先做完再说 记录到草人都做完了 这特么黄金稻草人在哪 任务只需要杀一头黄金稻草人 那黄金稻草人 会不会是boss 秦恒三个号 换上隐身戒指 开始分散开来寻找 很快 在银杏村庄左边比较远的高田野上 端木黯然发现了大量的天之稻草人 而在天之稻草人的中间 还拱位着一个大了一号的黄金稻草人 这黄金稻草人 头戴金黄色草帽 身披红色战袍 一身稻草闪烁着金色光芒 更令秦恒惊讶的是 这货拿着一把金黄色的乌木剑 这一看 妥妥的boss派头啊 找了个怪物少点的地方 秦恒三个号传送了过来 带着一群宠物 开始清理周围的天之稻草人 好在天之稻草人 虽然会呼朋唤友的一起攻击 但离得远的是呼唤不过来的 这也令秦恒放心不少 否则上百个天之稻草人冲过来 秦恒也得跑路 一路清理过去 时不时的有元宝掉落 但面值都不大 两元宝到三十元宝之间 而杀的多了后 秦恒终于获得了不一样的东西 转生正名 天之稻草人会掉这玩意 不过 想想也正常 马法大陆那边的稻草人 都掉转生正名 又何况这里的 往前一路清理过去 当清理到黄金稻草人不远处后 三道白光瞬间升起 三人同时升级了 前面打了一些 已经到了三级了 现在是四级 天涯浪子 一转 四级 经验值2-400 这级别升得就是快啊 更令秦恒欣喜的是 每次升级所增加的血量 这还是按照以前的血量往上加 以前升级到七十级 需要五天左右 他才能升级上去 端木黯然升级一下 加的血量 不过是三十多点 现在呢 他一会升了四级 都加了一百五十多的血量了 这简直恐怖 那等别人进入这里时 自己岂不是得比别人高十多级 直接碾压 思绪到此 秦恒乐的眼睛都眯了起来了 看着不远处熊啾啾的黄金稻草人 秦恒琢磨了一下 先让天涯浪子带着隐身戒指过去 一直走到黄金稻草人跟前 他都没反应 这让秦恒放心了 看来这个boss不是反隐身的 刷 天涯浪子跟他距离拉开 对着他远远就是一个尸毒树 哗啦啦 刷 轰隆隆 啊 那个黄金稻草人瞬间转头 怒吼一声 刹那间 无数稻草击射而来 伴随着无数雷电和冰桃笑砸下 血量减二百五十 血量减二百六十 瞬间 天涯浪子受到了三重打击 而他的攻速 显然要比天涯浪子快了一线 多捶了他一轮攻击 天涯浪子这才反应过来 羞的一声传送回到了远处 血量都快到底了 秦恒不禁反省 这才是转生地图BOSS该有的样子吗 天涯明月顶着盾 戴着护身和麻痹戒指 远远一个雷电树轰在了他身上 血量减十五 血量 十九万九千九百八十-二十万 二十万血量的转生BOSS 比起地藏王来 血量高了 但攻击差不多 但也差不多了 毕竟这还是个新手村的BOSS 受到雷电树攻击的黄金稻草人 怒吼着冲了过来 对着天涯明月狂电 冰咆哮等 每次都能带走天涯明月六七十滴血 三重攻击下 就是两百滴血了 可是 拥有护身戒指的天涯明月 哪里会怕这个 喝着万年雪莲 带着宝宝冲了上去 放火 再直接砍 端木黯然同样顶了上去 两人砍瓜切菜 很快就将黄金稻草人麻痹住了 这时候 天涯浪子 也带着两头狗子狂拍 这黄金稻草人确实牛逼 中间解除了好几次麻痹效果 但他没法秒掉天涯明月和端木黯然 很快又再次被麻痹住 群殴之下 只花了两分钟不到 就打爆了黄金稻草人 叮铃一声脆响 地上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天之乌木剑 木斩 天魔神甲 第四百六十六章 极品天之乌木剑 元宝的巨大用途 传奇 天之马法大陆 迎信村庄外头的田野上 一番激烈战斗后 黄金稻草人被秦横活生生搞死了 叮铃一声 地上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还有一堆堆的元宝 天之乌木剑 天之玻璃戒指 怒斩 天魔神甲 天尊头盔 红魔项链 战 裁绝之杖 紫碧罗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九级神灵祝福卷轴 生心神士X3 转生证明X3 五级基础剑术 四级召唤神兽 四级魔法盾 战神盔甲 蓝 幽灵战衣 女 死神手套 珊瑚戒指 元宝50 元宝20 元宝50 元宝20 经验值加100 经验值加100 好多东西啊 秦横看得浑身都有点激动起来 这才应该是 转生BOSS引有的样子吗 灵的一声 将地上所有的东西收拾了起来 秦横兴奋地 打开包裹查看起来 这次有两个新装备 天之乌木剑和天之玻璃戒指 灵的一声 天涯明月和天涯浪子 把这两个新装备带了上去 顿时 这两件装备的属性 全显示了出来 天之乌木剑 攻击4-10 魔法0-4 重量8 持久7-7 隐藏属性 魔法伤害加5% 需要等级 一转 这是极品的 还是就是这属性 秦横看得有点猛逼 他看了看之前获得的那条天之金项链 基础属性跟金项链一样 这么说来 这些天之装备 基础属性 应该都是跟普通的装备一样的 那么 这把天之乌木剑 就应该是极品的 原先的乌木剑属性 攻击4-8 魔法0-1 这里等于多加了两点攻击 三点魔法 除此之外 还有隐藏的5%魔法伤害 可以说 这天之乌木剑 非常不错了 毕竟装备叠加呀 再看另外一件装备 天之玻璃戒指 倒数0-1 重量1 持久5-5 隐藏属性 倒数技能加1% 也可以 好歹是件新装备 继续查看 秦横眼睛再次亮了 天尊头盔 倒数0-10 防御4-12 魔法1-10 攻速加3 倒数加了9点 防御和魔法各自加了8点 最牛逼的是攻速加了3点 可以呀 这个可以换上了 除了这三件装备能换 其他的就是一些小极品了 不过 这5级基础剑术 是什么鬼 新技能 5级基础剑术 基础攻击力 加5% 学习 需要转生一级 这牛逼 果然是新技能数 这个国战地图 竟然能爆出新技能数 只是 这是5级的基础剑术 那流星火雨什么的 会有吗 官方没说 秦横也不知道 但他预感 后面肯定会有 毕竟在前世 原本传奇中 流星火雨和开天斩等 也是属于正版技能的 反而以天辟地 召唤邪恶卫士 切丁丁属于私服技能 私服技能都整上了 不可能正版不搞的 学习 端木黯然将这本5级基础剑术学会 秦横继续看下一个 后面就没什么了 元宝掉了有一千个 还不错 还有就是 神灵祝福卷轴 和祝福游什么的 这第一个 boss 总体来说 还是很给力的 拿出一堆神灵祝福卷轴 秦横想给那个 公宿三的天尊头盔整上 不过 还没传承 要不 等会 说不定再报个更好的呢 否则 浪费这些顶级神灵祝福 有点心痛啊 咦 对了 不知道天之装备 能不能用神灵祝福卷轴 应该能用吧 秦横瞬间想起这个 眼神顿时一亮 他立刻拿出一堆 等级五到七的 神灵祝福卷轴 对着天之巫目剑 就按了上去 祝福成功 果然 神灵祝福卷轴 是能祝福这玩意的 这就爽了 不过 这三件装备 都是一般般的 唯一好点的 也就是那把天之巫目剑 还不足以 令秦横整上一堆 顶级的神灵祝福卷轴 用五到七级的就好了 将这三件装备 全加上神灵祝福卷轴后 三个号 实力又增强了一些 看了看地上 还有一大堆 不是极品的商店装 如死神手套的 秦横眼睛微微眯起 这玩意卖这边商店里 能卖元宝吗 如果能 就爽了 试试 灵的一声 将这些普通商店装 全部捡了起来 天涯浪子修的一声 传送回到了衣府摊位跟前 出售战神盔甲 难 灵的一声 秦横到了四千五百金币 我日 只能卖金币 看来想卖成元宝 只能卖天之装呗 可天之装备 也不是那么好报啊 或许等人多了 怪物杀的多了 爆出的相应的 也会多起来 是了 还有技能书 天涯浪子 快速卖了包裹里的垃圾 来到了书店 结果 卖出技能书 依然获得的是金币 郁闷的他 直接将天之玻璃戒指 拿了下来 试着出售 售价五百元宝 果然 第一等装备就是这样 秦横并没有出售 只是看了看价格 秀 另外三个号 传送回到小旗边上 将积杀黄金到草人的任务交了 收获了三千多元宝 加上积杀获得的一千 还有之前的 秦横目前有五千元宝了 秀 下一瞬 秦横三个号 传送到了一座巨大的城市里面 天之比齐城 整个天之马法大陆 目前的大小跟另外一边的马法大陆一样 除非人多 会变大 但目前只有秦横三人 自然不会 秦横试着输入比齐城安全区的坐标 果然直接到了天之比齐城安全区 令秦横惊讶的是 小旗同样在安全期 怎么都是你 秦横疑惑问道 哼 那边的老兵不都是长一个样吗 小旗笑呵呵 那甜美的笑容 看得秦横有点心跳加速 她也不是没见过美女 无论是明月还是烟无双 在神州都属于一等一的美人 美到什么程度 反正秦横前世见过的那些明星 就没有能跟他们比的 或许不单单是长相 主要还有身上那种仙灵气质 这块前世的网红脸等就很难比 而现在这个 NPC做的竟然比明月他们还美 令秦横看了都不敢多看 可想而知了 啊 确实也是 马法大陆那边 好几个城市村庄都有老兵 一模一样 小旗现在代替老兵的位置 确实没什么奇怪的 反而挺好 至少看着舒服 男人嘛 都是喜欢漂亮的东西 没再跟小旗扯淡 秦横东看西看后 找到了一个新的转生 NPC 打开转生栏目 查看起来 下一瞬 秦横瞬间弹痛 一转 需要两张一级转生证明 二转 需要两张二级转生证明 三转 需要两张三级转生证明 四转 一张一级转生证明 需要一千张转生证明合成 一张二级转生证明 需要两张一级转生 证明合成 合成费用 十万元宝 一张三级转生证明 需要两张二级转生 证明合成 合成费用 二十万元宝 二级转生 需要转生后的等级十级以上 转生费用 需要一百万元宝 三级转生 需要转生后的等级十五级以上 转生费用 需要两百万元宝 秦横 MMP 即便他心里早有预感 还是忍不住吐槽 转生证明好搞 多杀小怪和BOSS 或者直接去马法大陆那边收购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关键是这个费用 合成二级转生证明 需要十万元宝合成一张 看起来不贵 可他没有 用钱都买不到 更加淡痛的是 转生费用 需要一百万元宝 这更加深了 靠他自己打乖抱这点元宝 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他现在有点 怀念人多的地方了 至少人多的话 元宝就会多起来 也好购买 现在是有钱都没地方买 并且 这种积累元宝的过程 极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为能率先进入天之马法大陆的 都是牛逼人物 现实中肯定不缺钱的 谁又会卖珍稀的元宝 估计元宝大规模的出现 只能等一批玩家进来了 或者 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去挖矿 挖这里的狂 也能卖元宝 若也按照金币的价格 那么只需要挖三天左右 他就能挖出一百万元宝来 但他有三个号 这不得要十天挖矿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卖天之装备 不是卖给商店 而是卖给玩家 就看别人需求大不大了 若别人硬要自己报 那也没办法 思绪中 秦衡来到了天之笔 其成书店旁边 打开查看 还是一样 这里的技能书都卖元宝 修修修 传送去看了看首饰店 武器店等 果然都没有天之装备卖 唯一卖的 就是天之鹤嘴厨 这家伙 转生一级就能挖 需要五千元宝一把 秦衡目前也舍不得 但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 挖矿的去矿洞啊 矿洞需要几转才能进去 思绪到此 秦衡真的淡痛了 秀 秀 下一刻 天涯浪子出现在了 天之骷髅洞入口处 端木黯然出现在 天之笔齐城的矿区入口处 天涯明月则出现在 天之毒蛇山谷入口处 地图大小没变 坐标秦衡自然记得 他来这些地方 自然是看看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进入 虽然询问小琪 估计他也会回答 但他还是想实地看看 主要是看看 坐标变没变 还好 坐标都没变 入口处也没有变化 三个地方入口处 怪物虽然看起来密密麻麻 但还有位置走进去 天之骷髅洞入口处 有天之蜘蛛 天之半兽人 天之多狗猫等怪物 天涯浪子 带着隐身戒指 往天之骷髅洞里走 一道系统提示 立刻响起 转升不到二转 天之倒数不足五点 元宝不足两万 无法进入天之骷髅洞 同一时间 转升不到三转 天之攻击力不足十五点 元宝不足三万 无法进入天之比奇矿区 转升等级不到十级 无法进入天之毒蛇山谷 秦衡 三个回答却透露了太多的信息 第一 想进天之骷髅洞 必须二转 还得要两万元宝 还得天之倒数五点 这里 前两个都好理解 可是天之倒数五点 是什么意思 不懂就问 秀 秦衡回到比奇城 直接询问小齐 简单 就是你的天之装备 倒数加起来 需要五点 法师需要魔法五点 战士需要攻击力十点 达到这些要求 才能进入一转地图 小齐笑盈盈道 这么说 秦衡就懂了 想进入二转地图 需要二转 两万元宝 加自身天之装备的要求 不过 那个 天之装备 不是还有隐藏属性 比如加百分之一攻击属性 不计算在内吗 不加入 好吧 谢了 明白之后 秦衡不再询问 休的一声 返回了银杏村庄外面 想去天之骷髅洞 和天之矿区没戏了 估计得在新手村 混好长一段时间了 一百万转升费用 加上合成费用 就得一百二十万元宝 转升一个人到二转 那他得积累三百六十万元宝才够 而想去三转地图挖矿 这更加难了 估计得再比七城外头杀好九怪了 不过 有个好消息是 他只要练集到十级 就可以进去天之毒蛇山谷了 那边练集应该比较快 现在嘛 先一路做任务 过去再说了 顺便清理了其他boss 秦衡开始往银杏村庄 左边森林清理过去 不大一会 他终于看到了多狗猫 而这时 他三个号 也终于升级到了五级了 天涯浪子 一转 五级 经验值 六杠六百 晋升到六级也快 唯一有点不好的就是 天之装备不好报 杀一二十个天之盗草人 也不报一件 就是得点元宝 好在元宝 一般都会得几个 否则 秦衡真要抓狂了 喵 前方一堆堆的天之多狗猫 秦衡直接杀了过去 天之多狗猫的血量 比起稻草人 又要多了 达到了两千八百血量 攻击力也更强一点 但遇上端木 黯然三个大变态 这都不是事 虽然他们攻击时 更加灵活 还会绕开火墙和宝宝 直接攻击玩家 但有麻痹戒指在 几下就把他们麻痹住了 乱杀 一头天之多狗猫 经验值是十八点 秦衡三人分 每人能分到六点经验值 只要杀一百只天之多狗猫 就能升级 天之多狗猫的暴率也不高 就是掉一二十个的元宝 偶尔来张转身正名 杀了十多之后 丁灵一声脆响 地上掉了一把武器 秦衡激动的定睛一看 顿时有点弹痛 天之木剑 好吧 聊胜于无 好歹是把武器 灵的一声 将天之木剑装备在了端木 黯然的转身装备栏里 天之木剑 攻击二杠五 持久七杠七 重量五 隐藏属性 伤害加百分之三 需要等级 一转 还不错 有了武器 离十点攻击要求 就近了一大步了 继续 转眼二十头天之多狗猫杀完 秦衡隐身往前面传送 寻找定爬猫 做任务 了解到元宝的巨大用途后 秦衡现在是有任务就做 能给元宝啊 否则 太难了 往前传送了没几下 他便看到了一大群的天之钉爬猫 继续开杀 天之钉爬猫 实力跟天之多狗猫一样 因此 击杀起来并不困难 而因为只有秦衡一个人的原因 这找怪都不用找 饮一堆 开杀就是了 钉爬猫的攻击 在三十五 以端木黯然的血量 顶住二十多个怪物 同时攻击都不是问题 半月 放火 冰袍笑 两头狗子 十五个邪恶卫士 击杀起这些怪物来 还是很快的 两三秒的事 叮铃叮铃 地上不断掉落着各种面质的元宝 但最多的也就是三十的而已 一般都是五元宝 十元宝 叮铃 又是一声脆响 这次地上抱了一个戒指 天之六角戒指 铃的一声捡起来 天涯明月乐呵呵地戴上 天之六角戒指 魔法零杠一 持久五杠五 重量一 隐藏属性 魔法伤害加百分之一 需要等级 一转 直接给这装备 搞上五级神灵祝福卷轴 实力再次增长 打怪的同时 秦衡分心整理了一份 天之马法大陆的资料 传给了小不点 让他发往上去 端木黯然在行会里吼了一声 兄弟们 国战地图资料给小不点了 想看的 可以去官网看了 新夜的伤感 卧槽 端木老大 我以为 你们在国战地图失踪了 一直不回话 五位孤独狼 呵呵 估计 BOSS太多 忙不过来 木水瓶 老大 别打娃 留点汤啊 深海龙鱼 估计我们上去 连汤都没了 走走走 看看国战地图都有什么 吆喝一句后 秦衡不在关注新会里 专心刷管 很快 二十头钉耙猫也击杀完了 秦衡开始分散 寻找BOSS 打算多爆点装备 想进入二转地图 还得要有装备要求 且这个装备要求不低啊 法师和道士需要五点魔法或者道数 战士则要求十点 以法师来算 目前低级的天之装备 能直接加到魔法的 只有天之六角戒指和天之巫木剑 两个天之六角戒指 可以加两点魔法 一把天之巫木剑加一点 这才三点 还差两点 这两点就得出极品天之装备 才行了 而道士更加坑 因为低级天之武器 没有加倒数的 第一把能加倒数的武器 都是十五级的天之半元 十五级 一级转升估计拿不了 毕竟进天之骷髅洞都要二转呢 秦衡猜测 估计十级以下的装备 算一转的可能 这样的话 除了两个玻璃戒指 道士就没得带了 其他只能靠出极品天之装备 反而 战士是最容易凑的 一把天之巫木剑 攻击都四杠八了 如果有天之铁剑 还能达到五杠九 所以 战士的要求是十点攻击 但话又说回来 天之巫木剑 估计也难处啊 他打爆一个黄金稻草人 才爆了两件天之装备而已 太难了 另外一边 传奇官方网站 再次剧烈沸腾起来了 国战地图怪物装备相减 新的争承 小不点这帖子一发布 立马被官方认证 加精至顶 一分钟的点击量 转眼到了七十万 就是这么夸张 帖子里 秦恒用录像 拍摄了天之银杏村庄 杀天之鸡到草人的过程 接任务 元宝在转生中起到的用途 进入二转个三转地图等 需要什么 这些都没有保留 全部说了一遍 这都是常识 就算他不说 别人进入 也能很快知道 还不如统统发出去 转流量 看完帖子后 无数人开始在上面留言 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类青长城 卧槽 新的装备篮 牛逼呀 江系雷老虎 我日 我才刚到六十九级 等我进去 浪子他们都五六转了吧 Q 碧落黄泉 Q 呵呵 没那么容易的 没看到二转 需要一百万元宝吗 加上合成的 每人就得一百二十万元宝了 他们三人 就得三百六十万元宝 他们短时间 哪里能凑到 泰班下华线胡椒饼 没错 又不能挖矿 短时间根本不可能 幻魔终极 嘿嘿 但他们可以打好多boss啊 看样子 那边的暴率也不高 他们还是赚大了的 木屋谷中 妈咽 元宝也太难赚了吧 估计又得挖肉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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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元宝还没得卖 你不挖都没有 启明困难户 泥吗 不会又要挖矿吧 我特么不想挖矿啊 关海 哈哈 当初在矿洞 我见你挖矿来着 还有饰瓶呢 启明困难户 你妹 哥就挖了几次 还被你撞见一次 脸都丢光了 暗远江天目 嘿嘿 挖矿好啊 不丢人 这元宝这么难搞 卖华币的多少一个 二十七不货 太少了 开始的话 十块华币一个 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卖 星夜小号 反正我不会卖 嘿嘿 网上众人议论纷纷 秦衡也终于找到了 黄金多勾猫 这家伙 血量和公鸡 比起黄金稻草人 又多了点 血量达到了二十一万 公鸡同样是三重公鸡 不过 她的是切丁丁 半月弯刀 还有近身的烈火剑法 不过 都被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扛了下来 如今的天涯明月 带着护身戒指 极度生猛 开着盾 换了一把极品攻速 加一的霸者之刃 其他攻速加二胜战套 上去猛砍 黄金多勾猫 根本拿她没办法 加上端木黯然 很快就将对方麻痹 只用了不到两分钟 就将黄金多勾猫打爆了 叮铃一声 地上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记忆戒指 天之匕首 天之古铜戒指 龙牙 天尊道袍 血影 魔血戒指 战 五级治愈术 四级圣年术 四级魔法盾 战神盔甲 女 元宝五十 元宝一百 元宝五十 出了个记忆戒指 可以啊 灵的一声 将名牌和极品装备 等捡了起来 秦横开始查看 记忆戒指 普通的 天之匕首 攻击四杠六 持久七杠七 重量八 隐藏属性 攻击伤害 加百分之一 天之古铜戒指 攻击零杠二 持久四杠五 重量一 隐藏属性 攻击伤害 加百分之一 需要转身 一级 第467章 一个人的地图 抱抱抱 天之马法大陆 银杏小村外面 地树林中 秦横将黄金多沟猫打爆后 获得了大量的装备和药水 而秦横能用的装备有两个 天之匕首和天之古铜戒指 天之匕首 四杠六的攻击 原本的匕首是四杠五 显然 这是一把极品匕首 想了想 秦横把这天之匕首给了端木黯然 而原先那把天之木剑给了天涯浪子 加攻击多的堆在端木黯然身上 威力会更大点 其实 天涯明月带的天之巫木剑 攻击达到了四至十点了 给端木黯然不错 可是 这天之巫木剑 加百分之五的魔法伤害加成 最后还是给了天涯明月 或许以后进入天之骷髅洞的时候 可以把这天之巫木剑 两人换着用 就能一起进入了 接着 天之古铜戒指 攻击零杠二 这也是个小极品 多加了一点攻击 自然是端木黯然戴上了 将这些枕上神灵祝福卷轴 秦横再看剩下的 还有一样能用的 那就是 五级治愈术 五级的技能 不学白不学 学了 肯定要强很多 天涯浪子直接学了 剩下一把攻速加一的极品龙牙 还有天尊道袍等好东西 不过 看到这些东西 秦横也有点弹痛 那就是这些东西 自己是继续卖金币呢 还是留着将来卖元宝 以后等大部队进入这里 肯定也不是人人都能龙牙 天尊道袍 留着卖元宝 也是可以的 思考了一下 秦横又看了看官职系统 瞬间 眼睛一亮 果然 官职系统变了 端木黯然已经晋升到了国王 而他下一阶段要升级地变成了 皇帝 需要一转 加一百万元宝 这令秦横看得又惊喜又弹痛 惊喜的是 后面果然不是用金币提升了 弹痛的是 一百万元宝也不好搞啊 他再看了看天涯浪子 和天涯明月的 两人还没晋升到国王 需要的还是金币 每人都需要一千万亿金币 想想 还是先卖金币了 将这两个号的官职升级上去再说 没办法 元宝 现在比金币更加难获得 至少金币有钱 就能收吗 而且 现在看起来 官职以后是不需要金币了 还有个问题 他也很头痛 那就是 剩下的两个号的金币 要去哪里搞 目前小布点身上剩下的华币 只有几百亿了 他身上的金币 也不到百万亿 囤货的东西 除了祈福项链 目前已经没有其他的了 只靠他自己 每天在这里刷boss 那这钱想凑齐有点深了 看来 祈福项链差不多的出手了 只要将那些祈福项链出手 他还能回笼最少几百亿华币 即便如此 缺口还是蛮大的 除此之外 现实中以后的晋升呢 是继续金币 还是会换成元宝 他目前是五重天 晋升到六重天的金币 早已经标明了 那游戏中货币的变化 是不是意味着 他晋升七重天时 用的也是元宝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 把另外两个号的官职 搞上去后 到时候晋升六重天看看 如果后面全都需要元宝的话 那么以后的顶级装备 就可以留着卖元宝了 心中思绪着 秦衡看了看地上的那商店装垃圾 具珊瑚戒指和降魔 火墙等 这些东西 在马法大陆那边是商店货 在这里出售 也只能卖金币 那他完全没有必要捡了 捡完去卖那点金币 还不够累的 三个号分散开来 继续寻找Boss杀 很快 他就在这边的天之武士之家旁边 找到了黄金钉爬猫 在他旁边 同样围绕有大量的天之钉爬猫等 秦衡引诱过来 小心地清理了过去 就在秦衡打怪时 小不点发布了国战地图后 也开始在各大势力发酵 纷纷商量今后的对策 起名困难户 我觉得 我们要多搞点人 快速冲七十几 那边赚钱太难了 人少得滑 挖矿都没人 新业的伤感 老大 你还是想想 怎么挖肉吧 挖矿得三转 需要好几百万元宝 才能搞上去 深海龙鱼 所以 人数太少 去那边吃亏啊 好吧唐一 那就组织人手搞起来 需要邪狼 对头 这边赚再多 去那边还是得重新开始 元宝这么低 一个估计的值好几十 延西尬特 呵呵 好几十 信不信 一个元宝五十都有人收 今天咋就不下雨呢 嘿嘿 五十一个元宝 一百万元宝才五千万 也就一套赤月装备的价格 这个价格 大佬们估计都承受得住 特么的 鹅要冲击转身 去那边打元宝 随比天地 加一 说不定一比一百 都有人收 天王带地虎 呵呵 你们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 那边的鸡 你们打得死吗 你们没看见 一只老母鸡的公鸡 打在端木岸然身上 都能打三十滴血吗 那打你们这些 没有吃月套 神灵祝福卷轴又不厉害的 起码得一两百多公鸡 都不止啊 残梦之蝶恋 没错 而且他攻速很快 每秒最少六发攻速 他的防御力也高 你们确定能打死 狗头军师哈士奇 嘿嘿 倒是无压力 尸毒 隐身 慢慢磨死呗 他总共也才两千血而已 打死一个 挖肉 就能卖几个元宝了 一天估计能打死不少吧 怎么都M 对啊 我们还可以组队呢 暗远江天幕 嘿嘿 别说了 我们两口子 要全速冲击 去那边赚钱了 冲冲冲 朱小 拉倒吧 去那边 打天之稻草人 和天之多沟猫等 几乎不报什么好东西啊 我不如在这里 盛言变态足马 一天出几个握马名牌等 也不少 野猫子 哼哼 那也得看出不出啊 跟着大部队出得多 人也多 自己打 有时候特喵的 半天不出一个 行会里 众人呀 呀呼呼 都是热情高涨 当然 这只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新地方 更加容易赚钱 而高等级的玩家们 不一定愿意这么去杀鸡 特别是一些高等级法师 那些变态足马卫士 随手击杀的事 出个足马名牌 就好几千呢 但这个又有几率 所以 不少人纷纷发表意见 有的觉得马法大陆好赚钱 有的觉得 天之马法大陆好赚 但对于土豪玩家们来说 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尽快升级 进入转升地图 从视频来看 里面升级很容易 若是时间隔得越久 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不说别的 就那一身普通天之装备凑齐 就能增加好多属性 所以 不想落后太多 就必须尽快转升 此时 江系雷老虎 泰班下化线胡椒饼 一类青长城 冯西瓜 幻魔忠吉 和狂拽公主等人 也在商量 商议过后 最终的目标 都是尽快转升 而对于全服玩家来说 新地图 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新地图 意味着新商机 因此 还是有许多人都开始在幻境 疯狂冲击 另外一边 天之大陆的消息 毫无意外地传到了国外 那些拥有野心的国外势力 看着天涯浪子 他们如此快速冲击 都急了 同样加快了速度冲击 全都打算尽快进入国战地图 秦衡也考虑到了这点 他进来时 起名困难户说了 国外已经有69级的了 他能独自刷BOSS的时间不多 现在抓紧时间刷才行 从任务来那 秦衡大致明白了 新手区有哪些BOSS 黄金盗草人 黄金多狗猫 黄金钉耙猫 黄金石人化 黄金蜘蛛 黄金森林雪人 黄金半兽人 黄金蛤蟆 黄金虎蛇 黄金红蛇 这些是不进入二转地图 也能打的BOSS 不 还有一个 黄金半兽统领 他在天之卧马森林 或许还有一些 比如天之土城外面的小怪 天之狼什么的 秦衡的目标 就是在别人进来这里前 先把所有能打的BOSS刷一遍 首杀应该比较容易出货 秦衡很快清理 开了一群天之定爬猫 依然没爆装备 只掉了两个转身正名 一张五级神灵祝福卷轴 这里的装备掉落率 确实太低了 不像宝格祖马卫士 刷个十多个 怎么低也有卧马名牌掉落出来 还有一堆商店装可以捡 这里的小怪 目前是除了元宝 转身正名 天之装备 神灵祝福卷轴 别的似乎就不掉落了 不过 也好 秦衡以后 估计也不需要那些卖金币的东西 多刷点天之装备就好 黄金钉爬猫 实力跟黄金多勾猫差不多 都是二十一万的血量 有经验的秦衡 花了不到两分钟 就把黄金钉爬猫打爆了 叮铃一声 地上再次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天之不一 女 天之传统项链 试魂法杖 法神戒指 天师长袍 魔血戒指 道 龙文剑 古玉权杖 龙之手镯 绿色项链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八级神灵祝福卷轴 五级小火球 出衣服了 秦衡眼睛一亮 灵的一声 将名牌装备和奇品装备 材料 万年雪霜 强效太阳水 疗伤药等收拾了起来 灵的一声 天涯明月装备上了两件新装备 天之不一 女 防御0-4 魔防0-2 攻击0-1 隐藏属性 伤害减免加1% 需要等级 一转一级 秦衡眼睛再次亮起 这衣服 应该也是件极品的 原本的布衣 防御0-2 魔防0-1 这里防御多了两点 魔防多了一点 还多了一点攻击 可惜 不是家的魔法 但也没办法 这玩意随机出的 鬼知道它会加什么属性 能出件衣服也不错 下一个 天之传统项链 准确加1 重量1 持久4-5 隐藏属性 伤害加1% 需要等级 一转一级 这个就是普通的了 谁都可以戴 除了这两件转身装备 秦衡 还爆出了试魂法杖等 打黄金钉爬猫 出试魂法杖 秦衡一点都不稀奇了 好歹 这也是比地藏王更牛逼的 包死它 这把试魂法杖是把小极品 魔法2-13的 其他没有变化 也可以了 目前一把这个还能卖十多华币呢 行会里还有人抢 毕竟到现在试魂法杖 整个行会里也不到十吧 太稀少了 屠龙刀合以天剑也是如此 这边也能爆 那这试魂法杖自己就暂时不留了 先卖一下再说 别到时候掉价太狠了 再卖的话就亏大了 看了看其他的 小极品有十多个 超极品也有一个 公宿加二的法神戒指 这个也不错 不管留着还是卖钱都可以 还有一本五级小火球 天涯明月顺手学了 增加小火球伤害有没有用 秦衡也不管它了 学了再说 一切搞定 天涯明月心念一动 装备切换 瞬间 他外表变成了一个穿着粉色布衣 拿着乌木剑 带着六角戒指 传统项链的魔法师 这特么从外表看去 妥妥的一个新人 刚才边打怪 秦衡就边研究出了 正常装备和转生装备 可以切换外表的 比如天涯明月 他可以选择拿试魂法杖 穿霓裳羽衣的外貌 也可以选择 拿天之乌木剑 天之布衣的外貌 远远看去 不看名字和其他 真的就跟新人外表 没啥两样了 现在天涯明月的打扮 令秦衡想起了前世传奇时 自己等级高了 有时也会跟行会兄弟们 穿着布衣 拿着逍遥扇 龙文剑到处晃荡装逼 心中思绪着 秦衡继续往前清理 不久后 三道白光升起 秦衡再次升级了 天涯浪子 一转六级 经验值 六杠九百 可以 六级了 击杀完了猫类的boss 秦衡下一步 自然是寻找天之半兽人 天之森林雪人等的boss 天之钉耙猫们 暂时不杀了 打boss要紧 前期这里 玩家肯定极少 根本就不缺地方练级 所以边打boss 边冲击就行 三个号分开来 先沿着天之笔 骑城附近传送寻找 一人一个传送 隐身 不断往前传送查看 寻找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主要是 boss都是金黄色 个头又大了一倍 那还不是一眼的事 到了后来 他干脆用高空录像 传送到一片区域 直接高空查看 一目了然 在这种地毯式搜索下 用了不到半分钟 秦衡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黄金蛤蟆 这家伙 在天之笔 七城西城门 左边不太远的地方 周围一堆天之蛤蟆 合天之路 天涯明月 用冰咆哮 将天之蛤蟆们 引诱过来杀 结果 却是出了大问题 这些天之蛤蟆 血量三千 防御力和攻击力等 比天之多 狗猫强了一些 这些不是主要的 关键是 这些天之蛤蟆 会远距离吐射 剧毒液体 绿毒 红毒 还会麻痹 这一大群天之蛤蟆 蹦蹦跳跳 急速冲过来 一顿狂吐之下 瞬间将天涯明月 麻痹住了 那长长的舌头 更是不断地射出 在天涯明月身上 射出一道道 减蓝的数据 魔法值减十 魔法值减十一 好在旁边的端木 黯然和天涯浪子 免疫住了这波 毒液攻击 毒物躲避 加了都快百分之两百了 免疫这些毒液攻击 几率还是很高的 刷刷刷 半月弯道 噼里啪啦 以天辟地 狗子 邪恶未适 刷刷几下后 端木黯然 就将绝大部分的天之蛤蟆 全麻痹住了 很快将这些天之蛤蟆 纷纷打爆 经验值加五 经验值加五 别看他特么 血量比天之多够猫多 可是经验值却给的少 击杀了二十多之后 终于清理出了一块地方 地上掉了两个转身证明 四级神灵祝福卷轴 还有一堆堆的小元宝 五元宝 十元宝 二十元宝 最多也不超过三十的 还有一件装备 天之铁手镯 灵的一生 将这些东西收了起来 端木黯然将那个手镯带了上去 天之铁手镯 准确加一 持久五杠五 重量一 隐藏属性 伤害加百分之一 需要等级 一转三级 这属性跟普通铁手镯一样 看来是一个普通手镯了 也可以 伤害加百分之一 总比没有强 搞上一些五级左右的神之祝福 实力也能增长不少 不过 他打小怪 出了几个装备了 但没有一个是极品 从这里也能看出 不打boss 想出极品很难 将周围的小怪清理开了 天涯明月 还是最先顺移到了黄金蛤蟆跟前 这次他顶盾 换了超级品圣战宝甲 级品屠龙刀 和其他攻速三以上的装备搭配 狂砍 总之 就是把三个号最好的攻速装 都搞到了他身上 这么一搭配 他的攻速达到了每秒18法 为什么都搞到他身上 简单 因为 他有护身戒指啊 带着护身 又开魔法盾 目前根本没有boss能秒他 而攻速又不会因为他是法师减手 所以 秦衡将好装备堆积在了他身上 效果立竿见影 黄金蛤蟆的血量也在21万 他同样三重攻击 双毒液和舌头 攻速也不慢 达到了每秒14法的程度 每次都能舔掉天涯明月70点蓝左右 天涯明月可是有高达2000多蓝啊 加上生命值800多 妥妥相当于3000多的血量 这怪物能打死他才怪 不过 黄金蛤蟆的毒厉害 特别是麻痹 天涯明月还没麻痹住他 他倒是先麻痹住了天涯明月 但远处的端木 黯然也不是死的呀 几乎和天涯浪子同时出手 拼命搞着黄金蛤蟆 黄金蛤蟆的毒液 能喷到端木黯然身上 但天涯浪子失毒后 就跑远了 在远处放着倚天辟地 boss毒液都喷不到他 自然也秒不了他 黄金蛤蟆的麻痹虽然厉害 但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轮流着砍他 很快就将他麻痹住了 一顿爆锤 即便如此 他挣脱麻痹后 又麻痹了好多次秦衡的三个号 花了足足四分钟 才将他给打爆 叮铃一声 地上爆出了一大片的东西 天之小手镯 天之传统项链 圣战头盔 法神披风 魔血手镯 法 龙文剑 裁绝之杖 绿色项链 灵魂项链 无极棍 锦中月 五极治愈术 这次又多了两件天之装备 看了看 秦衡眼睛一亮 这是道士的装备 灵的一声 天涯浪子带了上去 天之小手镯 魔防0-1 倒数0-1 重量1 持久4-5 隐藏属性 伤害加1% 需要等级 一转5级 这个 原本小手镯只有魔防0-1 显然这也是一件极品 多加了一点倒数 对于天涯浪子正合适 以后进入天之骷龙洞 就能用上 另外一个天之传统项链 还是普通的 其他装备 倒是有两个超级品的 攻速加2的超级品 圣战头盔 攻速加2的灵魂项链 都不错 收拾完东西 继续寻找 BOSS 秦衡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黄金森林雪人 和黄金毒蜘蛛等 至于黄金石人花 这玩意不好找 因为它使人经过 才会从地底钻出来攻击 鬼知道它在哪 一番寻找后 秦衡在天之笔 骑城外面的森林和戈壁交界处 找到了黄金森林雪人 周围同样是密密麻麻的 天之森林雪人大军 老办法 天涯明月先用冰袍啸引诱 这些小怪过来 放火 冰袍啸 半月 以天辟地 天之森林雪人的血量 又要更高一些 达到了3200点 防御力和攻击力等 都大大提高了 同时 它们的作战方式 也有了很大的差别 它们竟然远远地朝天涯明月 和端木岸然 它们砸雪球 一群怪物砸雪球 从远处看 就像再下一场冰雹 幸好 它们还是单体攻击 否则群体攻击 四五十个同时砸下来 也难顶啊 砸在端木岸然身上 每个都掉40滴血了 怎么顶 很快 这群怪物就被统统灭杀 经验值加十 经验值加十 还不错 天之森林雪人的经验值高多了 地上掉落了大量的 一小堆一小堆的元宝 转身正名等 还有一件天之装备 天之木剑 一把普通的天之武器 也可以 将来卖元宝也行 清理开地方 天涯明月再次冲了上去 硬刚黄金森林雪人 这家伙 血量 涨到了二十三万了 攻速和攻击力 也比黄金蛤蟆等高了一些 可惜 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围着它一顿狂砍 很快就将它麻痹住了 两分钟 直接打爆 叮铃一声 地上再次爆出了 大量的装备药水 秦横激动看去 天之青铜剑 天之不一 难 圣战手镯 圣战保甲 血影 红魔戒指 法 裁绝之杖 龙文剑 泰坦戒指 恶魔灵荡 五级小火球 出了新武器和衣服了 端木黯然直接换了上去 天之青铜剑 攻击三杠七 重量九 持久七杠七 隐藏属性 倒数技能加百分之五 需要等级 一转五级 咦 是把道士的武器 天涯浪子换了上去 实力瞬间强了一截 第468章 国战令牌 杀尽天之毒蛇山谷 天之笔骑成西边地戈壁滩和森林交际处 秦横将黄金森林雪人打爆后 再次获得了大量的装备 最令他意外的是 天之青铜剑 这把武器隐藏属性 竟然是加道士技能的 这非常不错 虽然武器没有直接加倒数 但隐藏属性加也不错 至于将来 进入二转地图 差的属性 一直这么打boss下去的话 肯定很快能凑够需求点数的 实在不行 他也有最后一招 不知道用千道获得的强化卷轴 升级这些天之武器行不行 如果行 那就没的问题了 只要给一把武器打上两个强化加六的卷轴 那就强化加十二了 三个号轮流着都够用了 思绪但此 秦横再也控制不住 直接拿出了一张强化加三的卷轴出来 给天涯明月的天之乌木剑强化 这种武器目前只是小极品 不值得用强化加六的 先试试水 叮咚 系统提示 天之武器还未开通强化功能 暂时无法强化 秦横 好吧 暂时无法强化 会不会是因为土城那边的沙巴克 还没开放 所以 武器升级就没开放 秦横只能这么猜测 想到土城的沙巴克城 这座城市将来一定要拿下 全球大乱斗 只要拿下天之马法大陆的沙巴克城 元宝才能源源不断 否则呢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沙巴克城靠卖药水 发家致富 天之沙巴克城得靠卖什么呢 药水别人都可以直接从马法大陆那边买过来啊 最多就是强化装备吧 或者还有其他的 游戏如何安排 秦横暂时也想不到 总之 天之沙巴克城拿下 肯定是有好处的 全球共有的沙巴克城 没点踩头 也太没劲了 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至少元宝得有吧 心中猜测 秦横查看下一个东西 天之不一 难 防御0-3 魔防0-2 防御和魔防各自加了一点 小极品 连攻击魔法等都没加 秦横稍微有点失望 这个黄金森林雪人 实属有点垃圾了 两件天之装备 就给了这玩意 但转念一想 极品难出 好像也正常吧 从前面的暴力就可以看出 目前爆出的都是小极品 没有马法大陆 那边后期那么夸张了 也好 慢慢积累吧 只要自己比别人强就行 看了看其他非转身装备 秦横终于露出了喜色 攻速加2的超极品 圣战宝甲 攻速加3的超极品血影 圣战宝甲 可以留着给明月老婆他们 血影卖钱也不错 其他就是普通 或者小极品了 不过 端木黯然包裹里 还有一块闪闪发亮的东西 那是什么 秦横定睛一看 顿时一呆 随后大喜 这是一块龙形牌子 国战令牌 道具 使用后 可任意选择进入外围服务器 时长 24小时 注意 选择进入一个服务器后 不能进入其他的服务器 死亡后 将在自身服务器复活 这竟然是一块国战令牌 使用后 就能去其他服务器 击杀其他服务器的玩家 不会鸿鸣 还会获得荣誉积分 荣誉积分 将来可以获取东西 可能是装备 也可能是其他 这就是官方上次公告时 给出的解释 而现在获得这块令牌后 描述也很简单 但却透露了好多信息 首先 拥有它 能随意进入任意服务器 其次 有时间限制 只有24小时 且进入一个服务器后 就不能再去别的服务器了 最后 死亡会在自己服务器复活 不过 这里有个不明确的东西 那就是使用后的24小时里 死亡后 在自身服务器复活后 还可以去别的服务器吗 这里不是很明朗 秦衡也不清楚 只能等以后看看了 拥有国战令牌 就能入侵其他服务器 任意击杀玩家 看着这龙形国战令牌 秦衡的眼睛越来越亮 他正愁天涯浪子 和天涯明月的官职金币 怎么搞呢 这不就有人送钱吗 因为国战地图开放的原因 秦衡都不好意思 对江系雷老虎 和一类青长城等人下手了 而对国外的 他自然没有压力 虽然 以后 国外势力 也有可能会成为 他在神州的手下 但那是极其遥远的事了 韭菜嘛 哥就是了 想自己强大了再说 现在 凭着他的实力 去往任意一个服务器 应该也是无敌般的存在 任意击杀抢夺 嘿嘿 想到这里 秦衡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不过嘛 现在还是打完这些boss再说 等人多了 到时候就去国外转转 去哪个服务器呢 这个得问问 启民困难户他们了 看他们对哪个国外势力不顺眼 就干谁 对了 秦衡突然想起一件事 立刻边打怪 边私聊 启民困难户 老大 国外势力那边 帮我盯着点 看看有谁要转身了 就说一下 我好给他们一份惊喜 好好 鹅们能盯得早盯着了 你快点多搞点装备 最快的 估计还得一天多左右 启民困难户得意的声音传来 好 结束通话 秦衡思索起来 一天多时间吗 那自己可以刷差不多四轮boss 级别起码也能到十多级 这还是刷boss 不刷boss 估计级别晋升的要更加的快 不再多想 秦衡继续分开寻找boss 没多久后 秦衡终于在茫茫戈壁滩上 找到了黄金毒蜘蛛 在他周围 不但有天之毒蜘蛛 还有天之半兽人 这些小怪的实力 比起天之森林雪人 又要强了一件 特别是天之半兽人 这种怪物血量在三千五百了 每次拿起手中的木棒攻击 都能垂端木岸然将近四十滴血了 这还是他穿戴了一些天之装备 又附加了神灵祝福卷轴 不过 他们打天涯明月 真的就是挠痒痒了 每次也就掉十二滴蓝左右 这对于天涯明月来说 简直就是可有可无 但这群怪物中 还是天之毒蜘蛛比较可怕 血量三千六百 但他的剧毒厉害啊 绿毒喷到天涯明月身上 每次能掉三十滴血左右 一秒能掉三次 这就九十滴血了 这种毒液 还是很恐怖的 至少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就是剧毒中的剧毒 至于天涯明月 不提也罢 端木岸然 他的攻速比这些 每秒七发的小怪强多了 加血都比他们快了一倍 又有麻痹戒指 万年血霜 吸血功能等 扛住也没有任何问题 血量和防御较少的天涯浪子 就一直狗在后面 丢以天屁的就行了 有两个大肉盾 加一堆宝宝前面顶着 小怪一般都不过来 偶尔有脑子缺根筋的 天之半兽人绕路过来 他隐身 立马也没事 总之 清理这些小怪 都是小意思 随着大量的怪物倒下 秦衡也获得了大量经验值 经验值加8 经验值加8 经验值加14 经验值加14 天之半兽人 每人分8点经验 天之毒蜘蛛 每人分14点经验 经验值都非常不错 同时 地上也叮铃当当地 爆出了一大堆的元宝 转身证明 三级神灵祝福卷轴 还有牙齿 灵的一声 将地上掉落的东西 自动捡了起来 秦衡打开包裹 好奇地查看 天之毒蜘蛛牙齿 材料 制作超级药粉的必需品 好吧 这边 还能制造超级药粉 莫非以后的boss 普通毒不管用 需要超级毒 秦衡有点弹痛地猜测 若真是如此 以后这药粉收集 也是件麻烦事 主要是到时候 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 因为前期进来的 都是各大势力的大佬 别人还得用呢 不过 这牙齿 不是得挖吗 马法大陆那边的毒蜘蛛 牙齿都是要挖的 现在直接爆出来了 这倒省事了 思绪中 秦衡不断清理着怪物 经验值不断飞涨 刷 三道白光 几乎同时亮起 秦衡三个号 再次升级了 端木黯然 一转七级 经验值 六杠一千二百 晋升下一级的经验 提升到了一千二百点 全部击杀天之毒蜘蛛的话 每头十四点经验 也要杀八十五头 静下心来杀 不找BOSS的话 秦衡几分钟 就能升一级 这就是级别低的好处了 等到十多级 还进入不了二转地图的话 那就难过了 到时候 每人需要的 可是好几万的经验 那要升一级 就难了 又击杀了几个天之毒蜘蛛后 秦衡面前 终于只剩下了黄金毒蜘蛛了 天之毒蜘蛛的实力 比天之多 狗猫他们强了很多 因此 天涯浪子 没有直接上去试毒 换了一身战士装的 天涯明月羞的一声 到了黄金毒蜘蛛后面 拿起屠龙刀 就是一顿乱砍 同时在脚跟前放火 吱吱吱 受到攻击的黄金毒蜘蛛 愤怒地滋滋滋叫着 转头 喷出了大量的三色毒液 红毒 绿毒 还有灰色的麻痹毒液 同时 他的两个爪子 也是对着天涯明月 一顿乱挥乱炸 瞬间攻击 依然是三重攻击 每秒达到了15发的程度 血量减80 血量减79 血量减81 这种攻击 对于拥有护身戒指的 天涯明月 自然起不到作用 唯一难搞的就是 他的麻痹 几率很高 天涯明月还没麻痹住他 倒是先被他麻痹住了 但秦衡也不慌 以天涯明月的血量 站着让他杀 自己加血 也不可能杀死的 呵呵呵 这时 端木黯然也传送到了天涯明月对线处 烈火加刺杀轰了上去 黄金毒蜘蛛大怒 回头对着端木 黯然就是一顿狂喷 血量减280 血量减275 扛住没问题 这时 邪恶卫士和狗子也围了上来 对着黄金毒蜘蛛 一顿猛干 分担了一些火力 端木黯然去掉了一众攻击 还扛着两重攻击 但已经舒服多了 天涯浪子这时才羞的一声 到了黄金毒蜘蛛背后 刷刷 尸毒完立马跑路 果然 黄金毒蜘蛛一大坨粘液 喷在了他刚才站立的地方 不得不说 这黄金毒蜘蛛的麻痹抗性就是高 端木黯然砍了 他好几秒都没麻痹住 幸好这是天涯明月恢复过来了 两人猛砍 这令黄金毒蜘蛛有点顾此失彼 不知道该攻击谁好 转来转去后 他突然溜了 是的 不打端木黯然和天涯明月了 撞开了两个邪恶卫士 跑出了众人的包围圈 就在秦衡惊讶时 他一回头 嘴里吐出大量毒液 同时攻击着天涯明月 端木黯然和一堆宝宝 瞬间麻痹住了一群人 显然 他还知道挪动位置 选择最佳的群体攻击方式 草 还能这样 被麻痹住了的秦衡一阵无语 这boss致力高了好多啊 羞羞 被麻痹了的天涯明月和端木黯然 干脆传送到了远处 这下好了 黄金毒蜘蛛直接猛搞邪恶卫士 和两头狗子 天涯浪子挨尽了 给他们零零零的夹血 夹房 没有被继续失毒 果然解除麻痹快了很多 一秒多时间 端木黯然 他们就恢复了过来 两人再次传送到了黄金毒蜘蛛旁边 一顿猛搞 这次 终于麻痹住对方了 众人一拥而上 对着黄金毒蜘蛛一顿猛干 中间 黄金毒蜘蛛又解除了几次麻痹 同时麻痹住了众人不少次 但秦横都是无惊无险 主要是有护身戒指的天涯明月太鼎了 分担了许多火力 即便如此 这次打死黄金毒蜘蛛 也花费了整整五分多钟 实在是对方的麻痹效果 太强了 动不动就麻痹 叮铃一声脆响 地上再次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火焰戒指 天之银手镯 天之玻璃戒指 逍遥扇 法神项链 天师长袍 红魔项链 道 龙蚊剑 古玉权杖 心灵手镯 骑士手镯 咦 又出了一个特件 不错 秦横眼睛一亮 灵的一声 将名牌和极品装备等都收了起来 打开包裹查看 第一件装备就令秦横兴奋起来 火焰戒指 攻击0-6 魔法1-12 倒数0-6 防御0-5 魔防0-5 攻速加2 毒物躲避加60% 超极品的火焰戒指 原先的火焰戒指是魔法1-2 这里加了一大堆属性 还有攻速2的属性 可以说很变态了 在外界可以用 在游戏里也可以的 天涯明月 现在包裹里都两套装备 一套试魂法杖的法神套 一套屠龙刀的圣战套 刷小怪时 换上法式装备 放火 冰袍啸等 打boss换上战士装 上去同样放火 狂砍 所以 有个超级品的火焰戒指 那就会犀利很多 至少放火和砍怪时 伤害更高一些 下一个 天之银手镯 攻击0-1 敏捷加1 持久7-7 重量1 这个加了攻击 端木黯然带了上去 隐藏属性立刻显示了出来 隐藏属性 伤害加1% 需要等级 一转7级 这个还不错 是个小级品 加了一点攻击 下一个 玻璃戒指 就是普通的了 天涯浪子 直接带了上去 剩下的装备中 逍遥扇是把攻速加1的超级品 法神项链则是1-12魔法的单属性超级品项链 都不错 其他的 普通装备也有两个超级品的 一件攻速加2 攻击加7的战神盔甲 难 一个攻速加3 攻击0-6的狂风戒指 看着这些东西 秦衡明白 这里的小怪虽然不抱什么握马 足马装 但boss是真给力 出攻速超级品装的几率很大 估计 这也是游戏普及化的一种方式吧 毕竟 这边如果攻速上不来 普通玩家搞机都搞不过 除了这边大爆 其实沙巴克藏宝阁和幻境 爆攻速加1 加2的普通装备 几率都很高 秦衡自己之前都出了不少 只是 他自己用不上 都丢给小不点去卖了 拦出的是攻速加3以上的装备 秦衡自己三个后 都没凑齐一套 攻速加4的 更是只有一个 查看完后 秦衡给星天之装备 弄上5级左右的神灵祝福卷轴 继续寻找下一个boss 一分钟不到 他就在戈壁滩上 找到了黄金半兽人 黄金半兽人 实力跟森林雪人差不多 血量23万 主要攻击方式 切钉钉 周围半月 加烈火 刺杀 或者野蛮冲撞 秦衡打他还是很轻松的 比起黄金毒蜘蛛来说 简单多了 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上去一顿猛狗 麻痹住后 就将他虐到死了 两分钟不到就打爆 随着黄金半兽人的倒下 地上也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天之皮质手套 天之六角戒指 圣战手镯 法神披风 红魔项链 战 血影 裁绝之杖 龙文剑 力量戒指 黑铁头盔 秦衡激动地打开包裹 查看起来 天之皮质手套 防御0-2 魔防0-1 持久7-7 重量1 天涯明月换了上去 隐藏属性 伤害加1% 需要等级 一转7级 还不错 是个小级片 加了一点防御 和一点魔防 再看下一个 秦衡眼睛亮了 魔法0-2的六角戒指 牛逼 天涯明月 再次换了上去 看了看其他装备 其中有两件超级品 但秦衡也换不了 给新装备 搞上神灵祝福卷轴 一切弄好 秦衡开始琢磨 接下来去哪里杀 看了看任务 目前新手村的任务boss 还有不少 黄金半兽人战士 黄金石人花 黄金半兽勇士 黄金红蛇 黄金虎蛇 黄金石人花 秦衡不想去碰运气 黄金半兽勇士和战士 不在这边 在沃玛森林 黄金红蛇和虎蛇 则在天之毒蛇山谷 毒蛇山谷 需要一转十级才能进入 这点倒不是问题 它很快就能升上去 就是不知道 沃玛森林能不能进入 除此之外 还有天之蒙中土城 外面也有许多黄金boss 如黄金狼 黄金猎鹰 黄金盔甲虫等 可毒蛇山谷 它都过不去 又怎么能去天之蒙中土城呢 它倒是有个方法过去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三个号互相杀鸿鸣 一起找天之大刀侍卫 估计就能被天之大刀侍卫砍死了 在上线 应该会在蒙中的鸿鸣村 思绪到此 秦衡这才发现一件事 它三个号 不知什么时候 都成了白名字了 之前天涯明月 都是鸿鸣的 什么时候赚白了呢 秦衡好奇 看了看自己进入后的录像 发现进入这里就是白名了 再往前看 秦衡这才发现 原来转生前天涯明月 还是鸿鸣状态 转生成功后 直接变白名了 看来 转生意味着新的开始 所以 以前的种种罪孽 都洗刷掉了 白名 这样也不错 否则它在新村守 估计都会被天之大刀侍卫攻击 现在去土城 鸿鸣是可能可以过去 但这里也有个问题 去了天之土城那边 该怎么回来 从进入天之毒蛇山谷可以看出 近高级地图都会有限制的 那么进土城肯定也有 具体什么限制 还得到时候看看才清楚 它可不想自己三个号 去了土城回不来 不过 秦衡念头一转 又想到了一个方法 可以来回在天之土城 和天之笔骑城跑 具体怎么实施 还得看具体情况 现在嘛 当然是去天之沃马森林那边看看 能不能进入先 咻 瞬间 秦衡三个号出陷在了天之沃马森林入口处 这里依然有两个弓箭手 只是盔甲和弓箭换成了黄金的 天之弓箭手 实力估计会更加强劲吧 不知道能不能秒了自己呢 秦衡压下心中蠢蠢欲动的念头 迈步朝天之沃马森林走了过去 叮咚 进入该地图需要二转 我日 进入天之沃马森林都需要二转 里面不都是小怪吗 不对 或许是因为天之半兽人战士 天之半兽勇士的关系 天之半兽战士就跟天之骷髅一样的实力了 天之半兽勇士更是强了一大减 这么说来 需要二转也是清理之中 没办法了 暂时没boss刷了 练几吧 冲到十几后 去天之毒蛇山谷 脑海中闪过天之笔棋城外面的所有boss 秦衡确定 确实除了黄金十人花就没了 咦 不对 好像还有个地方 可以去看看 思绪到此 秦衡的心有点碰碰乱跳 羞的一声 三个号出现在了天之笔棋城外面森林中的小水塘中间的桥上 这里 马法大陆那边 进入是暗知骷髅精灵所在的地方 那么 现在这里面还会有boss吗 怀着忐忑的心情 天涯明月带了个隐身戒指 一步踏了上去 刷 天涯明月进去了 秦衡忐忑的睁大眼睛查看 入目所及 没有看到怪物 看了看地图显示 天之烈焰殿堂 莫非怪物在角落 小心翼翼上前 结果 整个大殿空空荡荡 什么怪都没有 好吧 这里 暂时还未开放应该 又转了转 确定没有怪物后 端木黯然用记忆套 将天涯明月拉了回来 咻 三个号直接传送到了 毒蛇山谷外面入口处 开始在这里刷怪 现在地图都属于未开荒的 怪物还是很多的 虽然不是没法落脚 但也是一堆堆的 开着盾的天涯明月 往怪物堆里一钻 往回一跑 立马拉过来四五十个怪物 天之半兽人 天之毒蜘蛛 天之钉爬猫 放火 冰咆哮 半月弯刀 狗子 以天辟地 两分钟后 一阵白光升起 秦衡三个号 晋升到了八节 端木黯然 一转八级 经验值 二杠一千七百 继续刷怪 三分钟后 三道白光升起 端木黯然 一转九级 经验值 六杠两千五百 继续 有着传送戒指 有着传送戒指在 秦衡清理完一片地方 也不用跑 反正他早已打开了高空录像 哪里有大量怪物 一目了然 直接就传送过去开杀了 五分钟后 又是三道白光升起 再次升级了 端木黯然 一转十级 经验值 六杠六千 升级一转十一级的经验 涨到了六千了 秦衡想升级的话 起码要十一多分钟 但他没继续刷怪 而是打算进天之毒蛇山谷 而刚才的刷怪中 他除了收获了大量的元宝 几张神灵祝福卷轴 和转身证明外 还爆出了三件装备 天之古铜戒指 天之金项链 和天之小手镯 全是普通的 秦衡该换的换上 该戴的戴上 随后 朝天之毒蛇山谷走了进去 这次 很顺利地进入了天之毒蛇山谷 刷 一进入 秦衡打量了一下 跟马法大陆的毒蛇山谷 没有什么区别 入口不远处 有一堆天之毒蜘蛛等 秦衡自然不会在这里杀了 他的目标是 里面的黄金红蛇和黄金虎蛇 一路往里传送过去 秦衡一边从高空录像上 查看着周围的怪物 很快 他来到了天之毒蛇村庄旁边 想了想 秦衡还是先进入了村庄 查看了一下周围的NPC 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的地方 结果 没有任何惊喜 这里同样不卖任何天之装备 不过 这里也有一个小棋 之前完成的任务 都可以在这里交 秦衡将任务交完 再次获得了大量的元宝奖励 看了看包裹 已经有三万多盒元宝了 还不错 继续努力 天之毒蛇山谷很大 秦衡三个号 戴上隐身戒指 分头寻找 一路上 天之虎蛇 天之红蛇 天之半兽人 天之钉爬猫 天之稻草人 天之毒蜘蛛都有 漫山遍野都是 这么多怪 在这里刷怪 肯定能爽死 不过 秦衡还是先找 Boss再说 结果 他黄金虎蛇没看到 倒是遇见了黄金钉爬猫 这里竟然还有黄金钉爬猫 秦衡也有点猛逼 这是怎么回事 是了 这里是另外一张地图 有钉爬猫 所以就会有黄金钉爬猫吗 那这么说来 这里也会有黄金刀草人等等 那么 沃马森林估计也是一样了 这转生地图 Boss确实多呀 不知道以后进入矿区后 十多层地图 会不会每层也有黄金Boss 若都有的话 靠 这Boss都打不完了 四十级的重装衣服 赤月装备 怒斩龙牙等 将来肯定要大跌价了 Boss太多 当然 现在也只是秦衡的猜测 是不是这样 他也不清楚 现在打死眼前的Boss在说 这次 秦衡三个号的实力 提升了不少 再杀黄金钉爬猫 就缩短了十秒钟左右了 同样是大爆了一地东西 天之木剑 天之铁手镯 圣战宝甲 法神头盔 这次 天之铁手镯还不错 是个加了一点魔法的 天涯明月乐呵呵地戴上了 继续寻找 很快 秦衡找到了黄金虎蛇 第469章 天之蒙重 超恐怖黄金 巨型多角虫 天之马法大陆 天之毒蛇 山谷地森林中 嘶嘶嘶 无数黄颜色的天之虎蛇 和红色的天之虎蛇 环绕着一条七八米长的 巨大黄金虎蛇 这黄金虎蛇 外表跟虎蛇没什么两样 就是一个字 大 秦衡还是故技重施 让天涯明月 将天之虎蛇等引诱过来 先清理掉 天之虎蛇的攻击力和防御力等 又要比天之毒蜘蛛强了不少 血量上升到4000了 它们除了咬人之外 还增加了远距离的毒液攻击 不过 都是单体攻击 每次攻击开盾的天涯明月 可以打掉它13滴血左右 打端木黯然 则在45滴血 天之虎蛇的攻击血量 跟天之虎蛇一样 至于它们周围的天之半兽人等 不提也罢 秦衡打这些怪物 还是能打动的 放火 冰咆哮 以天辟地 宝宝们乱砍 乱喷 每次 端木黯然三人的群体攻击 都在20滴血左右 但架不住攻击频率高啊 三人清理小怪时 都是本职业正常装备 天涯明月和端木 黯然每秒都在15发多 天涯浪子在14发多 都能将自身实力 发挥到最大 加上17个宝宝 这清怪的速度 还是蛮快的 三秒钟就能清理完一波怪物 随着大量的天之虎蛇 天之红蛇躺下 地上叮铃当当的 爆满了一地的元宝 转身证明神灵祝福卷轴 经验值也开始刷屏起来 经验值加18点 经验值加18点 天之虎蛇和红蛇的经验值 又要比天之毒蜘蛛高多了 击杀一条蛇 每人都能分到18点经验 想晋升到11级 需要6000经验 意味着秦横要杀300多条蛇 差不多要十来分钟这样 随着大量毒蛇死亡 地上也终于掉出了装备 天之皮质手套 灵的一生将所有东西捡了起来 秦横看了看 普通的 没有惊喜 这玩意 刷小怪 就是难出极品啊 莫非自己刷的少 想来 从他进入天之马法大陆后 除了开始刷了点小怪 后面不是在打boss 就是在打boss的路上 静下心来刷小怪的时间 连20分钟都没有 所以 小怪出极品概率高不高 还得以后再看 但不管如何 打boss出极品 肯定是高得多的 心中思绪着 秦横很快清理完了这片小怪 天涯明月 换上圣战宝甲等攻速装备 提着屠龙刀 开着盾 再次传送到了黄金虎蛇后面 一刀上去 直接给他来了个千年杀 血量减实 血量 249990-25万 死 吃痛的黄金虎蛇 一回头 张嘴同时喷出绿红毒 和黑色毒液 瞬间将天涯明月 染成了三色 而他的尾巴也没闲着 一卷 直接缠住了天涯明月的小蛮腰 狠狠挤压 嘎吱嘎吱 天涯明月的魔法盾 都被挤压得嘎嘎响 这突如其来的招数 把秦横都有点整不会了 草啊 这新姿势 秦横还以为 天涯明月会被瞬间挤爆 结果一看 还好 也只是吊篮而已 每次损失20滴血左右 而他的手 还可以拿着屠龙刀攻击 在黄金虎蛇身上 不断地砍成了残影 可惜 他没有战士的攻击技能 所以每次的攻击就在七八点这样 招手 瞬间换上火焰戒指和魔法装 火墙烧上 再换装 继续砍砍砍 而这时 端木暗然和邪恶卫士等 也冲了上去 烈火加刺杀 砍砍砍 天涯浪子 还是一如既往的 上去尸毒完就跑后面 继续苟着丢以天辟地 受到多重攻击的黄金虎蛇 瞬间松开了天涯明月 尾巴一个横扫一圈 眨眼将端木暗然 天涯明月和一圈的邪恶宝宝 扫飞了七八明月 对着众人 就是一顿狂喷 刷刷刷 瞬间麻痹住了天涯明月 和一圈宝宝 这黄金虎蛇 一样会麻痹人 似乎如今的boss 很多都带麻痹属性了 操 这又是什么新招式 蛇板抗拒火环 无语的秦衡 指挥着端木暗然 冲上去 继续烈火刺杀 每次都能带走对方 三四十滴血 烈火和刺杀 还是很猛的 半月弯刀的群弓 就要差一些 受到攻击的黄金虎蛇 又转头将端木暗然缠住 张口就咬 那巨大的舌头咬下来 真实无比 秦衡很怀疑端木暗然 会不会被一口吞掉 胆小的指不定会下妙 好在游戏机制 没有这种设定 只是在端木暗然头上乱蹭 冒出一道道剪血的提示 然后 受到以天辟地的攻击时 他还会朝天涯浪子冲过去 但天涯浪子狗啊 眨眼传送的远远的 离开了他的感应范围 黄金虎蛇 只能继续搞端木暗然 可羞的一声 天涯浪子又传送到 以天辟地能攻击的距离 对着他 又是一顿噼里啪啦 黄金虎蛇恼怒地转头 想攻击天涯浪子 可一回头 人又不见了 就这样 端木暗然顶着 天涯浪子在后面 渐渐地放冷枪 搞得黄金虎蛇 有点焦头烂额 而这时候 天涯明月和众多宝宝 也解除麻痹状态了 冲了上去 就是一顿围殴 这次 不等黄金虎蛇作妖 天涯明月就麻痹住了他 众人趁机一顿抱锤 把黄金虎蛇搞得头 一直往后仰啊仰 嘶嘶乱叫 很快 他解除麻痹 又是一个尾巴狂扫 将众人扫飞 继续喷喷喷 就这么来来回回地 搞了五分多钟 秦恒才将他活生生地搞死了 叮铃一声 地上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神力戒指 天之牛角戒指 天之钢手镯 逍遥善 天尊项链 天魔神甲 魔血项链 法 裁绝之杖 龙文剑 黑铁头盔 恶魔灵荡 神力戒指 不错 灵的一声 将装备都捡了起来 神力戒指 普通 可以拿来外界合成 天之牛角戒指 这个是战士装备 直接给端木黯然戴了上去 天之牛角戒指 攻击0-2 模仿0-2 重量1 持久6-6 隐藏属性 攻击伤害加1% 需要等级 一转9级 很好 是个小级片 天之钢手镯 防御0-3 模仿0-1 重量1 持久5-5 隐藏属性 伤害加1% 需要等级 一转8级 这个同样也是一个小级品 多加了两点防御 给天涯明月换了上去 其他东西 牛逼的也有两件 攻速加2的超级品天尊项链 攻速加2的超级品记忆手镯 记忆手镯 攻击0-9 魔法1-10 倒数0-9 防御0-9 魔防0-9 攻速加2 原本的记忆手镯 只是魔法1-1 这里加了一大堆东西 还有两点攻速 确实是个超级品的东西 刚好外界还差一个超级品的记忆手镯 可以换上了 换上后 这实力都能暴涨一截啊 查看完了后 秦衡三个号再次分散 吹着口哨 寻找剩下的boss 15分钟后 他相继找到了黄金半兽人 黄金毒蜘蛛 黄金稻草人 黄金红蛇统统打爆 黄金红色 除了长得跟黄金虎蛇 外表颜色不一样之外 其他血量 攻击方式都一样 被有经验的秦衡磨了五分钟 把他给磨死了 再次获得了八件天之装备 天之木剑 天之六角戒指 天之匕首 天之布衣 女 天之小手镯 天之银手镯 天之乌木剑 天之镜项链 极品的只有三件 魔法零杠一 防御零杠三的天之女布衣 道一的天之小手镯 和敏捷加二的金项链 这三件装备 自然被秦衡挨个换了上去 而其他的赤月装备 祖马装备等 也有不少超极品 但秦衡用不上 至此 他在天之毒蛇山谷的任务就完成了 但他的等级 还没有晋升到十一级 还差了一些 是继续升级呢 还是去蒙中土城看看 秀 只是思索了一下 秦衡三个号 就出现在了天之蒙中土城的入口处 无论如何 他都要看看 能不能去天之蒙中的 端木黯然向前走近 果然无法进入 一道系统提示在耳边响起 系统提示 进入天之蒙中 需要二转 好吧 进不去了 现在自己要去干嘛 目前天之笔七城外的新手boss 和天之毒蛇山谷的boss都被打完了 唯一的一个没打的 只有天之黄金石人花 这个boss 秦衡也没打算去找 是在这天之毒蛇山谷炼击呢 还是用特殊方法 去蒙中土城看看 只是稍微思量了一下 秦衡就决定 去天之蒙虫看看了 不过 哗啦啦 刷刷刷 噼里啪啦 在此之前 他先清理一下入口处的怪物们 顺便升一级再说 几分钟后 三道白光升起 秦衡三个号再次升级了 端木暗然 一转十一级 经验值 66-8000 经验值再次提升 秦衡也没多大在意 反正就是多两三分钟的事 休 秦衡三个号来到了天之毒蛇村庄不远处 先将周围的毒蛇等小怪击杀了 这才换上全体攻击模式 首先 端木暗然将天涯明月击杀了 死亡下陷 再上 天涯明月再传送回来给端木暗然杀 连续杀了四次后 端木暗然终于红了 红了之后 秦衡剩下的两个号没有继续杀 没必要了 一个号过去看看能不能用记一套传送 如果可以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他以后只要凑齐一个号的转身 就能三个号进入副本地图 这一点很重要 若真能如此的话 他就能先省略好多钱了 心中思考者 天涯明月直接将红明的端木黯然打爆 地上掉了一地的东西 屠龙 麻痹戒指等都爆了出去 灵的一声 端木黯然将东西全都捡了起来 重新装备好后 秦衡再次下线了 能不能偷渡去那边 就看这一家伙了 上线 刷 睁眼一看 秦衡顿时露出喜色 天涯明月和天涯浪子 还在天之毒蛇山谷 而端木黯然果然出现在了一个熟悉的新地方 天之鸿明村 天之蒙重角落里的一个村子 所有鸿明玩家死亡后的归宿 举目四望 整个鸿明村跟马法大陆那边没什么两样 嘎吱嘎吱 沙沙沙 鸿明村里 还有不少的怪物在 天之盔甲虫 天之沙虫 只不过 端木黯然下线前 就换上了隐身戒指 因此他们也没攻击端木黯然 成了 秦衡欣喜地给端木黯然换上记忆套 开始拉人 叮咚 目标条件不符合 无法进入当前地图 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 令秦衡一阵无语 用记忆套竟然没法将天涯明月他们传送过来 可端木黯然条件怎么就符合了 是了 他鸿明了 鸿明了 死亡不管如何 就在鸿明村 那现在要怎么办呢 三个号都鸿明过来天之盟众 过来了还能回去吗 如果不能回去 那就有点扯当了 他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以后的玩家在那边 不到二传 没法见面 那元宝怎么凑齐 所以 全部鸿明前 秦衡还得看看 鸿明后 能不能再次回到天之毒蛇山谷 先用记忆套试试 秀 端木黯然被传送了回来 可以 从那边可以传送回到这边 但三个号过去 就没人在这边传送了 留一个号在这边拉人的话 打怪速度就慢了 所以 还得实验一下 看看从入口能不能回来 天涯明月和天涯浪子 再次将端木黯然打爆 下线 上线 端木黯然重新出现在了鸿明村 秀 下一瞬 他出现在了天之土蛇中 四处打量 看了看 整个天之土蛇 跟马法土蛇一模一样 而这里 小齐毫无意外地 在安全漆里 呵呵 你倒跑得很快 都来到这里了 看到端木黯然 小齐竟然还知道主动打招呼 端木黯然走了过去 嘿嘿 美女 能从你这里 传送回天之笔七成步 小齐摇头 不行 需要二转 才能使用传送功能 好吧 从这里我 还能进入天之土蛇山谷吗 端木黯然换了一个话题 当然 只要你能闯过去 小齐笑盈盈道 谢了 秀 端木黯然传送走了 来到了城里武器店门口 一头走了进去 小齐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又咽了回去 端木黯然传送着 快速浏览了一遍 这里的各大商店 药店 书店 没有任何天之装备卖 也没有任何五级技能书卖 城里附近的书院 卖的还是最高三十五级的召唤神兽 但需要元宝 看来 没有商机了 死兴了的秦衡 控制着端木黯然 下一瞬 到了天之蒙众和天之毒蛇山谷的交界处 来这里 自然是想看看 自己能不能闯过去了 虽然 端木黯然的级别很高 但在这里 能不能闯过去 真没捕 结果 刚落地 端木黯然眼前就是一黑 下一刻 他已经躺在了地上 叮铃一声 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天魔神甲 传送戒指 圣战头盔 爆了一大半装备出去 满地都是光珠 我日 这也太夸张了吧 秦衡一阵无语 端木黯然 好歹也两千多血量啊 一落地 还没看清楚天之弓箭手 就被秒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差距 这有点像他几级红明床普通的弓箭手了 不过 仔细想想 他的转身等级 确实不高 只有区区十一级 这里又有两个天之弓箭手 若按照他的转身等级来看 他就是个新手 被秒杀真的太正常了 灵的一声 将东西收拾起来 下线上线 端木黯然再次回到了红明村 这有点难办了 无法闯过天之弓箭手 回到天之毒蛇山谷 那么他的三个号 就不能同时过去天之盟众 必须要留一个人 在天之毒蛇山谷这边 否则 都过去了 就回不来 其实 他最初的想法是 两个号红明 留下天涯浪子 在这边接印 天之土城那边 能记忆掏拉人的话 还能三个号换着来 天涯浪子也能过去读完 再换回来 可现在不行 白明没法过去 全部红明的话 死亡就到红明村了 要怎么回来 如果只是两个人打 又太慢了 可不死亡 怎么过去 咦 红明用回程卷 可以回到红明村 那在天之马法大陆 应该一样的吧 秦衡想起了这茬 秦 端木黯然传送到外面 再用回程卷 秦 果然 他回到了红明村 但这还不能证明什么 有可能是因为 红明村是他最后到过的城市 彭彭彭 天涯浪子 连着打死天涯明月好几次 红明了 秦 他一个回程 回到了红明村 但尴尬的事情又来了 剩下的天涯明月 要怎么红明呢 他杀谁才能红明 即便把其他两个号传送回来 他杀 也不会红明 因为白明杀红明 是不会红明的 得了 秦衡这下彻底没招了 天涯明月 直接自己一个人 在天之毒蛇山谷那边刷怪 天涯浪子和端木黯然 则开始在另外一边寻找BOSS 出了红明村 外面就是一大片的沙土地 偶尔有一两棵树顽墙地活着 地上隔一段距离 才能看到一小堆青草 而地面上 自然是密密麻麻的怪物大军 天之盔甲虫 天之沙虫 天之威斯尔小虫 天之多角虫 面对这些小怪 秦衡自然不会去动 两个号分开 开始漫山遍野地寻找黄金BOSS 整个蒙众郊外 很大很大 不过有传送戒指 高空录像 BOSS又是黄金怪物 从高空看 一看一大片地狱 一目了然 因此 寻找起来 还是很快的 没多久 秦衡就在红明村不远处 找到了第一个黄金BOSS 黄金盔甲虫 他周围有着一大堆的 天之盔甲虫环绕着 端木黯然和天涯浪子 带着宝宝们 直接冲了上去 开始清理 天之盔甲虫 实力跟天之虎蛇差不多 少了天涯明月 两人清理的速度慢了一点 清理完一片 需要五秒多点 但也不算慢了 很快 两人便将周围的怪物打爆 掉落了大量元宝 转身正名等 还有一个普通的天之 传统项链 清理开小怪 端木黯然穿着混搭装 上去硬钢黄金盔甲虫 这黄金盔甲虫的攻击方式 也很特别 他的攻击方式 同样有三重攻击 爪子攻击间 很自然地散发出一圈红色光圈 还有大量的沙土 从天降落 光圈和沙土 都是群体攻击 每次能打掉端木黯然四十来滴血 还能攻击到围攻他的宝宝们 令秦恒高兴的是 这货不会麻痹 那就好办了 端木黯然死扛 就行了 天涯浪子尸毒 在这远处 释放以天辟地 待端木黯然麻痹住黄金盔甲虫时 他羞的一声传送过去 给宝宝们零零零地加血 Boss无法麻痹 虽然少了天涯明月 但杀的也不算太慢 花了三分多钟 就将黄金盔甲虫打爆了 地上叮铃一声 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天之大手镯 天之乌木剑 圣战项链 圣战宝甲 红魔戒指 道 裁绝之杖 古玉权杖 灵魂项链 龙之手镯 卧槽 终于出来的好点的了 看了看 秦恒眼睛顿时亮了 天之大手镯 攻击0-1 防御1-3 重量2 持久10-10 隐藏属性 伤害加2% 需要等级 一转9级 恶去 这伤害 都直接提升到了2% 不愧是 低级装备中的好东西 同时 这个天之大手镯 也是极品的 多加了一点攻击 和两点防御 非常不错了 这个龟端木黯然了 再看那把天之乌木剑 就是普通的了 端木黯然同样换了上去 他手里的天之匕首 攻击才4-6 这天之乌木剑 即便普通 攻击也是4-8的 比匕首好了不少 再看了看其他圣战项链等 果然 又出了一个超级品 攻速加2的恶魔长袍 女 其他就是一些小级品之类 最好也就攻速加1的了 而打了这么多 BOSS后 秦衡也发现了 如今的BOSS 那都是爆两把三神兵 两件足马套 四五件握马名牌的 重装衣服 和赤月装备 风魔套 也基本是逢打就爆 攻速加2的光环衣服 他都爆了几件了 秦衡也不知道 是第一次爆率高呢 还是以后就这爆率 毕竟 这还只是这边新手区的BOSS 若是等以后其他区域开了 这不得爆得更多 真这么下去的话 将来赤月装备和重装衣服 也会便宜下去 不过 这也是游戏的一种趋势化 总不能这些装备 一直是天价吧 但想普及也不可能 毕竟全世界玩家太多了 如今 赤月装备的价格 随着沙巴克藏宝阁开放了这么久 已经降价了不少了 普通天尊套从巅峰的 八千万华币一套 掉价到了六千万华币了 普通圣战套合法神套 掉价到了四千华币一套 这个价格 还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价格 那么天之大陆的开放 如果爆率一直这么持续下去 BOSS FUN打必爆的话 价格肯定会大幅度跳水 具体到时候跌到什么程度 还得看后续的爆率了 秦衡要做的 自然是现在还能卖高价 就趁早卖了 不能留着 除非一些公速加二的超级品 要给明月他们准备的就留 接下来 秦衡陆陆续续地击杀了黄金沙虫 黄金威斯尔小虫 黄金多角虫 黄金虎蛇 黄金狼 每个BOSS都会爆两件天之装备 其中有不少极品 秦衡能换的都换上了 可惜 一直没有出超极品的东西 一般就是 多加一点攻魔道 加两点的都没有 也就防御偶尔能加两点的 即便如此 秦衡三个号 除了头盔还没爆出来 其他装备大部分都是极品了 至少进入二转地图的装备限制 是不存在了 击杀完这些怪物 秦衡三个号 此时的等级也变化了 天涯浪子和端木 黯然都是一转十二级 晋升一转十二级 需要一万的经验值 而另外 一边的天涯明月 静下心来一直刷虎蛇 却是到了一转十四级了 正在冲一转十五级 可是 一转十五级需要的经验 实在有点多 并不是短时间能冲上去的 需要整整三万的经验 天涯明月 都是满毒蛇山谷放火烧蛇 加冰咆哮等 击杀了那么多小怪 天之装备也获得了七八件 可是 没有一件极品 这里秦衡有点怀疑 是不是杀小怪不出极品 另外一边 端木黯然和天涯浪子 并没有返回天之毒蛇山谷 他们还在找boss 整个蒙众交外 最大的boss 自然是巨型多角虫 秦衡很想知道 这里有没有黄金巨型多角虫 一番寻找后 秦衡终于在一个 令他无语的地方找到了这伙 他竟然在天之蒙众和天之毒蛇山谷 连接通道的不远处 由于两个号都鸿鸣 秦衡一直选择避开那个 有天之弓箭手的地方 难怪一直找不到 看着远处那个大家伙 秦衡有点心虚 这家伙 在马法大陆那边 血量比起虎蛇 都多了五倍了 实力自然大大加强 那在这里变成了黄金boss 又会有多恐怖 当然 伴随着风险的 肯定会有高收益 不知道打死他之后 会爆个什么好东西出来 思绪中 天涯浪子给端木 黯然加防加魔防 深吸一口气 端木黯然上了 远远的 一到半月弯刀轰了上去 血量减实 血量 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干五十万 五十万血量的超级boss 姿姿 受到攻击的黄金巨型多角虫 瞬间回头 在一眨眼间 已经到了端木黯然身边 嘴巴喷出三色毒液 巨大的黄金角 一撞 伴随着雷电落下 碰 轰隆隆 血量减五百 血量减五百 每秒十八发的攻速 瞬间将端木黯然打成了残血 再下一瞬 将端木黯然干翻在了地上 叮铃一声 爆出了大量装备 屠龙刀 天魔神甲等等 爆了一地 卧槽 这么猛 秦衡看得目瞪口呆 三重攻击 瞬间就是一千五的血量没了 即便它能反应过来 它血量也加不过来 这要怎么打 第四百七十章 巧杀黄金巨型多角虫 超变态装备 传奇 天之蒙重和天之毒蛇山谷 连接通道不远处 一身天魔神甲 超级品装备 地端木 黯然被黄金巨型多角虫秒掉了 三重攻击 每次五百左右 卡卡两下 躺地上了 其实也不能说是秒 毕竟还分了两次攻击 只不过是秦衡震惊对方恐怖的攻击力 这才没反应过来 被两轮干抱 看着对方巨大的身体 在端木黯然身上踩来踩去 秦衡一阵无语 这家伙猛啊 这一动和攻速攻击力等刚刚的 五十万血量 砍两刀就挂的话 端木黯然地杀半天 毕竟 这玩意的防御力太强悍了 端木黯然地攻击力 一个半月也就打个十滴血左右 烈火和刺杀多一点 估计也不会超过二十 太猛了 这要怎么杀 这还只是二转的 Boss怪我 那后面更加猛的天之骷髅精灵 天之狮王 天之白野猪 天之沃马教主等 岂不是要逆天 这谁能扛得住啊 如今 端木黯然 就算以命换命 那也得砍半天啊 要不 尸毒 让天涯浪子 远距离放风筝打 只是这么高 也得杀半天 还有一个方法 把他引诱到天之大刀侍卫旁边 应该能把他砍死 只不过 两人现在都鸿鸣 估计这黄金 巨型多角虫 没先被砍死 自己倒是先被砍了 心中思绪着 秦衡收拾好装备 下线上线 鸿鸣状态 应该不久后 就能消除了 只是秦衡有点不详的 他也想看看 自己不作弊的话 能不能杀死这种二转Boss 秀 两个号重新回到了 黄金巨型多角虫旁边 天涯浪子 戴上隐身戒指 小心靠过去 还好 对方竟然还无法破除隐身 刷刷 天涯浪子 给对方尸毒 瞬间将黄金巨型多角虫 染得又绿又红 嘎吱 巨型黄金多角虫猛地转身 但天涯浪子 已经传送跑了 到了远处 一道以天屁地轰了上去 血量减六 靠 这防御力 这么高 端木黯然半月 还能打十滴血啊 秀 与此同时 端木黯然也带着 隐身到了黄金巨型 多角虫不远处 手持天之乌木剑 轰了下去 烈火剑法 刺杀剑术 结果这次 烈火才打掉十五滴血 刺杀七滴血 不会吧 烈火才打十五滴血 刺杀七滴 那半月为毛打十滴 难道半月打有特效 不等秦横惊讶完 黄金巨型多角虫的攻击 已经狂风暴雨般轰了过来 瞬间把它打成残血 咻 早有准备的端木黯然 瞬间传送到远处 脱离了黄金巨型多角虫的感应范围 咕噜咕噜 狂加药水 咻 早已跑开的天涯浪子 也传送了过来 零零零地给二人加血 他们最多打一轮就得跑 否则就死 这也就是 两人有传送戒指 否则根本跑不掉 这黄金巨型多角虫速度太快 又有两个是远距离攻击 光靠两条腿 是跑不掉的 当然 没有传送戒指的 就只能随机跑了 有机一套地上躺个人 就能随时拉过来杀 前提 还得攻速别差距太大 差得多 两轮下去死了 都反应不过来 以这黄金巨型多角虫 每秒18发的攻速 没有每秒17发的攻速 都打不了一轮 天涯浪子能失毒 是因为戴着隐身戒指 后面打一轮跑路 也因为以天屁的距离够远 不等对方冲过来 就跑没影了 端木黯然一身混搭装 都每秒19发 先攻击一轮 扛住一下 还是没问题的 血量加满 继续 天涯浪子 依然是远远一个 以天屁的轰了过去 血量减6 血量 499994-50万 血量竟然还有这么多 不 是他们压根就没少 怎么回事 自己不是给怪物失毒了吗 这大虫子 还滤着呢 那他怎么恢复血量了 是他恢复太惊人了 还是自己的失毒术不管用了 天涯浪子跑路到远处 无数念头闪过脑海 不死心的情恒过了几秒 又让端木黯然去试了试头 结果一样 黄金巨型多角虫的血量 再次满阁 过了几秒 天涯浪子带着隐身戒指上去 一个心灵启事 丢在了黄金巨型多角虫头上 五十万血量 满格 好吧 尸毒术失效了 这你马 这不是扯淡了吗 尸毒术不管用 血量又那么高 恢复也快 这种boss谁能打死 秦衡自问 自己的装备 绝对是已经站在了全服的巅峰 自己都没法打 其他人就更加不用说了 是这个boss如此呢 还是所有二转boss都如此 秦衡不清楚 那就问 秀 端木黯然回到了天之土城安全区 找到了安全器的小气同学 将刚才打boss的经历说了一遍 小气 哈哈 这个 二转boss的毒性抵抗 加强了很多 需要学习五级失毒术 再用超级药粉 才能压制住 他们恢复血量的速度 并且减少他们的血量 说人话 不学习五级失毒术 没有超级药粉 打不了二转boss 除非你攻击力逆天 秦衡 好吧 谢了 知道了原因 秦衡心中一阵弹痛 就是说 一转老怪失毒术还有用 二转老怪 就不行了 连药粉都不行 五级失毒术 在哪里爆 秦衡问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二转矿区中 天之僵尸都有几率爆 或者二转以上的boss 包括二转 小气笑盈盈的回答 还朝他眨巴眨巴了一下眼睛 天之僵尸 二转以上的boss 这特磨的 有点难搞 首先得二转才行 否则二转boss都见不到 不过 眼前的黄金巨型多角虫 也是二转的 只要击杀他 就应该有希望爆出 五级失毒术了 但还得要超级药粉 头大呀 在马法大陆中 这座灰色药粉 需要四片十人树的叶子 一个十人树的果实 和两颗毒蜘蛛的牙齿 这座黄色药粉 需要四片十人树的叶子 一个蝎子的尾巴 以及屈卵 没有变动的话 超级药粉 应该也是如此 保险起见 秦衡还是问了问小七同学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还是需要那些材料 从制作材料来看 制作灰色药粉的材料 不用去二转地图 就能完成 而制作黄色药粉的材料 除了树叶 还需要虫卵和蝎子的尾巴 虫卵和蝎子的尾巴的 去天之天然洞穴 也就是那个骷髅洞里面搞 目前还进不去 这样就只能先制作出灰色药粉 不过有这个药粉足以了 因为灰色药粉就是绿毒 可以压制BOSS回血 还能强制扣出血量 只要搞到五级诗毒树 就好办了 至于材料 另外一边的天涯明月 清理天之毒蛇山谷石 已经遇到了不少的天之石人花 天之毒蜘蛛 它也顺带着 挖出了不少天之石人花的树叶和果实来 材料不缺 关键还得是五级诗毒树 这本技能书 就只能从黄金巨型多角虫身上搞了 但目前打不死啊 自己洪明了 想引天之大刀侍卫身边都不可能 正绞尽脑只想办法的秦衡 突然欣喜起来 端木黯然终于洪明了 他只是杀到洪明 就没继续杀了 过了这么久了 终于洪明了 洪明就不会被天之大刀侍卫砍了 现在可以引诱过去试试了 不过 临走之前 秦衡还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怪物攻击太离谱了吧 就算有五级诗毒树压制 可是也扛不住啊 以后的BOSS还怎么打 三重攻击瞬间1500险 二转都这么吊炸天 后面还怎么搞 端木黯然都扛不住 普通玩家根本不用打了好吗 有特殊戒指 还说可以用命换血量 没有特殊戒指的 想换都没得换 呵呵 那是你等级太低了 小齐笑着解释 二转BOSS 你才一转 等级压制的太厉害了 所以BOSS攻击就高 等级差距大 BOSS攻击高 没错 只要等级和装备上去 受到的攻击 就没那么离谱了 原来是这样啊 这还差不多 秦衡点点头 不再耽搁时间 秀 端木黯然出现在了黄金巨型多角虫不远处 远远一个半月 弯刀轰了过去 对方幕后着 回头追来 端木黯然开始往土城方面冲 轰隆隆 扑哧扑哧 黄金巨型多角虫边追 边喷出毒液 落下雷电 每次攻击都能带走端木黯然500滴血左右 双重攻击就是1000滴血 端木黯然扛了两轮攻击 羞的一声传颂 跑到了在城外沙天之阳的天涯浪子身边 他隐怪 天涯浪子自然不会闲着 在天之土城外面搞羊 挖肉 元宝南积累啊 能挖则挖 000 咕噜咕噜 一顿夹写后 端木黯然再次传送到了黄金巨型多角虫不远处 往天之土城这边引 一路上 怪物很多 有许多怪物挡住了去路 原本秦衡 还怕这boss会被挡住 那样就很麻烦 可是当黄金巨型多角虫 犹如一辆巨型坦克 撞飞所有挡路的怪物后 秦衡放心了 心中高兴的同时 也在淡痛 这天之马法秦大陆的怪物 智商显然已经大大不一样了 若是马法大陆那边 被无数怪物挡着的话 boss最多绕路 后期的宝阁怪物们 会主动给boss腾开地方 但boss绝对不会蛮横地撞开自己的小弟 现在这里 稻草人和半兽人都会空中腾跳了 黄金虎蛇还会尾巴缠人 这黄金巨型多角虫 直接开撞 似乎也没什么奇怪 就是不知道以后的boss还会发展出什么鬼样子来 轰隆隆 花费了整整二十多分钟 端木黯然就这么引诱着这个大变态 一路烟尘滚滚地冲到了天之土城外面 远远看着土城外面的四个天之大刀侍卫 秦衡眼里闪过寒光 能不能砍死 马上就出结果了 刷 端木黯然挽若一道风 跑过了城门口 回头看去 只见黄金巨型多角虫带着烟尘 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 轰隆隆 扑呲扑呲 还在远处 他已经砸下了雷电和三色毒液 同时攻击到了端木黯然和四个天之大刀侍卫 端木黯然瞬间少了一千血量 而天之大刀侍卫 血量减一百 看血条 几乎就没少 端木黯然没再动 这次天之大刀侍卫砍不死对方的话 自己死了就死了吧 反正也没啥损失 思绪间 他眼睛猛然一亮 因为他看到了四道耀眼的刀光一闪 嘎吱 一声脆响 巨型黄金多角虫 直接四分五裂了 是的 整个驱窍炸了 巴达 摔在了地上 叮铃一声脆响 地上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等等 二十十多道光柱 冲天而起 其中一道金色光芒耀眼之极 盖住了所有的光芒 传送戒指 天之铁剑 天之青铜头盔 天之青形盔甲 安 天之生铁戒指 怒斩 霓裳语义 法神手镯 红魔戒指 道 血影 裁绝之杖 谷欲权杖 力量戒指 泰坦戒指 国战令牌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五级抗拒火环 四级烈火剑法 我日 终于又爆了一个传送戒指 秦恒看到这玩意 脸上露出喜色 不过 也可以说 不是他爆的 因为这是天之大刀 侍卫砍死的 端木黯然往传送戒指 上面一踩 系统提示 暂时无法检取 果然 不是他打的 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只能等了 等待的同时 秦恒打量地上 满满当当的东西 心里有点失望 他好像没有看到 五级失毒术 也不知道有没有压在装备下面 思索中时 秦恒还警惕地注意这四周 虽然现在应该暂时没有人会过来 可是 这就是一种条件反射 总怕会突然冒出一堆玩家来抢东西 很快 三分钟过去了 灵的一声 端木黯然 采取了传送戒指 能捡了 灵的一声 将所有好东西收拾了起来 地上就只剩下一些垃圾商店装了 这黄金巨型多角虫 别的不说 元宝爆得还算给力 竟然爆出了两千个元宝 不愧是二转的boss 如黄金虎蛇等 也才爆一千多个元宝而已 秦恒激动地打开包裹 查看起来 传送戒指 攻击0-10 魔法0-10 倒数0-10 防御0-10 魔防0-10 攻速加3 毒物躲避 加70% 卧槽 这戒指牛逼了 终于出了个攻速加3的超级品神剑 还是极其实用的神剑 秦恒原先的传送戒指 只有一个攻速加2 一个普通超级品 一个普通 现在来了个攻速加3的传送 其他附加属性也是牛逼得很 这个戒指 来得实在太好了 这么一来 秦恒的攻速又能提高一些 达到他这个程度 每提升一点攻速 都很艰难 因此 能多提升一点 实在是件喜事 秦恒欣喜地查看下一件 天之轻型盔甲 难 防御3-5 魔防1-3 重量8 持久8-8 隐藏属性 防御加2% 魔防加2% 伤害减免加2% 需要等级 二转11级 咦 这二转衣服可以啊 竟然能直接看到隐藏属性了 而附加的隐藏属性 也多了两个 比例也提高了 而从装备数据上看 这件衣服 还是件极品的 防御和魔防 都加了两点 可惜 要二转才能穿戴 秦恒再看下一件 天之铁剑 攻击5-12 攻速加1 持久10-10 重量10 隐藏属性 攻击伤害 加5% 需要等级 一转10级 卧槽 这把武器不错 也是极品 加了三点攻击 关键还加了一点攻速 秦恒打快20的 爆死了 这还是第一次爆出 加攻速的天之装备来 整得他兴奋得手 都有点哆嗦了 端木黯然欣喜地换了上去 攻速再次提高 天之青铜头盔 防御0-1 重量4 持久0-8 隐藏属性 伤害反弹 加1% 这是秦恒爆出的 第一个天之头盔 隐藏属性还可以 也给端木黯然戴了上去 天之生铁戒指 魔法0-2 防御0-1 持久5-5 重量1 隐藏属性 魔法伤害 加2% 需要等级 一转10级 咦 原先的生铁戒指 需要的是魔法9点 才能佩戴 这里直接变成了 需要10级了 而这个戒指也不错 多加了一点魔法 是个小极品 丢仓库 让天涯明月换了上去 再下来 就是非转生装备了 看了看 这次还出了 两件攻速加2的装备 攻速加2的超极品怒斩 攻速加2的超极品 泰坦戒指 其他 就是小极品什么的了 再往后看 国战令牌 再次出了一款 这东西的暴力也不高 打了那么多boss 就掉了两块 10级神灵 祝福卷轴出了两张 还给了三张5级的 神灵祝福卷轴 五张转生证明 五块生心神石 看来随着boss越厉害 爆出的材料也越多 技能书 可惜没爆出 五级师读术 出来 只有一本法师的 五级抗拒火环 推开周围的目标时 附加火焰灼烧 火焰灼烧 五秒钟内 持续掉血 魔法值越高 伤害越大 修炼等级 二转12级 这技能还不错 推开敌人 还附加灼烧伤害 可惜暂时也用不上 抗拒火环都要二转 才能学习 看来五级师读术 也要二转了 还是得赶紧搞元宝啊 秦衡再看了看包裹 赫然看见一个新玩意 超级祝福游 使用后 可对天之武器进行祝福 这 靠 不会是天之装备 也需要幸运加久 才能发挥出最大攻击吧 估计肯定是了 否则大马搞出个 超级祝福游来 看来 以后得路 还很漫长了 再瞅了瞅 确定没啥新东西了 端木黯然和天涯浪子修的一声 出现在了一座巨大的城市中 天之沙巴克城 看起来 跟马法大陆那边的沙巴克城 没啥两样 这种新城市 秦衡当然要逛一逛 万一有什么新东西卖呢 于是 端木黯然和天涯浪子 分头传送到了各个商店里面 端木黯然来到药店 打开药店老板的商品栏 查看起来 下一刻 他眼睛亮了 果然有新东西 天之强效精创药 售价 六百元宝 总共可恢复五百血量 天之强效魔法药 售价 六百元宝 总共可恢复五百魔法制 天之强效太阳水 售价 五千元宝 瞬间恢复二百血量 天之万年雪霜 售价 一万元宝 瞬间恢复三百血量 药水竟然不一样 这里 还不卖马法大陆那边的药水 秦衡此前只是关注首饰店等 从来没有关注过药店 没想到 药品差别如此之大 只是 卖得这么贵 真的有人会买吗 这可是元宝啊 不是金店 随便一瓶天之强效魔法药 就买六百元宝 一捆六个 不得三千六百元宝啊 特别是一个天之万年雪霜 你妈 买一万元宝 游戏公司想钱想疯了 秦衡震惊的同时 脑子急转 慢慢的 他又觉得这个价格 似乎也很合理 毕竟 这里相当于一片新大陆 他现在觉得元宝难搞 主要还是没人来啊 若是这里有上一玩家 不 只要有一万玩家 每人每天产出十万元宝 就有十亿元宝 这数量就很庞大了 真到那时候 元宝不难累积 它还可能贵吗 根本不可能 而其实药水 现在许多玩家 特别是高级玩家 已经是埋怨连连了 比如一个六十多级的战士 血量各种加加起来 都两千多了 可是喝一瓶强效精创药 才加九十滴血 残血想加满喝药水的喝掉 好几捆 而法师的蓝 现在每秒七八发 原先的强效魔法药水 都跟不上去 搞得众人只能行会 商店买强效太阳水 和万年雪霜 但万年雪霜 每次也才加一百血量 和魔法药啊 像天涯明月 一秒就得喝掉 十多个万年雪霜 才能补过来 否则蓝不够用 所以 强效精创药等 现在高级玩家 都很少用了 秦恒就更加不会用 因为他现在每天签到 都送九千九百九十九 和万年雪莲 这玩意 足够他消耗了 当然 他也不会只消耗这个 打boss怪物掉落的药水也多 捡到啥和啥 强效精创药 大佬们觉得不好使了 那么瞬间恢复的药水 就更加觉得难以为继啊 万年雪霜 瞬间恢复一百血量 现在打架 打boss 这一百血量 都有点撑不下呀 特别是打boss 一下被捶好几百滴血 吃强效精创药都不管用 只能喝万年雪霜 可加的血量少啊 搞得起名困难户 他们打boss 那都是经常以命 换对方的血量 否则没法打 现在这里 增加了瞬间恢复 三百血量的药水 还有一个 就能总共缓慢恢复 五百血量的 天之强效精创药 只要大佬没有钱 估计就会买 现在没元宝 不等于将来没元宝 随着玩家们 逐渐地涌入这个国战地图 元宝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除了药店 武器店那边果然 暂时无法升级天之武器 而衣服店和首饰店 同样没有天之装备卖 最后 秦衡来到了衣服店旁边 想看看这里的香石墓穴 能不能进去 结果直接提示 转身条件不足 看来 没搞透了 端木黯然和天涯 愣子只能返回了 天之毒蛇山谷 跟天涯明月 开始疯狂刷怪起来 因为前面 花了二十多分钟 搞黄金巨型多角虫 所以 此时的天涯明月 已经升级到了一转十六级了 天涯浪子自己杀羊 也到了一转十四级 只有端木黯然 等级最低 一转十二级 但没办法 总要有人去引怪嘛 天涯明月 一转十六级 经验值 66-5万 晋升一转十七级 需要整整五万经验值 击杀一条虎蛇 三人平均能分到十八点经验 天涯明月 需要击杀2700多条蛇 才能升级 这有的杀了 第471章 外服势力登场 杀 一转黄金 BOSS打完 晋衡彻底静下 新来在天之毒蛇山谷练集 几秒钟可以清理完 一波三十来的地怪物 天之虎蛇 可以每人分十八点经验 天之半兽人 稻草人 多狗猫等 就要少很多 有八点的 有六点的 有四点的 平均下来 差不多是一个怪 能获得十点左右的经验 而这里怪物虽然多 但没有达到挤不动的地步 还得引诱怪物聚成一堆 引怪 杀怪这一套下来 秦衡得花个十秒左右 而一圈怪物 秦衡能引个三四十个 打完每人 差不多能获得四百点经验值 因此 仅仅只是过了二十来分钟 天涯明月就再次升级了 天涯明月 一转十七级 经验值 66至7万 晋升十七级的经验值 再次提升了不少 与此同时 端木黯然升级到了一转十四级 天涯浪子则十五级 除了获得大量的经验 还收获了大量的元宝 神灵祝福卷轴 转生正名 还有几件天之装备 其中终于出了一件 魔法加一的天之男不一 这也打破了秦衡以为 普通怪物不出极品的猜测 看来不是不出 而是几率很低 不像BOSS 只要报 天之装备 几乎都会有小极品 除了这些之外 秦衡还挖到了不少材料 三个号 有天之十人花的时候 天涯浪子就挖材料去了 少他攻击一会 也影响不大 天之毒蜘蛛的牙齿 天之十人花叶子等 都弄了不少 别的不说 凑几包超级灰色药粉的材料 是够的 继续在这里练剂 黄金怪物打完了 刷新估计得六个小时 只能静下心来练剂 而目前 除了在天之毒蛇山谷练剂 别的高等级地方 他也去不了啊 好在整个天之毒蛇山谷够大 这里的地图 比前世传奇的毒蛇山谷 要大了好多倍 又只有他一个人刷 所以 怪物是不缺的 不会刷上一会就没怪 变得稀稀拉拉 一直都处在饱满状态 三十分钟后 一道白光升起 天涯明月再次升级 天涯明月 一转十八级 经验值 八十八至十万 天涯浪子 则到了一转十七级 端木岸 燃到了一转十六级 随着天涯明月 需要的经验值越来越多 另外两个号 也逐渐追上了 继续练剂 两个半多小时后 一道白光升起 天涯明月再次升级 天涯明月 一转二十一级 经验值 六六六负二十五万 天涯浪子和端木 黯然都在一转二十级 离一转二十一级 差距也不大了 到了这里 再往上升一级 就有点难度了 需要二十五万的经验 三个半小时多 不过对于秦恒来说 还是蛮快的 他从进入这个国战转生地图 也就过了五个来小时 前面还一直找boss刷 这笔初次进入游戏时 那是快了太多太多 经验值长这么快 还是因为他三个号变态 火力猛 刷得快 假如不是被转生条件限制 他去刷更高级的怪物 估计都二十二级了 又是将近一个小时过去 天涯浪子和端木 黯然都升级到了一转二十一级 等级的飞速提升 也带来了大量的血量加成 比如端木黯然 每升一级 都能增加五十多血量 这段时间升了二十级 直接增加了一千多的血量了 其他两个号也是一样 这种优势估计其他势力的进来 看到的崩溃 但秦衡还是觉得有点慢了 因为他以后还得外界晋升 外界晋升一下 游戏中得过了二十来天 这二十来天 众人的装备也不差 别人等级肯定会超越他 所以 现在能抓紧多练就练 特别是等级 现在嘛 六个小时到了 秦衡再次回到了银杏小村外边 开始寻找黄金 BOSS刷 就这样 秦衡打完新手区的BOSS 打天之毒蛇山谷 打完 打天之土城那边 黄金巨型多角虫 一直都是利用天之大刀侍卫来杀 转眼 秦衡进入天之马法大陆一天了 他一直没下过线 疯狂地刷怪 而此时 他三个号都达到了一转二十六级 端木黯然 一转二十六级 经验值 二十五万至七十万 晋升一转二十七级 需要整整七十万的经验 而这一天下来 秦衡后面也获得了大量的天之装备 和各种飞转升极品装备 首先 神界多了一个防御戒指 和一个火焰戒指 虽然是普通的 但外界用来进化也不错 其次 就是天之装备 三个号从头到尾 都整上了一身极品天之装备 天涯浪子的 武器 天之短剑 攻击三杠十二 倒数零杠一 重量九 持久七杠八 隐藏属性 倒数技能加5% 这个多加了一点攻击 和一点倒数 衣服 零杠一倒数 防御零杠三的天之不一 头盔 防御加三的天之青铜头盔 项链 倒一的天之金项链 手镯 一对倒一的天之钢手镯 戒指 一对倒二的天之玻璃戒指 天涯明月的天之装备 武器 磨三的天之巫木剑 衣服 磨一 防三 磨防二的天之不一 头盔 磨一 防一 磨防一的天之青铜头盔 项链 磨一 弓一 弓速加一的天之传统项链 手镯 磨一 防一杠三的天之大手镯 磨一 防二的天之皮质手套 戒指 磨两天之牛角戒指 磨两天之生铁戒指 端木岸然天之装备 武器 还是那把加弓速一的极品天之铁剑 衣服 弓一 防三 磨防二的天之不一 头盔 防二 磨防二的天之青铜头盔 项链 弓两天之金项链 手镯 弓一 防三 磨防二的天之大手镯 弓一 防二 磨防二的天之钢手镯 戒指 弓两天之骨铜戒指 弓两天之牛角戒指 这些天之装备 除了两个加了攻速的 秦横整上了七级神灵祝福卷轴 最后更是用了一张九级的点在攻速上面 其他的都整上四到五级的神灵祝福 主要是这种装备淘汰非常快 用太好的神灵祝福卷轴没必要 而加攻速的装备不一样 能搞上攻速属性 不加攻速的 即便全部十级神灵 也不会有攻速加成属性的 自身携带什么属性 才能整上同样属性的神灵祝福 除非神剑 神灵祝福可以全属性加成 除了天之装备外 超级祝福游 秦横也爆了五瓶 打boss掉了四瓶 打天之红蛇掉了一瓶 天之毒蛇山谷的小蛇 也是能爆出超级祝福游来的 技能书方面 天涯浪子再次获得了一个新技能 五级精神力战法 这个学习完是加准确的 还行 秦横还获得了几本 诸如五级基础剑术 这样的一转技能书 而二转的技能书 秦横再次获得了三本 五级地狱火一本 五级抗拒火环 两本 就是没出五级诗毒术 这令秦横相当无语 不过 即便爆出来 暂时也学不了 先不急 飞转圣装备中 秦横爆出了一件 自己能换上的圣战项链 圣战项链 攻击 3-16 幸运加3 攻速加3 魔法躲避加70% 这件装备 是黄金巨型多角虫爆出来的 秦横当时看到都惊呆了 攻击加了10点 幸运加了3点 攻速加3 魔法躲避也加到了70% 简直牛逼的不要不要的 秦横直接给他整上了一堆 加9级神灵祝福 最后的攻速 更是用了一张10级的 这相当于这个圣战项链 光是附加的 都加了4点攻速了 整完 端木黯然再换上 那个攻速3的传送戒指 又有攻速1的铁剑 全套战士装备下 攻速达到了恐怖的 每秒16发多点 而混搭装备下 已经能达到每秒20发了 这种攻速 别说屠璐普通的赤月玩家 就是攻速两套的都扛不住啊 攻速两套 加称号等 正常情况下 就是每秒9发 端木黯然不穿混搭装 主战16发 都能多砍7次 实际砍8次 每次打个一两百险 都快要秒人了 若加上天涯明月 和天涯浪子 攻速两套的玩家 全是地点 3的好奇出 逮谁秒谁 江系雷老虎 和启明困男户他们 各自能凑出一个接近13发的混搭装 国外的 能凑到接近14的发混搭装 即便如此 秦衡还是有绝对把握干过他们的 混搭装 攻速上去了 但实际战力会大打折扣的 比如一个战士 穿戴有法师和道士装 攻击力自然不强 总之 秦衡提前一步进入天之马法大陆是对的 一步先 步步先 否则等别人先扫荡国战黄金boss 就有点麻烦了 当然 除了这些装备 秦衡还获得了几件二转的天之装备 其中也有极品的 可惜暂时用不上 先压仓库了 现在 搞了一天了 boss都刷完了 其他两个号继续刷怪 天涯浪子没再继续 而是先回到了马法大陆 回马法大陆跟简单 找小奇传送回去就行 可以直接传送到一线土城安全区 当然 在此之前 秦衡还尝试了一下其他操作 使用行会回程卷轴 结果马法大陆那边的行会卷轴 无法在这里使用 他要让启明困难户 试了试能不能用记忆套 拉他回去 结果都不行 只能通过小奇传送 回到马法大陆 秦衡找到了安全期的小不点 将大量的飞转升装备 让他拿去卖掉 记住 以市场最低价快点卖掉 秦衡交代 天之马法大陆那边的boss掉落不少 以后 价格肯定会越来越低 小不点嬉笑道 天涯哥 不用便宜甩 你忘了 我们可以卖给深海龙鱼呀 他有多少好货要多少 哦 差点把他忘了 对了 这把公宿加一的试魂法杖 公宿二的霓裳语衣 你留着 找人带你一起升级 快点转升 嗯 多拉几个姐妹一起升 那边将来还需要你们 天之马法大陆 将来玩家一多 秦衡自己卖东西 肯定也是一件麻烦事 所以 小不点 他们得跟上节奏了 好 小不点欣然点头 乐呵呵地 去跟深海龙鱼交易去了 秦衡其实想拿一部分祈福项链出来出售了 但最终 他又压了下去 绝版货 再压一压再说 说不定 将来还有大用的时候 接下来 他又发了一份 介绍天之装备 和天之怪物的攻略视频 给小不点 让他发往上去 这些新地图 新装备 都是目前的玩家们 最渴望得到的消息 点击量不用想 绝对会爆炸 当然 关于去蒙重土城 打黄金巨型多角虫的事 秦衡是不会说的 自然也不会介绍 二转的天之装备 五级师读书的秘密 秦衡也没具体 怎么提 总不能自己说 这玩意 对二转老怪无效吧 那不是告诉别人 自己打过二转老怪吗 所以 这东西没法说 小不点将帖子 第一时间发往上去了 果然得到了天亮的点击 没办法 新地图和新怪物 始终都是最吸引人的 无数人在帖子下方评论 都炸锅了 大传说中的蒙星 卧槽 那黄金蛤蟆怪好恶心啊 又射又舔的 还能麻痹 萱萱文文 我觉得 还是那黄金蜘蛛恶心 萱小呆 你们不觉得 老怪和小怪的智商 都提高了很多吗 你们看那黄金虎蛇 草 还会推人 还会寻找有力位置 进行群体攻击 这智商真尼玛高 Q必落黄泉Q 你们关注点真奇葩 你们难道不关注这些 BOSS的攻速和攻击吗 草啊 攻速都达到每秒15发了呀 这你妈怎么打 清月夜孤独罪 那就是你们大佬的事了 俄门能去砍个天之路就不错了 枪团楼梳 怕个毛线 干就完了 天价收购传送戒指 麻痹戒指 护身戒指 超级品赤月套 超级品屠龙刀等 有卖的王死李密 别怕哥没钱 对了 楼主 浪子哥他们天之装没卖吗 我高价收啊 黑暗老虎 卧槽 楼上的有多少楼啊 这么掉 真牛逼 帖子的发表 这导致了天涯浪子 刚返回天之马法大陆 杀了几个怪猴 起名困难户在行会里率先说话了 浪子兄弟 看帖子 你们搞得不少新装备啊 留点啊 五位孤独狼 帮我留点战士装备 新夜的伤感 我要 我也要 留套倒是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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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给我留套法师 深海龙鱼 天之装备什么价格 浪子老大 你尽管开价 我买 什么价格都行 二十七不货 我也要啊 战士留一套 一堆人吵着秦衡 要装备 天涯浪子 天之装备啊 有是有 但只卖元宝 我只要元宝 你们有吗 无敌醉俊朗888 浪子哥 你这是强人所难啊 我们去哪搞元宝 天涯小浪人 卖华币啊 贵点也可以 木屋鼓中 哈哈 二转要大量元宝 天之装备 必须卖元宝 嘿嘿 端木黯然 嘿嘿 没元宝没问题 可以奢账吗 等你们有元宝了再还 老虎鸡吐起点臂 哈哈 奢账没问题 记得给我留套战士 劫杂手术师 我奢账要套倒式的 海阔平逾越89 奢账来套法师装 一群人嚷嚷着要奢账 秦衡自然一一答应 天之装备 其实在天之大陆 也不算难报 多刷刷就有了 就是极品难调 而他卖元宝的话 也不会太贵 众人只要刷个几天怪物 应该就能差不多付清了 他目前的元宝 已经累积到了15万多的元宝了 如果刷完加给利点 积累几百万元宝 还是比较快的 跟众人谈笑间 秦衡问了一个问题 天涯浪子 国外服 我们先打哪个 他没有直接问 华国跟谁有仇 这么问就太弱智了 显得他不是华国人似的 只要华国真跟谁有仇 他这么一问 肯定有人抢着回答 果然 话音落下 行会里就炸锅了 关海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干监国和桑国了 痛苦先生 没错 监国自称漂亮国 想做世界维护者 到处挑起事端 不打他们打谁 天天没事 在我们边境捣事生费 遇见下地狱 嘿嘿 高里那边也必须打 天天跟我们呜呜呱呱的 怎么都M 那么的 非尼国也得打 两面三刀 搞死他们 需要邪狼 哈哈 我觉得 我们旁边的棉国和老债国也不能放过 我们许多华人 在那边吃了大亏 众人群情汹涌 瞬间爆出一大堆国外势力 秦衡听得一阵无语 不是说华国的神州这个计算机 很牛逼吗 弄了许多黑科技出来 怎么还有那么多敌人 正敢探监 白亿飞孝道 特么的 幸好神州所在的游戏公司牛逼呀 搞了许多顶级技术 力压其他势力 否则 我们更难了 天涯浪子打断众人的话 呃 那我们还有谁不搞 他没有问还搞谁 感觉实在太多了 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似的 重拾河山 现在 也就我们北方的苏国 八国 还有遥远的赛国 跟我们关系好点了 其他的 感觉都可以搞 众人又说了一些 跟华国关系好点的国家 秦衡都一一记在心里 一番交谈过后 起名困难户忽然道 浪子兄弟 注意了 第一批国外势力 最多还有两个小时 就能转身完成了 好 秦衡又跟众人聊了几句后 匆匆下线了 BOSS打完了 对方还有两个小时 而他升级 暂时也升不上去 先下线休息一下 下线 先将几个特殊戒指 进化了一下 实力大增 又给了一些超级品装备 给明月他们 增强实力 接下来 洗刷 一边跟众女日常 一边了解神州这边的局势 神州这边 依然跟深渊之门 打得热火朝天 在几大圣地的圣子 和圣女的带领下 众人已经杀到了 深渊之门外面了 无数深渊怪兽 被压制在了深渊之门内部 那些圣子们 已经开始在外面 准备布置大阵法 准备如同其他四大圣地一样 将深渊之门封印起来 再开个口子 作为仙人们探索的秘境 秦衡听到这个消息 有点惊讶 但更多的则是惊喜 只要深渊之门被封印住 去掉了这个后顾之忧 又有太医仙镇 那么他和老婆们 更加能得到保障了 那些玩家们呢 秦衡还真怕玩家们 会继续闹事 烟无双 挺好的 许多人代表我们封月城 去参加围攻深渊怪物了 表现都还不错 封月城这边 没人再闹事了 秦衡点点头 玩家们去围杀深渊怪物 他是知道的 因为一整天下来 都有人时不时 去找传送员秦衡交任务 他担心的只是 玩家们有没有继续 在封月城搞事情 一切都安好 唯一有点令他欣喜又淡痛的是 众女的修为都到瓶颈了 都在压制着 等他有时间帮忙跳级 再等等吧 我现在修炼到了关键时刻 当然 你们实在压制不住了 可以直接吵醒我 秦衡吃饭时 一一交代下去 刷 只过了一个半小时多 秦衡就再次上线了 刚上线 就收到了起名困难户的消息 浪子兄弟 与逍遥他们已经刚刚 进入了天之大陆了 卧槽 这么快 你不是说要两个来小时吗 几个人啊 呵呵 总有一点失误 快去搞他们 三个人 道战法 好 秀 秦衡三个后 直接传送到了天之毒蛇山谷 和天之笔骑城的通道处 进入了天之笔骑城 其实 从天之毒蛇山谷 可以从小齐纳 直接传送到天之笔骑城 费用一千元宝 秦衡嫌太贵 没用 再说 他有传送戒指 一点都不慢 十分钟前 三个人同时出现在了 天之边界小村中 一战 一道 一法 宇逍遥 法师 逍遥天命 道士 2046 战士 三人装备无庸置疑 都是最顶级的 超级品屠龙刀 以天剑 试魂法杖 天魔神甲等等 呵呵 这里就是国战转生地图 三人东看西看后 一阵无语 宇逍遥 呵呵 估计东方人的科技也就这样了 制作不出更好的 只能照搬照套 逍遥天命 嗯 太垃圾了 可惜这种顶级技术 他们不肯合作 否则我们哪里需要玩这个来探索 2046 哈哈 这种全虚拟游戏 他们确实比我们先进 不用不承认 等我们研究出他们的漏洞后 就是他们的末日 不 只要爆出一块国战令牌来 我就去华国服务器 让他们看看 什么是狂战士 与逍遥 先练几吧 黄泉那边传来的视频 你们都看过了吧 华国的天涯浪子三人组 已经先进来一天了 2046 没事 我们很快就有十多个人进来了 一起打他们三 没问题 黄泉他们太废了 把那些华国人说得太变态 与逍遥 别大意 视频你们都看过 打起来 我们不一定能赢 三人交流着 羞羞羞传送到了小齐身边 直接开始接任务 小不点发的攻略视频 他们早已看过 现在自然省了不少事情 三人接完任务 在羽逍遥的要求下 开始杀天之鸡 天之鹿等 2046 我们为什么不去找BOSS 羽逍遥 呵呵 你觉得天涯浪子 他们会留下BOSS给我们杀吗 快打吧 不二转进不了二转地图的 三人实力都很强 穿戴自身职业装备 都达到了每秒12发的程度 杀起这些鸡 鹿来 自然很快 很快 三人 做完了鸡和鹿的任务 也晋升到了二级 哈哈 这转身升级真容易 三人笑着出了外面 开始杀到草人 很快升级到了三级了 就在这时 他们都收到了一个消息 天涯浪子他们上线了 怎么办 逍遥天命问道 2046 怕个屁 你都有护身戒指 继续 结果 过了不到十多秒 三人正杀着怪呢 咻的一声 三人从天而降 落到了他们身后 正是天涯浪子和端木 黯然他们 烈火剑法 极光电影 灵魂火剑 无数攻击 瞬间将与逍遥三人淹没 第472章 疯狂追杀 传奇 天之笔齐城 边界小村中 呵呵呵 嘖啦啦 噼里啪啦 烈火 极光电影 以天辟地 十七头宝宝 无数攻击对着与逍遥 2046 何逍遥天命 轰了下去 此前 秦衡三个号 先返回到了迎信小村 结果没看到人 对方在哪 这么大 有点不好找啊 若是对方跑到野外角落 嘎啦里刷怪 这找起来都费劲 银杏村子口转了一圈 没看到人 莫非都跑外面去了 想了想 天涯浪子修帝一声 来到小齐身边 嗨 美女 看见其他玩家 看见其他玩家吗 有人在天之边界村那边 刚接了任务 秦衡本来只是觉得 这NPC智能高 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询问 没想到 对方真回答他了 这真的只是NPC吗 谢了 来不及多想 秦衡三个号 传送到了边界村 羞的一声来到门口 果然远远看见 三人正在那杀到草人 秦衡也不管对方是谁了 反正不是自己人 砍了再说 羞的一声 三号同时传送过去 对着三人 就是一顿突突突 血量减120 血量减230 血量减280 哎呀呀 一阵惨叫声响起 地上瞬间躺下了两个 剩下半血的雨逍遥反应过来了 直接随即跑路了 叮铃当郎一阵脆响 地上爆出了大量的药水 肉块 还有两道冲天光柱 天尊戒指 屠龙刀 刚一落地 就被天涯浪子和端木黯然 率先踩了起来 法克 日 日 日你妹啊 法克 草 你们为什么乱杀人 天尊戒指和屠龙刀被爆 地上躺着的逍遥天命 和2046瞬间 眼睛都红了 气得破口大骂 发出质问 不为什么 就是我们看中了你们的装备 嘿嘿 秦衡看着地上的二人 笑了起来 这两人一个战士一个道士 而他们的名字后面 还多了一个括号 括号里有字 如 逍遥天命 监 这说明对方是监国那边的 就像他自己的名字 天涯浪子 华 一样 监国的 那个漂亮国 老搞世界霸权的 嗯 看来没砍错 可惜跑了一个 不过 能秒杀这两人 也已经不错了 此时 他三个号的攻速 端木 黯然最高 达到了每秒16发 天涯明月次之 每秒15发多 天涯浪子 接近15发 而这三人 练及时 穿的并不是混搭装 都是本职业的 所以 每秒 都在12发 秦横三个号传送过来 端木黯然能多攻击4次 其他两人能多攻击3次多 这加起来 就10次的攻击了 加上15个邪恶卫士的一轮攻击 他们随着主人传送过来 以他们的攻速 也只能发动一轮攻势了 至于狗子们的攻速 经过多次更新改版后 已经是随着主人攻速一样的了 也就是跟天涯浪子一样 这么多攻击砸下去 加上秦横三个号的变态程度 武器强化到了12 技能伤害都加到了50%了 各种顶级神灵祝福 打道士 即便对方穿着变态赤月装 每次攻击都在250左右的血量 极光电影和烈火更加猛烈 能达到280以上 这10都发下去 加上宠物攻击 战士都没扛住 更加别说道士了 毕竟 道士的血量各种加加起来 2000都不到 战士也就2000多血 防御高点也没用 只有宇逍遥 他是法师 有魔法盾和护身戒指双重保护 所以想杀他 很有难度 被他跑了 即便跑了一个 秦横这次收获也不错了 一把屠龙刀和一个天尊戒指 打开包裹看了看 秦横眼睛顿时亮起 这帮人装备果然不错呀 屠龙刀 攻击5-45 幸运加5 准确加5 强度加2 攻速加2 这把武器 攻速比端木 黯然手里拿的还高了一点 而令秦横惊讶的是 他的攻击达到了45点 可隐藏技能没加 显然没有强化到8次 这是直接爆出来的 还是原本超级品 强化了几次 不管是哪个吧 这把武器都便宜了 端木黯然了 只要搞两张加6强化 这武器就要比原先的好 他再看了看那个天尊戒指 心中更是狠狠跳了一下 天尊戒指 攻击0-9 魔法0-9 倒数2-16 防御0-5 魔防0-5 攻速加4 毒物躲避 加70% 操 这是什么神仙装备 攻速加4的天尊戒指 难怪启明困难互说 那边的顶级高手 个人的攻速都达到每秒12发了 没有这种装备 根本不可能达到 更令秦横欣喜的是 这两件装备都被用十级神灵祝福整过了 就连他 有不少装备都舍不得全用十级的 没想到对方这么好 天尊戒指直接就能戴 灵的一声 天涯浪子直接将那个天尊戒指换了上去 他原先的天尊戒指 用的九级神灵祝福 攻速指多加0.5 这下 一换上 直接多了2.5的攻速 一秒彻底稳稳地站上了每秒15发 秦横梅达里还在地上骂街的两人 给端木黯然换上了屠龙刀 拿出了两张强化加6的卷轴往上搞 不知道能不能全搞上 假如已经强化过几次的 那么最多只能附加一张加6卷轴了 强化成功 无法继续强化 果然 只能强化一次 秦横再看这把屠龙刀 眼睛瞬间瞪大了 屠龙刀 攻击5-51 魔法0-6 倒数0-6 幸运加5 准确加5 强度加2 攻速加2 隐藏属性 技能伤害 加60% 操 技能伤害竟然加到了60%的伤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把武器 原先就已经强化了7次 只有原先强化了7次 再加强化6卷轴 这才能达到强化加13 技能伤害 加到60%的程度 一把攻速加2的超级品屠龙刀 对方竟然敢强化到加气 莫非对方也有一个如冯西瓜那样的变态强化者 秦横心中震惊万分 掉了一把强化加气的屠龙刀 难怪那个叫2046的战士 骂得最大声 估计心痛的已经无法呼吸 一切搞完秦横这才好争以侠的对还躺在地上的二人道 每天十万元保护费 否则见你们一次 杀你们一次 你 你他妈说什么 报了我们装备 还要额门每天交十万元保护费 2046有点不敢相信的问道 不给还见我们一次 杀一次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超人 逍遥天命更是怒不可遏 这人不但杀了他们 还想收他们的保护费 从来都是他们收别人的保护费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收他们的保护费了 哼 不给随便啊 见你们一次砍你们一次就是了 端木黯然踩在对方身上 耸耸肩 逍遥天命 给你马 等老子换上护身 再给你们打过 操 2046 卑鄙的东方人 只会偷袭 这次是我们大意了 快点将我们装备还回来 否则等我们的兄弟来了 就是你的末日 逍遥天命 没错 将装备还给我们 再赔偿我们 每人一套天命装备 否则以后杀到你们出不了安全区 呵呵 我们等着 秦恒听得一阵无语 对方哪来的自信 还是嘴巴就这么硬 逍遥天命 和2046骂骂咧咧的下线 再上线了 两人出现在了边界村的安全区中 老大 怎么办 逍遥天命 在组队频道 询问于逍遥 哗啦啦 此时的于逍遥 正在比齐城郊外的某个偏僻的角落 杀着天之多狗猫 你戴上护身 他带个复活 过来我这边 我们先练几 很快 换了装备的二人 传送到了于逍遥旁边 我们就这么算了 我屠龙掉了 不杀回去 他们还特别要我们交 十万元宝每天的保护费 2046心有不甘 是啊 我攻速4的天尊戒指 也掉了 特么的 与逍遥 保护费 不用管他们 他们实力太强了 我们三个不好打 先练级追一下等级 搞点转胜装备先 等其他人来了 就好办了 逍遥天命 法克 他们的攻速 怎么那么变态 我们都攻速12发每秒了 他们竟然能达到 攻速15发和16发的地步 这根本不可能 与逍遥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别忘了 他们多加了一套转胜装备 如果都带攻速的话 自然能达到 让战士兄弟们 先全速冲击上来 三人边聊天 边刷怪 此时 二人已经换了点装备 2046带了个攻速1的复活 竟然又换了一把 攻速2的屠龙 不过是一把 只强化了两次的 而逍遥天命 则带了一个攻速1的护身 又再换了一个 攻速3的天尊戒指 这么一来 攻速就掉了不少了 只能维持在了 每秒11发的程度 若二人不带护身和复活 攻速估计 极极还能上12 不过 为了保命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了 三人小心翼翼地刷着怪 其中出力最少的逍遥天命 还负责警戒 不久后 三人终于打到了 第一件转身装备 天之传统项链 哈哈 终于出了一件 天之装备 特么的 多搞几件弄死他们 与逍遥乐呵呵地 上前踩起来 其他两人 也是一点兴奋 端木黯然 他们之所以厉害 无非就是占据了优势 先搞了一套转身装备 等自己这边 弄起转身装备 他们可不相信 对方还那么流鼻 老大 什么属性的 攻速加几的 哈哈 逍遥天命 迫不及待地问道 2046 也是一脸期待 哪只二人 却等来了 与逍遥的一句粗口 草 法克 垃圾 垃圾 逍遥天命二人 听得一脸猛逼 下一刻 与逍遥 已经将那件装备的 属性发了出来 两人看完 瞬间无语 这天之传统项链 除了加了一点准确 和隐藏的1%伤害 就没别的了 简直垃圾的 不要不要的 没办法 他们最近一直在 努力冲击 那个Q 避落黄泉Q 发给他们的资料 也只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小不点最新发的 怪物和装备详检 他们可没看到 因为不在一个服务器 华国的视频 要先发给他们 网上的账号里 下线才能上去查看 他们光顾着冲击 这种新视频 就没来得及看了 因此 这导致了他们 现在看到 转生装备的属性后 心理落差就大了 就这垃圾装备 一套也不可能 比我们厉害那么多啊 逍遥天命不解 是啊 这也太垃圾了吧 2046同样无语 与逍遥 有可能他们打得多 爆出来的是 极品加工素的 也只有这个解释了 三人都一阵无语 只能继续刷管 没过多久 三人都相继练及 到了一转五级了 前期升级还是很快的 只是 装备一支不掉 令三人心急如焚 就在三人再接再历时 羞羞羞 三道人影 再次从天而降 烈火剑法 极光电影 以天辟地 无数攻击狂风暴雨般 砸在逍遥天命 和2046身上 至于逍遥 有护身戒指 不好杀 秦恒压根没打他 刷 带着复活的2046被秒 复活 直接随机跑了 啊 而带着护身戒指的逍遥天命 眨眼躺在了地上 是的 护身戒指都没护住 他带护身后 攻速降低了 就意味着 他受到的攻击 又多增加了一次 三人就三次 而秦恒三人的攻击 那是极其变态的 这一轮攻击下去 他哪里扛得住 直接就躺了 叮铃一声 这次爆出了一个天尊手镯 被眼疾手快的端木 黯然眨眼捡了起来 法克 在旁边没有受到攻击的 羽逍遥 怒骂着飙射极光电影 轰在了天涯浪子身上 三人 最好杀的 自然是道士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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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连续飙射了 十几道极光电影过去 结果全被对方免疫了 这一幕 看得与逍遥目瞪口呆 他在自己的服务器 从来没遇见过 连续十几道极光电影 都被对方躲避的情况出现 即便对方戴着魔法 躲避加六十多的项链 可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他本上准备度很高 可现在呢 连续十多道都没打中 只能说明 对方的魔法躲避 比他的准确度高了太多太多 这还怎么打 不等他多想 对方三人的攻击 已经如潮水般轰了过来 眨眼将他的蓝打光了 吓得他赶紧随机跑了 对方跑了 秦衡暂时也没去追 地图太大了 为了找到这三人 他三个号分开 足足用高空录像 找了五六分钟才找过来 打开包裹 秦衡查看了一下 新爆出的那个手镯 眼睛再次亮了 天尊手镯 倒数一杠十 攻击零杠六 魔法零杠六 防御一杠八 魔防一杠八 攻速加三 又是一个攻速加三的装备 这帮人 比BOSS还牛逼啊 随便爆一个出来 都是发大财 乐呵呵的 给天涯浪子带上 这领他的攻速再次加强 狗屎吗 快还我装备 否则马上法克 搞死你们全家 躺在地上的逍遥天命 开始威胁 哼哼 想杀我全家的多了去了 不缺你们几个 保护费交不交 不交你们 都别出门打怪 秦衡耸耸间 这帮人是不是在自己本国都挺牛逼的 动不动就要杀人全家 教你妹 等着 有你们好受的 刻码的 丢下一句狠话 逍遥天命愤愤地下线了 嘿嘿 秦衡轻轻一笑 羞的一声 到了毒蛇山谷入口处 进入 随便传送 先随便打起怪物来 这帮人估计暂时不会出来 他待会再去逛逛 花几分钟去找对方 一报就是攻速加三以上的装备 秦衡觉得挺值的 这买卖划算啊 以前他可能还会在意 过度打压这些玩家 导致他们成长不起来 会不会影响他在外界的处境 毕竟他能召唤玩家来参战 可是 现在全部服务器连接 进入这里的都是精英 他击杀一批人 获得好处 并不影响他在神州的召唤 因为这些外服势力 他目前是无法召唤到神州的 那就随便砍了 只要不砍国服的就行 而击杀这些人 除了获取对方装备 打压对方成长之外 最大的一个原因 还是想要保护费 毕竟 没有别人的上贡 他想快速凑齐几百万元宝来转值 实在太难了 至于别人愿不愿意给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杀了再说 另外一边 重新上线的逍遥天命 确实被整怕了 或者说是被打猛逼了 戴着护身戒指都被杀 这说明了一件事 他无论怎么做 都会死 自己还出去刷怪吗 老大 你们在哪 郁闷的他开始询问 与逍遥 我们在坐标 五千二百八十八 六六六六 我怎么办 过去老是被杀呀 逍遥天命于闷的 与逍遥 他们杀不了我们两个 你穿一身组马装过来 负责给怪物尸毒一下就行 他有护身 二零四六有复活 剩下个道士 随便对方杀 好 你回来接应我一下 逍遥天命一听 眼睛一亮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接下来 与逍遥回到边界村 拿到记忆套 回到打怪的地方 将逍遥天命传送了过去 三人继续刷怪 打的主意自然是 对方来杀就跑呗 果然 十分钟后 端木黯然三人再次出现 对着三人一顿疯狂输出 可惜除了打爆一个道士 爆了一把龙文剑 另外两人都跑了 哈哈 狗屎们 我下次再换身商店装 随便你们杀 逍遥天命得意的大笑 是吗 秦衡皱眉 另外两人 一个护身法师 一个复活战士 确实不好杀 复活戒指 有三分钟的冷却时间 想杀战士 就得连续追杀 可地图太大了 三个好寻找 也不一定能在三分钟内 找到对方 秦衡当然不会放弃 琴衡了一下 他开始三个好换装 将天涯浪子身上的 顶级装备 集中在了端木黯然身上 其实就是换了一个手镯 头盔和戒指而已 这么一来 端木黯然将麻痹戒指收了起来 带着传送 天尊戒指 一个攻速似的狂风手镯等 这么一来 他的攻速达到了恐怖的 每秒21发了 就是实力减少了一些 一切做完 秦衡接着寻找对方 这次运气不错 只花了两分多钟 秦衡就找到了对方 三个好继续同时攻击轰了过去 这次 端木黯然多攻击了九次 天涯明月多攻击了三次 天涯浪子攻速 还是恢复到了每秒14次 但也多攻击了两次 等于多了15次攻击 而攻击2046的 还多了三次 因为他戴了复活戒指 攻速自然没那么快了 这一轮攻击下去 血量减70 血量减75 血量减130 打与逍遥 端木黯然 因为带了几件天尊装备 每次攻击 只能打对方75滴鞋左右 天涯明月多点 也才打130 天涯浪子攻击 跟端木黯然差不多 加上宠物们打的 也没秒掉与逍遥 他还剩下一部分血量 跑掉了 但旁边的2046 就没那么好运了 复活戒指冷却时间没过 直接被干爆了 而他这次运气不好 直接把麻痹戒指爆了出来 另外一个打酱油的逍遥天命 不提也罢 早躺下了 法克 我的麻痹啊 2046愤怒的吼道 眼睁睁地看着端木 黯然将麻痹戒指捡了起来 秦衡打开包裹一看 再次乐了 这竟然是个攻速 加二的满师机神灵祝福的麻痹戒指 麻痹戒指 攻击0-10 魔法0-9 倒数0-9 防御0-9 魔法防御0-9 攻速加二 毒物躲避 加70% 牛逼 来得太是时候了 这比端木黯然原先带得要强 保护费交不交 不交继续杀 秦衡嘿嘿对躺在地上的二人道 交你妹 等着 再次上线的二人 一脸郁闷地互相看了看 进入这转生地图 简直就是噩梦 就这么一会 两人掉了一把攻速二的屠龙刀 攻速二的麻痹戒指 攻速四的天尊戒指 攻速三的天尊手镯 亏到姥姥家去了 而且 他们惊恐地发现 对方的攻速达到了恐怖的每秒21法 这特娘的 还怎么娃啊 三人在组队频道开始商量怎么办 笨蛋 你们两个换身组马装过来就行 我带你们练集 死了就换地方 等我们的人到了再报仇 最终 雨逍遥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老大 他们攻速太变态了 怎么报仇 逍遥天命给怪物尸毒 编狱们问道 雨逍遥 哼 他们杀不了我 就是他们最大的破绽 只要利用好就行 让其他人多上战士练级 先来批战士 之后 秦衡又陆陆续续地追杀了对方五六次 可是 他秒杀不了与逍遥 四级魔法盾等加护身戒指 太能扛了 加起来相当于三千多血量 每次攻击 只能打掉一百多点 怎么杀 而击杀另外两人 都只是暴足马装备 这搞得就没意思了呀 他干脆也懒得去追杀对方了 转眼 BOSS刷新时间到了 秦衡三个号开始寻找 一番找寻 赫然看见与逍遥三人 正在打黄金稻草人 可其中有两个废材 只能观望 一个法师 根本就没打掉多少血量 秦衡三个号一到 与逍遥立马跑了 剩下两个躺着看戏的 看着对方一分多钟 打爆黄金稻草人 爆了一地东西 地上的二人 简直眼红得要死 只能躺在地上 不断地喊着法克游 秦衡才懒得管他们 自己继续刷怪 懒得去杀对方了 等boss时间到了就找 遇上对方就杀 一个boss都打不到 这铃羽逍遥三人 快气疯了 却又毫无办法 一个小时后 银杏村再次进入了几人 文刀 丧 战士 大鼓神域 丧 道士 第473章 坑杀顶级法师 一波巨肥 传奇 天之马法大陆 天之银杏小村中 此时 来了五个人 文刀 丧 战士 没穿内裤 丧 战士 大鼓神域 丧 道士 前程三少 丧 法师 敖敖 0000 丧 法师 这五人 都是来自华国 隔海国家 丧国地顶级玩家 哼哼 这就是第二大路 转升国战地图 真辣戒 左看右看后 没穿内裤 一脸嘲讽 文刀 混蛋 不要小瞧别人 你比别人强的话 怎么不做一款这游戏出来 大鼓神域 东方巨龙制作的东西 确实很强 不要小瞧 我们要做的 就是好好研究 最好能找出这游戏的漏洞来 嗨 没穿内裤 赶紧应声低头 心中砰砰直跳 眼前的这两位 都是站在桑国金字塔顶尖的人 文刀说话虽然粗鲁 但还好点 可是那大鼓神域 说话看起来温温和和 在组织里 却是说一不二的存在 一言 不和杀人全家 那都是家常便饭 走吧 接任务去 文刀挥挥手 带头朝前走去 前程三少等人 便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 很快 五人接完任务 开始杀鸡杀戮 打外面的稻草人 不一会就升了好几级了 正当五人沉浸在 升级中的快感时 咻 三道人影 从天降 烈火剑法 半月弯道 极光电影 以天辟地 狗子狂吹 无数攻击将五人淹没 哎呀呀 一阵惨叫声响起 五人中 一下躺下了三人 大鼓神域 没穿内裤 和凹零零躺下了 这三人 一个道士 一个没戴护身的法师 一个没戴复活的战士 结果可想而知 直接被干趴下 地上叮铃当当的 掉了一大堆东西 药水和一个法神手镯 剩下的 只有戴着复活戒指 复活了的文刀 和有护身戒指的 前程三少 两人机灵得很 被一轮攻击后 赶紧随机跑路了 剩下地上的三人 顿时破口大骂 噢噢零零零零 巴噶 你们是谁 竟敢偷袭我们 没穿内裤 巴噶 快快赔礼道歉 装备还来 否则叫你们全家 死拉死拉地 大鼓神域 华人 为何偷袭鹅们 哼 因为这是我们三个的地盘 想在这里打boss 打小怪 就老老实实地交保护费 端木黯然乐呵呵地 在三人身上踩来踩去 捡着万年雪霜等等 巴噶雅怒 你们想收保护费 疯了吧 大鼓神域惊呆了 从来都是 他收别人保护费 怎么现在进入这里玩个游戏 还被别人收保护费了 没穿内裤 巴噶 你们知道自己 在跟谁说话吗 嗷嗷零零零零 混蛋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赶快跪下 献上你们的装备 否则整个华国 也没人就得了你们 秦恒 端木黯然 别他妈废话了 交不交保护费 不交建一次杀一次 交多少 令秦恒意外的是 大鼓神域竟然询问起了价格 每天十万元宝 太贵了 让我们考虑考虑 大鼓神域丢下一句话 下线了 另外两人怒骂一句 跟着下线 秦恒带他们走后 查看了一下包裹理性剪刀的装备 眼神再次猛然一亮 好家伙 法神手镯 攻击零杠六 魔法零杠十二 倒数零杠六 防御零杠七 魔防零杠六 攻速加四 直接一个攻速加四的 法神手镯 还是全部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尼玛 不愧是桑国的顶级试炼 乐呵呵地给天涯明月换上 这令天涯明月的攻速 同样稳稳地飙升到了每秒十六发 这群人 就是宋才童子啊 很快 文刀和大鼓神域五人 集中在了天之银杏小村的安全区中 怎么办 我们能打赢吗 大鼓神域询问文刀 文刀 据可靠消息 他们先进来一天了 都获得了一套天之装备 装备都比我们强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他们的战士达到了每秒十六发 其他两人也在每秒十五发 人太少 没法打 大鼓神域 地图那么大 我们可以走远一点 他们还能满地图找我们不成 带了一套技艺 用传送在新手外面远处的森林中 找了个地方 文刀将其他人都拉了过去 结果 众人刚打没多久 才升级到五级 天涯浪子和端木黯然 他们又杀过来了 这次 只有没穿那裤躺下了 文刀和大鼓神域都有复活 另外两个法师也带了护身跑了 秦衡三个号虽然得到了提升 但想秒掉开顿护身法师 还差点意思 而只要别人复活了 跑路是没问题的 梅穿内裤 这次贡献了一条 公宿三的超级品圣战项链 把他气得哇哇直叫唤 众人再换地方 结果不久后 秦衡三个号又再次杀来 这次还是秒掉了梅穿内裤 掉了一个公宿加三的超级品 神秘腰带 神秘腰带 攻击灵杠石 魔法灵杠石 倒数灵杠石 防御灵杠石 魔防灵杠石 攻速加三 这腰带 自然给了端木黯然了 实力继续提升 接下来 天涯浪子三人 要么追着大鼓神域等人杀 要么遇见了羽逍遥等人 顺便砍 可惜 两边人都鬼了 容易死的 都带着垃圾足马装备 秦衡都快砍得没劲了 被追杀了N多次后 这两个队伍碰头了 大鼓神域 羽君 与逍遥三人过来 在安全区会合了 双方都是各自服务器的顶级玩家 更是由于某种关系 早已认识 见面寒暄了一下后 双方就天涯浪子 三人的问题 展开了剧烈的商讨 与逍遥 反正现在不给保护费 就会受到对方攻击 我们三个 你们看看 他们两人都不敢穿着好装备出门了 一身垃圾 对方倒是不打我们了 就是练机太慢了 还有 BOSS抢不到 闻到 这么下去 也不是办法吧 只靠法师输出 带不动那么多人 况且打不了BOSS的话 我们怎么追上他们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 少了战士和道士的攻击力 光靠法师 这练机就太慢了 关键BOSS打不了的话 那就太惨了 装备差距会越来越大 可是 要交保护费的话 这有点过了 十万元宝一天 从刚才的杀怪来看 一天下来 最多也就弄十多万元宝 这一交还能有什么剩余 别的地方去不了吗 你们试过没有 闻刀询问 与逍遥 除了这里 天之骷髅洞等都需要二转 天之毒蛇山谷那边需要一转十级进去 但他们三人在那边霸占着 很容易撞上 矿区要三转 土城那边要二转 与逍遥此时已经一转十级了 因此 天之毒蛇山谷那边也去过 大谷神域 土城那边还有不少小怪 我觉得 我们可以过去打 与逍遥 怎么过去 闻刀 红明啊 我们经常红明 只要死亡 应该会在那边的红明村吧 就怕那边没有红明村 说不定红明死亡后 会回到自己所在 服务器的红明村呢 此前 与逍遥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他生性多疑 所以没有冒险 呵呵 事事不就知道了 你 砍他 大谷神域挥挥挥手 前程三少和梅穿内裤 立刻来到了外头 前程三少对着他一阵突突突 连续杀了几次后 红明了 用回城卷轴试试 红明用回城 会回到红明村的 闻刀提醒 秀 前程三少不见了 很快 前程三少惊喜的声音传来 嗨 我在天之红明村了 外面好多天之小怪 大谷神域和雨逍遥等人一听 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只要能去天之蒙众那边就好 这样一来 可以避开那三个变态了 可接下来 他们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一开始 他们想用记一套 传送拉人过去 可前程三少没带记一套 闻刀没办法 砍红明 带了记一套过去 可还是不能拉人 无奈之下 众人只好一阵互相砍杀后 发现最后 还是得留下一人 最后 梅穿内裤子院留了下来 其他人全部红明 偷渡到了红明村 哈哈 这里怪物好多 看来那三个变态 没来过这里 爽 看着眼前乌泱乌泱的怪物 众人一阵欣喜 他们都是穿戴了一套 顶级装备过来的 红明虽然会爆掉一些装备 但旁边的人捡起 丢尸体上 是可以捡起来的 所以 都是换了一身顶级装备 准备在这里好好练几 很快 几分钟后 刷刷刷 一阵阵白光升起 众人等级生得哇哇的 哈哈 这个地方好啊 大谷兄弟 你这提议绝了 与逍遥和逍遥天命三人 终于能安心在这里刷怪 兴奋得不断夸赞 大谷神域 哈哈 等我们在这里装备起来了 再回去报仇 文当 嘿嘿 没错 大家好好练节 到时候 将端木黯然他们嫩死 众人嬉笑间 有人提议 去找这边的boss 于是分开寻找 羞羞羞一顿乱飞后 别说 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黄金巨型多角虫 众人兴奋的向前攻击 都是顶级玩家 战事中又有三人拥有麻痹戒指 他们自然不惧 可是 黄金巨型多角虫猛啊 端木黯然都扛不住两轮攻击 更别说他们渴 猝不及防的一群人 转眼被放翻了好几个 众人只能圆圆引开 将装备捡起 重整旗鼓 准备再战 这次 他们用法师戴护身 戴麻痹砍 这种操作 还是他们从天涯明月开顿拿屠龙 戴麻痹砍怪的视频中学会的 华国这边他们的探子不少 这种顶级打怪视频 自然早已传到了国外 戴上麻痹的法师 虽然搞得险象还生 但终于将这大家伙麻痹住了 早已在远处等得不耐烦的战士和道士们 立刻冲了上去 众人兴奋地向前围住黄金巨型多角虫 一顿疯狂输出 与此同时 在不远处的森林中 秦横两个号正躲在这里 看那群人在打黄金巨型多角虫 他其实早来了 也早就发现了对方众人的存在 但他没去打脚 因为黄金巨型多角虫在 这老怪他也早发现了 但他没打 他在等机会 等对方上钩 因此 他有一个号提前躲在土城商店里 另外一个号 时不时过去查探一下 果然 很快的 对方发现了黄金巨型多角虫 立马另外一个号 也传送了过来 此时 秦横只有端木黯然 和天涯浪子在这 因此 他在等机会 否则 两个号想秒人 秒不掉 另外一边 闻刀众人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战绩0-5 黄金巨型多角虫 在他们的攻击下 竟然连一滴血都没掉 与逍遥 混蛋 他怎么不掉血 闻刀 不对 他掉血 每次打都能掉几滴 可是都被他转眼恢复了 嗷嗷 零零零零 对啊 是不是尸毒术没毒上 大骨神域 不可能 我亲自毒的 前程三少 那就是尸毒术没用啊 这怎么可能打死 众人嚷嚷间 黄金巨型多角虫的麻痹 被解除了 直接发飙 对着众人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闻刀等战士 首先扛不住 眨眼飞走了 与逍遥等三个法师 拼命压制 再次显向还生 只有大骨神域等道士 在远处放着以天辟地 还好点 就在众人乱成一团时 羞的一声 端木黯然 和天涯浪子 从天而降 落在了三个法师后面 对着三人后面 就是一顿猛狗 烈火剑法 刺杀剑术 以天辟地 毫无意外的 与逍遥 前程三少 和嗷嗷0000三人 直接躺在了地上 原本与逍遥三人 就勉强扛着 黄金巨型多角虫的攻击 这一下突然来了 两个猛人偷袭 哪里还能扛住 叮铃当狼 地上爆出了 大量的装备药水 是的 大量 因为三人都处在 鸿鸣状态 十多道金色 红色 赤色光芒 冲天而起 护身戒指 护身戒指 麻痹戒指 麻痹戒指 传送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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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一套一套 试魂法杖 试魂法杖 法神披风 法神披风 法神头盔 法神项链三条 法神手镯三个 神秘腰带两条 天下第一称号一个 天下第一法神称号一个 万年雪霜 强效太阳水 肉块 大豹啊 曹尼玛啊 法克 巴格亚鲁 地上的雨逍遥三人 瞬间破口大骂 都快疯了 而这么多东西爆出来 秦横都吓了一跳 不过 此时 因为他两号的攻击 也波及到了黄金巨型多角虫 那大家伙转头朝二人冲了过来 闪电灯已经砸了下来 刷 早有准备的秦横 瞬间给端木黯然 和天涯浪子 换上了隐身戒指 这才惊险地化解了危机 咕噜咕噜地喝着血 同时踩着地上的装备 与此同时 远处的大谷神域和逍遥天命王 全都看得猛逼了 这可是一堆的神剑和顶级装备啊 愣了一下后 刷 逍遥天命和大谷神域红了眼 两人远远地以天屁地砸了下来 可是两个道士的攻击 能有多猛 打端木黯然踩掉不到七八十滴血 天涯浪子也才一百多点 两人攻速又比大谷神域他们高了太多 你打我一下 我都和和几瓶万年血帘了 所以 秦横压更没搭理那两人 继续捡装备 剑打不动这两人 大谷神域二人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想抢一个神剑下来 随便一个传送 麻痹或者护身 那都比他一身的装备强啊 结果 正在踩着东西的端木黯然和天涯浪子 回头就是十多道半月和以天屁地轰了过去 噼里啪啦 砰砰砰 加上被攻击到了的黄金巨型多角虫也冲了过去 瞬间大谷神域二人就被端木黯然和天涯浪子打成残血 赶紧随机溜浪 零零零 秦横哆嗦着 踩起地上一个个神剑赤月装备等 一下爆出这么多好东西 即便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 也是心脏狂跳不止 实在是这次收获太大了呀 两个护身 两个麻痹 三个传送 一个记忆 八大神剑 这简直吓死人啊 要知道 这跟他积累的都差不多了 他从来就没获得过如此多的东西 而地上躺着的雨萧遥三人 此时 眼里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连问候秦横家人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三人哆嗦着打开装备栏 查看自己掉的东西 嗷嗷零零零零 直接被爆的金光 一件装备不剩 雨萧遥好点 好的东西 还剩下一个麻痹 和一个护身戒指 还有一个法神头 一个手镯 腰带 前程三少三个神剑也曝光了 魏毛会爆出这么多神剑 因为他们三个法师打黄金巨型多角虫时 每人带一个护身 一个麻痹 包裹里还放了一个传送 那是用来随时跑路的 雨萧遥包裹里更是放了一套祭一套 鸿鸣状态下 包裹里的东西可是会掉光光的 身上的装备则是随机掉落 不过 鸿鸣状态下一般都会掉好几件以上 所以 这一次三人吃了大亏 可以说 一招回到解放前 法克 你 你们 你们吃得下这么多东西吗 不怕我们报复吗 能承受得了我们的报复吗 嗯 雨萧遥阴森森的说道 只是说话有点不利索 哦 零零零零补充威胁 八大 我们可是三国的大口祖 不把东西还我们 华国谁也救不了你们 我们会追杀你们到天涯海角 哼 又想杀我全家 你们随意 端木黯然耸耸肩 又补了一句 对了 我们国内的狂拽公主 和泰班下化献胡椒饼等人 早就想砍我们了 可惜找不到啊 欢迎你们来找我们 若是真找到了 我免费送你们呈现 狂拽公主 泰班下化献胡椒饼 雨萧遥三人听得一愣 眼里闪过一丝不可思议的震惊 那两人 在华府 他们是知道的 背景势力都很强 没想到 连他们也找不到这三人吗 特别是雨萧遥 眼里更是有着了然之色 Q避落黄泉Q上次 就是被天涯浪子 他们的代理商小布点给骗了 他们没找到天涯浪子三人 倒是找到了小布点 可惜 由于有军方的插手 他们想搞死小布点的计谋 最终没有成功 而小布点 现在更是住进了 启明集团的总部里头 他们根本进不去了 只能继续寻找 天涯浪子三人 结果可想而知 始终没有找到 没想到 连泰班下话线胡椒饼 都找不到他们吗 泰班下话线胡椒饼是什么人 他更加清楚 因此 此时此刻 对于找到天涯浪子三人 他更加不报希望了 呵呵 我们说过 每天十万元宝 否则建议则杀一次 秦恒丢下一句话后 没在搭里 躺在地上的三人 两个号都戴着隐身戒指 就在黄金巨型多角 从不远处 旁若无人地 查看着刚获得的装备 首先是八个神剑 传送戒指 攻击0-8 魔法0-8 倒数0-8 防御0-8 魔防0-8 攻速加3 毒物躲避 加70% 这是唯一的一个 攻速3的神剑 其次 一个攻速加2 攻魔道防魔防加7 毒物躲避 加60%的麻痹戒指 其他 一个攻速加2的 超级品传送戒指 一个攻速加1的 超级品传送戒指 一个攻速加1的 超级品麻痹戒指 一个攻速加2的 超级品记忆戒指 一个攻速加2的 护身戒指 一个普通护身戒指 上面的是神剑 下面的装备 同样震撼着秦衡 试魂法杖 魔法2-19 幸运加5 攻速加2 准确加3 攻速加2的试魂法杖 真牛逼 天涯明月正缺呢 另外一把试魂法杖 则是攻速加1的 超级品试魂法杖 接下来的装备 看得秦衡再次呼吸 快停止了 两件攻速3的 超级品法神披风 法神头盔 魔法0-7 防御4-10 魔防1-8 攻速加4 法神项链 魔法1-18 幸运加3 攻速加4 魔法躲避加70% 法神手镯 魔法0-10 防御0-9 魔防0-8 攻速加4 其他吃月装备 就是攻速加3的 两个神秘腰带 也是攻速加2的超级品 天下第一称号一个 这种称号 天涯浪子和端木 黯然都没有 只有天涯明月有一个 也不知这三个倒霉蛋 是谁爆出来的 还有一个天下第一法神称号 这个就要比天下第一称号差点 秦衡用不上了 总之 这一波下来 秦衡真的正大了 一波巨肥 而这些装备 还全是法师目前最顶级的装备 天涯明月 直接在另外一边 从仓库里取了出来 零零零地换上 他这次换装备 换害了 武器 换成了攻速加2的试魂法杖 头盔原本3的 换成了攻速加4的 手镯之前爆了一个攻速加4的 现在再次又换了一个 就是一对 而他之前 有一个3的手镯 戒指 经常带着传送 换了个攻速加3的 而所有装备 别人都搞上了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而秦衡 此前除了神界 其他装备 那都是九级神灵祝福撑着的 这意味着 他这次增加了不少的攻速 武器 等于加了1.5 头盔也加了1.5 两个手镯加起来 加了3点 传送加了1点 等于他直接加了7点攻速 哗啦啦 试了试效果 秦衡欣喜地发现 天涯明月的攻速 达到了恐怖的每秒17发多 比端木岸然 还要特么猛 这就牛逼了呀 不过 端木岸然 现在又换了一个天下第一的称号 离每秒17发 也就一步之遥 只是 戴了一下后 发现到不了17发 就给了天涯浪子带 顺便给了他一个攻速3的腰带 这么一来 端木岸然 还在每秒16发 而天涯浪子 加上这个称号 攻速3腰带 还有前面获得的几件 攻速4装备 妥妥地达到了每秒16发 至此 天涯明月每秒17发领跑 比起这些顶级玩家 已经高出了整整5发的攻速 其他两号 也高出了4发 加起来就是13发了 不知道能不能秒掉戴护身的法师了 感觉还是很玄乎 那家伙 开着盾 受到的伤害太低了 不过 只要秦衡再努力一把 估计就差不多了 比如 再击杀一些新转生进来的玩家们 把三个号再提升提升 一套攻速加4的赤约套 估计差不多可以了 心中想着美士 端木黯然和天涯浪子 在黄金巨型多角虫旁边练击 两人都还鸿明呢 现在当然不能引诱这老怪 去找天之大刀侍卫了 至于地上的三人 愤怒骂了一阵后 就下线了 再次上线 一群人全聚集在了鸿明村中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全都一阵无语 这次损失真的太大了 神界丢了一堆 顶级装被丢了一堆 还都是加三加四公宿装 怎么办 这么下去 我们都得被他们掏空了 文刀郁闷问道 雨逍遥 你们发现了吗 他们的公宿似乎更加快了 大谷神域 草 不会是穿戴上了我们的装备 更强了吧 可是 前面他们没有这么强的装备 怎么打得过我们 文刀 应该是转身装备 说不定 他们都是一身公宿二的转身装备 可惜 他们屏蔽了看不到 逍遥天命 要不 我们先交保护费 先把装备搞起来再说 提到保护费 众人肠子都快毁清了 早知道答应交 哪里会把装备爆掉 你有十万元宝吗 交保护费 半想 与逍遥郁闷问道 嗯 没有 第474章 一传二十八集 举报有讲吗 传奇 天之大陆 天之蒙众省沙巴克城不远处 端木黯然 和天涯浪子 正在旁边杀着天之盔 假虫练集 这时一道私聊传了过来 文刀 浪子 在吗 在 文刀 是不是我们交了保护费 就不杀我们 当然 冷门打Boss也不抢 必须不抢 文刀 君子一言 天涯浪子 四马难追 但每天要先交钱 文刀 可我们现在 每人也没十万元宝 我不管 先交钱 你不让我们刷怪 我们怎么赚钱 要不 华币行吗 行 第一次给华币 每人一亿 明天开始 每人十万元宝 文刀 十万元宝是不是太多了 我们赚一天下来 也赚不到多少点 文刀说的也是事实 秦衡刷一天 也就十五万元宝左右 这还包括打了许多Boss 和不下线的情况 这些人再去掉下线 要他们交十万元宝 确实很勉强 五万元宝加一万亿金币 或者十万元宝 不能再少了 我们考虑一下 一天五万元宝 加一万亿金币 这保护费 真的是太高了 如果是普通人 估计卖了他们也拿不出来 但这些不是普通人 全都是各国最顶尖的势力 他们的背后 有着强大的财阀背景支撑 区区这点钱 自然不在话下 文刀 与逍遥和大谷神域等人 又商量了一阵 最终决定 先交几天的保护费再说 等大部队上来了 到时候自然就不拒了 不像现在 打小怪 只靠法师带 练技太慢 而BOSS也没法打 打不了BOSS 装备就提升不上去 到时候 就会被别人一直压着打 那到时候 就能想出办法 对抗那三个变态吗 不知道 但先好好发育一下 装备搞上去了 不就有可能吗 因此 一阵商议后 文刀和雨逍遥他们 最终同意了交保护费 第一天 因为没有元宝 秦衡强势的要求 每人交了两万亿金币 相当于 每人一亿华币的样子 两万亿金币 对于众人 自然不是问题 就当花钱买平安吧 再说 只要随便打个BOSS 抱点好东西 两万亿金币 瞬间就回来了 比如一把屠龙刀 怎么也不止卖 两万亿金币的 不过 秦衡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 天之蒙重土城那边 他包场了 其他人只能在 其他地方炼机打宝 不能去天之蒙重那边 而天之笔骑成的BOSS 秦衡允许他们打 但谁先打算谁的 对于这些要求 与逍遥等人商量了一下后 最终还是同意了下来 天之蒙重的怪 跟天之毒蛇山谷差不多 唯一有点区别的是 天之蒙重有个 黄金巨型多角虫 吃一个怪 他们打过 根本就打不死 为了一个打不死的怪物 去得罪这三个变态 自然不值得 老老实实地交完保护费 其他人战战兢兢地 穿了一套普通赤月出去打怪 过了好一会 那三个变态都没来 这些人这才放心 换上备用的顶级装备 虽然被天涯浪子三人抱了不手 可谁手里 没有备用装备啊 他们每人手里 都有套攻速三的备用套 就是顶级武器和神剑 没有攻速三的 而神剑 这次损失太大了 与逍遥这边还好 只掉了一个传送 他仓库还有两个 随手就换上了 记忆戒指 自然也还有 而大谷神域那边 就亏大了 天涯浪子他们瞬间 掏空了他们一大半的神剑 幸好 闻刀身上 还有一个攻速二的传送和麻痹 大谷神域 还有一个传送 而护身戒指 只剩下一个普通的了 当然 只是说 他们行会 整个桑国 还有其他顶级行会没过来 等他们到来时 自然会带来不少神器戒指等等 比如 桑国中跟他们齐名的 锦上升下子 那是一个顶级财阀的公子哥 拥有的神界并不比他们少 形势别强 先苟着发育吧 交完钱 每个人的嘴里都跟吃了苍蝇一样 一脸难受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可惜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但他们可以把这种仇恨记在心里 大谷神域 更是直接下令在华国的成员 全力寻找天涯浪子三人 抓住他们 就要他们好看 秦恒健 他们交了钱 也没再难为他们 韭菜嘛 慢慢搁才行 不能连根给拔了 这次的收获 已经巨大无比了 而只要从明天开始 这帮人每天就算交五万元宝 八个人就是四十万元宝 加上他自己打的 要不了三天 就能凑够一百万元宝了 假如多来一些人 嘿嘿 估计一两天 就能凑够三个号的需求 比如 近来一百人 一人五万一天 都五百万元宝了 当然 想要有一百人进来 有点困难 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 应该也快了 毕竟全世界每个国家 进来几人 也不少了 不过 据秦恒的了解 并不是所有国家 都有自己的服务器 国家太小 或者太穷的 自然没有 因此 目前 也就是五十个国家服务器 但对于秦恒来说 已经够了 除了国服 还有几个友好国家 其他人进来 每个人收几天保护费 那都够他解决燃眉之急了 至于后面 还能不能收到保护费 秦恒不敢肯定 或者说 他不确定 要不要这么一直收下去 他也怕打压玩家 太狠 导致别人不玩了呢 那自己这光感司令 怎么搞钱 所以 先收保护费 以后卖装备 应该可以 心中琢磨着乱七八糟的事 终于黄明的端木 黯然引诱着那头黄金巨型多角虫 再次找天之大刀 侍卫去了 他之所以要求其他人 不得来天之盟众这边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老怪 这黄金巨型多角虫 他杀不死 只有借刀 但到那个时候 能捡装备的 可不止他一人 其他人在 都可以踩在上面 到时候 自己收了保护费 也不好出手了 再说 在天之大刀侍卫 旁边砍人 他也不敢啊 因此 蒙中吐成 他必须先霸占一段时间 嘎吱 黄金巨型多角虫 再次被天之大刀砍死 叮铃一声 爆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 天之青形盔甲 女 天之青铜斧 天之大手镯 天之玻璃戒指 怒斩 天魔神甲 大神头盔 红魔手镯 法 裁爵之杖 谷欲权杖 紫碧罗 骑士手镯 十级神灵祝福卷轴 九级神灵 五级师读术 四级魔法盾 五级师读术 操 这书终于爆出来了 灵的一声 将装备等都捡了起来 秦衡打开包裹 看着那本五级师读术 笑了 还不错 有了这玩意 他只要二转就能学了 到时候打二转boss 就没什么问题了 看了看其他天之装备 没有什么出彩的 要么普通 要么小极品 而二转的装备 秦衡暂时也用不上 其他非转身装备倒是出了几件二转的好货 可惜他也用不上了 留着以后卖金币或者元宝吧 至此 秦衡静下心来 开始刷怪 令与逍遥等人无语的是 这三个变态 霸占了一个天之盟众交外的地图还不够 竟然还留了一个天涯明月 在天之毒蛇山谷 性子级的大谷神域 忍不住询问 结果天涯明月的回答令他们有点牙痛 我倒是想过去 来来来 你们谁让我杀红一下 我来 为了送走这个温神 文刀穿了个大裤衩 自告奋勇地上前挨打 天涯明月也没客气 连续击杀了他好几次 红明直接用回城卷走了 他们去了那边 应该回不来吧 文刀不确定地问道 他们此前被要求离开天之盟众 众人是没穿那裤用机一套拉回去的 因此 有些东西并不确定 不知道 估计不能吧 毕竟他们没到二转 特么的 最好回不来 与逍遥和大谷神域等人 纷纷诅咒 但一个多小时后 他们赫然看见 天涯浪子三人 正在打赢信村庄外面的黄金多狗猫 这令众人一阵无语 看来去了那边是可以回来的呀 接下来 抢BOSS 因为秦衡掌握了所有BOSS的刷新时间 所以 与逍遥等人很难遇上 没办法 这BOSS并不是固定时间刷新的 他从死亡时间算起 每隔六个小时刷新一次 而此前一直在打BOSS的秦衡 自然占据了巨大优势 BOSS一刷新 三个号就开始羞羞羞地乱找 而文刀他们不知道啊 加上秦衡三个号 实力增强很多 打一个BOSS 现在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往往其他人在刷小怪时 他们已经打完了 这令一直找不到BOSS刷的 大谷神域等人很苦恼 再次商量起来 大谷神域 八大 BOSS都被他们控制住时间了 怎么搞 与逍遥确实有点难搞 他们平时在天之蒙众 和天之毒蛇山谷炼击 我们也没法盯着他们 文刀 那只能用笨办法了 你们看 他们一般不会走出 那两个炼击的地方 所以 只要他们一出现在 天之笔骑成境内 就证明有BOSS刷新了 到时候 我们分头跟着 找就是了 众人点点头 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但问题又来了 前程三少 可是 我们一般 也在天之毒蛇山谷炼击 我们怎么可能 知道他们 进入了笔骑成境内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 人实在太少了 这么大的地图 要盯人怎么盯得住 除非他们不炼击了 嗷嗷0000 要不 我在天之毒蛇山谷 和天之笔骑成 入口处炼击 只要他们回到天之笔骑成 我都能看到 再通知你们 哈哈 好办法 与逍遥和众人机长赞同 这确实是个办法 天之笔骑成附近都是小怪 对方平时不会来这边炼击 只要盯住入口 肯定能知道刷新时间的 众人又继续发挥脑子 很快又确定了一件事 只要看到对方飞到身边 肯定也是 BOSS刷新了 找就是了 毕竟 BOSS不刷新 那三个变态 肯定在打怪 基调定下了 可他们很快发现 那三个变态 竟然全会到了天之毒蛇山谷炼击 这片区域 我们的了 秦恒随手蛮横地圈了一大片地图 划定了炼击区域 你们不打天之蒙中那边 我们过去不行吗 与逍遥郁闷问道 不行 那边的BOSS我们要了 这边随便抢 这里与逍遥等人彻底无语 只好忍气吞声地远远避开 好在天之毒蛇山谷够大 足够众人炼击了 否则 他们估计得郁闷死 秦恒之所以又回到了天之毒蛇山谷炼击 主要是想搞药粉材料 天之蒙中那边 只有森林中有天之石人花 和天之毒蜘蛛 而森林中的怪物 又以天之狼居多 经验值少了点 加上天之石人花和蜘蛛们也不多 秦恒这才回到了天之毒蛇山谷 众人重新开始各种炼击 而暗中 前程三少却一直用高空录像 监视着天涯浪子三人 是的 监视 天之毒蛇山谷入口处 有人盯着 与逍遥和闻刀等人还不放心 另外派了 几个小时后 一道白光升起 天涯明月再次升级了 天涯明月 一转二十七级 经验值 888-100-0000 晋升到一转二十八级 需要整整一百万经验了 假如只杀蛇的话 他需要不停地杀七个多小时 才能升级 而往往 时间会要更久 因为中间 他还得去杀boss 又是几个小时后 端木黯然和天涯浪子 相继升级到了一转二十七级 在这个炼击过程中 秦恒也获得了大量的元宝 转身证明 神灵祝福卷轴 一些装备等等 只是 击杀小怪 爆天之极品的概率 实在不够 这一波下来 秦恒也就爆了个摩二的 六角戒指而已 而他之前的一身天之装备 也基本没换 似乎这一转的 boss能爆出来的 就那样了 又或者 杀的还是太少了 毕竟 他也才进来一天多罢了 这才打死多少个boss 反而非转身装备爆得不错 攻速加二的装备 比较容易掉落 往往两三个boss 就会爆一件 有时是怒斩之类的武器 有时也是重装衣服等等 攻速加一的 就掉得更多了 只要打 就会爆 只是装备品质好不好而已 不用想 照这么下去 赤月装备等 肯定会掉价的 所以 这些装备不能留 现在天涯浪子 又回去跟小不点交易去了 而小不点 又统统卖给了 来者不惧的深海龙鱼 至于对方 为何要那么多装备 秦衡也懒得管 反正给钱就行 爱干嘛干嘛 终于 boss刷新时间又到了 秦衡三个号 瞬间传送到了 天之毒蛇山谷入口处 进入天之笔骑城时 他皱眉看了看 在入口不远处 炼击的嗷嗷0000 但也没多想 开始寻找 黄金到草人刷新了 老大 他们不炼击了 走了 贤城三少在组队频道提醒 老大 他们进入了天之笔骑城 嗷嗷0000补充 与逍遥 这个点应该是黄金到草人 上次我们看他们打过 果然 这个方法可以 走 找boss去 修修修 一群人冲出天之毒蛇山谷 在天之笔骑城境内 随机寻找boss 八人 高空录像寻找 速度还是可以的 很快 文刀首先发现了 正在打黄金到草人的端木 黯然三人组 他没上前打脚 告诉众人后 无奈退去 第一个 boss没抢着 但众人并没有灰心 这是个好的开始吗 重新回到各自地盘 一分钟不到 嗷0000再次报告了天涯浪子三人 回到了天之毒蛇山谷的消息 随后 有人发现 三人继续炼击 没多久后 众人再次看天涯浪子三人 回到了天之笔骑城这边 于是跟着出动 而这次 他们人多 果然 大谷神域首先发现了黄金多狗猫 当秦衡过来时 正好看到与逍遥和大谷神域等人 正在杀boss 见着三个变态过来 文刀等人也是有点弹痛 他们不确定 对方会不会信守沉默 如果对方反悔 他们也毫无办法 没穿内裤直接开口 哈哈 不好意思 这boss我们先打了 皱了皱眉头 秦衡最终离开了 但他并没有马上返回天之毒蛇山谷 只是在这边刷了一分多钟天之毒蛇株等 就继续寻找黄金钉爬猫 等与逍遥等人打黄金到草人 速度自然没有秦衡三个好快 因为他们的攻速少了不少 原本他们的攻速混搭上去 每秒14发 主职业就是每秒12发 被秦衡爆破一波后 换了装备 好几个人的都掉到每秒11发去了 而黄金多狗猫 可是有每秒14发的攻速啊 因此 他们麻痹的几率没有秦衡高 打起来有点费劲 好在闻刀和雨逍遥的装备 基本没受到影响 两人跟众人凑了凑 换上混搭装 顶在前面 其他人围着打 可惜 众人的麻痹戒指 被天涯浪子他们爆掉了三个 搞得众人 只剩下两个麻痹戒指可用了 麻痹不住的话 BOSS攻击力超猛 打一会 众人就得跑开加险 因此 他们足足用了两分多钟 才打死黄金多狗猫 这个速度 还得归功于人多 宠物多 八个人 加四十多个宠物围着打 这还打了两分多钟 只能说BOSS太猛了 还有就是 他们的攻击 没有秦恒他们高 又不能持续输出 才会这样 因此 等他们打完 秦恒已经打完了黄金钉爬猫了 继续寻找黄金森林雪人 而因为嗷嗷0000 没看到秦恒三个号 回天之毒蛇山谷 其他人自然也继续寻找 果然 这次 他们看到了秦恒三个号 打黄金森林雪人 没敢上去抢 众人远远离开 逍遥天命 我们回去练集 还是继续找 闻刀 不急 看看他们打怪的时间 众人用高空录像观察 一分钟不到 对方打完 闻刀 看到了没 记住时间 没猜错的话 可能过上一会 他们还会去找BOSS打 与逍遥 没错 盯着他们 秀 天涯浪子 他们返回了天之毒蛇山谷 五分钟后 又出来了 找 早盯着秦恒的众人 立刻下令分开寻找 果然 这次被他们先找到了黄金蛤蟆 他们在盯着我 秦恒皱眉看着这帮人在打老怪 回想了一下 他立刻明白了 问题出在哪 肯定是天之毒蛇山谷 入口处那人 他是通风报信的 秦恒先回了一趟天之笔骑城安全区 再重新回到天之毒蛇山谷 继续练集 等下一个BOSS刷新时 他直接用回城卷轴 秀 果然 这次直接回到了天之笔骑城 这就是回城卷轴的特性 会回到最后待过的城市 这次 果然 没有看到与逍遥他们寻找了 秦恒安心地刷了一个黄金蜘蛛 后面又刷了黄金半兽人 这里的刷完 可天之毒蛇山谷的BOSS就没办法回避了 只能靠运气了 闻到他们很鬼 看到秦恒三个号不练极了 他们同样开始寻找 所以 天之毒蛇山谷的BOSS 秦恒只抢了不到一半 这还是运气好 好在天之土城那边的老怪全部归塔 否则还真有点不好弄 转眼 几个小时过去了 熬的一声 天之蒙重中 巨大的黄金猎鹰再次被秦恒猎杀了 端木黯然和天涯明月三人围着黄金猎鹰一顿乱蛙 猎鹰死后 是要靠蛙的 黄金的自然也一样 获得天之大手镯一个 获得天之金项链一条 恭喜获得圣战手镯一个 一顿乱蛙后 秦恒激动地打开包裹查看起来 眼睛瞬间一亮 天之大手镯 魔法零杠二 防御一杠三 还不错 试个极品的 比原先戴的都要好 喜滋滋地换上 整上神灵祝福卷轴 继续练击 不久 天涯明月再次升级了 天涯明月 一转二十八级 经验值 六六六负一百四十万 升级经验 直接涨了快一半了 不停练击的话 差不多需要十个小时多点 就在秦恒准备继续练击时 宇逍遥突然私聊了过来 浪子 举报有奖吗 啥意思 有新的玩家进入了 南国的 好 明天你少交一万元宝 秦恒丢下一句话 兴奋地回去 准备收保护费了 第四百七十五章 爱打小报告的宇逍遥 传奇 天之马法大陆 天之银杏小村外面 一法 一道 一战正在外头 努力击杀着天之稻草人 很标准的探索组合 看来没有外父势力 单独进来这里的 JD外郎 战士 一族级 法师 冰心兰 道士 这三人都是兰国的 兰国 秦恒上次询问众人时 自然听大家说过这个国家 他号称日不落帝国 在遥远的年代 兰国占据了许多地方 号称太阳在他的领土上 永不落下 后来 这个老牌帝国 还是逐渐地落寞下去 许多领土 已经不复存在 但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他依然是这个世界的 强国之一 跟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 因为他是清监国 基本上监国说啥 他干啥 早已没有了往昔的雄风 此时 三人打着天之稻草人 边聊天 哼 华国的技术 不是很牛吗 就拿重复地图给我们玩 没劲 JD外郎 看着周围 一脸嘲讽 一族级 话是这样说 但这种技术 我们目前也没有 多学习学习也好 注意 别引太多的怪 不急 冰心兰 与逍遥 他们应该提前进来了几个小时吧 要不 我们跟他们 要点天之装备 JD外郎 哈哈 我刚才已经私聊过他了 他答应 会给我们 每人送份大礼物 一族级 真的 哈哈 那就好 给我们每人一套天之装备 倒是省了不少事 对了 华服那边的天涯浪子等人 好像进来更久了 JD外郎 呵呵 听说他们 才进来三个人 没事 我们家上羽 逍遥他们 对了 还有文刀 他们也进来了 我们这么多人 嫩死他们三 没问题 一族级 嘿嘿 华服那么大的服务器 才进来三个人 实在是搞笑 一族级 呵呵 这就是人多的弊端 发育不起来 我们这次 只要先好好发育 联合与逍遥 和文刀大鼓神域他们 定能牢牢控制 这个二传地图 到时候 华国的人进来玩 统统都得交钱 不给钱 杀到他们退服 让他们为我们打工 嘎嘎嘎 JD外郎 呵呵 一百多年前 他们的祖先 就在为我们服务 一百多年后 即便他们拥有 神舟这种超级计算机 他们的后人 还得为我们服务 嘎嘎嘎 三人聊到得意处 全都开怀大笑了起来 咻咻咻 就在这时 三道人影 带着一群宠物 从天而降 嘶啦啦 呵呵呵 噼里啪啦 咔咔咔 极光电影 烈火剑法 以天辟地 无数攻击 瞬间将一族 及三人淹没 此时的三人 只是在外面打个小怪 这里又没有什么玩家 自然没戴护身戒指 和复活戒指 那两东西 都放在包裹里 准备遇到 BOSS在患上的 因此 三人正常情况下 哪里能扛得住 琴横三个变态的 凶残攻击 一轮攻击都没打完 三人已经躺地上了 叮铃一声脆响 地上爆出了 大量的装备药水 四道光柱 冲天而起 隐身戒指 圣战戒指 天尊项链 法神头盔 不等地上的三人 骂娘 端木岸然 三人已经将东西 都捡完了 法克 端木岸然 你们什么意思 为何要杀我们 一族级愤怒问道 JD外郎 法克 快还我们装备 赔礼道歉 否则以后 你们都不用在这里混了 冰心兰 你 你们特么地想干吗 不想在这混了是吗 突然被杀 冰心兰三人蒙蔽了一下后 纷纷愤怒质问 心里已经闪过 要联合与逍遥和文刀等人 如何制裁这三个 胆大包天的华国人了 法克 每天最少也要他们交一亿华币保护费 否则杀到他们退服 三人心中诅咒着 但等来的不是对方的赔礼道歉 而是一阵嘲讽 端木岸然 呵呵 赔礼道歉 对不起 不等冰心兰三人高兴 端木岸然又怂怂尖道 好了 道歉完了 现在正式通知你们 今后 每天交五万元保护费 否则杀到你们退服 对了 今天没元宝 就给两万一金币吧 冰心兰 什么 你还要我们交保护费 你特么疯了吧 另外两人也是骂骂咧咧 都表示不愿意交 天涯浪子 没事 不交杀到你们交 等着 我们走着瞧 JD外郎三人丢下一句话 郁闷地下线了 秦横乐呵呵地打开包裹查看了一下 不错 又有几个好东西 隐身戒指 攻击0-9 魔法0-9 倒数0-9 防御0-9 魔防0-9 攻速加3 独物躲避加70% 攻速加3的超级品 隐身戒指 秦横刚才说话时 已经顺便查看了一下三人装备 三人除了掉了一个圣战戒指 其他戒指都在 这说明 这隐身戒指 是放在某个倒霉蛋身上的东西 估计准备用来打boss什么的 再看下一个 圣战戒指 攻击0-18 防御0-10 魔防0-10 攻速加4 独物躲避加70% 牛逼 攻速4的戒指 还搞满了10级神灵祝福卷轴 这东西 用来打架不错 其实端木黯然平时 一般炼击带传送 带麻痹 麻痹戒指是必须戴的 传送戒指 没搞出攻速加2的之前 他炼击一般戴攻速2的圣战戒指 速度更快点 后来 有了攻速2的传送 就一直戴着传送 直到他此前报了攻速3传送 而现在这个攻速4的圣战 又搞了10级神灵祝福 就相当于加了5点攻速了 比起加了10级神灵的传送戒指来 还多了一点 比攻速2的麻痹 就是多了两点 因此 这个攻速4的圣战 还是很有用的 比如炼击时 可以不带传送 PK时 可以不带麻痹 是的 现在PK 麻痹住别人 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只要你一下打不死 别人就随即跑了 谁被麻痹了 还傻站着被你打呀 因此 麻痹戒指 如今最主要是打怪 当然 有个攻速4的麻痹戒指 那另外说 所以 PK不用带麻痹了 带这个攻速4的圣战戒指和传送就行 这个圣战戒指一戴 端木黯然又将天下第一的称号 从天涯浪子那拿了过来 这下 攻速同样妥妥地达到了 每秒17发了 接下来 天尊项链 倒数 2-17 攻击0-8 魔法0-8 幸运加3 攻速加4 魔法躲避加70% 这同样是一件攻速4的超级品装备 天涯浪子换上后 本来将那个称号给了端木黯然 他跌回到了攻速15发 戴上这玩意 妥妥地回到了16发 剩下那个法神圣亏 只是攻速加3的 天涯明月有攻速加4的 自然不用换了 总之 这一波 不错 令秦衡的实力又提升了一截 另外一边 重新上线的一族级三人都快气炸了 原本还商量 怎么让华服玩家替他们打工 结果转眼自己丢了好几件顶级装备 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愤怒过后 三人又逐渐冷静下来 一族级 他们的攻速太快 我们不是对手 除非我戴上护身 否则一样会被他们秒杀 这次运气还不错 包裹里的护身戒指信号没掉 JD歪狼 嗯 我的复活在包里 信号也没掉 法克 他们攻速怎么那么快 冰心蓝 还用说吗 肯定是多了一套攻速2的转身装备 可恶 我的攻速四天尊项链 就这一条 法克 三人咆哮一阵 JD歪狼立马联系与逍遥 宇先生 在哪 我们被端木黯然那三个东方人砍了 我们在天之毒蛇山谷 你们练及到一转十几就能进来了 宇逍遥漫不经心地回答 好 等会回合后 帮我们砍了他们 好 JD歪狼三人换好装备 这次 一族击带了护身 一个随即到了外面 直接找了一堆更弱点的天之多勾猫开杀 顺便把另外两个号用记忆套传送了过来 地图那么大 三人不觉得端木黯然 三人会来找他们 杀一次就得了 还盯着人杀啊 想要保护费 他们怎么不去找宇逍遥他们 所以 三人认为那些东方人只是随便说说 三人打着怪 顺便跟宇逍遥他们组队 聊天 宇逍遥还关切地询问他们在哪 要注意可恶的东方人偷袭 放心 我们心中有数 三人感激替灵地回应着对方的关切 另外一边 与逍遥私聊天涯浪子 他们在坐标 好 明天给你捡一千元吧 怎么那么少了 与逍遥不满 哼 我哪里知道 你们是不是联手让我砍几次 不用交保护费了呢 第一次可以多捡点 后面再捡 我们还赚什么 再说 你们后面不通风报信 我们也能找到他们 就是时间长点而已 好吧 合作愉快 每次捡一千也行 元宝难赚啊 与逍遥心中感叹 至于盟友 暗中出卖盟友 那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这边 他在感叹 另外一边的一族集等人 则倒了大霉 天涯浪子三人再次杀到 瞬间将冰心篮干翻在地 爆出了一把以天剑 被天涯浪子 随脚捡了起来 JDY浪带了复活 逃过一劫 跑了 一族集则带着护身 也没被杀 同样跑了 法克游游 一群狗屎 躺在地上的冰心篮 破口大骂 秦衡根本懒得搭理他 乐呵呵地打开包裹查看 以天剑 攻击10-28 倒数5-25 重量30 持久15-30 攻速加2 幸运加6 准确加8 牛逼了 原先的以天剑 倒数才5-15 这里增加了那么多 这莫非也强化了七次 这帮人这么吊扎天吗 秦衡拿出一张强化 加6圈轴强化 再一看属性 技能伤害增加50% 看来 是强化了6次的 不过也是很牛逼了 这得多少 把以天剑强化上去 秦衡看得直摇头 华服这边才出了多少把啊 别人那边怎么这么多 还是其他服强化更加容易 这点 他没法考证 只能以后让启明困难户 他们去求证了 两分钟后 躲在外头角落里刷怪的 JD外郎三人 再次被秦衡三的号找到 无情地又砍了一波 这次 带着复活戒指的 JD外郎都没逃过 因为复活戒指的 冷却时间还没过去 爆出了一个麻痹戒指 还有一个天尊戒指 法克 法克 曹尼玛啊 被爆掉的 JD外郎和冰心兰 连华国的国骂都出来了 交不交保护费 不交我们继续杀 交你妹 两人怒骂着下线了 秦衡嘿嘿一笑 查看捡到的两样新东西 公宿二的超级品麻痹戒指 公宿四的天尊戒指 都不错 天涯浪子练及的时候 可以戴上那个天尊戒指 这样就有一对公宿四的了 打怪效率会提升不少 至于麻痹戒指 端木黯然都几个公宿二的了 倒是不用换 到时候给明月他们戴上 或者自己进化都可以的 三人重新聚集在一起 开始向雨霄摇麦残 JD外郎 雨先生 快来帮我们吧 他们杀了我们两次了 我麻痹都爆了 冰心兰 特么的 我以天剑和天尊项链 没了 哦 你们在哪 对面的雨霄摇 声音关切 安全区 安全区 可惜了 才爆了这么点东西 算个屁 雨霄摇心里嘀咕 还是建议到 那你们快点练集 等到了天之毒蛇山谷 他们就不杀你们了 一族集 我们出不去啊 出去就被杀 你们不帮我们是不是 忘记攻守同盟了吗 我找文刀他们去 嗯 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们交保护费了吗 听到对方要去找文刀他们 与逍遥赶紧换了的话题 肯定没有啊 傻子 才会交给他们 JD外郎 愤愤嚷道 冰心兰 就是 交保护费给他们 开什么玩笑 报了我们这么多装备 还想说我们保护费 一族集 他们算什么东西 值得我们交保护费 猪才会交给他们 与逍遥 沉默了好一会 逍遥天命的声音响起 我们其实跟他们打过 打不赢 然后呢 JD外郎 好奇问道 交保护费了 然后我们现在很安全 JD外郎三人 最终 在与逍遥他们的建议下 JD外郎三人 向天涯浪子三人 交了保护费 每人两万亿游戏币 没多久 他们晋升到了一转十级 杀进了天之毒蛇山谷 别看只多三个人 但显然怪物刷新的速度 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没办法 这帮人的装备 都是全服最顶尖的 打怪都一饮一大片 有护身 复活戒指这些扛着 完全没问题啊 杀得超级快 在这种情形下 秦衡三个号 终于打算扎根在天之盟众那边了 药粉材料 他已经弄到好多了 没必要再倒下去 大不了以后 直接收购就是了 端木黯然去欲喊话 来 你们过来几个 让我们砍红鸣过去天之盟众 众人 最终 JD外郎 大谷神域和文刀几人 穿的大裤衩 轮流被秦衡三个号搞了了几遍 见着三个温神走了 众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转眼快半天过去 天涯明月终于率先升级了 天涯明月 一转29级 经验值 666-180万 经验值 再次增加了很多 而以秦衡的刷怪速度 还有天之盟众省那边的怪物等级 秦衡他们需要 最少连续不断地 杀13的多小时 才能升级 秦衡很怀疑 假如他一直不能转升 二转 是不是会一直练级到七十几 不过 估计很难 因为到了后面 经验值都是上亿 几十亿的 靠打这些怪物 要练级到什么时候 才180万经验 就要13个多小时 1800万经验 不得要130多个小时啊 1亿8000万经验 那得1300万个小时 相当于连续55天 不眠不休的练级 这时间真的太长了 所以 在这里一直练级 根本不现实 而在这段时间里 秦衡再次获得了许多装备 技能书等等 抢BOSS 因为人多了 秦衡在天之比七成那边 有点难抢了 一轮也就抢两三个 还好 天之蒙中这边都是他的 不过 特变态的顶级装备 秦衡没搞到 三人身上 也就是换了一点小级品天之装备 此时 已经到了早上八点了 新的一天到来了 都过来交保护费吧 每人五万元宝 村庄集合了 端木黯然在天之毒蛇山谷村庄安全区这里 用区域喊话叫人 众人老老实实地过来 挨个上交元宝 原本于逍遥等人 想踏踏实实练级一天 打打BOSS 看看能不能爆出顶级装备 跟秦衡他们掰掰手腕 结果大失所望 天之装备 出级品的概率不高 也就BOSS出点小级品 加攻速的天之装备 根本见不到 这还怎么跟对方打 所以 老老实实地交保护费了 好在他们刷一天 也能搞到十万多点元宝 交五万还有余粮 现在只能暂时忍着 等大部队上来再做打算了 一下收到十一个人的保护费 整整五十三万多元宝 秦衡乐的眼睛都快眯起来了 为什么是五十三万多 因为他给予逍遥减免了一些 说话还是得算数的 否则以后 谁给你打小报告 加上他自己刷出来的元宝 他已经拥有八十五万多元宝了 等再来几拨人 嘿嘿 二转就足够了 秦衡没等多久 宇逍遥的小报告就过来了 浪子兄弟 高礼那边来人了 在边界村那边 高礼 你怎么知道 不会派人在新手村盯着吧 秦衡惊讶问道 哼哼 我能干出这事来 宇逍遥语气纷纷 话锋一转 哦 我们跟他们都有点交情 他们来了后 会跟我们说 哦 哈哈 行 明天再给你免一万元宝 宇逍遥 痛快 别出卖我呀 我这人最恶心那种 出卖别人哪 秦衡 高礼国 离华国很近 据说在古代 这个国家 还是华国的附属国 只不过 到了现代后 这个国家 早已成了监国的狗腿子 处处针对华国这边 而高礼的游戏行业 更是对华国充满怨念 以往 高礼的游戏产业极为发达 各种游戏层出不穷 电竞选手 更是世界顶尖 号称游戏之王 因此 他们的游戏产业相当庞大 可现在 所有的一切游戏 都被传奇摧毁了 传奇作为第一款全虚拟游戏 实在太爆炸了 上市之后 已经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游戏 还能生存下来的 也就是一些休闲之类的 桥牌游戏了 但也在风雨飘摇之中 因为传闻传奇公司 要推出传奇里面的虚拟桥牌 就是在传奇游戏里 也可以打牌等等 这对于剩下的那些休闲游戏 绝对是个致命的打击 不谈那些桥牌游戏类 只说高礼这边 传奇把他们的游戏产业 几乎摧毁殆尽 他们能不对神风集团怨恨吗 那完全就是生死大仇了 这次 高礼进来的 同样是三个人 游戏人生 法师 寻香万卷书 道士 锦鱼牙牙 战士 三人在高礼 都是有背景有势力的 最主要的是 三人也携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想了解这个游戏 以后搞模仿一个 模仿 最后说是自己的东西 这一直都是高礼的拿手好戏 比如华国以前的一个老祖 高礼都敢说是他们的老祖 简直连脸都不要了 可惜啊 三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进来后 第一时间就被盟友给卖了 在与逍遥不断的小报告中 三人老惨了 游戏人生是法师 被杀了一次 寻香万卷书 和锦鱼牙牙 总共被秦衡杀了四次 被爆掉了一个 公宿二的超级品复活戒指 一个公宿三的超级品记忆戒指 一把公宿二的超级品屠龙刀 公宿三的神秘腰带 公宿三的天魔神甲 公宿四的天尊手镯 最终 三人被秦衡狂砍一顿后 在好心的与逍遥提醒下 交了保护费 终于消停了下来 转眼几个小时过去了 与逍遥和文刀 大谷神域等人的后援部队 终于来了 监国这边来了十个人 三国来了五个